第150章 兔子 清晨买了早饭回到寝室 早饭后继续用功写作业 一直写到八点出头 太阳出得比较大了 江森才放下笔 下楼去开了教师值班室的门 拿出被子和褥子 抱到操场上去晒 今天的天气算是彻底放晴了 山区那边的情况 应该也要全面转好 48小时过去 最艰难的那一段救援工作 该完成的 想来都应该已经完成 国家办这种事情 还是非常靠谱 不过话又说回来 要是那群村民 都能有搬出来的勇气和能力 其实 所有人的麻烦 都能减轻很多 江森重生后 在石里沟和清明乡生活两年 最大的体验 其实就是 穷山沟里的穷 和山沟的关系 还不是最大的 山沟沟本身的自然环境 对穷富的影响 最多只占到三四成 而人本身的原因 才是最主要的 疾病 年迈 缺少有效的谋生知识和技能 没有外出的门路 等等这些因素 是石里沟贫困的第一重原因 石里沟的那群读书 不怎么样的小孩 江森的那些 连初中都没毕业 就从乡里 被淘汰回村里的小孩 就是属于这一档 而这一档 其实还好解决 吴臣从市里下来 显然就是来解决 这部分人的问题的 就算老的 病得出不去 先把年轻人带出去也好 接着第二重 则是当地的社会风气 风俗习惯和落后思想 把一部分人牢牢地 困在了原地出不来 这个代表 就是江森的师父 马瘸子 马瘸子当初 完全是有能力出头的 而且有了出息 完全也有可能 回村子里 带一批稍微聪明的后生出来 一旦村子里能有十户 十几户人出来 那么腾出地方 就可以让一部分 石里沟山间大寨里的人 搬进村中 一点一点地挪 早晚能把人全都挪出来 再不计 山上少一个小寨 少一个大寨 国家单是安排一个村子的问题 成本也能拉下来很多 扶贫效率也能提高 但问题在于 马瘸子刚要起事 就被人生生把腿给打断了 就像马瘸子说的 山里的这群人 你问他 什么是左什么是右 他们压根都听不懂 无非就是 看不惯他比别人牛逼 随便找个借口 就把你弄死了 这就是很多小地方 共同的恶习 一个人一旦开始决定 往上爬 往外爬 身后就一定会伸出数不清的手 死死地拽住你的腿 抱住你的腰 宁可大家一起穷 也绝不愿意看着你的日子变好 却不懂 在这种情况下 那个先爬出去的人 才可能是他们一起翻身的最好机会 这一点 别说马瘸子 就是江森自己 也算体验得够深刻了 那种成绩一旦变好 就要被故意奚落的冷暴力环境 乡中的不关心 不在乎 村里的漠然和身边人的嘲讽和眼红 从乡里到村里 从大寨到小寨 那些闲言碎语和阴阳怪气 那种恨不能他 这辈子都不要再继续读书的心情 江森一整个初三都在忍耐 而如果江森是个心理素质不过观的人 可能不用十天半个月 就彻底沦陷 崩溃在那片山窝窝里了 永世不得超生了 小孩子如此 年纪大的人 沦陷的方式也是各种各样 一群不求上进的人 整天拉着你游手好闲 没完没了地打牌和吹牛逼 早上醒来 先喝点劣质白酒爽爽 迷迷糊糊到下午 睡个午觉 睁眼就是傍晚 接着等天一黑 一天就混过去了 这样的生活节奏 就算山里有座金矿 这群人也不可能发家致富 再再然后 最后一部分原因 才是那些极少数 也是最难搞定的 某些个人的极端性格和脾气的问题 比方说江阿豹那种 就是混不练 老子就是不出去 老子就要在山里潇洒 老子就要这么非一般的自由 你能奈我何 江森曾经跟孔双者总结过 那些极端懒惰 极端无耻 极端愚昧的个体 想要帮他们翻身 至少要分七步走 而且每一步都不能省 一要首先解决周边社会风气环境 不论如何 先把人带出这种不求上进的环境 二要帮他掰正几十年来形成的思想问题 让他最起码先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甚至都不求他能改成 只要头口认错就行 接着第三步是改正生活习惯 比方说早上一定要起床 每天不能顿顿劣质白酒 抽某些东西是不行的 一天躺在床上十六个小时也要不得 只要能早睡早起 自己给自己做吃的 能养成正确的卫生习惯 这一步就算达标 再接着 第四步就是帮他增长见识 开阔眼界 无要进一步深入扫盲 稍微提升文化水平 第六步才到让他掌握谋生技能 第七步给予物质和起步资金的帮助 这笔钱花下来 才能真的奏效 不然 如果前面六个大饼不先下肚 光是吃第七个大饼 是不可能解恶的 而这个过程 仔细想 那不就是一个人从小到大 正常的成长过程 所以说读书 为什么重要 放到扶贫过程中 你就会发现 很多穷了一辈子的人 穷困的根源 就出在从小到大 就没学会 如何做一个正常的普通人 对 仅仅是正常的普通人而已 不用拯救世界 不用当超人 不需要成为什么改变人类命运的天才 可以平庸 可以不那么优秀 当然也不完美 但社会真正需要的人 其实也就是像绝大多数人那样 可以靠自己的努力 独立谋生 能为社会提供帮助 创造劳动价值的人而已 然后 当这么多正常的人聚在一起 彼此之间 通过各种方式 你帮我 我帮你 每个人都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 如此每一个能为他人贡献力量的人 也必然能从他人身上获得帮助 社会也就自然而然运转起来 世界也随之越来越美好 只可惜的是 这个模型 不论是从宏观角度上看 还是从微观角度上看 都总是会因为 小部分人的拖后腿行为 而无法那么顺畅地运行 因而反过来讲 很大意义上 扶贫这件事本身 不仅是在帮助消除贫困 同时也是在帮助整个社会 走向更高效率的运行道路 以上这些 就是 身为十八中特困生的江森同学 在帮助学校打扫卫生的自我拯救的过程中 忽然想到的一些事情 然后就在他晒好被子 正打算离开的时候 一个不知道什么玩意儿的东西 突然就飞速从他脚边窜过 状态极其惊慌 搞江森也跟着瞬间心跳一块 我草 江森吓了一跳 差点把被子拽下来 然后 抬头定睛一看 就发现 是只落荒而逃的兔子 这一放假 学校里就什么小动物都会出现 不过市区里的兔子 多半是什么人家里逃出来的宠物 结合十八中对面菜市场 和搬迁村民的情况 十八中里出现兔子 绝逼算不上奇怪 乃至理应是大概率事件 只是江森奇怪的是 这只兔子 到底在跑什么呢 他脑回路 有些不对劲的望向兔子 逃走的反方向 然后探着脚 慢慢朝前走去 将近两个月 没人打理的泥地小草场上 野草已经长得挺茂密 江森缓缓向前 忽然间 听到草堆里响起素素的声音 仔细一瞧 就看见一条青蛇扭着身子 逃进了更深处的草丛里 江森当场冷汗都下来了 不过好在 他这两年 在山里也没白住 还是微微喘了喘气 又壮着胆子 多往前走了一步 再仔细一瞧 就看见前面草堆里 有个明显处理过的草堆 他慢慢弯下腰来 扒开那个草堆子 草堆里头 五只刚长了毛的小兔子 像是受了很大的惊吓似的 傻逼似的抬眼看着他 但是也不跑 就是仰头看着 这一刻 江森脑子里 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反正就是下意识的 把衣服脱了下来 抓起一只只兔崽子 把他们都进了衣服里 带出了小操场 然后 起身转过身来 等一直走到宿舍小院门前 需要腾出手开门的时候 才很奇怪地问了自己一句 我日 我特么 这是要干嘛 第151章 十八中双丑 当小兔兔们的妈妈 只顾自己逃命 当小兔兔们 遭遇坏舌舌的觊觎 只能无助等死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一个理智的少年 突然对他们伸出援手 破坏了大自然的规则 又是什么 让他多管闲事 给自己套上了不能放弃孩子的道德枷锁 江森抱着满怀的兔子 思来想去 觉得 可能是上辈子读研那会儿 他杀的兔子 有点多 所以 潜意识中心存愧疚 但是话又说回来 按这个道理 那些麻辣兔头的债 他又该拿什么来偿还 这个问题 还真是想想 都让人觉得背脊发凉 不过这还不是最关键的 更重要的是 学校里头 怎么可能允许学生养兔子呢 江森早上把这窝兔子抱回来后 先暂时放到了宿舍小院的教室 值班室里 然后跑去菜市场 搞了点干稻草 又管卖兔子的人 要了点十几天 大小兔子吃的细粮 并在店老板的提醒下 去超市买了两包婴儿奶粉 去药店买了几个 不带针头的注射器 回到学校 又去传达室老伯 收集杂物的屋子里 搞了两个废纸箱 和一堆废报纸 跑了一个多钟头 终于给五只小兔子搭了的窝 江森做事就是这样 既然想定了要做 那就认真马里地做了 至于还有什么别的问题 那就等问题出现了再说 再然后 等到中午的时候 他果然就求人得人 传达室老伯一发现这群兔子 当场就情绪很激动地 要江森马上拿去处理掉 不然就如何如何 反正就是一句话 要么你自己弄死 要么我帮你弄死 弄死兔子这件事 对江森来说 当然轻而易举 先把耳元静脉边上的毛拔干净 然后向静脉内注射一管利多卡因 再然后等麻醉要起效 就可以开始割喉咙 但是 今天的森哥 早已不是那个 蜡手杀兔的医学院菜鸡 怎么可能再干这么残忍的事情 面对老伯无情的要求 他当然不能让从小 就失去母爱的小兔子们 就这么完蛋 关键时刻 森哥沉声说道 先养大 养大了可以吃 这里有五只 我分你两只 饲料前我出 兔子使我到 老伯听完 内心天人交战了三秒后 就露出了和善的笑脸 领导发现 跟我没关系啊 领导 江森不屑地冷冷一笑 只要他能保持出现在的成绩 别说在学校里养兔子 妈的养霸王龙都没人管好吧 顺利攻关下老伯 随后今天 江森一边认真学习 一边认真照顾兔子 努力养了四五天 等快乐暑假 写完 兔子也终于不复所望 成功被养死了一只 这天早上 在老伯鄙视的目光中 江森满脸哀叹地把早药的容生 装进了垃圾袋里 然后赶紧给剩下的四只 宣冰 冰冰 奇奇 空空 又换了个干净的纸箱子 生怕再不知道得什么病传染死了 不然 302寝室集体地下团聚 他真的就觉得 没脸向兔子妈妈交代 这边刚换完纸箱子 宿舍小院外头就忽然想起了老邱的喊声 江森 江森出来训练了 啥 江森莫名其妙从教师值班室里走出来 就看到老邱一身休闲装 精气神不错地站在宿舍楼外头 笑容非常灿烂 一周前被砸得好像很严重的脑袋 今天已经看不出什么问题了 不过 脑袋上还戴着顶帽子 帽子下 可能还有最后些许需要愈合的小伤口 只是看他这么高兴的样子 这个事情 估计应该是 已经得到了解决 江森不由问道 车子的修理费 赔给你了 赔了 赔了 老邱黑黑黑笑道 妈的你们乡里那群人 鸡贼得很 说是抗灾车辆受损 当天报上去 当天就批了 保险公司还赔了我一半 算起来 我还挣了 我擦 还能这样 挣多少 江森满脸好奇 老邱顿时笑脸一收 很严肃道 哎 问这个干嘛 好吧 江森没想到 老邱对钱这么敏感 直接闭嘴 又来了剧 你的伤好点了吧 基本没事了 老邱又重新笑起来 隔着帽子 摸了摸头 再有个三四天 应该就全好了 不过就是有块头皮 可能长不出头发了 你个小子 我这次为你牺牲这么大 你今天可得给我好好练知道吗 奶奶熊的 我可是实实在在的 值得为你大出血了 江森嗯嗯嗯点着头 又来一句 这次为学校做这么大的贡献 程校长对你有奖励吧 这个话一出口 老邱立马就憋不住了 嘴角上扬 脸上说不出的高兴 程展鹏这一回 对老邱何止是有奖励 那是直接就把他的人生 都往上抬了一个层次 前天程展鹏从欧顺县回来后 直接就召集学校领导开了个会 原本十八中是没有教研办公室这个机构的 但程展鹏力排众议 专门成立了高中语文 数学 英语等等 包括体育在内 一共十个科目的教研办公室 连计算机课都没这个待遇 然后就在那场会议上 程展鹏一口气 直接任命了十个教研办公室的 所有二十名主任和副主任 老邱也便一跃从十八中的一名普通老师 兼学校田径队和篮球队教练 摇身一变 成了东欧市第十八中学高中部体育教研室主任 接下来只等是教育局的人事组织部门批准通过和公式 老邱就将顶着这个头衔 成为正儿八经的复古级干部 而这种学校内部机构调整的事情 市里的程序肯定也就只是走个过场 老邱十有八九 已经坐稳他邱主任的位置了 而且想来肯定不仅是老邱 郑海云 曾有才和小王 或许也能获得嘉奖 尤其是海云同志 在那个激情之夜表现十分突出 令人印象深刻 或许再过不久 就能调到别的客室去 程展鹏这个有功必赏的性格 江森还真是挺欣赏 另外一想到这点 话说 这次台风过后 市里的论功行赏大会 是不是也该开始了 老孔也真是点子被 赶在这个阶骨眼上犯病 不然就凭他的资历 这次抢险救灾的工作一结束 真心极大概率 是有希望就地提干的 不是副乡长 也该去县里混个副局长干干 果然有些时候 还真就是命啊 性命而不认命 江森这个唯物论者 有时候其实也不是唯物的那么彻底且纯粹 老邱到学校后 江森随后几天的日子 就比较辛苦了 每天除了抓紧复习 照顾兔子 还得留出足足两个半小时的训练时间 而且 老邱显然也不单纯 只是让他练长跑 篮球训练 也以随便玩玩的理由在开展 这死臭不要脸的货 仗着自己将近一米八的身高 和四十岁中年人的体重 愣是天天逼着江森跟他单挑 打赢了就笑话江森菜鸡 打输了就自己吹哨说江森犯规 无耻得很 时间一转眼 到了31号 学校里的其他体育生们 也都陆续回来了 男生一共七个 初中部四个 是江森之前见过的 高中部除了他 就是罗北空 还有另外一个名叫向一婷的 而值得一说的是 向一婷长得比江森还抱歉 江森因为这些天 一直在吃马瘸子 给他带回来的那些治疗痘痘的药 皮肤状况自我感觉一直在持续好转中 而且自认为眼神已经比梁朝伟还性感 但小向同学不一样 他除了皮肤状况 比江森稍微好一点外 五官简直就是随便一捏贴在脸上的 眼睛小 鼻子他还包牙 将来娶老婆的难度 一点都不比江森小 而老邱这狗日的升官后 越发得意忘形 居然胆敢给江森 和小向同学取外号 管他们两个叫十八钟双丑 这就搞得江森火气非常大 晚上训练完 大家伙留下来打球 二对二 江森跟罗北空一对 老邱跟小向一对 黄敏捷和另外一个女孩子 还有初中部的四个小孩 全都不走 一起看热闹 结果一开球没两个回合 江森就跟个袋鼠似的窜起来 手指间几乎能摸到篮筐的高度 一个大火锅就把球扇到了老邱脸上 我操 罗北空当场就给看傻逼了 场下所有人一片惊呼 老邱更是满脸不幸 嗷嗷大叫 江森 你吃药了吧 江森大声回答 当然吃 天点吃 再过几天等我兜兜退下去 就让你知道 十八钟牧村拓灾长什么样 妈的敢说我丑 瞎了你的狗眼 江森 我求你了好吧 你到底哪里来的自信 自认为跟江森差不多丑的小向同学 坚决不愿意被组合抛弃 就在这时 站在边上的黄敏捷 忽然悠悠说道 邱老师 江森 他好像有长高了 嗯 这几天 跟江森朝夕相处 一直没往这方面 想到老邱 这下才不由得认真看了看江森 然后马上让一个初中小孩 跑去办公室 把皮屎拿了出来 在众人的注目下 老邱重新给江森量了下身高 不由惊呼道 呦 有一米六了 一米六了 江森心中狂喜 脸上却不动声色 淡淡道 看来 总算是要开始发育了 话音落下 边上罗北空 就跟着冒出一句 难怪我看你 好像没高也没矮 我暑架也长了五六公分 我有一米八六了 看你还跟上学期一样高 江森就半个字都不想再说了 第152章 不着急 傍晚训练完毕 心情大好的老邱领着江森 他们一大群体育生 去学校对面菜市场 镇欧街道派出所旁边的小馆子 吃了炖好的 这学期又是体育季 10月份开始全市篮球赛开打 11月中旬 又是全市中学生运动月 全部比赛打下来 差不多也就期末了 不过篮球队这边 18中去年是拿了全市前八强的 可以省掉前两轮 直接作为种子队 从16强赛开始打 也就是说 10月份之前 他们其实也还没那么忙 安心训练就是了 最多打一两场热身赛 而且 今年有了江森这个强力心源加入 老邱觉得 近四强的可能性已经极其大 江森和罗北空一内一外 两个家伙全都运动能力惊人 而高中生打球 也就纯粹是打个身体 什么战术 技术 压根都是自欺欺人和扯淡 江森靠速度冲进去 罗北空靠体重和力量碾进去 同龄人能扛住的非常少 尤其江森现在还在长个 等到11月份 如果能再多长两三公分 那优势就真的出来了 毕竟别的学校的后卫 基本也就一米七出头 以江森的能力来说 高他不到十公分的 真的跟白给差不多 根据老邱的观察 想要一对一防死江森 没个一米八就免弹 而且还得有罗北空这样的运动能力才行 篮球这边 十八中 今年的阵容已经真挚完美 内外双合 加一群有去年比赛经验的小孩 完全够用 而且更不用担心 江森这狂比比赛的时候会腿软 他到时候 不要因为太过张狂 而被人殴打 那就不错 至于田径那边 老邱就更加完全没压力 江森只要在练上一段时间 达到国家一级运动员的水准 可能性是非常大了 而这样的水平 放在东欧市全市高中生运动会 这种业余比赛中 那就是滑水 也应该拿第一 老邱越想越是美滋滋 感觉自打上学期 发现江森这个隐藏人才后 生活突然间就变好了 虽说挨了一顿打 可是这一顿打 挨得真是特么的值啊 而且 只要这学期成绩能出来 明年就算江森 因为高考的原因 不参加任何比赛 靠今年的成绩 十八中 也能获得至少两个 直接参加全市高中生田径比赛 副赛的名额 然后 只要有副赛名额 就算是最后一名 十八中也照样有积分可以拿 而有了这个积分 那么他作为带队教练的奖金 就不用愁 至于今年这个学期 江森要如何在学习和训练之间 取得平衡 那就是 他们班主任的事情 跟他邱主任 又有什么关系 他邱主任 只要保证 江森这一整年 体能充沛 身体健康 那就万事大吉了 想来成校长 一定也是很乐地看到 江森得志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老邱心里这么想着 就一种用一种色迷你的眼神 看着江森 看得江森 简直头皮都发麻 一顿饭吃了将近四十分钟 江森 罗北空 和黄敏杰三个住校生 跟四个初中生 和十八中 双丑又护法小相 以及另外一个女生到了别 便禁止返回学校 体育生当中 只有他们仨是住校的 另外几个 全都是市区土著 那四个初中生 想靠体育家分进市里的高中 这个操作不难 不过 小相和那个女生 想通过体育方面的操作进大学 这个难度就不是一般的高了 在江森看来 他们高中部这五个体育生 真正有意义的 只有他和黄敏杰而已 高考加分不指望 但作为贫困生 这笔训练费 倒是真的弥足珍贵 至于罗北空 这个死富二代 那就是过来玩的 倒贴给老邱和学校打工 那点训练费 都不够他买烟抽 回到学校 进了宿舍小院 江森先给兔子喂了晚饭 又换了水 铲了屎 换了干净的报纸 然后才上楼洗澡 而黄敏杰 原本也很想进去摸摸兔子 但被兔子巴巴的气味逼退了 就断了这个念头 十几分钟后 江森洗完澡回到寝室 罗北空的烟已经点上了 晚上八点多钟 江森抬手看看日期 发现今天是月底 心里略微蠢蠢欲动 想去网吧 看看自己的月票成绩 但是转念一想 看不看都不会改变结果 就还是静下心来 拿出了上学期发的几张卷子 暑假快了 这几天已经快乐地刷完了 感觉效果很好 接下来这三天训练暂停 他的主要任务 就是这些试卷 我操 罗北空看到江森刷卷子 忽然也想起来 有暑假作业这么回事 急急忙忙从湖起下 扑乱糟糟的杂物堆里 把自己的作业翻出来 然后借了江森的 暑假快乐 就开始抄 302寝室 于是就出现了 后进声罗北空 在优等声江森的影响下 主动学习的美好画面 而与此同时 在全球中文互联网的某个角落 今晚的战斗 此时也正刚刚打响 青山村的青山网巴里 洪水中自救成功的李正萌 此时已经备好了充足的弹药 手边20张刚刚充值好的 百元面值的点卡 代表着200张 等待在最后时刻 致命一击的月票 八点多钟 我的老婆是女神的书评去里 各种战前动员 已经叫破喉咙 几个相关贴吧里 姑娘们也都拿出了 压箱底的零花钱 挥舞着月票 要跟二二共进退 当然少不了的 还有各路搅浑水的 立场不明人士 不是说 我的老婆是女神 刷票 就是在书评里 对这本书各种挑刺 非常痴心妄想的 妄图打乱2022军的更新节奏 让他今晚最后三更马不出来 可惜令他们失望的是 到了九点整 我的老婆是女神的 今天第八个 还是准时上线了 更新一出 月票榜上第二名 和第一名立马又调换了位置 到了今天这个时候 月票榜榜首之争 已然只是前两名的事情 第三名早在差不多五天之前 就已经彻底出局 现在被前两名拉开的票数 已经超过一千票 而前两名 则双双刷过九千票 再次打破了 星星星中文网的 月票总数记录 尤其到了今天 前两名的月票增速 更是快到令人发指 两边犬牙交错地互相超越 到了这会儿 我的老婆是女神 总票数 已经破了九千六百票 而落在她身后的某职业 骑手大神也不遑多让 仅仅置疑不到 三十票的差距落后 分分钟都能赶上来 只不过看形势 大神可能还是干不过 二零二军了 因为单张求月票 怎么也无法 跟实实在在的更新比 任凭大神叫破喉咙 喊各种口号 但 我的老婆是女神 只要发出一张 市场立马就会给出 更公平公正的反馈 到了这个阶段 俨然已经不只是 两边的铁粉在刷了 而是几乎 大半个正版付费群体的盘子 全都砸了进来 在路人员方面 我的老婆是女神 以略微沙雕与积极阳光的文字风格 终归略胜大神的 极道流一筹 赢得了更多思维方式 更常规的读者的喜欢 而在这种争夺行业榜首的竞争中 这一筹 就足够奠定胜局了 又过了一个小时 十点钟 江森刷完一张卷子 开始吃饼干的时候 星星星中文网的月票竞争 来到了最白热化的阶段 2022军这边 第九更亦发布 路人们超过半数 直接把票扔给了 我的老婆是女神 而大神的铁粉们 则是最后一波 直接投放了300票 将大神的总月票数 顶到了9800多 将近9900的高位 直接反超 我的老婆是女神 90多票 青山网吧里头 李正萌看着屏幕上 跳动的票数 依然强忍着不动手 他不住地转头看时间 嘴里学着江森那个时候 被他手欠发了 35万字的样子 一直轻声念叨 不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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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3章 纵血肉模糊 人万死不辞 怎么样了 晚上十点多 深城高科技园区 某大楼灯火依然通明 专注业务的风格 端着马克杯 带着熬夜 必备的咖啡香气 走到办公大厅 某个格子间后 搭住了那个坐在电脑前 专心看着屏幕的 幸运年轻的肩膀 卫面之子转过头来 眼里满是兴奋 太胶着了 目前还是看不出胜负 来回的抄啊 现在还看不出吗 风格瞥了眼 屏幕右下角的时间 都十点半了 最后一个半小时 都不到了 一边说着 伸过手去 刷新了几次网页 两边的票数 变化都不大 子弹都打光了呀 风格笑道 卫面之子道 现在就看最后一个小时 能不能有土豪 再开小号来刷了 这几天 为了刷这两本书的数据 好几本书别的书 订阅成绩都暴涨 那是 二级经销商手里的卡 才二十块一张 不刷白不刷 风格淡淡说着 卫面之子也不好接这个话 总不能说大老板是个傻逼 只能转移话题道 二军十一点整 还要再更新一张 应该就是最后的重锋号了 那再等等看 风格道 这要是赢了 那就真的创纪录了 新人新马甲第一本作品 上架第一个月 拿新人和总榜的双月票榜冠军 还破了月票总数记录 嘖嘖嘖 卫面之子道 前途无量啊 是啊 风格探道 前途了不得呀 十点四十来分 江森放下笔 长长地伸了个懒腰 然后拿出马瘸子给的药 先把内服的吃了 才弯腰去拿床底下的脸盆 几分钟后 麻利的洗漱丸回来 又把外服的涂在脸上 看得罗北空 忍不住抬头问道 这要闻这气味好浓啊 很贵的吧 不贵 免费的 江森道 我师父给我配的 以后只要给他养老 帮他找个漂亮老太太 当老伴就可以了 草 罗北空停下笔 找个老太太 妈的这个更贵 你师父多大年纪了呀 他站起来 拍拍腿脚 江森不是很确定道 七十岁不到吧 可能六十五 六十六左右 那年龄也不小了呀 罗北空道 等你大学读完 有这个能力了 他也该笨八十了 八十岁找老太太 还有什么意义呀 八十岁才有意义呢 罗北空摇摇头 江森于是 就把这首诗给背了一遍 罗北空听完 顿时大为受教 激动道 我日 人与人之间的体质 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反正我觉得我可以 但是那时候 估计也没太大必要了 毕竟 如果等到八十岁 我肯定已经功成名就 已经不需要靠那种 生理上的东西 来证明自己了 江森很是笃定地说着 罗北空忽然一笑 我草 麻子 老子每次听你说这种话 真是又受不了 又喜欢听 你这个牛逼 吹得就特别自然 很有气势 听起来跟那些傻逼 说的逼话 完全不一样 必须的 江森躺下来 摘下手表 放到桌上 闭上眼道 因为我说的就是实话 只要我按照自己的路 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不管定下什么目标 我都知道自己 一定能做到 牛逼 罗北空点点头 抬手看了眼时间 说道 哎呦 十一点了 老子上高中这么久 第一次写作业 写到这么晚 啊 洗洗睡了 明天继续抄 他伸着懒腰 端起脸盆走了出去 江森静静躺着 很快就睡了过去 放在桌上的电子表 一秒一秒地跳着 十一点整 表上的数字 好像停顿了一下 但又马上跳了过去 与此同时 下一秒 星星星中文网的页面上 我的老婆是女神的书评区里 跳出了一行文字 我发布了新章节 审核的人没文化 感谢大家的支持 这边新章节发布的章节 通知一出来 没过几秒钟 我的老婆是女神的书评区里 随即紧跟着就一片沸腾 爱了 爱了 我服了 我服了 真的服了 十个 隔壁都叫破嗓子了 算上刚才十点半那张 今天也才五个 隔壁今天码了一万四 虽然也很强了 但是 二二的字数我算过 零零散散加起来 刚才就两万三了 现在就应该是两万五 先发书评再看 二二 我最后的一张月票 归你了 不仅是书评区 就连贴吧那边 熬夜等结果的夜猫子们 这时也都忽然精神抖擞起来 不仅在自己的吧里 高喊二二威武 甚至都跑到隔壁贴吧里头 大肆宣扬我家二二的十更神迹 不光是十更 是上架到现在这二十来天 每天都保持着至少一万字的更新量 上架第一天和今天又个爆发了一次 而且不光是这个更新量 质量也绝对过关 保质保量 绝对地对得起读者的每一分钱 和每一张票 今天谁都不要拦我 我一定要吹波 我的老婆是女神 和二零二二军这个新人 太尼玛刷新网文界的规则了 上架前一天爆更三十五万字 上架后又连续爆发 看样子那次三十五万字的爆发后 连续将近十来天每天一更 原来是在存稿 但是存得好 比有些没有存稿 还只两三天更新一张的渣渣好太多 就从这个态度 我打赌这个新人 将来必定是网文行业的标杆 同一楼上 但是我要补充一句 应该就冲这个态度和这个水平 二二军的前途 绝对比那些在他书评区里 鸡蛋里挑骨头的文盲墙 至少千百倍 星星心中文网 十本新书八本太监 能听懂我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的 就知道 二二军到底厉害在什么地方 十一点过后 随着这波超级口碑的迅速发酵 李正蒙的二百票 还没扔出来 我的老婆是女神的月票总数 就在路人们的踊跃支持下 再度反超了第二名 拉开了将近五十票的距离 青山网八内 李正蒙却还是没动 内心虽然已经激动到了极点 可就是咬牙死憋着 紧接着果不其然 到了十一点二十多分 第二名的月票数 陡然一次性增加了三百票 总票数直接破万 倒拉回二百五十多票 李正蒙眉眉毛狠狠一跳 深城高科技园区大某楼里 卫面之子和风哥不约而同 高喊一声 我靠 而我的老婆是女神的书评区 也不由地跟着抱了 我草啊 不要脸 这个时候这么来一下 刷得太那么过分了吧 兄弟们 我拼了 我已经带上三百块钱出门 马上就去家附近的网吧买点卡 但是能力有限 兄弟我只能再拼这最后三十票了 希望有条件更好的兄弟姐妹 可以再支援一点 都走到这一步了 输了真的不甘心 让我们每个人 在这最后一小时里 再贡献最后一点力量 我再支持十票 五票 学生没钱 一票 一票也好 一票两票都是爱 这边一条一条刷着 月票的数量 又开始以极细微的追赶速度 慢慢缩小差距 然而没过多久 忽然 我的老婆是女神 又跳出了一个新张简 就在所有人被吓一跳 还以为 2022军发了第十一更实 所有人在定睛一瞧 才发现 原来是个月底总结 和感谢的单张 可就是这个单张 直接就让每一个读到它的人 当即就集体沦陷了 感谢每一位 支持我走到这里的读者 其实这本书 我已经写完了 44天时间 108万字 并不是想吹嘘什么 而仅仅只是 为了生存 才不得已走到这一步 我家住在山里 真正的那种山里 寨子里 至今没有通自来水 自然也没有宽带和网络 但是 感谢这个美好的时代 让我有了走出大山 接触这个世界的机会 我书里的故事 只是我对将来生活的一种 美好的想象和愿景 书里的内容 大多来源于别的书里 但不是抄 而是看过别人笔下的生活后 通过自己的整理 转化 柔和成了一个新的 我认为 更有趣的故事和场景 今天我能坐在这里 隔着屏幕与各位交流 我花了足足十年的时间 六年小学 三年初中 今年高一刚结束 马上要上高二 你们可能无法想象 每天从家里走到学校 路上要花将近一个小时的那种生活 最刚开始的时候 我才七岁 经常在山上迷路 家里又没吃的 早上是空着肚子上学 中午才能吃上学校提供的午饭 一碗白饭 加上一个素菜 有的时候是豆芽 有的时候是豆腐 好一点的时候 一年能吃上两次肉 也是因为这样 为了这顿免费的午饭 我家里人才愿意让我出门读书 因为觉得占了国家的便宜 可以依靠国家把我养大 后来上了初中 由于学校只包吃住 但是 学杂费要另外交 我的家里人一度反对我 继续上学 只为那每年两百块钱的学费 他们宁可让我回山里种田 我曾经几乎因为这件事 被打死过一次 死而复生醒来的时候 遍体鳞伤 几乎马上又痛晕了过去 那是不久前的事情 大前年 初二 但我并不怨恨他们 他们也只是无知的受害者 而且我到今天 也终于熬过来了 念念不忘 必有回想 我终于逐渐过上 自己希望过上的生活 感谢这个世界上 所有善良的人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向我伸出了援手 感谢将我带出大山的 我曾经的那些支教老师们 让我得以有机会读书写字 让我有了认识 和理解这个世界的能力 感谢在我最无依无靠时 让我有片瓦折头 让我免于饥寒的师父 感谢在我受到不公正待遇时 挺身而出 将我送往光明彼岸的 清明湘孔主任 感谢从孔主任手里 义无反顾 将我接过去的程校长 还要感谢到今天为止 一直免费提供场所 让我写完这段文字的 清明湘青山村 李正萌先生 是你们所有人的帮助 才成就了这本 只以赚钱为目的的小说 所以更要感谢各位 读者朋友们 给了我一直努力 写完这本小说的信心和勇气 一个半月 每天超过两万五千字 只是为了节约时间 节省成本 故事最终会写成什么样 我只希望不要太差 足以换回可以糊口 和覆盖成本的回报就行 我发誓我再也不要过那种 看着别人吃东西 说不饿的生活 我发誓我再也不要躺在床上 饿得睡不着起来 喝口水告诉自己 晚上吃太多 对身体不好的生活 我发誓我再也不要过那种 走进食堂口袋里 却半毛钱 都没有只能厚着脸皮 用免费的汤办 免费的饭的生活 我发誓我再也不要过那种 给别人洗两个白天的碗 只为周末两天 能填饱肚子的生活 感谢这个时代 让我有了用自己的力量 直接和行业 最顶尖高手交手的机会 让我能在前一刻 卫生级奔波 而在下一刻 就与这个世界搏动 月票吧 重要吗 重要的 我花了十年时间 才找到一次可以在一个平台上 问鼎天下第一的机会 星星星中文网 是全网最大的商业写作平台 互联网文学 是中国首创的文学模式 这里的月票榜 就是世界第一的商业写作经济平台 在这里拿到第一 就是世界第一 各位朋友 我花了十年时间 吃了无数的苦 受了无数的罪 并不是为了来这里 找你们诉苦 我只想告诉大家 我要赢 我必须赢 我也一定会赢 因为我知道 我必然有 走到最后的能力和定力 也因为我知道 你们一定不会让我倒在这最后一步 我将这十年所有的所学所想 所得所悟 连同我的血和汗 全部倾注在这本作品当中 然后将它们像子弹一样 射向那些苦难 射穿那些困境 要将它们击得粉碎 这本书已经完稿的一百零八万字 将在这两个月内 尽数倾泻完毕 本书下月完本 此两个月 将可能是我摸到世界第一的 仅有的两次机会 而这两次机会 我一次都不想错过 如果生命必以苦难为行事 我愿让自己 像烟花那样绚烂地炸开 纵血肉魔火 人万死不辞 求月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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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点半后 星星星中文网半个小时 后台数据爆炸 六千多张月票 在半小时内疯狂涌入 我的老婆是女神 后台记述起 某处的大神 看着这篇单张 泪流满面 给自己的粉头发了条短信 兄弟 这把老子服了 对面这狗日的 不是人 是神仙 第154章 一般丑 江森一个单张 怕是榨干了这年头的 网文市场大盘 十一点半过后 星星星中文网的月票榜单上 我的老婆是女神 意气绝尘 不仅如此 当这个单张被数不清的网友 自发地转发到他们平日里 所上的各个论坛之后 大半个中文互联网 更是在半夜三更之时 突然震动 几乎所有的头部论坛 都在这个凌晨 陡然间掀起了 讨论星星星中 文网天才 苦逼新人少年 携手的话题 甚至连个别嗅觉灵敏的 门户网站 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花二十分钟 写一篇狗屁刚通的文章 然后下面附上2022军的单张截图 把这个热点放在了网页 不算显眼 但也不隐蔽的地方 于是星星星中文网 莫名收到一波流量赞助 互联网上大量的人 这才知道 居然还有这么一个付费 看小说的网站存在 不过 大家最主要的 还是来围观 《我的老婆是女神》 这本书的 然后 个别人怀着好奇的心情 点进去看了几张后 就特么 一不小心地看通宵了 而人多了 话题议论性 自然也就跟着出现 对这个神奇道 让人无法理解的单张 网络上赞叹者有知 感伤者有知 辱骂国家不作为的傻逼有知 怀疑这个话题的真实性者 更有知 不可能 我反正是不幸 有人能一天写三万字 这特么 要是能写出来 我头给你拧下来当马桶用 呵 一天写三万 超三万是我信 垃圾破网站 真是为了点击量 什么谎话都敢说 又来一个少年天才 又来侮辱我们的智商吗 中国这种造神现象不处理 国家迟早要亡的 前几年那个天才 现在当开车师傅去了 这个呢 从山里下来 等着哪天原形毕露后 进城掏大粪吗 卖残也不是这么个卖法 还血肉磨火 我看大份焦头还差不多 搞笑了 44天 108万字 这个天才比那个天才还过分 真当隔着网线 说谎就不用负责任了 而且什么时候 写个网络小说 都能当成就了 就凭这种弱智文学作品 这个什么山区小孩 他配得上天才这两个字吗 高一学生 恐怕不是又要退学炒作去吧 恶毒的语言 在大量的褒奖和赞叹中冒头 那些无能者们口中所发出的 类似石里沟村辍学少年们 嘲笑声的尖酸刻薄之语 一下子就将话题导向了争论 但这群人运气不好 这个话题的争议性 才刚刚开始 就突然遇上了一股 极强网络力量的狙击 台风天过后 青山村里那些报复性 熬夜不睡觉的青山村 黄粮家族的小姑娘们 在发现敌情后 很快就组织起来 以极其凶残的手法 开始抱团收拾那些 这会在网上阴阳怪气的废物 这群在基层职工大院里 长大的小姑娘 平日里最不缺的 就是在网上冲浪的时间 加上文化水平都不算低 所以个人战斗力 全都丰富而强大 而且更重要的是 在刚刚过去的十几天里 他们刚刚经受过 月漂大战的洗礼 抱团的力量 正处于巅峰 那两三百个 我的老婆是女神 的核心铁杆粉丝 所迸发出的力量 几乎能顶得上 日常的两三千路人粉 而众所周知 如果一个网络论坛里 有两三千规模的人 重口一词 那么对舆论风向的控制权 就连权限狗 都不一定能把控住了 呵呵呵 真是笑死了 个别三四十岁的土狗 也真是可怜 连网络小说 是怎么写的都不知道 就有脸出来汪汪汪 职业网文作家 一天写五六千字很正常 稍微用功一点的 每天写一万多字 就跟吃饭一样简单 你们自己废物写不出来 还怨别人比你们正常了 有些人真的就是少见多怪 自己无能诱垃圾 眼界小 还不准别人领先 二二单章里 说的那些拖后腿的人 不就是这些垃圾人吗 看吧 垃圾人无处不在 自己不行的 就不准别人行 喷子真是可怜啊 这辈子没努力过吧 我们二二今年期末 全是同考第九十九名 他就算不是天才 也不是你们这些垃圾能比的 把你们这些人扔到他从小长大的环境中去 你们十天之内就得自杀 哦 不对 就你们这些垃圾 你们不敢自杀的 还是继续跪着怨天怨地 怨别人太厉害吧 都怪我们二二太厉害 让你们脆弱的心灵受打击了哦 做一道简单的数学题 44天时间108万字 平均每天2万5 根据我现场监督 二二每天在青山网吧 至少从早上7点写到晚上将近9点 扣掉中间吃午饭和晚饭 还有稍微闭目养神笑一会儿 以及上厕所还有喝水的时间 每天的工作时间最少也有12小时 也就是平均每小时写2000字而已 但是二二说过 他的每小时最高速度 大概是3500字 其实这个工作量根本还没到他的最高负荷 只是连续一个半月的高强度工作 让他的体能和精力都消耗得非常厉害 所以44天108万字 应该就是他长时间高强度写作的极限了 二二是真的拿命在拼 我不知道有些内心黑暗的人 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可是我知道 你们这辈子 下辈子 还有你们的后代 永远也不可能达到二二的高度 二二眼里 只有世界第一 而你们这些庸人 连想都不敢去想 但内心却又阻止别人登顶的恶意 我替你们的父母 为你们感受羞愧和耻辱 我是青山村的村民 亲眼看到 儿在网吧里 从七月初一章一章写到八月底 而且 二二运气很好 写完后 隔了一天多的时间 我们这边就台风了 我这几天也会想 是不是老天爷也不忍心 他再这么苦下去 就硬是拖着台风过来的时间 拖到他写完为止 天助自助者 二的努力 不是网络上的盲流 废物和垃圾 可以否认的 我以生命担保 二是我这辈子见过的 最牛逼的人 不服的 可以来我们青山村 我们有至少几百人 可以为他作证 二是世界级选手啊 你们这些白米 跑二十秒的废物 哪来的勇气 去质疑人家跑十秒的 这辈子都没见过 世界级选手是什么水平吧 今天 你们这群废物和土狗 见到了 长篇的帖子 洋洋洒洒 简单的帖子 寥寥数语 却字字句句 都扎进喷子的心窝子里 加上很快路人们 也赶来支持 早期网络里 课中门那点微末的本事 在粉圈面前 只有被摩擦的粉 在姑娘们团结 而强大的战斗力面前 这些被喷的祖宗十八代 都被拉出来 做智商分析的黑子们 不得不急忙删帖 欧有脑子比较不正常 坚决认为自己没错的 也在连续的汹涌 如潮水的举报下 被平台删帖封号处理 姑娘们追起心来 可不跟你讲什么道理 手段那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在一片沸沸扬扬中 2022军的名字 迅速朝着一个 网络符号的方向迈进 与此同时 伴随着凌晨十二点的时间划过 星星心中文网 也迎来了崭新的战斗月 九月份的月票榜榜单 还来不及刷新 八月份月票争夺战的成绩 就那么明晃晃地摆在那 我的老婆是女神 以恐不到令人头皮发麻的 四千九百票的领先优势登顶 新人新书 新马甲上架首月 而且是中旬十号上架 以二十天爆发二十五万字的速度 强势逆袭 新王登基 甚至大量后面跟上的月票 都因为统计上的延迟 而被记录了下个月的月票技术中 青山网吧里 李正萌跟喷子们忘我对线 甚至忘了投票 等他把对面那个傻逼恩在角落里 狂走到舒服后 再回过神来 发现时间特磨地居然已经抄了 于是 随手就把手里的二百张月票 投给了九月份的 我的老婆是女神 等到十二点半 新行星中文网的八月份月票榜单 刷新出来 我的老婆是女神 赫然已经以超过两千票的票数 遥遥领先排在第一 而排在这本书后面的第二名 只有可怜的九十八票 四位数对两位数 简直风哥看得头都大 原本这样的情况 我的老婆是女神 这本书是必须打压一下的 但是这回 市场的呼声实在是太强大 刚才的一个单张 就是行业原子弹级别的存在 再加上2022军的常规火力 也同样凶猛 这么一来 网站就真的拿这货没什么办法 而且 仔细看的话 大家就会发现 就在刚刚 十二点整 我的老婆是女神 居然准时准点 发布了九月份的第一张 而且张杰最后声明 为争夺九月份的最后一次月票冠军 本月三十天内 全书剩下的最后三十七万字 将全部放出 一号 十五号和三十号 保底十更 这声明一出 书评区里 更是嗷嗷叫成一片 血战最后三十天 为二二打下一片天 二二必须搬到城里住 每天必须大鱼大肉 孩子 你受苦了 书这个月不抽烟了 妈的 虽然这本书里 各种卑鄙伎俩层出不穷 非常哨而不已 但我还是想让我儿子 来看看这本书 苏唐是不是女神 我不好评论 但二二是真的大神 听说他们全是同考 第九十九名 我日了日了 真的日了 这孩子 别说看书 现在光看他 比明我都想哭 星星星中文网的 老婆是女神 书页上 莫名形成一片 哀兵必胜的气氛 所有人心里都已经明白 九月份的月票冠军 看来也已经提前预定了 但是幸好 也只是到九月而已 只怕二二君能好好学习 暂时接别再碰网文这个东西 孩子还是读书要紧 写网文死路一条 森哥 森哥你接电话 卫免之子 一次又一次地拨打着江森的手机 激动地想要给他道喜 然而手机那头 却始终无人接听 十八钟的宿舍楼 三百零二寝室里 罗北空洗完澡回来时 江森早已经深深入睡 罗爷爷把灯一关 就拿出手机 开始跟暑假刚认识的女朋友聊骚 等到十二点多 江森床边的柜子里 手机不停地震动 罗北空低头看看 还以为是谁落在寝室里的 也不想想一部手机两个月不充电 还能不能开机 自顾自地里都不理 然后 手机震了十几分钟 终于也就自己消停了 隔壁的水房里 一滴水滴滴落 水气飘过镜面 大半夜的 镜面上 无比甚人地飘过一段文字 任务完成 在全球商业写作阅读行业竞赛中 拿到世界第一 并破世界纪录 皮肤状况 由中重度多发性 挫疮综合症半中 重度油脂性毛囊炎 转为微重度 多发性挫疮综合症半中 重度油脂性毛囊炎 额外奖励 完美额行 身高持续增长 皮肤进一步改善条件 拿到一次世界第一 额外奖励进阶任务 拿到一次全省第一 奖励完美脸型 任务失败惩罚 颜值提升到此为止 目前颜值等级评价 一般丑 第155章302寝室 森哥定律 江森早上6点多醒 醒来的时候 其实身体还非常疲惫 总觉得有点睡不够 但一想到 还有十来张卷子没做 顿时就不敢再摸鱼 今天已经是9月份 大后天就开学了 鬼知道等新学期一开始 会不会直接来个新学期摸底考 毕竟是文理分流了 摸摸底也很正常 而万一他要是考得略微护 以承展棚做人的方式 他估计就得把脸拉下来了 小承同志 做人就是这么现实 你心里就是大眼 但你要是不行了 那就喝喝喝 这么一比较 承展棚就真的比老孔 更像个当官的 凡是利益优先 不像老孔 就会追着你嘲讽 你他妈行不行啊 就这点能耐了 有种的 再多考个几分啊 考个全是第一啊 江森被他念了一年 但很可惜 就算体育和历史社会 能补回来50分 他也就670来分的成绩 东欧二高都上不去 初三那一年 还是略微艰难了 先是重生醒来 就是一身被江阿豹打出来的伤 恢复起来就非常困难 加上每天还得饿着肚子看书 体重瘦到只有80多斤 大脑根本提不上劲 孔老二自己也没什么钱 哪怕隔三差五 接济几口吃的 但对他的身体状况 也实在是有心无力 幸好后来那个暑假 遇到马瘸子 算是补回来一丢丢 不过 可惜 暑假太短 加上还得跟着老孔到处哭诉 去参加市里 挑选贫困生的见面会 也就没能补得特别到位 好在多亏 这个身体底子真心牛逼 高益花了一整年 半挨饿半休养 养到现在 总算是彻底满血满状态 成展鹏的饭卡 算是功不可没 不过那张饭卡 也是他靠着政治 化学和英语的超级高分换来的 所以该感谢吗 当然该感谢 但完完全全 只是感谢成展鹏吗 当然不是的 江森心底最深处 最感谢的那个人 依然是他自己 因为他没有哪怕一秒钟 放弃过自己的生活 嗯 伸个懒腰站起来 江森麻烈地走出寝室 去水房洗漱了一番 几分钟后会好 放好脸盆 戴上手表 然后打开抽屉 拿出手机看了眼 上面十几个未接来电 全都是深城的座机号码 和某个 他没见过的 但同样应该是深城的移动手机号码 心里估摸着 应该是网站那边打过来的 肯定是昨晚上的月票成绩不错 随即又点开短信息 果然未面之子 发来了两条喜讯 一条是祝贺他拿下 今年的八月份的 新人月票榜冠军 另一条则是祝贺他 拿下八月份的总榜冠军 并打破了月票总数的记录 秀豆 就不能合成一条发吗 短信不要钱呢 江森抠嗽地批评着 小微的无聊之举 又不由地咧嘴笑了笑 两个冠军 奖金都是一万 这么一弄 税前两万块的收入就到手了 老子真一马富有 拿着短信看了几秒钟 江森马上就收拾了心情 又拿出一点零钱 愉快地出了门 片刻后 还是从菜市场的早餐店 老板娘那边买了早饭 顺便给罗北空带了一份 等到两个多小时后 罗北空舒舒服服地自然醒过来 江森早就已经做完了一张数学试卷 正在喝水吃饼干补充 准备着写下一张了 我草 你又醒这么早 罗北空睁开一只眼 拿起手机看了眼时间 才八点半都不到 江森指了下桌上的饭团和牛奶 随口道 早饭给你买了呀 哦 罗北空音了声 很自然地问道 买了什么呀 江森道 饭团 牛奶 哦 罗北空放下手机 继续打喝钱 然后在床上翻滚了下来 嘴里念着 今天不用训练 过了没几秒 居然又呼呼睡了过去 这一觉 一睡又是三个小时 等空哥再次睡醒 江森何止是把今天的第二张卷子给做完了 更是就连兔子都喂了两回 去还菜市场搞了点干净的稻草回来 处理了兔子的屎尿 重新换了干净的窝 几只兔子 长势良好 几天的功夫 就又大了一圈 江森也分不出公母 只盼他们晚点 学会啪啪啪 不然 如果再生一窝出来 那就真的只能卖给菜市场了 不是他心狠手辣没爱心 实在是尼玛地养不起 卧槽 中午了吗 罗北空从床上爬下来 先点个烟醒醒神 然后 牙也不刷脸也不洗 拿起已经凉头的饭团就啃 一口烟 一口饭 一口奶 忙得不亦乐乎 然后等吃饱喝足 又干坐了十来分钟 跟江森有一搭没一搭了 聊了会儿 就觉得无聊了 问了问江森去不去网吧 得到否定的答案后 就起身去水房洗漱了一番 独自出了寝室 随后一整个下午 人就再也没有出现 江森乐得清静 安然在寝室里 做了一下午的题目 等到四点多钟 就去收了楼下教师 值班师的被子和褥子 顺带把房间也打扫了一遍 只是兔子的屎尿味 却始终无法弄掉 思来想去 就去跟老伯商量了一下 把兔子关进了 一楼没人用的一个房间里 那房间因为长期无人使用 江森很无奈的 只能继续当免费清洁工 忙活到六点多 终于收了工到学校外面吃了顿盒饭 还是两份 十六块钱 吃得就相当肉疼 江森 你把兔子搬到这里来了 晚饭后 回到寝室楼 正好遇上黄敏杰 小黄同学看样子 也是刚从外面吃了回来 江森因为打扫 完空房间后门没关 开着通风透气 他瞧见屋里还开着灯 就走进来看了看 见到四只被关在纸箱子里的小兔子 顿时就很是挪不开步 又想摸又不敢摸的 内心异常纠结 嗯 江森走进来 随口说道 把值班是搞得太臭了 还是这里比较好 确实臭 黄敏杰蹲在箱子前 微微点头 又问江森道 会咬人吗 江森很直白道 大概率会 兔子和老鼠 都是镊齿科动物 被咬伤 处理起来很不方便 黑死病知道吧 就是欧洲中世纪 死了几千万人的那个 黄敏杰不等江森说话 立马就尖叫着逃走了 江森看着他跑远 摇摇头道 切 没文化 兔子和黑死病 有什么关系 被兔子咬伤 应该打的是狂犬疫苗 万万没想到吧 敢走摸兔子的小姑娘 江森把敏敏 齐齐 冰冰和空空 全都从纸箱子放出来 然后在两个角落里 扔了一堆干稻草 又流了水和一点兔粮 就关上门回了楼上 晚上继续做卷子 罗北空一夜未归 做卷子 养兔子 吃饭睡觉 规律的生活 过到第二天晚上七点多 罗北空失踪 快二十四小时后 张荣生和邵敏 倒是先前后脚回来了 张荣生当时现身的时候 气焰异常张狂 拿出钥匙拧开房门 不是用推的 而是直接踢门入 大喝一声 江森 你个矮子 还不速速过来受死 正在刷最后一张数学试卷的森哥 抬头看了眼那货 两个月前不见 小荣荣的个头 明显是窜了一大截 但满脸未成年的 鲜嫩感 也不复存在了 取而代之的 是一种成长发育期的少年 少见的将腻胃腻 但必然要油腻的感觉 这感觉很不好 就像一个青葱少年 马上要变成老葱 然后和全世界 九成九以上的男人一样 成为人肉背景一样的存在 他们既不好看 也不难看 走在路上 也从不会有人多看他们一眼 不像在今天之前 小荣荣在班级里头 向来都属于那种姑娘 见到就想摸一把的类型 就类似于黄敏杰 想摸江森的兔子 但问题是 江森养的那几只兔子里头 荣生已经养没了呀 张荣生显然没意识到 从此时这一刻起 他已经失去 身处这所校园中的 所有特权 很快的 他就将看到这个世界 更加真实的一面 而这一切 只不过 因为他从一个 不到一米五的矮子 长成了现在 不到一米六的样子 白痴 江森心里付匪着 撇过张荣生一眼 马上就又低下头去 继续干活 张荣生却不依不饶 很是亢奋地 跑到江森跟前 不住地催道 森哥 快快快 站起来量一下 让我看看 我比你高多少了 唉 何必呢 江森很是无奈地放下笔 慢慢在张荣生跟前 用非常缓慢的动作频率 站立起来 而随着他逐渐站直的 这个过程 张荣生眼中 充满期待的光芒 也跟着迅速地消退下去 站直之后 江森的肩膀 刚好比张荣生 高出了一两公分 不 不可能 张荣生愣了两秒 在来的路上 已经内心暗爽了 至少好几个小时的他 根本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瞬间就抓狂了 你点脚了 你一定点脚了 孩子 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吧 江森淡淡然地 用随口就来的鬼话 打击小荣荣道 我暑假去医院看过了 医生说我才刚发育 最少能长到一米八 矮就是矮 这种事 真的抢求不来的 你还年轻 你要学会坚强 要学会认命啊 滚 我草 你能长到一米八 我从这里跳下去 张荣生指着窗户 大喊大叫 刚好 少敏拎着个行李箱 从楼下走上来 一听到张荣生 随着发育 意气改变的公鸭嗓 在大吼大叫 急急忙忙就跑进来 连书包都来不及摘 就捂住张荣生嘴 连声对江森道 森哥 你就当什么都没听见 孩子小 不懂事 乱说的 一边看着窗户 心里满是敬畏 还跳窗 老子上次跟他赌三门 满分都输了 长到一米八 这点小事 那他妈算个屁 小孩子屁都不懂 就敢胡言乱语 不知道在302寝室 跟江森打赌跳楼 这他妈 就是因果律吗 不论赌什么 森哥都必胜的懂不懂 第156章 资源倾斜 漫长却又算不上 有多长的暑假终于结束 开学前一天 宿舍楼从早到晚 一片哄哄闹闹 但细究起来 似乎又没之前那么热闹了 302寝室这边 胡企和文宣斌 都是下午才到的 胡企因为家就在市区边内 来学校不过是坐40分钟 公交车的功夫 和走读 其实没什么区别 不过文宣斌 就明显有点累 到寝室后 连行李箱都懒得打开 就坐在床下 开始瞪着眼珠子发呆 好像还有点闹不清楚 自己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个地方 直到少敏带头 装逼地议论起 上学期的考试成绩 文宣斌才反应过来 他瞄得他 上学期除了会考之外 居然没有一门考及格 回家后 差点被他爸打失忆 不过文宣斌 还不是最惨的 对门两个寝室 还有三个哥们 那是直接被打得消了学号 由于在上学期18中 参加的那场难度极大的 全市同考中 那三个哥们摸鱼的运气实在太差 最终 六门加起来总分 连居然连150分都不到 这个分数出来之后 可想而知 家长的内心有多崩溃 但这种崩溃 最开始还是比较主观的 并没有上升到我而非死不可的高度 然而坏就坏在 这个世界上所有糟糕的东西 最怕的就是比较 同样是在上学期期末 成展鹏因为内心 骚动得无法抑制 特地亲自主持了全校家长会 还在家长会上特意提到我校高一第一名的同学 勇夺全市高一同考第99名的好成绩 可见 18中的教学质量绝无问题 并且还在会后 把我校第一名的成绩单 发到了每一个到会的高一家长手中 最终 那三个哥们的家长 在拿着自家载 和别人家的孩子的两份成绩单 做过准确的数据对比后 内心仅剩的一点希望 就被彻底问面 同样是一群差不多水平的老师教的 同样是住校的孩子 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就会大到这种程度 到底是先天智力的不足 还是孩子已经挣扎到了自己能力的极限 看着自己孩子六门科目加起来 居然还干不过人家一门英语的悲催成绩 这几家人 在经过一整个暑假的辗转反侧 天人交战和你死我活的协商后 最终不约而同的 在新学期到来之前 提前办理了退学手续 这么一来 原本人丁兴旺的三楼寝室 人口顿时骤降15% 但是 男生寝室这边 人口损失最严重的 还并不是三楼 男生寝室这边 少掉人最多的楼层是四楼 四楼寝室 原本是初中部的小孩子住的 不过从去年开始 由于校址搬迁的缘故 十八中因为被市里点名要求 必须全面承担起 全面接收新校址周边 适龄学生入学的任务 学籍名额 必须全部毫无保留地交给所在地 所以通过收取择校费的方式 来吸纳外地户口学生的职能 也就自然被取消 说人话就是 从去年开始 十八中出中部这边的生源地 就只剩下镇欧街道 这四周一小块 这或许也是十八中成立 高中部的妥协条件之一 毕竟不可能让你高中部找了外援 再允许你出中部也找外援 妈的 如果大家都拿优惠条件找外援 那些底下的学校被掐走 所有的好学生苗子 是不是就永世不得翻身了 所以 东欧市这边 还算是稍微给县中 和乡中留了活路 只是去年有个别县中 自己不争气 自己目光短浅地 把资源拱手让人了而已 然后说回十八中宿舍楼这边 因为初一学生住得近 自然就没人再需要住校 而与此同时 去年的初三学生毕业 房间就又空出来好多 现在整个四楼 一共就只剩下六个 今年刚生上初三的孩子 勉强凑出了一个寝室 晚上的环境 幽境简直都能一步拍笔仙 于是面对这种情况 长期无事可做的校总务处 终于就忍不住动手了 开学前一天下午 学校总务处 突然对男生寝室 做了极大的调整 先是把303寝室强行关闭 把303的五名学生 外加301的一位老兄 强行打包组队 送上了四楼填充人口 接着又把今年的高一新住校生 也全都塞到了顶楼 剩下来的三楼 只剩301和302两个寝室 共计12名住校生 楼下二楼的高三寝室 则因为提前结业得了一名学生 更是整层只剩两个寝室 七个人住得无比宽松 傍晚时分 江森自习结束 吃过晚饭回来 一看男生寝室格局大变 稍微一想 就知道学校到底是几个意思 高三单独享受一层 自然是要为高考预备良好环境 这点没话可说 而三楼被剪掉一个寝室 那显然是在尽可能地 为他和林少旭减少噪音 但事情又不能做得太刻意 就保留了两个房间 而楼上的那些孩子 就是真的已经被学校的大战略 给抛弃了 这一届的初三学生 水平已经摆在那 住校的这几个孩子 全都只是学校里的中等水平 所以根本无所谓 住宿环境怎么样 而那几个高益新来的住校生 也同样只是基础一般 不值得学校那么费心思地区别对待 今年18中的中考录取分 仍然是全市最低的530分普高线 这些住校的高益新生当中 分数线超过600分的一个都没有 显然在去年高益同考分数出来后 全市各高中得知 成展鹏简陋成功 今年对优秀贫困生的观察 全都细致了不少 而18中向来在这种事上 只有简胜获得权利 于是在今年的简陋大会中 成展鹏最终再也没能捡到一个 哪怕有林少旭这种水平的学生 几轮贫困生特招程序下来 最后剩下的生源 全都好像是被人嚼过无数次的甘蔗渣 想从里面再吃出哪怕一点甜头 那特么都算人间奇迹 成展鹏于是最终只能很无奈地按照总分 挑了五个总分 还算较高的贫困生回来 但其中分数最高的也才589分 而且还是体育和历史社会 拿将近满分的那种 跟江森这种120分的英语 能考118分的质量相比 简直是天上地下 完完全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对这些具体的消息 江森自然是不知道的 但如果知道 江森定能很确切地猜出成展鹏 对这届高益新生的想法 不求出什么好成绩 只要能考上大专就行 而且成展鹏本人 确实也是这么想的 18中的资源 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 估计要相当程度上 倾斜到江森这一届和高三纳 四个班上面 其他孩子在这个时候入学 严格来说 已经可以算是某种意义上的点子倍了 但世界就是如此 学校的资源和能力有限 为了出成绩 只能是如果这边多吃一口 那边就只好少吃一口 除非你能证明自己有干掉全校第一的能力 这样资源 才有可能分配到你嘴里 就像江森这样 实实在在地拿出让人 根本无法忽视他的成绩出来 这样就连寝室这种小小的安排 都会变得显得另有玄机起来 楼上好热闹啊 六个寝室全都开了 少敏凑热闹地特地跑上楼看了看 下来后又很高兴地说道 这样他们早上起来抢厕所 肯定要抢风了 咱们就爽了呀 以后想什么时候拉 就什么时候拉 再也不用抢坑位了 少敏我认你妈 正在吃泡面的罗北控 拿起叉子 就往少敏脸上扔 少敏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运气总会这么差 不管说什么话 都好像会遇到罗北控 不方便的时候 赶紧抱头鼠窜 嘴里连声大喊对不起 逃到了对面寝室 然后这个时候 江森的特权就体现出来了 那就早点起床嘛 早起的早上 晚起的晚点上 不要扎堆就好了 拉个屎的事情 哪有什么难解决的 江森继续着这个话题 把书包网桌上一放 罗北控依然听着恶心 却只是无奈道 麻子 老子求你了行吧 让我把这碗面 吃完好不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说顺嘴了 江森笑着说着 转身就往楼下去 张荣生闲着没事 不由问了句 你去喂兔子吗 江森道 嗯 不过主要是蝉屎 那我也去看看 张荣生立马兴趣 满满地跟了过去 对门302寝室里 少敏听到两个人的话 也急忙喊道 哎哎哎 我也去看看 还顺便拉上了林少旭 四个人踩着木楼梯 哒哒作响跑下楼 江森拿出钥匙开门进去 把灯一开 屋子里的几只 已经仿佛任人的兔子 立马就蹦了上来 江森挨个喊着名字 林少旭一听就懂 不由笑道 你们全寝室都在这儿了 不是 江森很平静道 荣生已经死了 张荣生立马抓狂 滚 你才死了 江森很淡定道 不要迷信 我只是给兔子取了名字而已 跟你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张荣生咬牙切齿 那我明天就抓只蟑螂 取名叫江森 拿去喂狗 江森听得呵呵一笑 麻利地收拾兔子时 林少旭在这间不大的房间 看了一圈 又轻叹道 学校对你可是太好了 专门开了个房间 给你养兔子 这就是全市前一百的待遇吗 你也行的 今年争取考好一点 明年 想一个人住一间 学校都会给你安排 江森很实在地说着 林少旭 微微点头 其实上学期 林少旭 考得已经相当可以 那么难的卷子 总分仍然达到591分 全市排名800多名 跟欧顺县县中的第一名差不多 如果不是因为江森的强势 小林子现在绝逼在学校里 要疯得疯 要语得语 可惜现在 就只能当被胎了 不过好在的是 两个人文理选择不同 在资源分配上 成展棚依然能为林少旭腾 磨出一套过得去的东西 比方说 换一个更牛逼的物理老师 直接高薪从东欧中学挖过来 片刻后 收拾干净兔子窝 强行赶走抱着明明 摸个没完的少米 今天的活就算干完了 开学前一夜 寝室里头又闹腾到很晚 江森原本想趁晚一些 再拿手机出来充电 也只能掏出来公然亮相 惹得一群家里 不给买手机的孩子们 嗷嗷羡慕不已 但主要也就是少米一个人而已 至于被问到 手机哪里来的 江森就含糊七词说是 相礼奖励的 也没提些小说的事情 倒不是想扮猪吃老虎 改日公布身份装逼 他其实内心是很想说这个事的 只是现在觉得没必要 成展棚知道就好 免得又搞出什么额外的破事来 一夜好眠 次日早上六点半 江森听着自己那只手表的闹铃醒来 张荣升的闹钟 稍微晚了几秒 寝室楼上 果然立马响起一阵忙碌又混乱的脚步声 而三百零二寝室这边 就淡定的不要不要 胡启慢悠悠地爬起来 不急不躁地往外走 再也不用担心 有人跟他抢蹲坑 所有人都觉得自己 不可能是那个错失坑位的仔 江森也显得比平时稍微慢了半拍 慢慢穿衣穿鞋 出门洗漱 然后等到七点左右 拿上了自己的饭卡 和整个寝室一起 去食堂吃到了免费的早饭 刷卡的时候 看到卡里存的两千块 怎么看都好像是能吃到天荒地老 江森端主 装了五个大肉包的盘子坐下来 又去打了这学期开始供应的免费豆浆 应该是承展棚为防止学校里 还有像江森这样的学生 特意让食堂准备的 吃不起早饭的助校生 能落个豆浆喝饱 也比光喝白开水强 尤其是冬天 这碗豆浆 简直是能救人一命的 江森很习惯地独自找了个空位 拿起一个香喷喷的肉包 就往嘴里塞 刚吃了没几口 胡琪就跟着走了过来 在他身边坐下 江森奇怪地看看小胡同学 胡琪咧嘴笑道 你脸上好多了 看起来不会让人倒胃口了 操 你这是什么话 江森满脸意外 你们难道不是因为 嫉妒我才不跟我坐在一起吗 江森 你特么要有自知之明啊 少敏在江森斜对面坐下来 笑道 你到底哪来的脸 整天说这种鬼话的 江森冷笑道 我堂堂十八钟 莱昂纳多 为何没有脸 你看我性感的眼神 我日 少敏竖起了指头 然后张荣生 罗北空和文宣斌 也都慢吞吞地跟了过来 同桌坐下 一顿早饭 吃了十几分钟 七点二十多 三百零二寝室 一起走出食堂 片刻后走上教学楼二楼 二楼走上哄哄闹闹 每个教室外面 都已经贴好了班级的新名单 不少人正晕头转向地 找着自己的新教室 也有刚好依然同伴的 会喊自己原来班级的同学 一起去新的教室 文理分流 全段班级打乱 新的班级凑出来 个别班级少不得 又得搞一段时间的小山头 适应新环境能力差的孩子 光是想在新班级里做舒服 都得花上一两个月 江森他们几个 罗北空和张荣升 很快就在一班教室外 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同在高二一班 也就是之前高一五班 原先的那个教室 然后继续往前 文宣斌被分到 高二五班的文科班 但江森 少敏和胡起 都没在二楼最后一个教室 也就是高二六班的教室外 看到自己的名字 便只能继续往楼上走 然后刚走上楼梯 拐过弯来 三个人就看到了 站在高二七班教室外的夏小林 江森 来了呀 来来来 就这边了 夏小林很是充满干劲地喊着 催着江森往屋里走 江森三个人 走到教室门前 少敏和胡起 找到自己的名字 立马就进了屋 然后先随便找个座位坐下来 江森则是很从容地 先问夏小林道 夏老师 你还是我班主任 对 对 特长班 夏小林指了指教室里头 笑哈哈道 四十几个女孩子 全段最漂亮的 都在里头了 你高不高兴 这叫什么话 江森朝屋里一瞥 果然见到几个姿色不错了 顿时道 这么好的环境不高兴 那还叫男人吗 是不是高考考好了 学校给分一个 去 夏小林笑道 跟你开玩笑的 还等鼻子上脸了 江森笑了笑 又不由问道 是不是把原本艺术班的人 全都弄完了 十八中的高中部 一直就是有个艺术班的 学术生 音乐还有舞蹈的 全都合在一块 女孩子大概有三十多个 不过平日里很低调 江森和他们也没多接触 日常也就没太特别注意 不过今天这么一弄 他倒真觉得有点新鲜了 对 艺术生全都选文科了 然后把你和黄敏杰 两个报文科的体育生 也加了进来 剩下还有些 就是凑数的普通文科生 不过都一样 你就当自己 是在正常的班上上课就好了 反正 老师该怎么教 还是怎么教 以你为主 夏小林这话说的 就简直赤裸裸 感情这个班级的设立 就是为了给他搞个舒服的学习环境 全班就他一个太子爷 其他都是陪读的太监和妃子 江森不禁又认真 朝教室里面多描了几眼 学艺术的漂亮姑娘 数量还着实不少 一眼扫过去 起码五六个 不由点了点头 露出了很正人君子的微笑 阔矣 正很满意 第157章 只是一点微不足道的成绩 森哥 这边这边 教室最后排 少明给江森站了个不需要站的位置 江森一从教室外面走进来 外号熊猫哥的冥冥同学 就不注定挥手示意 说起来 江森他们这个寝室的长相 真的也是奇形怪状 江森是将麻子大名在外 少明刚好又眼皮长了块很小的黑色胎记 文宣斌不知道 是像游新生 还是就是天生艺人异象 给人的感觉 直接就是一个蠢字 张荣生则是高义 仍是少年 结果放完架就我为游腻代言 也就只有胡启和罗北空 因为身高的缘故 能让人直接忽略掉 他们长相上的普通 所有人看这俩货的第一印象 九乘九就一个字 高 所以这个事情 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男人长得矮 相当于天生 输掉一张脸的起平分 很残忍 然而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除非在某些方面 格外与众不同 就像江森顺着少敏的呼声 静止走向教室 最里面的那个后头 摆着垃圾桶的角落时 高二七般的姑娘和渣渣们 无不向他投去欣赏 敬佩 膜拜 响舔的目光 江森啊 全校第一啊 皮肤真差 好难看 怪不得成绩那么好 这话一出口 教室里骤然响起 姑娘们银铃般的笑声 嗯 刚拐过讲台的江森 听到那么不诚实的话 立马愤怒扭头看了过去 就发现 是坐在教室 较靠后一个位置上 一个长得白白嫩嫩 眼睛大大 可可爱爱的女孩子说的 紧接着 还不等她有反应 那女生就自己先捂住嘴笑出来 不住摆手道 对不起 对不起 一下子没忍住 不是故意的 一边说一边笑 一边低头把脸埋进臂弯里 小手还在不断地摆动着 看得江森眼神微微一变 我日 这姑娘 皮肤震败 算了 看在你漂亮的份上 不计较了 森哥做人就是这么有原则 面不改色 在满屋的笑声中 静止从那姑娘身边走了过去 走到教室 最后面对垃圾桶前 坐到了少敏旁边 这时在定睛一瞧 才感觉到 这屋子里 真的是阴气重 全班五十来个人 男生居然连十个都不到 除了江森 少敏和胡起之外 剩余的熟面孔 就只有朱老板之子朱杰伦 杰伦同学 可能是早上来的早 就坐在了前面 此时 正跟前排一个 长得虽然跟张荣生差不断 但是细看 却奈奈 着实不小的姑娘 聊得热火朝天 不过更吸引江森注意的 还是这会儿 就坐在教室后排 只隔着一条过道 坐在江森边上的一个 咧着嘴 笑得很开心的小圆脸胖子 不是真的胖 而是看着胖那种类型 全班仅有的几个男生里头 就属他笑得最特么豪迈 两条腿 还抖得格外有频率 发现江森看他 也半点不在意 反倒朝江森飞了个眼 哈哈笑着说道 全校第一啊 牛逼啊 嗯 江森点点头 一看这会儿这架势 就知道又是个死夫二代 家里没点钱 还能有这底气 我叫郑小斌 圆脸胖子自我介绍了一句 江森继续点点头 斌哥好 斌哥见江森没聊天的心情 也就不多话了 把笑脸一收 目光就望向了 刚才带头说 江森难看的那个白嫩小女孩 脸上转露出黑黑黑的笑容 江森也没再看郑小斌 又在教室里找了找 最后 总共只找出两个男生 一个就是平平常常的孩子 坐在进门靠墙的后排座位上 低着头也不怎么说话 最多只在边上的人说话时 稍微笑笑 性格略微腼腆 各方面看 完全单得起平平无奇四个字 还有最后一个就性格外向的多 坐在教室正中间 身边前后左右 全都是姑娘 也不知道 是在说什么事情 说得眉飞色舞 口莫横飞 眼中写满某种 看似没见识世面的自信 江森感觉自己 能读懂他面孔下潜在的意思 这屋子姑娘 我全都能睡 总体而言 给江森的第一印象不太好 装逼招摇还无理由狂妄 对世界和社会毫无敬畏感 同样在垃圾学校读书 别看这祸现在闹得欢 将来还真不见得 有那位平平无奇的老兄有出息 森哥就这么跟取向有问题似的 看了全班一圈 注意力居然全特么在男同学身上 心里先是微微感到怪异 不过仔细一想 又觉得好像也没错 主要是班上的姑娘 数量实在太多 而且大多都是陌生面孔 除了刚才那个白嫩小美女外 其他根本无法一次性 全都认清楚 而男孩子数量少 一眼就能记住特征 也算是 他源自本能的一种 适应新环境的办法 换了地方 就得认人 这是无论任何人 都免不了必须要抓紧去做的 不然要是因为自己牛逼 就真的敢目中无人 日子早晚会难过起来 毕竟强如谢耳朵那种性格 严重缺陷的傻逼 都需要有一群朋友才能过日子 像江森这样自认为 自己也不过就是个 只能考进全市前一百 顺便每年挣个几百万的普通学生 就更没理由 将自己排除在全班普通同学之外 大家都只是贫乏 而努力的普通人 一定要合群啊 江森心里安安告诫自己 哪怕今时今日 自己已经文武双全 全家福贵 贵人天降 但一定 还是要始终保持平常心 心里这么想着 忽然就抬手一指前方 指着坐在教室中间 跟姑娘们聊得很开心的那个 比张荣生 看起来还油腻的快乐年轻人 小声对少敏道 那个傻逼有病吧 少敏也早就看到 那边的情况了 内心严重感觉 那会确实过分 居然一个人霸占了 至少十几个姑娘的资源 很同意地点头道 绝对有病 绝对傻逼 纵观全班 只有江森和少敏两个错逼 根本没有姑娘搭理 这么抱团一埋怨 瞬间形成牢不可破的统一战线 当当当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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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这时教室里的广播声 突然响起 运动员进行曲 一起 满屋子闹哄哄的人 连队伍都还不知道该怎么排 就被夏小林催命地喊出去 出来出来 都快出来排队 五十来人在夏小林的喊声中 稀稀拉拉走出来 在走廊上站好 夏小林随便一拨弄 飞快把满屋子的人 大致从高到矮滑拉好 滑拉到江森这边时 后之后觉得来了剧 哎 江森 你长高了呀 然后还是把江森摁在了 全班第一个位置上 一米六虽然够用了 但是 那确实也不高啊 各个班姐 抓紧排好队伍 高矮先不要管 今天的晨会很重要 先抓紧下来 高矮等回去再做调整 我们的晨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郑海云的声音 从楼下操场那边传来 全校刚入学的新生们 全都一团糟的搞不清状况 学校的组织水平 堪称肉眼可见的混乱 走走走 先下去再说 夏小林催着江森 跟上了隔壁高一的队伍 江森无奈小跑着 追在隔壁教室 个头最高的那家火生后 开学第一天 就感觉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人身攻击 几分钟后 学校的操场空地上 终于乌乌泱泱地站满了人 江森他们班正好面对面 站在主席台 正对面前 那个位于广播站屋顶上的讲话台 今天被很隆重地布置了一番 摆了三张桌子 呈展棚和学校的另外一名副校长 以及教务处主任坐在上头 广播站前 另外几名许久没落过面的学校中 曾领导们也都站成了一排 郑海云站在台上 拿着话筒当主持人 曾有才子站在台下最边缘的位置 脸上写满心来的 你们看我多有逼格 我也是校领导的神情 那神情似曾相识 江森去年这会儿就看过一次 时间过得真一码快啊 安静 安静了 广播停一下 都安静 郑海云陡然一声怒吼 全校整整16个班级 还在为身边转变 而兴奋雀悦的新生们 瞬间被海云姐姐的一嗓门 集体震碎狗胆 整个操场前前后后 刹那间寂静无声 新来的小朋友的 也终于知道 谁才是学校的老大了 讲台下面 几个学校中层领导 互相交换着眼神 脸上的微表情 透露和传递出很多信息 有些事情 只能由特定的人来做 而郑海云这一嗓子 代表的显然也不是权威 在他们看来 更确切地讲 那应该叫做 粗鄙 海云姐姐 今天心情还不错 把新生们镇压下去后 就马上换上笑脸 面带笑容地说了几句 新学期的开场白 接着一阵阵掌声中 逐个介绍过 包括他自己在内的 所有学校领导 和中层干部 就把话筒递给交到了 成展棚手里 成展棚这边 也是轻车熟路 拿出去年的 稍微调整过的 新学年讲话稿 照本宣科地念了一通 只是说到最后的时候 很是骄傲地 又把上学期的成绩拿出来 没完没了地 重新强调了一次 我们学校高中部 在去年的全市 高一全市同考中 有多达26名同学 进入全市前1万名 其中 今天已经升入 高二一班的林少旭同学 排名全市第892名 已经摸到了 童年季端的一本县 也就是全国重点大学的县 而另外一位 今年升入高二七班的 江森同学 更是排名高达全市 第99名 极有可能进入 全国排名前5的 一流顶尖重点大学 这个成绩 充分体现了 我们学校的教学质量 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也体现了我们18中 有着强大的 后来居上的教学潜力 让我们为这些 在去年取得 优异成绩的同学 还有我们学校 还有我们自己 热烈鼓掌加油 啪啪啪啪 台底下一阵哗哗啦啦 高二七班的队伍里 不少姑娘 还在惊讶议论 去年是全市同考吗 好像是的 我怎么好像 一点都不知道 我还以为 就是一般的期末考呢 我一开始 也以为是的 后来大家都说难 我才知道是全市同考 怪不得那么难 你考了几分 三百不到吧 你呢 我也两百多 一心已经奔着 艺术方向去的姑娘们 说起这点可怜的分数 语气相当坦然 这时主席台上 程展鹏讲完话 后面几个领导 又轮流 每个人发言了三五分钟 时间很紧 等所有的正古级干部 都说完话 距离新学期 第一节上课时间 已经连二十分钟都不到了 直到这个时候 今天陈会的正系才开始 曾有才终于等到机会 拿到话筒 拿出一张名单 开始宣读 去年程展鹏承诺的 高一同考 全校排名前十的奖学金 获得者 江森 林少旭 还有另外八个人 一溜地走上去领了奖 比较意外的是 早上那个身边姑娘 环似的傻逼 居然也从高二七班的 队伍里走了出来 江森这才知道 这货就是季先锡 也就是去年同考 靠着政治高分 考到全校第四的 那个家伙 其余的几个人中 胡江志全校第三 张荣升全校第五 陈俊杰全校第十 全校前十个人里头 有四个出自前高一五班 难怪夏小林这回 直接担任了 高二七班的班主任 成绩实在出众 二逼 江森领奖的时候 兴冲冲赶紧 趁紧趁机喊了 胡江志一声 胡江志 本来今天心情 好好的 被江森一喊 立马拉下了脸 陈生对江森道 你死了 还未已经退学了 以后别让他在外面 看到你 不然早晚打死你 哎呦 好啪啪哟 江森和胡江志 在全校中层领导的 眼皮子底下 跟两个小流氓似的互对 曾有才实在看不下去 提醒道 收敛一点 胡江志立马喊 他先惹我的 江森则冷笑道 老子这是有仇报仇 行了 行了 多大人了 校团委的那个老师 也算是跟江森 有过一面之缘 过来打圆场 顺带 维持秩序道 那么多新来的学弟学妹 都在下面看着呢 这边说着话 成展鹏就已经 从台上走了下来 挨个把装着 讲学金的信封 还有期末考试的 排名正书轮 流发到了每个人的手里 江森和胡江志 给老色拼面子 总算不再斗嘴 发完钱和小红花 成展鹏 全全寸的希望们 拍了一张合影 这一轮就算过去 江森见观类似的场面 很淡定地走下来 季仙熙快步跟上他 满脸的志得一满 对江森道 江森 以后文科班 可就只有我们两个人 有希望了 江森转头看看这货 都不知道 他哪里来的勇气 能说出这样的话 很认真地点头道 对 这边下来后 台上去还没完 那名校团委老师 又从台下走上去 拿起话筒 校盈盈道 各位同学 我这里 还有两个好消息 京市教育局研究决定 去年我校初三二班冯辉同学 高一五班江森同学 因学年表现优异 特授于2005年度 东欧市全市三好学生称号 冯辉同学 因为已经毕业 去年中考 以相当优秀的成绩 考入了东欧二高 所以今天也很遗憾 没办法来到这里 领取证书 不过江森同学 今天人还在这里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江森同学 再次上台领奖 啪啪啪啪 下台一千多个学生 满脸与我无关的麻木鼓掌 江森把手里的证书和信封 交到夏晓琳手里 又走上台 从城展棚手里拿了奖 正要下去 那名团委老师 却有点多事地忽然拉住他 笑着说道 江森 拿到这么重量级的奖 就没有什么 要对全校同学说的吗 说什么 江森被问得有点茫然 老子讲话稿都没写 能说个蛋 全场放嘲讽 说你们就是一群渣渣吗 江森莫名其妙接过话筒 看着台下一千多双眼睛 麦残也没心情 唱高调也觉得没状态 骂人就更不行 安静了几秒 忽然说了句让全场都很傻逼的话 想知道 我想说什么吗 江森的声音 很平静地传到在场的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我在暑假的时候 写了本小说 名字叫 我的老婆是女神 笔命2022军 星星星中文网A集签约出版 在八月底的月末感言里 我把该说的话都说了 大家有空的话 可以去捧个场 感谢市里领导和校领导 给我发这个奖 我说完了 谢谢 然后淡淡然把话筒 往有点猛逼的校团委老师 手里一放 在台底下一片安静之中 刚往下走了没几步 高二期班的队伍里 少敏突然失声惊叫 我草 老子不信 那本书特吗 是你写的 这边喊得惊悚 出中部的某个角落里 几个小姑娘的声音 却更加尖利 啊 二哥 二哥居然这里读书 二哥 我给你刷了十张月票 啊 二 二 我在这里 几个小姑娘连蹦带跳 看得他们班上的老师和同学 全都一头雾水 什么书啊 全校第一写了本小说 你们谁看过 没啊 谁看那种书啊 书名叫什么来的 叮铃铃铃 一片轰轰闹闹钟 上课铃铃铃这时也想了起来 江森忽然就有点后悔 本来都觉得 要隐瞒到底的 为什么就说出来了呢 被迫出名的感觉 好烦恼 安静 安静了 郑海云还有事没交代完 急急忙忙从校团委老师手里 拿回话筒喊道 那个小说 不许看 不许看啊 写小说和看小说是两码事 你们先达到人家的成绩再说 上课铃铃铃落下 操场又缓缓安静下去 郑海云忙又把话筒递给曾有才 喊了声 曾老师 快 嗯 曾有才接过话筒 沉下脸来 说到 最后 在宣读上学期的两个处分通知 原高一二班 罗北空同学 在考试结束后 违反校规 进入违法场所进行娱乐活动 予以警告处分 原高一五班江森同学 在考试结束后 因违反校规 殴打 辱骂并嘲讽同学 造成严重出警后果 以及在考试结束后 因违反校规 伙同罗北空 进入违法场所 进行娱乐活动 予以严重警告处分 并剥夺其高二评选 所有优秀荣誉称号资格 我草 森哥牛逼 江麻子你特忙 曾有才华没说完 台底下就绷不住了 刚拿完三好学生就被处分 在这群没见过世面的小屁孩眼里 这逼是装到天上去了 啪啪啪啪 各个角落里 灵星的掌声自然而然地响起 然后在夹杂着 二二我爱你的高呼声中 迅速汇聚成潮水一般的巨大动静 欢呼声和口哨声挡不住地 在校园中此起彼伏 一大群高一新生们也不管熟不熟 互相时间转身就彼此拉扯 不然根本无法排解 这种被装到浑身发紧的刺激感 就连全校的老师们 此时也全都不淡定了 江森这个家伙 夏小林简直不知道该从怎么形容 只是满脸挂着又骄傲 又莫名纠结的笑容 邓月娥 张雪芬几个年轻老师 转头看着她 眼里充满羡慕 不是吧 那本书我也看了呀 张佳佳还沉浸在上一轮里头 依然无法自拔 郑荣荣也忍不住露出笑脸 说了句 还真是挺厉害的 老邱 我草 还有远处高一的队伍里 郑红紧紧抿着嘴 眼神中充满悔恨 尴尬 愤怒的复杂情绪 就连主席台上 成展棚都忍不住摇头 她原本只是想敲打江森一下的 怎么会料到 却搞出这种结果来 在满场炸裂的气氛中 就站在主席台的江森 手里拿着全市三好学生的证书 和已经读不下去的曾有才 淡淡地对视了一眼 东欧市全市中小学 正式开学的这天早上 清晨时分 明媚的阳光 洒落在江森 长满痘痘的脸上 在这一刻 森哥只是轻盈地往前一步 就轻描淡写地 跨过了人生的另一重境界 十八中逼王 立地成神 化作十八中逼神 他从曾有才手里拿过话筒 很平静地说道 冷静 大家冷静 只是一点微不足道的成绩而已 不至于 真的不至于 那两个女同学 不要哭 见到偶像 也要保持坚强 第158章 名不虚传 我看到二二了 就在我们学校 一脸的青春痘 楼上十八中校有吗 我也去看了 我 东欧市全市中小学 新学期开学第一天晚上 我的老婆是女神的贴吧里 就出现了来自森哥 十八中年轻校友们的哭诉贴 我的老婆是女神 目前依然在月票榜上强劲霸榜 贴吧里也火热一片 此贴一出 书友和霸友们立马纷纷流言 没一会儿 功夫就破了高层楼的高度 连路人们都被吸引过来 各种关于2022军的现实状况的问题 层出不穷 江森火了 至少把范围缩小到十八中 这一亩三分地上 就是如此 九月初最开始的几天 每到课间 都有小姑娘特地跑来找她 隔着窗户 或者干脆站在教室门口 好奇地对着她指指点点 也有胆子稍微大点的 不是跑来找她要签名 就是问她要联系方式 对于要签名的 森哥一概不给 毕竟签名这个东西很重要 如果签完后 那姑娘非要说她承诺 取非她不取 岂不就麻烦大了 而对于要联系方式的 森哥更是完全假装失忆 什么QQR手机啊 一概想不起来 毕竟这些追星的小姑娘最麻烦 一旦被缠上跟牛皮糖似的甩 都甩不掉 那她将来 怎么跟自己身高 一百七十上位三四弟的 漂亮老婆交代 不过 幸好小姑娘们 总是心思单纯 追星通常只看脸 在内心的某种想象彻底换面后 十八中的二二粉们 也都私底下下定了某种决心 二二这么优秀 又可怜 所以虽然丑 但还是拿她当朋友吧 没办法 随着九月份时间的推移 《我的老婆是女神》的情节 越来越紧凑 热度也一路不减 二零二二军的知名度 也正朝着巅峰迈进 尤其到九月份中旬 《我的老婆是女神》的实体书出版后 样书被邮寄到十八中的传达室 随后被某个眼尖的小同学瞧见后 森哥在十八中的江湖地位 立马提升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度 在这群没见过世面的小孩子眼里 出了十体书 那可就真的不一样了 不但是小孩 就连学校的老师们 也都在江森拿到书后 争先恐后抢着传越了一圈 动静实在太大 搞得成展鹏晚上回家 都忍不住打开电脑观摩一番 结果不料 入坑就退不出来 看到晚上十来点钟 荣荣小仙女都吃醋了 卷着被子 在床上大喊 要江森还是要我 成展鹏 才恋恋不舍地脱衣脱裤 上床交货 交完货后 特马还重新起床 看了一个多小时 气得荣荣小仙女 差点跟他翻脸 幸亏江森这本书的篇幅也不长 目前才上传了八十来万字 成校长在连着追了几天后 很快就追到了最新章节 总算没影响到家庭和睦 连载的力量 是如此的强大 江森在学校里被围观的程度 也日益加深 不少学校的孩子受人之托 甚至特意 给他带来不少的吃的 用的礼物 当然 江森的贫困生证明 也莫名其妙地就被曝光了 被人发到了贴吧上 不过万幸证明上不用贴照片 不然估计订阅的断崖是下降 确实是贫困生 我日 青山民族自治乡 十里沟村 第三沟大寨老牛头 山山后小寨 连门牌号都没有 二二 这是真筑山里啊 太难了 真的太难了 这有什么难的 去年高一一整年 连吃饭都没钱 汤泡饭吃了一整年 全校作证 你敢信 就那么憋着一声都不吭 硬熬到期 默考了个全校第一 全是第九十九 二哥真的是 反正老子是福气 不过话说回来 他们学校的领导 都是吃食的吧 大哥 别这么说了 十八中本身也穷得一笔 校长今年都让食堂 推出免费豆浆了 二哥去年一整年 可都是没早饭吃呢 周末还要给人 洗碗才有饭吃 别说了好吧 他那个单张里不都写了的吗 我一开始以为是夸张 我也是 没想到是真的 江森在单张里的每一句话 终于在现实中得到了证实 九月中旬 随着月票竞争的排名 开始逐渐失去悬念 既靠实力 也靠努力 也靠话题热度的 我的老婆是女神 在榜单上遥遥领先 人们的关注重点 也逐渐落到江森个人身上 她的学习如何 现在生活的怎么样 家里台风过后的受灾影响 大不大 网络上沸沸扬扬的声音 跟现实中的事情 开始交互起来 东欧市这边的宣传部门 总算也没有被时代抛开太远 在听到网络上的声音后 东欧日报的记者特地找上学校 希望对江森做个专访 江森在反复思量后 把接受采访的时间 约在了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 因为一来到时候 我的老婆是女神 已经连载完毕 很多东西尘埃落定 也可以说的比较到位 二来她打算国庆节 回去看看老孔和师父 顺便从师父那边 再拿点治疗痘痘的药 这一月 调养下来 她确实觉得 脸上的情况好多了 至少新的痘痘 冒得不再那么厉害 如果说以前是每天 新出十颗痘的话 那现在 每天最多 也就冒个两三颗 恶心是一样的恶心 但程度明显不一样 然后除此之外 就是十月份之前 他们高二的首次月考就要来了 除了日常的训练之外 江森是实在不想 被其他事情分心 开学以来这么些天 实话实说 他的生活 简直忙得脚不着地 早上六点 不到起床复习 上完一早上的课 中午吃过午饭半个小时 马上就要去 综合体育馆 接受老邱单独的 五间篮球训练 一直训练到下午上课 连半分钟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下午紧接着 又是四节课 放学后没时间吃饭 继续田径训练 练力量 练爆发力 练体能 一折腾 就是一个半小时 到两个钟头左右 哪怕在训练的过程中 总会有小姑娘 过来哇哇哇地看 晚上还要在贴吧里大喊 原来二二居然 还是学校田径队的队长 搞得满贴吧的雄性生物 都开始逐渐忍不住 想要排斥江森 可这些场外因素 也压根 就无法对江森 带来任何正面 或者负面的影响 你加油或者不加油 森哥每天的压力 就在这里 不增不减 你骂或者不骂 森哥每天 根本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 更别提上网看刷贴吧 24小时情绪毫无波动 而这一整个9月份 仅有的两件 真正让江森感觉快乐的是 第一是食堂大妈 给的菜越来越多 江森的饭量 也越发朝着饭桶的方向 在前进 不知不觉 身高居然又肉眼 可见的长了两三公分 气得张荣生 真心不想等江森 长到一米八 就抢先跳楼认输 第二件事 则是 我的老婆是女神的稿费 终于下来了 订阅稿费 两万五出头 月票奖金 加上全情共计两万一 繁体那边 湘江的那家出版社 在看到 我的老婆是女神的势头后 冒险直接交付了 后面的所有协议金额 江森总计 拿到10.8万的买断稿费 扣除11.2 的所得税后 总计到手13万出头 算上之前卡里的 30万签字费 9月15日 江森收到银行短信 显示卡上余额 达到了43万多 这笔钱 至少够老孔活上 一年半载的了 比 集合 这天下午 18中综合体育楼三楼 学校篮球队第一次集合 老邱跟隔壁兄弟学校13中 组了一场热身赛的局 江森也被喊过来 先和队友们磨合一下 森哥也是投回 见篮球队的队友 而老邱为了防止森哥的书迷 过来影响比赛秩序 干脆就锁了篮球场的大门 不让任何女孩子进来嗷嗷叫 当然 这么做 也是为了防止对内其他球员有情绪 会故意排斥江森 不过他显然 还是想多了 有罗北空和胡奇在 森哥现在一来球队 天然的就像是到了主场似的 加上有他这个教练坐镇 队里哪个傻逼敢给森哥甩脸子 再者说 以江森现在各方面的综合强势水平和能力 谁又敢排斥他 全校第一 网络红人 田径队队长 十八中千万少女的梦 诸多光环加深 不特么那头就败 就算心理素质不错了 而且更极端点说 要是真出现那种情况 您猜猜到时候 已成斩棚的手段 到底是江森被排挤的可能性大 还是篮球队就地解散的可能性大 在这个全校资源 包括情绪资源 都要往江森身上倾斜的当口 江森真要在篮球队里出了什么事 老邱第一个就要担责任 老成才不管他有没有为学校流过血 流多少血 都比不上十八中出一个重点大学 而且很可能是top五级别的学生重要 对抗的时候小心点 不要受伤 热身赛 动作太大的犯规 就没有必要了 老邱又是想让江森出力 又担心他会受伤 比赛开始前 不注定叮嘱十三中的学生们 不想 江森居然已经大名在外 十三中的某个学生 马上接到 老师 放心好了 不会把你们的明星作家打伤的 2022军的个人信息 从网站到现实 从现实到贴吧 从贴吧到其他学校 一个个标签 早已经被人贴得清清楚楚 在东欧市十八中就读 今年高二 学校田径队队长 篮球队成员 身高一米六出头 满脸痘痘 超级学霸 住在山里 穷得一笔 在网文圈的小圈子里 但凡是个有稍微关注网文的 尤其是东欧市 欧顺县和欧城区 这两个地方的孩子 都会忍不住多看几眼 最近几天 托江森事儿 逼星同桌季仙西的福 甚至连江森的单元考试成绩 都被事无巨细地贴了出来 当然了 季仙西同学这么做的主要目的 也是为了自己装逼 啊 你们也知道啊 老邱呵呵笑着 伸手就要去揉江森 那颗越看越顺眼的脑袋 江森却直接歪着脑袋一躲 朝罗北空大喊一声 空空 罗北空很有默契 抓起篮球 使劲朝着地板一砸 篮球落地后 高高弹起 江森一个加速冲刺 脚下一蹬 体重刚过百的身体 轻盈如飞地腾空而起 单手托住篮球 以差不多摸框的高度 把球搁进了篮框 刷的一声清响 擦过篮网的篮球 和森哥同时落下 江森转过身来 做了几个阔胸运动 朝着十三中的喳喳喊了句 来两个人 全场包夹我 一个人访我就是送 草 我日 十八中 B王果然名不虚传 第159章 棺材都给你准备好了 江森的篮球赛处女秀 打得不好也不坏 按照正式国际比赛规则 满场跑了40分钟 得到不算难看的16分 其他方面 数据没有统计 投篮命中率 大概比50 略高 对纯菜鸟来说完全过关 但老邱却看得原地摳脚 差点要把地板都摳破了 全场比赛打下来 老邱一眼就看出江森这菜鸟 到底菜在什么地方 半场能力无敌 全场跑起来就直接拉锡 跑位都莫名其妙 传球更是大局观为零 就是瞎几波扔 仿佛智商已经在上课的时候用完了 到了篮球场上 除了还能蹦蹦跳跳 其他方面综合起来就是两个字 傻逼 不过好在高中生的战术素养 也就那么回事情 全场打完森哥得分 排在全场第三 仅次于罗北空狂暴的38分 和13中主攻守的24分 18中最终以微弱优势获胜 比赛结束后 对方还很友好的夸森哥打得好 菜鸡护卓 卓得有滋有味 老邱心里骂开了花 但还是理送双方离开 因为既不敢当众骂江森 也不敢私底下骂江森 只能等回到办公室后 指着桌上的仙人掌 高呼我日你仙人 毫无疑问 江森这个水平 再也球场虐菜 是肯定没问题的 但真等到了较高水平的赛场上 18中今年估计又难到八强的命运 而18中作为从16强开打的种子队伍 如果今年再继续止步八强 那特么不就是一轮游吗 学校准备好的那么多出场费 都发不出去 怎么的 剩下的钱 大家拿去烫火锅啊 日你妈 训练了一整年 难道就是为了一顿火锅 原本以为 有江森加入 就能势如破竹奔着夺冠去的老邱 在这场比赛结束后 整个人都傻逼了 偏偏江森还自我感觉挺可以 搞得他简直想抱头痛哭 但是话说回来 江森其实才不管比赛能不能赢 篮球也好 田径也好 既不是他的短期目标 更完全不在他的长期规模内 继续参加这些运动项目 说白了 就是履行他 身为18中贫困生的义务而已 而且读书之余 锻炼锻炼身体也挺好 能经常打打球也算有点娱乐活动 还能顺带赚钱训练费 劳逸结合 何乐而不为 至于说他现在到底 还能不能算贫困生 当然必须算 不然他从欧顺县转学到市区的跟角 岂不就没了 并且自打江森通过那个 东欧试日的记者 得知网上现在那么多人 对他的评论和评价后 这方面的事情 就做得更加小心翼翼 当全世界都希望你成为一个 立志的贫困生代表时 如果你表现得不够立志和贫困 那么你所获得的一切 就必然会遭到质疑 到时候 真不真相的根本无所谓 关键的是 当市场和媒体全都认定 你的人设已经崩塌时 那么你自然而然也就真的崩了 口碑一会 2022军这个账号 八成也就报销 有些风浪 江森前世从默默无闻 走到风光一时 多多少少都是经历过的 当一个行业 或者说圈子的日流水过一时 他底下的一些东西 肯定远比正经人所能想象的 还要肮脏得多 面对眼下的局面 江森心里只有四个字 小心为上 等九月份过去 我的老婆是女神的热度慢慢下来 她就慢慢能过回正常的生活 对于眼前所谓的爆红 江森心里其实是有数的 高光一刻谁都有 只有傻逼当永久 区区一本 在小范围内流行的网络小说而已 话题热度前后加起来 最多也就一年半而已 靠这点东西 怎么可能真的爆红呢 打完比赛 江森满身是汗的 直接去食堂吃了晚饭 因为运动的过于激烈 加上天气也热 胃口稍微有点受到影响 只吃了两晚饭 就吃不下了 晚饭后 回到宿舍小院 又给兔子们喂了晚饭 收拾了屎尿 又开着门 通风了二十来分钟 这才着急忙慌地上楼洗澡洗衣服 等到七点出头 这才拿起书包又出了门 片刻后到了一楼的自习教室 推门进去 林少旭已经在里头用功了 除了他 还有张荣生 少敏和胡琪也都在 算上江森 他们五个人 已经形成了十八中高二住校生的固定自习小组 隔壁还有一个空着的教室 则留给新来的高一 可惜 那群高一学生终究是学渣披子 除了刚开学的时候 来自习过几天 这才一个月没到 那教室的门锁 就已经放着生锈了 相比之下 高三这个班级的教室 还算热闹不少 总有几个男男女女在里头嘻嘻哈哈 虽然效率明显不可能怎么样 但总比不学得好 森哥 来来来 又有情书 江森一进门 少敏就杂杂呼呼地大喊 手里扬着一封 用粉红色信封装着的信 哦 又有读者来信 江森对这种事 已经越来越镇定 静止走上前接过来 当着少敏的面拆开 拿出信纸 展开就朗声读道 二个 展信家 我想知道 秦峰对诸葛安安 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那么好的一个女孩子 你为什么要给他 安排那样一个归宿 你的心好狠 要不是看在苏女神 也对秦峰 一往情深的份上 我就不想理你了 哼 江森读到这里 少敏立马捎包地跟了一声 哼 两个傻逼哼玩 随即就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江森扫了检底下剩下的几段话 说白了 就是 初中生小读者 找他傲娇来了 这信封上连张油票都没贴 而且只留了个明显 也是瞎编的名字叫牙血 江森看得牙都发酸 他淡淡然将信收起来 放到信封里装好 没心思也没时间回信 当然 就算有有时间 那肯定也懒得回 随便找了个位子 就坐下来打算开工 林少旭又好奇地问了句 江森 你这小说还没结束 快了 江森随口道 这个月月底就连载完了 你是全部写完 然后一点点发的是吧 对 全都定时发布了 哦 林少旭微微点头 又问 挣了多少啊 嗯 江森抬头看看他 林少旭有点异动地说 我也想写写看 江森不由笑道 为了钱吗 嗯 林少旭道 等放假了 有空的时候 多少正点 江森不知道该怎么教育这种 异想天开的纯菜鸟 想了想 只能道 写之前 先看看别人的吧 先把写小说的规矩和套路摸清了再写 不然 贸然下笔 容易扑接 扑接 林少旭露出不解的神情 就是写杂了的意思 少民忍不住跳出来 抢着给小林子科普道 这个东西 说简单也简单 说难也有点难度的 好多书都是写到一半就写不下去了 像江森这种一战成名的 说实话我看小说一年多时间 他是第一个 以后估计也很难再有了 哦 林少旭点着头 好像是听懂了 但显然也根本没把江森的话听进去 只是问江森道 那到底要怎么才能写啊 手续是怎么办的 就是 在网上发东西是怎么发的 江森只能回答 你登陆那个网站看吧 所有流程上面全都有 按照提示做就好了 文盲都能看懂 有身份证就能注册 哦 林少旭这下满意了 露出微笑道 那我有空试试看 江森恩了一声 连句加油都懒得说 像林少旭这种连网文都没看过 就盼着随便敲几个字 就能挣钱的铺接概率 绝对事正无穷 江森和林少旭停止了对话 而胡琪本来就很安静 教室里 少敏和张荣生又嗶嗶了两句 屋里也就没人说话了 江森拿出数学课本 继续重点猛攻数学 至于其他科目 对江森而言 也就那样了 这个学期开始后 由于曲江省这边的高二 还需要进行数学 物理 化学和生物四门会考 所以文科班现在一共是九门课在上 与树英三门大象 文宗三门 礼宗三门 全部整整齐齐 倒是理科班那边 因为去年历史和地理的会考已经过了 现在只有七门课 自己的高考课程 外加一门高三 才需要过会考的政治而已 不过由于是为了过会考 所以 文科班这边看似课业压力巨大 但其实对理解能力强的学生 比方江森这种来说 实际上也并不怎么累 因为文科班的物理和化学教材 已经从理解级降到了了解级 上课主要讲概念 应用和计算的比例就非常低 刚好全都正中江森的舒适区 江森就属于那种 你让我把这个概念说明白不难 但让我算明白 就有点难为我的类型 上学期全是同考物理58分的惨案 还历历在目 但到了这学期 他总算是真的解放了 上星期 高二文科物理第一单元考试 江森直接把那张通篇 你懂不懂 这个概念 是什么意思的卷子 做到了98分 唯一丢掉的2分 纯属题目出得有奇异 不过话说回来 今年刚上岗的年轻男老师 教学水平也确实是甩出正宏几条街 另外 这位男老师的皮肤也不太好 脸上仅比江森稍微干净 那么一丢丢 江森班上那些很爱笑的女孩子们 都说江森和物理老师 是惺惺相惜 外加痘痘相惜 所以 森哥的物理成绩 才会如此突飞猛进 江森对此只能表示 你们这群傻妞懂个吉博 又是一个晚上过去 江森老老实实按部就班 继续巩固着他一个暑假 就能忘掉大半的脆弱的数学水平 自习到夜里将近11点 才收拾书包 回去洗漱睡觉 日历翻过一夜 次日照就7点多 就来到教室 刚一坐下来 就看到班上那个 平平无奇的 名叫熊波的男孩子 笑得见兮兮地跑进来 手里拿着几封信 飞快地扔进几个漂亮姑娘的抽屉里 这货看着老师 其实也特么贼得很 替其他班的男生送情书 每次收费两块钱 不像少米那个傻逼 替女孩子送信 居然分文不取 也不知道 那么热心到底图个什么 今天考试 上课铃声还没想 教室外面 就走进来一个 弱弱鸡鸡的女老师 是江森他们的生物老师 姓白 也是今年新入职的 而且学历比其他老师都高 硕士研究生毕业 班上一群弱鸡 一听考试 自然二话不说 先发出一阵 坐在江森边上的季仙西 平时也是要跟着 一下的 不过今天却换了频道 呵呵一笑 真是的 生物考试有什么好啊的 哎呦 你成绩好吗 你聪明吗 当然不怕了 江森和季仙西坐在第三排 前后左右 全都是姑娘 那个开学第一天 嘲笑江森丑的女孩子 名叫陈佩佩 就坐在季仙西身后 性格大大咧咧 说话也不怎么带脑子 伸手就往季仙西肩上拍 拍的季仙西 还当对方是在跟他打情骂靠 顿时发出咯咯咯的小声 大喊道 我不是聪明 我是又帅又聪明 这声大喊 立马惹来边上姑娘的门一片虚声 但季仙西本人 却对此充满自信 在西西同学看来 现在班上 一共就七个男人 直接抛开江森和少明 两个歪瓜裂早不谈 剩下来四个人当中 朱老板之子 朱杰伦 天生皮肤有黑 且相貌粗犷 只能说不难看 但肯定算不上帅 熊波和胡奇这俩家伙 又平平无奇 最后剩个郑小兵 是个圆脸小可爱 这种阵容之下 他季仙西 岂不就是当之无愧的班草 早晚要日变全班姑娘的 而且不仅如此 西西同学 最近自我感觉 特别良好的主要原因还在于 他觉得自己 马上就要赶上江森的成绩了 他上学期 是以519分的同考成绩 进入文科班 全校第四 底子不错 这学期又跟江森一样 丢掉了理科的束缚 开学以来的 几次单元考卷 全都发挥得还算不错 除了英语之外 每科都只比江森少不到十分 表面上看 实力上俨然已经跟江森旗鼓相当 所以在这种 我又帅又行的情绪操控下 某些更进一步的情绪 就不可遏制地滋生出来 最近这几天 西西同学 不仅开始一再强调 自己的成绩优异 而且还时不时要当着江森的面 猛夸自己爵士的容颜 和英俊的面旁 听得江森内心 其实相当反胃 但在反胃之余 江森一眼就看出了 季仙西的那点小心思 这个油腻村哥 摆明了 是想要上位啊 江森仿佛间就体验到了 类似于胡海伟去年的那种感觉 底下每天总有男生在那蹦 而且光是蹦也就算了 但鸭居然还想蹦到老子头上来 不过当然 江森当时肯定没那么无聊 满心只想好好学习 之所以跟胡海伟单挑 纯粹就是恶心的不行 才主动出手了 但是眼下 季仙西这货 倒是真的很明显的 确确实实 是想把江森压下去 虽然江森也不知道他到底哪里来的勇气 可是凭直觉判断 应该还是因为班上的姑娘太多 导致了西西同学的内分泌失衡 从而激发出了他作为雄性生物对地盘的占有欲 说到底 西西同学就是从精神层面上 希望把班上的漂亮姑娘全部日个遍 所以为了达成这个心愿 他首先就得有分配资源的权利 如此一来 江森就成为了他精神上绕不过的那个点 最近这几天 季仙西还只是天天变着法子 当着江森的面猛夸他自己帅 但如果接下来 他的成绩再进步一些 估计就要被地理开始笑话 江森是个丑逼 就这样不断试探 切香肠一样 慢慢让江森失去现在的地位 最终理所应当地接受他的嘲弄 但是 这特么怎么可能呢 已经意识到 这点苗头的江森 心里其实已经在默默盘算 该怎么让这个傻逼消停下去 不然同桌搞不清自己的定位 每天巴结克坐在一起 老是想恶心你一下 也确实挺让人难受的 只不过按目前的情况 既先西无非也就是变相帝 间接地在恶心他 拿脸 拿话挤对他 要是这样就忍不住 贸然跟西西同学翻脸 显然就会显得太过小气 动手直接输一半 所以 如何让已经跳起来的小西西 降低跳跃高度 也是要等机会的 好在这点耐心 江森从来不缺 而且就算是篡位 那也是需要本事的 如果光凭一张脸就行 统治世界的 岂不要变成鸭 再说了 既先西的脸 其实也就那样 他无非就是犯了全世界男人都会犯的错误 镜子照多了 就觉得自己是绝世美男 去年那么糟糕的情况 几乎是遭到全世界的恶意 江森都挺过来了 现在在面对既先西这种幼儿园难度的情况 森哥岂能真让他这么个村游子 蹬鼻子上脸 听着既先西和姑娘们的浪笑 江森内心淡定从容 笛不动 我不动 就等着既先西什么时候先坏规矩 到时候 西西同学不用跳得太高 只要稍稍蹦跌一下 就能一巴掌把他拍扁 不要掉以轻心啊 小白老师听到既先西的话 很认真地提醒了一句 这次单元考试 我题目出得还是比较难的 计算量也有点大 但是 说话的声音太轻 班上根本没人搭理他 几十个姑娘 仍然在故作紧张的哑哑哑 江森倒是把话听进去了 默默拿出生物课本 翻到了基因概率那一章 由于这部分内容最难 文科班高二之学一年的生物课 是和理科班一起 从这里开始学 也就是说 这学期的生物课 是妥妥的理科难度 再加上曲江省这边 由于对理科的重视程度 历来上头 编写的生物教材 也相当有难度 大量的篇幅 都是在交基因传递 整个书写的 就跟如何培养育种专家似的 难度便难上加难 对文科生相当不友好 江森上辈子会考7A3B 其中一个B 就是败在生物上 因为每每到这些 基因遗传概率的计算题 总是和物理一样 经常能听懂 但做不会 一做就思维混乱 而本学期 情况也依然差不多 别看了 江森正盯着课本出神 边上突然伸过来一只手 很自然地合上了他的书 季先锡用废管子咯咯笑着 用他傻逼的观点 口气很理所当然地说道 再看也就这点分了 现在临时抱佛脚 有什么用啊 江森不由笑了笑 反问道 没用吗 没用的 季先锡 今天可能是某些体内激素 分泌到几点了 还伸过手来 拍着江森的肩膀道 这么用功干什么呀 都知道你 厉害了好不好 也留点机会 给我爽爽啊 江森不动声色 把季先锡的手从肩上拿开 陈佩佩忽然又喊道 江森 你那本小说我看了 不好看 是不好看的 季先锡又重新揽住江森的肩膀 恶呵呵地说道 我也看了 也就那样吗 一般 那种小说 我随便写写 都能写几十万字 根本不用脑子的 看的人不用脑子 写的人更不用脑子 江森运气好啊 这就写出名了 一边说着 居然把手朝着江森头上摸去 江森瞬间眉头一皱 电光石火间 就把季先锡的胳膊 反掰过来 一巴掌摁住他的脸 啪的一声摁在了桌面上 啊 季先锡一声惨叫 被江森压在桌上 不能动弹 全班所有人 齐刷刷 全都被江森这么暴力的 一个动作吓住 小白老师盲惊声喊 江森 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他刚才摸我 我激动了 江森露出一脸歉意的笑 急忙又把季先锡放开来 关心地问道 先锡 没事吧 有没有伤到啊 我草 痛死了呀 季先锡满脸不快地皱眉 扭动着自己的肩关节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这是条件反射 江森嘴里 仍然不住地道着歉 小白老师见状 这才松了口气 生怕教室里有人打架 满屋子人 很快又恢复了吵吵闹闹 少敏跟熊波模仿着江森刚刚的擒拿动作 四周也纷纷传送着森哥一脚踢飞胡海伟的武林神话 季先锡听着那些杂音 深深感到 在姑娘们面前丢了面子 忍不住又骂江森道 妈的 你有病啊 对不起 对不起 江森嘴上说着 忽然又往边上靠了一点 放轻了声音 先锡啊 干嘛 季先锡满脸不耐烦 江森笑了笑 小声说道 没事的 你只管继续跳 我棺材都给你准备好了 这森冷森冷的话一落下 季先锡 陡然心头一跳 手脚四肢 一片冰凉 就连坐在两个人身后的陈佩佩听见 也被同时吓傻 江森再也不说话 只是淡淡然地 重新翻开了课本 季先锡却只是看着他 再也不敢伸手 做任何的动作 东时令的课间操 放在了早上的第二节课后 没一会儿 早自习时间结束 上课铃声响起 小白老师很快把卷子发了下来 一阵 稀稀疏疏的动静过来 每个人都拿到了卷子 江森把课本望抽屉里一放 内心迅速平静下去 埋头开干 季先锡却看着卷子 脑子里空白了好一会儿 才终于勉强回过神来 他拿起笔 打开笔盖 看着那细长的笔尖 想着刚才令他深感丢人和窝火的一幕 脑子里不停地回旋着三个字 扎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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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咬牙切齿了半天 最后还是强忍了下去 终究 是没那个胆子 想起江森的那句话 他现在就连江森的毛 都不敢再碰一下了 第160章 未然成形 卧尼玛 这卷子 是人能做的吗 卧尼玛 这卷子 是人出的吗 早上第一节课铃声响起 高二七班教室里 一片哀鸿遍野 初卷人小白老师 听着学生们 这些欠抽的话 内心遭受的暴击 简直是左脸挨了一拳后 下巴马上又接一拳 他感觉有点站不稳 赶紧就让课代表收拾了卷子 匆匆忙忙打包 跑出了教室 江森坐在座位上没动 拿出一个硬素材料制成 有盖子 带牌子 市场价高达12块钱的水平 表情凝重 默默地喝了几口 早上出门前灌的凉白开 然后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浊气 难 确实难 至少有四道题目 感觉半会不会 加上其他可能错的地方 这回最多也就七十来分 八十分是不指望了 不过话说 楼下那几个理科班 也是同样的卷子 等晚上回去 问问林少旭吧 不知道他们考得怎么样 真是没想到 都高二了 文科班和理科班 居然还能有 生物课这条纽带 生物课本身 应该感觉很受侮辱吧 怪不得高考理宗分值 只有八十分 看来是真的不配拿一百 江森 你觉得怎么样 森哥心里正吐槽着 边上就走过来一个 亭亭玉立的大长腿 漂亮姑娘 名字很有港台位 叫郑一田 小田田最近因为学校 坚决反对学生们去看 我的老婆是女神 所以 看得格外认真 看到最新章节后 目前已经是森哥的小迷妹 要不是森哥的皮肤 实在看着独心巨大 他估计 早就投怀送抱的心 都有了 然而 现在造化弄人 他就只好学贴巴里的学妹们 把二儿当朋友 但如果不考虑睡觉的话 他感觉森哥的样子 看着还行 尤其是 如果只盯着森哥的眼睛看 效果居然还挺好 这一年全球人口七十亿 小田田算是头一个发现 森哥这双眼睛挺好看的人 至于其他人 呸 都是一群睁眼下 江森一看到小田田 就忍不住吐槽其他人 一边摇头探道 不行啊 确实难度惊人 哇 那你说不行 肯定是真的不行了 正一天无条件 相信着江森的判断 又拍拍他的平胸 开心地笑了起来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 只有我大提 全都空着 看来 又是大家一起死 江森笑道 开玩笑 高二七班同气连枝 什么时候丢下你一个人死过 每次不是姐妹情深 要死一起死 这时 江森身后 坐他后排的黄敏杰 忽然忧怨道 我不想跟他们一起死 哈哈哈哈 陈佩佩仰头大笑 又伸手去拍季仙兮 大喊着问 季仙兮 季仙兮 你考得怎么样 死没死 啊 季仙兮的表情 明显有点呆滞 他很是有点神不守舍地 转过头来 比刚才上早自习的时候 显然反应迟钝了许多 可八道 还行吧 就那个 但是其实行个鸟毛 刚才那四十分钟 他有二十分钟 在心里想象 如何把江森剁碎了胃狗 另外二十分钟 则在害怕江森 会不会真的弄死他 毕竟现在全世界都知道 江森可是山里人 山里人啊 如果江森真的弄死了他 会不会直接埋到山里 毁尸灭迹 季仙兮 越想越害怕 脑子里一片江湖 刚才那张卷子 也就迷迷糊糊地乱写了一切 这会儿卷子 才刚交上去几分钟 他就已经连一道题目 都回想不起来了 走 走 走 上个厕所 江森站起来 示意让郑一田 让开两步 郑一田不拿江森 当被胎后 同时也不再拿江森 当男人 跟着大喊一声 走 一起去 有 江森立马露出 黑黑黑的表情 要比谁尿得久吗 我日 草 教室的前后排 朱杰伦和郑小斌 这俩富二代 当场就被江森的虎狼之词 给惊呆了 朱杰伦坚持不懈 表现自己的没文化道 江老师 真是 牛逼 郑小斌看到 森森真是人中龙凤啊 这个年轻人 我是相当看好 少敏就很眼红 江森 能跟姑娘们相处得如此和谐 嘀咕了一句 妈的 他同桌雄波就马上戳少敏的心窝子道 敏敏 你嫉妒吗 少敏怒道 滚 第一节生物课结束 等江森和郑一田比完谁尿的酒 并最终以郑一田靠着在厕所里磨蹭的劲儿取胜而告终后 第二节英语课就开始了 回家生孩子的英语老师小叶子 因为事实上 这几天孩子才刚生下来 后面还有大半年的产后假可以过 所以 学校这边很无奈 只能先临时安排了一个外地老师来带课 所谓临时 就是不给编制 当合同工 合同一千两年 如果带的成绩不错 才能转正 不然的话 自然就呵呵 所以 刚刚好 就是看江森他们的高考成绩说话 新老师的年纪看起来刚过四十 来自内地某人均 GDP不算发达的省份 也姓业 半老徐娘 既人老朱黄 又风韵犹存 很难说长得怎么样 但是看得出来 年轻的时候 肯定不差 绝对是个漂亮姑娘 不过这么大的年纪 从那么远的地方 流落到东欧市 而且 只当合同工 可想而知 肯定是家里有故事 大概率不是挨家抱 就是老公出轨 毕竟漂亮女孩年轻人 都喜欢嫁给渣男 尤其像老叶这种年轻人 又漂亮 又有学历的 定然九成概率 要遭遇婚姻不幸 因为老实过日子的男人 普遍是不敢向这种条件 特别好的姑娘下手的 只有那些五毒俱全 没皮没脸 又花言巧语的渣男 才敢于不计一切代价 先下手再说 能不能娶回家是一码事 可哪怕娶不回家 只要能黑黑黑几次 那不也是写传 于是 很多像老叶这样的姑娘 被骗着骗着 一辈子也就毁了 当然 以上这些 全都是江森的个人猜想 他才不会真的去问老叶 为什么四十多岁 还到东欧试婚 而且他的家里 到底是怎么回事 跟学校工作一点关系都没有 学校只在乎老叶的教学水平 而目前看来 老叶的教学水平 至少还是达标的 最起码 比大妈强太多 开学三个多星期下来 老叶已经跟高二期班混熟 每天过来上课 整个人都笑嘻嘻地 看样子很喜欢这里的工作环境 这几天明显容光焕发 看着比刚开学头两天 气色好了许多 上课 老叶一进门 就中气十足地喊了声 Stand up 江森很不甘愿地喊了声 然后全班起立 按套路喊完各种老师好的话 等所有人落座 老叶笑咪咪道 江森 好像很不喜欢当英语课代表啊 嘿 我就偏要你当 江森双手一摊 老叶翻开课本 就废话不说地上课了 一节课上的顺顺利利 底下能听懂的自然懂 听不懂的 换谁来都一样 江森一节课 被点名叫起来三次 季先锡被叫了两回 整个跟梦游似的 搞得老叶很头疼 江森的成绩 老叶来的时候就知道没问题 光论英语 绝对就是清北级别的料 那不是老师能教得出来的 保证江森维持状态就好 季先锡这种纯中油水平 才是学校真正要考察他的重点 所以如果这些中油水平的孩子 没办法在他手里获得提高 那就比较烦恼了 季先锡昨晚没睡好啊 今天怎么回事 下课后 夜夜没吐槽了一句 陈佩佩也跟着聊拨道 对啊 怎么回事 子安 烦死 季先锡烦躁地 把陈佩佩的手拍开 这时广播里音乐一响 课间操时间到 整栋楼里的人 轰轰到闹起来排队 高一八个班 高二七个班 高三四个班 光从各年级段 这凌乱不堪的班级数量 就能看出来 十八中 这所全新的高中 到底新到什么程度 第三年了 学校仍然处在摸索阶段之中 然后很快 程展鹏就将迎来他的终极考验 江森走出教室 按照平时的位置站好 季先锡低着头 从他身边走过 两人目光一交汇 江森冲他咧嘴一笑 西西同学眼中明显闪过一丝巨色 甚至有点想尿 森哥在高二七班里的威慑里 蔚然成形 第161章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课间操回来 紧跟着就是宇文克 夏小林比去年瘦了一圈 但因为天生脸型的关系 原本的小圆脸还是那么圆 就只是瘦出了一个尖下巴 好看当然是好看的 不过可惜 依然不是融融小仙女的对手 这让江森始终怀疑 老色批校长 去年招人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奔着 普天之下莫非备胎的思路来的 先把看着顺眼的全都骗进来 然后逐个观察排除 最终圈定 嗯 就是郑融融没错了 接着再在花上个把月火速拿下 终身大事就顺利敲定了 挑老婆 最多花三个月 这就是搞大事业的人的效率吗 可是这么草率 那离婚的可能性 是不是也很大 江森坐下来后心里 居然替老色批校长的婚姻感到担心 夏小林和江森对视几秒 忽然问道 江森 这么盯着 我看看什么 江森面不改色道 看美女 姨姨 班上顿时一阵起哄声 江森扒风不动 夏小林倒是吃不消了 笑道 行行行 很会说话啊 你是终于意识到 仅凭自己英俊的容颜 已经不足以找到女朋友 现在打算改变策略 锻炼别的能力了是吧 思路不错呀 不过别在学校里乱用 不然会影响女同学上课的心情 班级平均分掉了 喂 你是问 夏小林黑策 goes to key Bože 夏小林一阵叨叨叨 江森第一个来了 田径队队长 作个表率 能者多劳 抱三项好不好 好 江森很干脆道 400 800和1500吧 哇 满屋子小姑娘一阵嗷嗷嗷 夏小林转过身 开始在黑板上列表格 把所有的几个田径运动会项目 全都列出来 左右男女分开 其实 女生倒是一点都不怕 全班43个姑娘 高矮胖瘦 什么体型的都有 一看体重就知道 谁适合干什么 但是男生这边 真的是仇杀人 总共就7个男孩子 哪怕有江森这种田径队队长坐镇 人员安排起来 也是捉襟见肘 搞得夏小林一边写 一边就开始头疼 班上这些男人 每个人至少都要报两三项才行 不然 真连名单都凑不满 不过就算凑满了 也总有一种超级杂牌军的感觉 看看满屋子的男孩子 一个个的 都是些什么水准 比方少敏这个孩子 他是了解的 那就是个弱鸡 排除掉之后 相当于只剩6个 而且 高二开始 整个体育节 期间 还有篮球赛 班上6个男孩子 也只是刚好凑齐一支队伍 哪像去年那会儿 胡海伟和胡江志那群后排男孩组 真是一到运动会这段时间 就让人觉得 心里格外踏实 虽然最后总名次也不怎么的 但总归 让人不至于不安心 哪像今年这个阵容 就像是运气提前用光了一样 夏小林心里如是碎碎念着 内心忧愁地在黑板上写着男孩子的名字 然后写着写着 不知不觉 居然慢慢把参赛名单给填满了 江森包揽了中场跑三项 外加一项百米接力 胡启作为篮球队的万年替补 报了千球和三千米 这两项挨不着的 外加百米接力 朱杰伦和郑小斌 报了最容易偷懒的百米和两百米 外加跳远 熊波看着不险山不露水 就主动把三级跳远 跳高和百米接力的活篮下了 简还能多报一项 居然报了个江森 看着都想吐的五千米 令全班姑娘相当哗然 然后 邵敏报了啦啦队 纪仙西也报了啦啦队 纪仙西 你不报一个 夏小林这就很震惊 西西同学 却非要立娇弱人设 不住摆手 老师 我不行的 我体育真的不行的 见他这么真诚 江森也不由助公道 夏老师 算了吧 他不行的 他真的不行的 我们几个人就够用了 抓紧上课吧 朱杰伦早上就看出 江森跟西西同学不对付 战队这件事绝不含糊 立马用大家都懂的口吻大喊 哦 原来他不行啊 后排的郑小斌 也跟着哈哈大笑 年纪轻轻就不行了 班上女生还这么多 问君能有几多仇 恰似太监上青楼 哈哈哈哈 郑小斌 谁青楼了呀 去死 满屋子姑娘们一听 纷纷娇称起来 夏小斌也拉下脸道 郑小斌 开玩笑也得有限度啊 怎么能这么说同学的 是是是 我错了 郑老板之子小斌同学 急忙认错 夏小斌翻了个白眼 便道 好了 那继续说一下女生呢 黄敏杰 一百米 夏小斌话音刚落 少敏就迫不及待地脱口而出 以满屋子人顿时集体发出异常猥琐的呼声 黄敏杰听得面红耳赤 紧紧抿着嘴 像是被欺负了似的 又很倔强地死不低头 夏小斌当然知道 满屋子姑娘 还有朱杰伦和郑小斌这俩货 到底在起哄什么 不由连声怒斥 才把场面控制下来 只是谁都没发现 平时很喜欢起这种哄的季仙锡 今天就像是转性了一样 居然一声不吭 当然 这会儿也根本没人在乎他 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在黄敏杰的那傻伤 宇文克花了将近快二十分钟时间 才敲定了比赛名单 作为体育委员的森哥记录下来 接着感觉课都没上一会儿 夏克林就响了 恰好 第四节就是体育 江森拿着水杯下了楼 直接就去了体育老师们的办公室 办公室外头 已经挂上崭新的体育教研办公室的牌子 把名单交给了老邱 老邱拿着名单扫了眼 就呵呵笑道 那你们班不是预定三枚金牌了呀 江森道 就当热身了 对 老邱拍拍江森的肩膀 很欣慰道 最近越跑越好了 咱们家加油 争取在市里比赛的时候 把一级运动员的资格一起拿到手 市里的跑道 那跑起来可比学校舒服多了 江森笑道 所以我们是故意用垃圾跑道 在锻炼水平吗 别管故意不故意 凡事有利有弊嘛 老邱也难得辨证了一回 江森道 归先人负重训练法 啊 对 有那个意思 老邱黑黑黑笑着 又忽然一拍脑袋 哦 对了 说起负重训练 你把这个东西 带个几天看看 他打开柜子 从里面拿出一对负重的绑腿纱袋 江森接过来一掂量 看了眼上面的字 每只五斤重 不由很怀疑道 有必要吗 先穿几天试试效果吗 老邱笑道 万一有效果吗 江森好像也没有拒绝的理由 略微迟疑着 还是直接就穿上了 然后一摇一摆地走出办公室 觉得走路倒是不影响 不过稍微想跑快一点 那就真的很明显 有字面意义上 被人拖后腿的感觉 走出办公室 主席台下 搬上几个男生正聚在一起 聊着下流的天 主要就朱杰伦和郑小斌 在哈哈哈哈 少敏则是时不时 配合着比划一个动作 胡启和熊波两个人 就很安静地听着 时不时笑一笑 存在感很弱 参与感很强 江森走上前时 杰伦和小斌 正在聊某不封乐片的女主角 憋了一早上的季仙西 可能是看到江森走过来 心中某种不甘心的情绪 又重新冒出来 忽然脑子里某根神经一跳 觉得自己 不能再这么意志消沉下去了 冷不丁语出惊人 接话道 这种女的 一定特别爽 这话一出口 正聊得很高兴的几个人 一下子全都停了下来 朱杰伦有点愕然地歪头 看着季仙西 表情臭臭地说道 你特么有病吗 季仙西没想到 前一刻 还在说风乐片的小猪老板 下一秒居然就变脸了 接着不等他解释什么 郑小斌也跟着接了句 下流了 季仙西 有点下流了呀 我下流 季仙西顿时气节 着急道 你们自己 聊就不下流 熊波道 我们也没聊 自己班上同学呀 虚伪 季仙西现在对江森不敢放炮 对熊波这种小透明 倒是很有底气的 众人接醉我独醒的口吻 你们这些人啊 就是心里明明想 嘴上又不承认 虚伪啊 太虚伪了 行行行 你不虚伪 你自己找黄敏杰说去吧 朱杰伦站起来就走 朝着江森跑了过去 森哥 等一下刚好三对三啊 我跟你一对 江森比划了一个动作 OK 郑小斌和雄波 也立马跟着扔下季仙西 走向江森这边 下流啊 嘿嘿嘿 少敏离开季仙西身边时 还不忘插他一刀 最后 最厚道的胡起 倒是全程什么话也没说 但也没搭理季仙西 就那么静静地走了 叮铃铃铃 上课铃声响起 季仙西独自一人 站在主席台下 脑子里嗡嗡嗡的 江森瞥他一眼 好像瞬间就看完了一个人 是如何通过个人努力 成功被社会孤立的全过程 做死步骤一 在能力不足的时候 贸然冲击权威 形成战队上的孤立 做死步骤二 在冲击权威未果后 遇到事情 又耸逼不出 形成事实上的孤立 做死步骤三 在完成前两条 预热步骤后 公然破坏规矩 摆光最后一点人品 彻底被集体孤立 那么 既然个人努力 可以最终直达这个效果 如果是故意诱导呢 江森想到这里 不禁又微微摇了摇头 罢了罢了 害人之心不可有 这个东西 还是等到将来 哪天真有必要的时候 再去研究吧 如果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 也不是非要那么 高道德标准地 要求自己 不承诺放弃 使用核武器的原则 在什么情况下 都是适用的 至于可怜的西西同学 这回就当是 吃了个教训吧 今年已经高二了 最多被孤立两年而已 相信 以她全校第四的 聪明小脑袋瓜 一定能想明白 她今天这个早上 到底都干了多少件蠢事 今后一定能从中 吸取宝贵的人生经验 不再重蹈覆辙 行差踏错 而作为她的人生领路人 江森虽然并没有 特意引导她 走上这条改过自新的路 但森哥心里头 还是忍不住地 想谦虚地说一句 不用谢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第162章 还是丑 早上体育课结束 中午吃过饭 江森没休息太久 马上又被老邱 喊去了体育综合楼 三楼篮球馆训练 练到下午1点20分结束 连满脸的油都没时间洗 就浑身大汗地回到教室 继续下午地学习 把季仙兮恶心地眉头直皱 但江森也没法子 实在是真的没有时间 下午第一节历史课 大妈退休后 已经是全年极端 年龄最大的史莉莉 继续充分发挥老油条的精神 拿着高二的世界 近现代史 就是一通念 照本宣科 这里是重点 这段要背下来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 七条重大意义 一定要背下来 讲课水平之感人 简直令人爆头 但江森早已经懒得 吐槽18中的师资力量 毕竟18中就是18中 谁让自己没考进东欧中学的 而且相比起乡中学 18中的环境已经好太多 在全班上上下下 全都昏昏欲睡的状态中 史莉莉惊艳老道地 混完一节课 铃声一响 全班姑娘 立马全都醒了过来 江森也急忙起身 跑去卫生间 放完水后 抓紧洗了洗脸 这几天 马瘸子给的药 已经吃完了 如果再不保证 面部清洁 他只怕已经慢慢 在好转的面部皮肤状况 又要开始出现反弹 只恨老邱那个家伙 实在逼得紧 完全不关心 他的形象问题 估计在老邱 和绝大多数人看来 他这一脸痘痘 早就属于无药可救了吧 唉 可是我明明那么帅的 江森心里暗叹 最近几天 总觉得 自己从眼睛的部位往上 怎么看都好看 除了满额头的痘痘 稍微有点有爱观瞻 但只要戴上口罩 谁敢说他是个丑逼 无非就是鼻子 脸颊 嘴边 下巴 脖子 耳根这些地方的痘痘 多了点吗 这就忍不了了 我明明眼神那么性感 洗完脸 也没有毛巾可以用 江森满脸湿答答地走回教室 因为沾了水缘故 这会儿脸上 格外有种颜料打翻的感觉 把正一天 几个狠拿他当朋友的姑娘 也忽然就不想跟他说话了 坐回到位置上 低头一看 早上的生物试卷已经发下来 76分 不算差 但比较令人意外的是 这点分数 居然依旧全班第一 这尼玛就很有18种的风范 江森拿起卷子扫了眼 错的几道题 就是他早上做的 模棱两可的那几道 说起来 生物这门课 江森的水平 其实说差也不差 100分的卷子 不论怎么做 七灵家总是都能做到的 发挥好一点 80分也能上 但要是在网上 就总是有点 摸到天花板的意思了 特别就是遗传题 和他做物理题的时候很像 在面对某些题目时 思路上脑子转不过弯来 总是似懂非懂 正确率就长期非常感人 不然 如果能克服这一块的话 考个90来分 其实完全有可能 而这辈子重来一次 江森总觉得 自己还得再在生物上栽一回 会考拿币 就跟强迫症 无法得到缓解一样 难受 江森又第一啊 好厉害 我38分 我46 哇 你居然有46 超过半张卷子 全都是各种显性基因 隐性基因这些内容的生物 第一次单元考 把高二期班的姑娘们 考得已经失去了 对分数的判断能力 江森转头随意地 瞥了眼季仙锡的卷子 季仙锡42分 见江森看他 连忙把卷子藏起来 然后拉着脸 好像江森欠他全家一个交代似的 一声不吭地拿出了化学课本 没一会儿 郑荣荣就走了进来 开口就是 这个学期也太舒服了 过两天月考考完 马上又是国庆节长假 同学们放假 有什么安排吗 出去玩 没安排 陪老婆 郑荣荣抬头看一眼 见识朱杰伦喊的陪老婆 很淡定地又低下头去 微笑道 大家还是好好在家里复习吧 这是你们人生当中 最后不多的 可以靠努力改变命运的时间了 今天学校的文件已经下来了 下学期会考 能拿到两门A的奖学金 有300 三门A400 四门A500 去年的高二都没有这个待遇 今年的高一会考 也不发钱了 就你们这一届 学校的钱 全都砸到你们身上了 真的不要辜负学校 对你们这么大的期望啊 哇 两个 就有300 郑荣荣说话间 台底下一群学渣们 就已经骚动起来 期望不期望的 倒是无所谓 但是如果真能 每个人拿到三五百块 姐妹们凑一凑 玩一玩 七八个人抱团起来 那还不玩上天啊 但就在姑娘们 都开始盘算 这笔钱 该怎么花的时候 教室后排 忽然就有人 发起了吐槽 无情地打破了 姑娘们的幻想 郑小斌 嘿嘿嘿笑道 我日 数学 物理 化学 生物 我要是能都拿笔 也不至于来读文科啊 还想让我拿两个 哎 做梦 哈哈哈哈 他这么一喊 班上至少一半人 都跟着哈哈大笑起来 郑一田和陈佩佩那些 已经把钱算到 吃一顿闸串 每个人要分摊多少的姑娘 也纷纷回过了神 是啊 怎么可能吗 陈佩佩很抓狂 这几门都难死了 几个分都考不到 还拿个屁袋 唉 郑一田也跟着探道 金花水月啊 然后跟着这一探 教室里立马就开始 不规则成语接龙 唉 雾里看花 水中望月 猴子捞月 猴子偷逃 谁说的猴子偷逃 郑荣荣措手不及问道 满屋学渣 再次发出欢乐的狂笑声 唉 荣荣小仙女 摸着额头 无话可说 这群特长生 理科不行也就算了 谁能想到 连文科也没好到哪里去 无力啊 真的是无力 幸好还有江森 荣荣小仙女 内心欣慰地望向江森 看了一眼 马上又转移了视线 这油光满面的痘痘脸 受不了 叮铃铃铃 在欢乐的气氛中 上课铃响 小仙女转身 关上了教室的房门 九月和十月之交 天气比暑假的时候还热 秋老虎让人实在有点受不了 下午后三节课 高二七班也就和平时差不多 除了少数几个人 全程都在认真听 绝大多数姑娘们 就是在熬时间 好不容易熬到下课 今天被留下值日的江森 打扫完卫生 下楼的时候 经过高二教师办公室门口 就看到办公室里空无一人 只有小白老师 黯然神伤地坐在里头 满脸忧愁 但森哥实在 没时间去安慰他 只是问了句 白老师 这次考得很差啊 小白老师这个年轻人 是真的单纯 被江森一问 立马就啊的一声哭了出来 悲泣着说道 全段生物都是我一个人叫的 平均分五十分都不到 这可怎么办啊 江森都听猛逼了 理科班也不到五十分 理科班稍微好点 五十多分 小白老师红着眼眶 然后抽抽两下 又继续哭道 可还是不及格吗 我就是稍微把题目出得难了一点 怎么就都考成这样了 我也是为了大家好啊 程校长刚才骂我了 以后不许出这么难的题目 我 江森看着这个刚毕业的货 鬼使神拆走进教室 把小白老师的头抱进他臭哄哄的怀里 摸着他的头安慰了两句 好了 好了 你已经尽力了吗 然后摸了两下 怀里的哭声就忽然一停 小白老师仰起头 泪眼盈盈看着江森的下巴 有点感动 有点猛逼 还有点恶心 老师 事业才刚起步 要坚强 江森就跟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放开小白老师 摸完就走 小白老师看着江森跑下楼 半天才回过神来 先是觉得 隔音的浑身一哆嗦 然后又觉得 心头有点温暖地抽了抽鼻子 居然觉得江森身上的汗味 还挺好闻的 他一个学生物的小姑娘 毕业后找不到工作 贝城展鹏用一个编制 就从外地被勾搭到东欧市来 在这座城市里 举目无亲 每天有什么委屈 也不知道该跟谁说才好 江森刚才那个拥抱 确实让他觉得 心里头舒服多了 可惜 就是太丑 要是换成古天乐那么帅 就好了 来场师生恋 他也不介意 但问题是 他不知道 如果江森这狗逼 如果真的有朝一日 能帅成古天乐年轻时的那个样子 眼光绝对会极其挑剔的 所以 他不介意 可保不住江森介意啊 师生恋 什么鬼 才不要和老姐姐长相厮守 只要小妹妹 二十岁出头的小妹妹 学校的生活就这么机灵狗碎地过着 江森每天按部就班 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一晃几天时间过去 到了九月底最后几天 月考说来就来了 文科班一口气考九门 而且中间还继续穿插上课时间 比方语文考试 一口气考两节课 考完后不休息 先上继续按课表上 两节历史地理 然后下午一回来 上完物理和化学后 再接着花两节时间考数学 如是这般考到九月三十号下午 最后一门正值考完 就在满屋子学渣 早就撑到生理极限的时候 国庆长假 终于到了 江森交上卷子 也微微地呼出一口气 江森 感觉怎么样 张雪芬收起卷子 笑着问道 江森摇摇头 很平静地回答 没感觉 没感觉这三个字 倒是真真切切 这次月考的题目 难度普遍全都片低 好像就是为了给老师 和学生提振信心用的 对江森这种水平的学生 而言很亏 不过 反正也不是高考 无所谓 只是这回几个科目的分数 又都搞得格外保密 考完后 到现在 一科的成绩都没泄露 这就弄得江森心里有点痒痒的 他自己也说不好 自己到底考得怎么样 罢了 等国庆回来看消息吧 最近对自己要求不高 总分能比第二名高50分就行了 江森背上书包 出了教学楼 国庆节前最后一天 还得继续加练长跑 晚上回到宿舍 满屋子的人 已经跑得干干净净 江森匆匆洗了个澡 又下楼给兔子们准备了 应该能维持36小时的水和兔粮 收拾了屎尿 把他们从箱子里放出来 又锁好了楼下的房门 这才回到楼上 拿上装身份证和银行卡的钱包 以及充满电的手机 关窗关灯关门 在夜色中离开了学校 今天坐车到县里 明天早上9点 应该能到乡里 中午就该见着马瘸子和吴晨了 下午回乡里 再见孔老二一面 再马上赶回县里 坐夜班的室内长途车 那么 明天晚上12点左右 他应该就能回到学校了 草 这么一算 感觉坐飞机都能从太平洋上打个来回了 世界上 为什么会有十里沟这么偏僻的角落 真是让人抓狂啊 江森每次想着回家的路线 得无不想地头皮发麻 但是又有什么招呢 这种情况 换做任何一个个人 都是无能为力的吧 只盼扶贫政策抓紧下来 别的不说 先修一条市区 直通清明乡的路也好 好歹来回能省下差不多六个钟头 江森心里嘀嘀咕咕 坐着出租车 很快就到了夜间依然营业的市区南站 晚上七点半 江森吃着饼干 看着车子缓缓出站 然后在漫长的四个多钟头了 车子终于开进欧顺镇的终点站 江森从车上下来 这个点别无选择的 只能先在附近找了家宾馆过夜 那宾馆 貌似是刚被严查过 服务员拿着江森的身份证 跟他本人对了半天 愣是说了 江森本人比身份证好看 说得江森又高兴又气愤 最后费了半天唇舌 才对那个眼神格外好的服务员相信 他最近发育得比较凶猛 成功开了个最贵的房间 一晚上八十块 简直他麻辣隔壁的 江森怀疑那服务员就是故意在找茬 疲惫不堪地上了楼 江森又洗个了个澡 心里想着这样那样的事情 眼皮子都快睁不开了 手机又很讨厌地响了起来 卫面之子打来电话报喜 说 我的老婆是女神 又拿到了九月份的月票冠军 但江森实在累得都不想说话 淡淡应了声 哦 完后就关了机 深城那边的卫面之子 拿着手机里传来的嘟嘟 盲音都疯了 哦 这就完了 是天下携手为喳喳吗 已经狂到这种程度了吗 他还有还多问题想问的 什么时候开新书 新书大概想写什么 今年过年的年会 要不要来 诸如此类 但是再拨回去 手机那边就传来提示 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小微无可奈何 只能在QQ上给江森留言 哪怕他也知道 江森这个货 身边根本没有电脑 在这个深夜 深城这边波澜不禁又任命地 接受了江森再度夺魁的事实后 我的老婆是女神的各大相关交流区 也随着9月30日11点30分 大结局张杰的最后一张放出 最后又狠狠地热闹了一波 贴吧里的姑娘们排成队的大吼 二二我爱你 七八页刷下来 队形整整齐齐 要不是看法铁人的马甲和IP地址不一样 路人们还要以为贴吧是被黑客攻击了 而就在这一片和谐的气氛之中 某个相同标题帖子里的某楼回复 却显得格外扎眼 一群脑子有问题的白痴 江森那个蛤蟆精 倒贴我我都不要 回复下面迅速爬满一堆打听的 江森是谁 二哥的本名 本人真的很丑吗 我用人头发誓 真的超级丑 欧城区某小区里 张瑶瑶浑身散发着战斗的气息 在屏幕上飞快打字 我是他的同桌 江森就属于那种多看他一眼 都会让人想吐的类型 你们去查一下傅子蝉 那个蝉的背有多恶性 江森的脸就有多恶性 几分钟后 帖子下就有了十几条回复 与此同时 江森所住的宾馆房间卫生间里 夜灯忽然微微一闪 卫生间的镜面上 浮现出一段淡淡的文字 任务完成 在全球商业写作阅读行业竞赛中 拿到世界第一 皮肤状况由微重度多发性 挫疮综合症半中 重度油脂性毛囊炎 转为微重度多发性挫疮综合症 半微重度油脂性毛囊炎 额外奖励 完美脸型 身高持续增长 皮肤进一步改善条件 拿到一次世界第一 额外奖励进阶任务 拿到一次全国第一 奖励完美鼻型 任务失败惩罚 颜值提升停止 目前颜值等级评价 还是丑 第163章 新冠上任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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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晨五点半 江森被手表的闹铃吵醒 他挣扎着强迫自己爬起来 半闭着眼睛刷牙洗脸上厕所 然后十几分钟后 六点不到就退了房 带着一对共计十斤重的负重绑腿 浑身肌肉发胀 一路小跑到了欧顺镇的长途车站 赶上了早上第一班前往清明乡的中巴车 从八月底台风国境到今天十月份出头 清明乡的救灾工作虽然已经结束 但灾后重建又提上了日程 早上这个点 赶车的人居然还不止江森一个 原本平日里 每趟班车基本也就坐进来七八个的人的中巴 今天差不多一次性全部坐满 半数以上 手里都拿着公文包 不少人之间还互相打着招呼 显然都是县里下去工作的 江森一上车就选了个最靠里面的位置 把钱包和手机放在靠车厢内侧的那个口袋里 然后脑袋一歪 没一会儿 就又不知不觉睡了过去 等车开了 将近有两个小时左右 一阵欢呼声 忽然将他从睡眠中惊醒 江森第一时间先摸了下口袋 兜里东西都在 然后才透过窗户往外看去 就看到中巴车径 只驶向一座新建的大桥 大桥大概有只有三四十米长 顺着一个斜坡加速往下 过山车一样 直接开过了之前 至少需要多绕二十分钟才能走完的一段路 心里不由大喊一声我草 喊完后又嫌没文化 轻声念叨 一桥街南北 天欠便通途 说得好啊 边上一个戴眼镜的干部 笑嘻嘻看着江森 看他身上穿着市里学校的校服 还以为江森是青山村 哪个黄粮家庭的孩子 说道 刚回来吧 这个桥是解放军进来救灾的时候造的 接下来还要重新改造的 不过这个桥一弄 进出乡里来回至少少走半个小时 你刚才睡了着 我们刚刚过去的那段路 那边还有另外一个地方 也要修一座桥 这样以后 从县里要清明乡 差不多两个小时就能到 也不用在山里拐那么多弯 两个小时啊 江森心里嘀咕着 对他倒确实是利好 不过还嫌不够 要是能开通市区直达清明乡的路线 那昨晚上可就连住宿的时间都省了 这么一想 清明乡哪个乡长 要是能在任上干成这件事 才真叫功劳巨大 但反正刘乡长肯定是指望不上了 嗯 厉害 江森只能这么回那个干部一句 那个干部又问江森 你是青山村哪家的 江森也不想透露太多 随口道 孔双折 孔主任 那干部突然间就显得莫名惊讶 但随即又立马露出惋惜的神色 摇头安慰江森道 怪不得这么早回来 哎呦 你爸这个病啊 不说了 孩子 要坚强啊 江森倒是无所谓罢不罢的 只是被这位老兄一惊一乍的反应 搞得有点吃不消 连忙问道 他这个病 连你们县里都知道了 怎么了 病情恶化了吗 正在抢救了 还是怎么的 不是不是 那倒不是 老兄弟连连摆手 又欲言又止 就是这个事吧 江森见他支支吾吾 干脆拿出手机开了机 嘀咕道 我自己问好了 不用 老兄弟按住江森的手 摇头道 孩子 不用打了 不是病的事情 这个事情 跟你爸本人关系是不大了 主要是跟别人关系比较大 江森听得一头雾水 但仔细一想 忽然又好像抓到了什么线头 问道 他工作出问题了 哎 老兄弟不由露出一个很不自然的笑 还真是院子里的孩子 这个事 算了 还是不跟你说了 不然 你跟你爸那边聊起来 他听了也不舒服 江森大概有点听明白了 你是想说 他现在干不了工作 有人盯上他那个主任的位置了是吧 还是已经换掉了 嘘 那老兄弟下意识伸手想去吾江森的嘴 但手伸到一半 又嫌江森嘴边一圈痘痘多 尤其可能是江森 昨晚上没睡够 这会儿虚火严重 那一圈痘痘都冒白点了 看起来分外恶心 老兄弟的手伸到一半就声声停来 换成一个噤声的手势 压着嗓子 小心谨慎道 不要乱说 这些都是组织上的决定 谁能有办法 江森不由道 可这样一搞 他现在本来就生着病 植物没了 工资是不是也要降了 本来生活就已经困难得很了 你们这样不是落井下石吗 话不能这么讲啊 你爸继续当主任 那不也是吃空想吗 老兄弟一下子严肃起来 总不能你爸生病 让国家买单 让老百姓吃亏吧 他不是没办法上班了 那这个工作 总得要有人做的吧 而且 你爸是病退 也就少拿点奖金补贴 差不了多少的 我日 什么叫差不了多少啊 这不是谢莫杀驴吗 江森不能忍了 那好歹给安排个闲职仙挂着嘛 掉到清水衙门 也比这么直接强行病退了强吧 有没有人性啊 讲不讲道德啊 本来给你们打工 不就图个老了 病了有保障吗 这么来一下算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有人借机在搞他 你跟我说 到底是谁在搞老孔 哎 那干部被江森这几声嚷嚷吓死 连连道 别乱讲 别乱讲 哎呦 我也真是多嘴 我跟你说 这么多干嘛 这时车上的人 听到江森和老兄弟的对话 全都不由地看了过来 江森这才稍微放轻声音 叹道 其实 老孔要这么病退掉 我早就有心理准备了 只是真没想到 你们动作这么快 不过话说回来 乡里平时多养几个闲人也是养 怎么到了老孔这里 就突然这么讲原则了 说来说去 肯定还是老孔 平时多管闲事 把人得罪了 老兄弟也叹道 哎 你爸确实是个好人 其实说实话 什么 江森转头看着那老兄弟 老兄弟迟疑了一下 才缓缓说道 其实 我就是要顶替你爸工作的人 啊 江森有点惊着了 敢问 这位爸爸是 啥 老兄弟还当江森口误 愣了一下 然后感觉江森眼神很怪异的知无道 我就是你们清明乡政府 新任的科教文卫办公室主任 诺 这是我名片 昨天才印的 老兄弟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地给江森 江森接过来一看 键上面写着青山民族自治乡政府 科学文化卫生教育事务管理办公室主任 邓方卓 底下还印着一排联系方式 邓主任 江森喊了句 邓方卓点点头 孩子 不太好意思啊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江森忽然变脸 一把握住邓方卓的手 朗声道 来得好 老孔以后的工作就拜托给你了 秦爷妥善地替他好好照顾 几个意思啊 邓方卓还当江森是要讹诈了 吓得连忙道 孩子 你胡说什么呢 没有胡说 江森紧紧地抓着邓方卓的手 满脸认真道 我叫江森 以前都是老孔 当我家长 帮我去市里开家长会的 我希望以后 你也能像老孔一样 像爱护亲儿子一样爱护我 如果乡里以后 有人要搞我 我就找你帮忙了 你 你就是江森 邓方卓先是一惊 随即顿时恍然 哦 你这个痘痘 果然长得难看 我曹你特么这叫什么话 当的干部就这点交流的水平 江森这就特么的无语了 老子浑身上下这么多优点 你们这群狗日的 就光知道痘痘了是吧 福浅 第164章 福星高照 别人都在抗台救灾 只有老孔在等着被救 江森仔细想想 觉得老孔的职务 被安排得这么快 肯定跟他平时得罪人的做派有关 但主要应该还是上面的意思 这一轮台风过后 市里头和各受灾地区的各单位 肯定是少不了该问责的问责 该提拔的提拔 论功行赏 那是灾后的常规程序和常规操作 而老孔这么个带病之身 年纪也奔着50去了 被刷掉 简直再正常不过 就算乡里头 谢祥那些人不吭声 县里估计也得主动点名 眼前的邓方卓 看起来40岁都不到 这把年纪 才混个乡里的郑谷级中层干部 估计应该也是从县里 那个单位放下来的老科员 也是好不容易熬了盼了多年 才等来这个一个时缺 这样等安安纷纷地 在清明乡熬上三五年的 中层干部资历 也就有提干的本钱了 45岁之前 兴许能当个副乡长 基层上的操作 差多也就如此了 年纪再更大些 组织上应该就不考虑了 而且邓主任是10月1号国庆节 放假这天来报到 这日子就很耐人寻味 过了没一会儿 车子就开进了青山村的车站 少坐半个小时的车 也免去不少在山间弯来弯去的路 江森下车后 感觉比平时舒服不少 然后跟邓主任互相道别后 在车站外买了两个肉包子 填饱肚子 又在车站里等了半个来钟头 终于等到开往 十里沟村的下巴处站 短短一个月 开往十里沟村的山间小道 居然已经有一大段 被修成了水泥路 车速也快了不少 一个多小时后 当车子开到平时 江森等车的那个位置 直接静止就开了过去 又过了几分钟 十里沟村前的那个大斜坡 出现在江森视线中 竟然硬是给修出了一条笔直的大道 村口前的那个狭长的大窝口 被彻底拆掉了 村外的一大片山被完全移除 露出了村子里头 一大半的全貌 原先那种封闭的感觉完全消失 取而代之的 居然有种我家大门厂打开 欢迎八方来客的放开的感觉 小八一直开到村口 才停了下来 江森下了车 走进村子里头 屋子里面 竟有不少人在悄悄打打 戴着工地上的头盔 穿着市里建设集团的工作制服 分明是东欧市建设集团的 石里沟村赫然成了一片工地 整片村子被台风毁了重建了 江森有点摸不清头脑 先在村口的小卖部里 买了三瓶八块钱一瓶的垃圾白酒 又买了 差点把勘店小朋友吓傻的 一整条里群烟 就脚步匆匆 直奔卫生站的方向去 这破地方 平时一般人买烟都是论根的 按包买的那叫土豪 江森这种叫爷爷 片刻后 江森跑到卫生站前 一看卫生站的老房子 还坚强地立着 稍微松了口气 然后快步走到门前 却发现房门紧闭 又不禁有点奇怪 他敲了敲门 大喊道 师父 师父我回来了 我没买礼物 但是 带钱了 喊了几声 屋子里没人答应 幸好一个工人师父路过 告诉江森卫生站 搬到村委会的小楼去了 江森赶紧道谢 连忙小跑了过去 跑到村委会前 江森远远就看到 七八个村民排着队在看病 不过都是生面孔 也不知道哪里来的 师父 江森走上前 喊了声 马瘸子一看 江森又带烟来了 一边给病人把着卖 一边指了下边上 说道 先放下吧 上回带回来的 都还没抽完 我知道你没抽完 这条给无知书买的呀 江森很直白道 他现在收群中针线了吗 不收了 没机会了 马瘸子淡淡道 你先坐下 我待会儿再跟你说 江森听这话吓了一跳 还当吴臣同志光荣殉职了 今生问道 他人没了 放屁 马瘸子骂了一句 江森放心了 总算安生坐了下去 老爷子看病很慢忧 一个病人反反复复各种问 再加上开房子的时间 一个病人得十几分钟才能看完 江森坐着肝等了将近两个小时 等到将近快中午十二点 这才总算等到马瘸子把病人看完 马瘸子这才站起来 使唤江森道 去 山里新开的菜市场 去买点老人家能吃的东西回来 去看了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你不早说 江森有点抓狂 马瘸子笑道 急什么 下午回去的班车要到两点二十分 菜市场你跑过去就十分钟 行行行 江森匆忙忙跑出村委会大楼 没一会儿就沿着指示牌 快步冲进十里沟峡谷最近的一个陡坡上 抬眼一瞧 就赫然看到前方一马平川 愣是一个山头被削平 新开辟出来的平台上 搭起了一个巨大的屋顶 屋顶下面 少说有几百个摊位 江森略带几分惊讶地走进去 很快就发现 这里不仅是菜市场 也同样是各种山货的集中贸易点 围着这片集市走了一圈 江森好像是知道 吴晨这几天到底干了什么 十几分钟后 提着几袋紫片好的卤香肠 酱野猪肉 腌萝卜 五香肝 还有一壶山里自酿的低度米酒 江森回到村委会大楼一楼的卫生站 马瘸子已经铺好了桌子 摆好了碗和盘子 但碗里没饭 盘子也是空的 江森提着酒和菜走进去 不要道 我去 你这是料准了 我发财 还是怎么的 马瘸子黑黑笑道 孔双哲跟我说了 你小子出书了 有稿费 嗯 江森微微一愣 立马想到 肯定是孔廷跟他爸说的 走上前把酒和菜往桌上一放 问道 老孔联系了你了呀 嗯 马瘸子道 他说 西药实在是太贵了 吃不起了 一盒要两万五左右 只能吃半个月 也不在医保的报销范围内 全都是自费 再这么吃下去 他死不死 不知道 反正家事肯定要垮 半个月两万五 那一个月就是五万 江森还真没想到 慢力地把香药 居然贵到这个程度 突然对自己卡里的那点小钱 就没什么信心了 马瘸子不又问道 不然怎么的 你还打算替他扛啊 你才几个钱 江森没回答 一边默默地把菜到镜盘子里 扔掉袋子 然后坐下来 想了一会儿 问道 师傅 你说中药和西药一起用 效果会不会好点 不知道 马瘸子拿起筷子 加了块五香干 放进嘴里 顿时 眉飞色舞 说了句好吃 然后又打开米酒的盖子 先闻了闻 不住点点头 立马给自己倒上小半碗 先品上一口 才继续说道 不过听他的口气 他也就是提前跟我打个招呼 看样子 还是有点信不过我 等钱花光了 就信不过也得信了 江森内心有点矛盾 也不知道是该劝老孔 抓紧过来这边找马瘸子 还是到底先多支援他几个月 几十万块钱 其实倒也无所谓 他又不是没见过 花了也还能挣 不过 如果真的有替代的方法 这笔钱拿去打水漂一样的花法 江森又确实有点心疼 马瘸子看着江森纠结的表情 笑了笑道 你自己有什么想法 自己决定 师父只能告诉你 他现在这个状况 送到我这儿来 我大抵应该能保得住他的命 不过至于保多久 我就不敢保证 现在乡里到村里的路 也重修过了 坐车过来也就一个多钟头 他过来一趟 也累不到哪里去 有事没事的 过来让我瞧瞧 我给他开点补皮义气的药 他也不算白来 嗯 我一会儿就回去跟他说 江森点点头 打住了这个话题 又问吴晨道 吴之书呢 什么情况 吴之书啊 马瘸子呵呵笑了笑 这个人真是复兴高照啊 估计村之书是当不了多久了 今天去市里领奖去了 前几天还升了主任科员 公事都在外面贴着呢 这人哪 要当官了 第165章 不愧是他 整个十里沟的大寨小寨 全都被刮榻了 死了十几个人 被山洪冲跑了 也有好几个 到现在连尸首都找不到 估计是被埋在很下面的地方 人是肯定没了 不过还有工程队在挖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吴书记是最早冲进去救人的那一批 救出山脚下马 然后市里头有个名正的领导就来了 跟吴书记一碰面 吴书记就跟他说 山上已经不可能住人了 让领导稍微拨点钱 就当是临时安置 也没多要 就要了十万块 结果 你猜他怎么干呢 马瘸子说起吴乘的操作 快乐得不得了 江森当然也很想听 就只能当捧跟道 怎么干呢 马瘸子哈哈笑道 那鬼机灵 拿了钱也不盖楼 就拿来分 一个个大债走个遍 就一句话 谁他妈现在搬下山 给三千块安家费 不搬家的 现在 台风把电都给吹断了 山里那么偏 以后 国家就不安排在送电上去了 房子也不要指望国家修 反正下山就给钱给安排 不下山 就自己在上面等死 死了活该 钱一共就十万块 花光了拉倒 仙道仙德 结果 台风刮完第三天 天都还没亮 几十个寨子 一千多人呢 差点把村委会的楼给挤塌了 幸好吴知书这段时间 训练的那些个小伙子 还算有点用处 没闹出事情来 但是你说 几千个人的吃喝拉撒 咱们这么点大的地方 怎么解决 一下子根本解决不了的 对不对 然后 吴知书这鬼东西 又出搜点子了 打电话给市里说 十里沟村出现群体性事件 一千多个村民 闹着要从山里搬下来 不搬不行 现在你看 马瘸子喝酒喝得高兴 站起来 一直贴在江森 背对着的那面墙上的地图 敲着墙盗 你看 这是十里沟村的新地图 咱们这边后面的 那个大集市旁边 市里找人看过了 地质坚硬 盖七八状城里的 那些住宅楼没问题 大概说 能住三百来户 七八百人没问题 另外 剩下的人 现在都弄去第一大寨了 村小学推平了 也改成住宅楼了 等一下 江森不由打断道 那村小学怎么弄 这群人 以后靠怎么活啊 不要急 这人家市里那么多领导 还能想不明白 马瘸子笑道 村小学 接下来就搬到村子里来了 有想要去那两个住宅区里住的村民 自己把房子腾出来 村民之间 再互相交换房子 谁愿意换的 就给点钱当搬家费 这个地不就弄出来了 还有山里头 原本的那些田 这回都被冲垮了 市里就说两个新寨子 今天开始在边上 重新把地辟出来 愿意干的 家里小孩 以后小学读书免费 吃住都归村小学馆 村里以后 还要办个托儿所 国家从断奶 开始给你养到小学毕业 江森又问 财政呢 也谈妥了 马瘸子道 这些村里的 懒鬼不爱干的活 全都包给城里的大老板了 市里有个酒店老板 把这片山都包下来了 每年四个月在山里随便打猎 猎到的也为拉去城里的酒店卖 净利润酒店拿八成 村里留两成 反正村里孩子也不多 那些钱 听说一年算下来 怎么也得有个几十万 养这里一群小孩 有富裕了 哦 江森微微点头 马瘸子又叹道 不过说来说去 还是国家出力最大 这个山坪了 楼盖了 算下来都是不少的钱 还有你刚才去的那个大集市 是吴之书花了那十万块钱盖的 就几根柱子 一堆铁皮子 几根电线 几盏灯 十万块钱 哗啦啦啦就扔出去了 江森不又问道 那这钱扔了 那些山里的人还肯搬下来啊 这就是市里领导的办法了 马瘸子笑道 本来那些人是要闹的 市里领导就说 现在手头紧 接下来分期付款 答应大家的三千块钱 保证一分不少 不过每年只先发五百块 分期发呢 可以连发八年 把四千多出的一千块 算钱大家钱的利息 山里那些傻不拉几的懂什么呀 一听还能多拿一千 就全都高高兴兴的签字了 江森笑道 等在大楼里住上三五年 再让他们搬回山沟里 怕是赶都赶不走了 对喽 马瘸子道 住惯了有水有电的好地方 谁还能挨得住山里的苦啊 还有啊 现在村里和乡里的路 也修得更好了 赶明去乡里看过外头的好处 那些小孩子 在村子里肯定是待不住的 等小孩子都跑到大城市里了 老人挨得走了 你说这个村 这个山沃里 以后还能剩多少人 留个三五百 就顶多了 那些实在出不去 不愿意出去的 就让他们安安生生 在这里过完最后一点日子 到时候这个村子啊 就不是贫困问题 而是养老问题了 江森道 那起码得是二十年后的事了 二十年后 那三五百人 大不了在集体搬到乡里去嘛 或者就地搞个医疗老年公寓 找点人来照顾 还能解决就业问题 等这批人走了 公寓还能接着用 这里环境又好又安静 我看拿来养老就挺好 马瘸子不有点头道 哎 这想法不错 我到时候还能给人瞧病 自力更生 师徒两人 一个是未成年的特困生 一个是连行医资格都没有的乡野赤脚大夫 就这么喝着酒 吹着牛 只点着江山 聊到一点多 见时间不早了 马瘸子才起身 把早就给江森备好的药拿出来 还是一个月的分量 对江森道 这回回去 真是要等过年才能回来了 你要是实在觉得脸上难受 你老是给你的那个药膏 偶尔也拿出来抹一下吧 就算治标不治本 也比什么都不治药强 孔主任那边 你就别劝了 这事儿得自己自愿才好 我知道 江森接过药 又转头看了眼 放在墙角的那几瓶便宜白酒 叮嘱了马瘸子一句 你跟吴知书说一句 这几瓶酒 交给江阿豹 对了 他人还在吧 你个小兔崽子 哪有这么皱 自己亲爹的 马瘸子笑道 台风那天 他跑去县里馆县中校长要钱 被抓进派出所里了 在县里住了好几天 公款吃喝 舒服得很呢 江森不有点头嘀咕 确实是他能干得出来的事情 不愧是他 第166章 要两个蛋 江森下午回到青山村 时间将近四点 确实比平时回来的时间 快了半个小时左右 不过到站后 没有第一时间去老孔家 而是心有顾虑地 先去了一趟乡派出所 要求重新更换身份证 理由是我一觉醒来 双眼皮开了 车站卖票地认为 我原始的身份证照片 已经配不上 我现在英俊的容颜 所以身份证不换不行 然后就在窗口人员 充满鄙视和嘲笑的眼神中 在派出所的拍照室里 正经危坐 重新买了照 又被剪掉原版身份证 并拿到了一张可以买车票 用的临时证明 等所有手续办下来 时间就真到下午 下班的时候了 新的身份证 选择了快递邮寄 地址填了18中 说是半个月内能到 接着匆匆付了公本费 江森出了乡派出所 就急忙赶往青山村的 邮政储蓄银行 赶在工作人员下班之前 在他们惊恶的眼神中 提出了40万的现金 那银行经理见江森实在年纪小 又反复比对 反复询问多次 最终直到江森给网站打了电话 让魏面之子帮助做了证明 才好不容易把钱给提了出来 看着江森拿着黑塑料袋 把成捆成捆的百元大钞 往里投装 经理不由嘖嘖叹道 写小说 这么赚钱啊 阿姨 不是写小说赚钱 是我拿了 全国第一才赚钱 江森只能解释到 普通人写小说死路一条 全国第一写小说才能挣这么多 哦 我想起来了 你就是那个 那什么什么老婆还是女神的 是你写的吧 折腾了江森半天的银行老阿姨 后知后觉 恍然大悟 我女儿还给你投票了 啊对 就是我 江森点点头 把钱装好 临走前又解释了一句 你女儿投票的钱 可没落进我口袋里啊 我挣的是订阅的钱 几分钱几分钱存的 大头都让网站老板赚走了 我知道 我知道 老阿姨屁都不懂 但自认为 已经秒懂江森的话 又很好奇地问 孩子 你拿这么多钱 是要干嘛去啊 去救人 江森半点不含糊道 我家里人病了 癌症 要是进口的 医保不报销 一个月光要费五万块 你说顶不顶得住 哎呦 那你这钱 不是刚进口袋 就掏出去了 老阿姨话里的酸味 顿时降到最低 又表示同情道 你家里人 这病的 还真不是时候 刚要想你的福呢 就把你给拖累了 这话不能这么说 没有他们哪有我 他们现在花我的钱 不就是 在想我的福啊 江森笑了笑 静止 就走出了银行大门 那银行老阿姨 看着江森的背影 想着 他满脸的痘痘 不住摇头 则则 看不出来 这个小孩 还有这样的本事 四十万 我一整年也才二十万 编上另一个职员道 孝顺啊 这么多钱 说拿就拿出来了 我家小子 以后别说四十万 我要是病了 他能拿到四万块出来 我就谢天谢地 他这本书 还挺红的 高中生啊 老天对人真公平 脑子好了 脸就那样 银行大堂里 几个人嘀嘀咕咕 没一会儿 离五点半整 还有不到两分钟 见没什么人了 就提前收拾收拾 关门下班 江森提着装满钱的塑料袋 在傍晚时分 走进老孔家所在的 清贵小区 上回来的时候 没进门排号 顺着感觉在小区里 饶了一圈 才总算通过一个小路标 找对了路 然后高高兴兴进了楼 飞奔上了五楼 重重敲响了房门 老孔 老孔 我回来了 屋里头安静了好一会儿 才吱压一声 开了门 田老师见到江森 心是微微有点意外 然后紧跟着就面露疑惑道 你这是 给老孔带了点东西 江森提了下手里的袋子 静止走进屋子 问道 老孔这几天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呢 田老师一筹莫展 短短一个月而已 已经被生活的压力 压得喘不过气来 老孔一个月光要费就五万 再加上孔廷和孔军 在学校的开销 他们夫妻俩的工资 一个月加起来 也才不过八千左右 今天早上 他们还接到电话 说是乡里 已经批准老孔提前退休了 以后工作倒是不用干了 可工资也少了三分之一 最近这一个月 家里原本留给孔军 娶媳妇用的钱 已经花掉一半 孔廷的嫁妆 估计也保不住了 偏偏这俩孩子 现在一个高三 一个高一 都是要考大学的关键时刻 田老师这些天白天想 夜里想 几乎整宿整宿地睡不着 整天神不守舍的 幸亏之前 老孔刚查出毛病时 学校还在放假 这几天又赶上国庆节长假 他总算能稍微缓口气 老孔呢 江森拿着袋子 左右看了看 田老师小声道 在屋里睡觉呢 这个点睡觉 江森抬手看了眼时间 立马二话不说 掀开里屋的帘子 就走了进去 大喊道 老孔 干嘛呢 真拿自己当病人啊 这他妈不是你的作风啊 田老师急忙追进去 屋里的老孔 却已经被吵醒了 只是一个月时间不见 老孔明显瘦了一大圈 他像得等死的人一样 坐在床上 眼里也没了往日的光芒 像是浑身上下所有的力气 都已经在帮江森解围的那个夜里耗光了 卧槽 江森看得心疼 走上前道 你干嘛呀 老孔笑着反问道 你说我还能干吗 你个小子 现在翅膀硬了 敢这么管我闲事了是吧 我日 我管你闲事 我他妈这么大老远跑来为谁啊 江森把一袋子钱往老孔跟前一扔 老孔 你这么自己给自己找压力 神仙来了 也就不了你啊 老孔拿起那黑色塑料袋打开来 拿出里头整捆的钱 脸色陡然变了变 田老师见状 急忙走过去 抢过老孔手里的袋子 低头朝里面一看 连连惊声道 孩子 这么多钱 你 给老孔治病的 江森轻描淡写道 我把我的稿费全拿出来了 田老师手里紧紧攥着袋子 没说不收 又问道 那你自己怎么办 江森笑道 要是没有老孔 我现在指不定 还在城里的哪个工厂打工呢 这辈子 也就小学文化了 我能怎么办 我不得治安图报呢 你们先用着吧 以后的钱 我再想想办法 大家一起想想办法 让你们找我师父 你们又不放心 田老师没接这茶 立马把钱揣起来 起身道 吃饭了没 阿姨给你做碗面吧 好 江森一口答应 田老师急急忙忙 把钱放进房间的衣柜里 老孔全程没有说话 等田老师出去了 他才长长地探出一口气来 哎 人哪 就是怕死的 我现在才知道 生命只有一次 人之常情嘛 江森拍拍老孔的肩膀 又道 不过 你这么自己吓唬自己 自己折磨自己的 那肯定死得更快 老孔却探道 我巴不得现在就死了 我要是马上死 你说 能给这个家省多少钱 我要是这么活着 你说 对这个家 又有什么用 不就是拖全家的后腿 让大家都没好日子过吗 你要是真这么想 我建议你可以跳楼 这边五楼跳下去 砰的一声 一了百了 我还能把那四十万拿回来 江森看着老孔 淡淡说道 但不给老孔回话的机会 就马上又接到 可是你没这么做 说明心里还是想活的 既然想活 就勇敢地活下去嘛 你这个病 只要控制住 和正常人也没什么区别 也不会传染给别人 你怕什么呢 人家那么多的爱资的 都还苟延残喘 比你惨多了 你现在起码 每个月还有稳定的收入 提前退休了 也不用耗费什么精力 多好的静养条件和环境啊 还有田老师照顾你 现在还没怎么样呢 你这么半死不活地躺着 你没崩溃 田老师倒是先让你弄崩溃了 你觉得你对得起谁啊 老孔 我知道 你心里怕 还担心家里 可是你想想 谁家里还没个乱七八糟的事 人这辈子 不就是跟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做抗争吗 共产党打天下 那么艰苦的条件 都咬牙挺过来了 你这点事情 算个屁呢 要坚强 一定要坚强啊 老孔这大老粗 默默听江森说着 眼眶不知不觉地就红了 他拉起江森的手 忽然内心防线崩溃 一把抱住江森 憋了一个多月的情绪 溃堤式地汹涌而出 房间里头 走投无路的中年老男人 嚎啕大哭 正在厨房里 主面对田老师听到 连忙跑进房间 看见自家男人 抱着孩子痛哭流涕 自己也忍不住鼻子一酸 差点要跟着哭出来 田老师 江森转过头 喊了声 田老师泪盈盈看着江森 江森说道 要两个蛋 双面间 蛋黄药会流的 田老师顿时又哭又笑 第167章 互相叫爸爸 你这个病 能治的 江森抱着孔老两家的大海碗 溪溜溪溜地边吃 边抽空说两句话 骨髓移植技术 现在已经很成熟了 深城和京城的大医院 肯定能弄 最多就是配型成功 需要点时间 等那个骨髓员要点运气 快的话半年 一年 慢的话三年 五年 手术费 加上其他乱七八糟的钱 最多也就二三十万 你就熬嘛 就三年 五年这点时间 还能熬不过去 妈的 你说的倒容易 孔双哲哭完 心情也好了很多 这几天 饭量明显下来的他 今天头回也抱了一大碗面 坐在江森对面 一起溪溜溜溜 骂道 奶奶的一年光药费 就特么六十万 国外药企就是吸血的 我要是真等个三年五年 那不至少几百万出去了 治好了以后 全家上街要饭去啊 所以 让你找我师傅试试嘛 非这么死脑筋干嘛呢 试试 又不会死 万一死了呢 那我师傅给你偿命啊 我认你个小王八糕子 两个人边吃边嗶嗶 结果还是吃得很快 十来分钟 就满满一碗都下了肚 江森捧着玩 把面汤喝光 一抹嘴 喊了声 爽 田老师忙问道 要不要再来一碗 江森抬手看看时间 感觉今晚是回不去了 干脆道 今天状态一般 等宵夜吧 田老师露出笑脸 开始收拾三个人的碗筷 江森又继续对老孔道 老孔 还有一个啊 你看 现在办法其实是有的 运气好 你下个月 如果就能找到骨髓员 就什么事情都解决了 香医院那边 肯定也是这么跟你说的吧 嗯 老孔点点头 沉声道 他们说已经再联系了 不过好多人 都是配型还没找到 就先熬不住病死了 让我做好心理准备 妈的什么医院啊 这种话都能说得这么诚实 江森吐槽了一句 见老孔脸色又开始难看 连忙道 不过咱们不怕呀 办法有了 钱目前也不是很缺 路子也通着的 就缺你这点心态了 心态越好 时间才能拖得越久 治好的可能性才越大 而且 江森嗓门一提 老孔 我问你 做人 最关键的是什么 老孔想了想 反问道 有钱 哎呀我草 你特么的觉悟呢 病傻了吗 江森大叫起来 是靠自己 靠自己啊 老孔不由猛逼道 老子现在饭碗都被端了 还一身病 怎么靠自己 不靠也得靠啊 办法总比困难多呀 江森道 我来的时候就想过了 你现在这个情况 单纯等靠药 只会越陷越深 但是如果能自己想办法搞点钱 那日子就能轻松很多 而且说实在的 你现在其实跟正常人 也没什么区别吧 也不会整天没力气 对不对 只要不胡思乱想 睡觉也踏实 胃口也可以 吃喝拉撒都没问题的 对不对 嗯 老孔 茫然地点着头 所以呢 所以 你就找点活干啊 江森拍桌道 刚好病退了 年纪还不大 一天工作六到八个小时 不为难你吧 老孔道 我他妈现在上哪儿找六到八个小时的活去 跑回乡里当临时工吗 思路 思路要开阔 江森道 你想想 我为什么要提这一袋子钱 跑过来找你 为什么不是给你办个存折 或者银行卡 你以为 我是来炫耀的吗 你以为 我是要装逼的吗 老孔反问 不是吗 我草 是个球啊 江森吼道 我是为了让你亲眼目睹一下 写小说挣钱 到底有多容易 当干部穷逼一生 写小说一生富贵 老孔被江森吼晕了 田老师也满脸的莫名其妙 你是说 老孔胡一道 让我写小说 对啊 江森终于说出了自己盘算 你平时写材料 都是自己写的吧 问题不大吧 老孔道 写材料当然没什么问题 那就对了 江森道 写材料没的问题 文字功底 就已经秒杀 全王九成九的网文作家 这个文字基本功 就是先天优势嘛 再然后呢 摸清小说的套路 不就好了 老孔不禁眼里 微微有光了 你觉得我能行 大哥 你不要开玩笑好不好 江森直勾勾盯着老孔 狠一本正经道 你怎么说 也是八十年代的大专生 在乡里混了这么多年 什么场面没见过 你不信谁行啊 老孔这下真心来兴致了 问道 那你说说 那你说说 我一个月 能挣多少 不过 江森这时 倒是稍微 把高调收了起来 实话实说动 这个钱啊 现在不好说 你刚开始写 希望暂时不要包那么高 网文这个东西 能一泡红的 我实话实说 百分之一百 是命 正常人来讲 根本没那个命 那你呢 我不正常 我看也是 那正常人 是什么样的 江森继续政策道 这个东西 说白了 就是后继勃发 你先靠着一本书 积累下一定数量的读者 再通过这部分读者 去抬高你下本书的开篇成绩 吸引下一波读者 这样循环往复 一般来说 等到第三本书 成绩就会开始有 比较明显的提高了 如果真的能写出 不错的东西 等到第五本 或者第六本作品 我这么说吧 到时候 一本书挣的钱 能让你连得十次白血病 你都死不掉 啊 呸呸呸呸 老孔立马破口大骂 放你娘的屁 只是打个比方嘛 没你这么打比方的 行行行 算我错了 江森连忙打住道 反正这个钱 你至少开工头几个月 先不要去想 先把东西写好了 钱自然而然就来了 脑子里 要是光想着钱 写小说死路一条 但也不是完全不想 希望还是要有的 战略上 还是以钱为主 随便你怎么说吧 老孔无语了 反正正着说 反正说 话都让你小子说完了 你就清楚点告诉我 这东西该怎么弄 我现在一个月 大概能搞几个钱 具体说是吧 江森看着老孔 缓缓道 那你得 都按照我的话去做 我才能保证你挣钱 以后写的过程当中 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气不顺了 思路不顺了 想法不对了 都先找我 从头到尾听我的 而且 切切实实按我的话去做了 我才能保证你 在最短时间之内 在你的现有水平下 挣到以你能挣到的最多的钱 能做到吗 老孔笑道 废话 老子现在什么都不懂 不听你这个大作家的 我还能听谁的 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我这里有个思路 你先评一下 江森道 上回 暑假那天晚上 县钟和十八钟来抢人 记忆深刻不深刻 老孔点点头 说道 深刻呀 你想让我写这个 不是 江森道 不过反正事情的前因后果 你是知道的 对不对 老孔道 知道 看你成绩好了 县钟反悔了 眼红想抢你回来 十八钟那边不肯吗 对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那我们现在变化形式 江老师开始进入讲课状态了 假设 县钟五校长 是某某门派帮主 抢人的目的 是为了挖出我的心脏 磨成什么样影子 他吃了能提升功力 然后升官发财 但是他一开始不知道 错失了我 十八钟那边呢 其实也不知道 但就是 觉得我天资聪颖 英俊潇洒 将来必成大器 所以 阴差阳错之下 收留了我 掌门成校长 还想把他的女儿嫁给我 他女儿条顺盘量 前突后翘 是武林中有名的大美人 老孔拍桌笑骂 你特么 想得倒是美 江森却不理会 继续道 反正不管怎么样 事情的爆点 就是在这一幕 但是呢 直接这么写 读者肯定不爱看的 还是得从小处写起 先写我这么一表人才的人 是怎么流落到十八钟去的 一开始 怎么怎么困难 然后 一路上 因为我英俊潇洒 是个女的 都想帮我 各路高手 都觉得我适合当他们女婿 各种帮忙啊 然后我又添资过人 武功突飞猛进啊 掉个悬崖 就吃到天才地宝 进个山洞 就继承影视高人的一波 随便就个老头 试耀神 帮我百毒不清 一夜七次 偶然就个姑娘 还额外搞到什么神兵力气 收个小弟妈的 是太子爷 好了 就这么一路搞下来 我特么打怪升级 也打得差不多了 名气也出来了 然后就在城掌门的江湖 第一美人女儿 想我想得快的相思病的时候 我正要回去跟她玩婚 还有不好 武校长为了我的心脏 把我老婆抓了 这个时候 你说我是不是该杀回去了 对啊 田老师居然听得津津有味 这还能不救 那最后的大结局 高潮不就来了 江森笑着对老孔道 月圆之夜 青山路上 武校长拿我老婆威胁我 让我自杀 十八中城校长赶到 为我撑腰 这时谢导员又远处杀来 收了武校长的好处 要替武校长办事 然后一团乱战之中 你恐双者也杀将出来 立一碗狂澜 但就在我救下我老婆 要结果调武校长的时候 吴皇万岁武林至尊莫怀人 却现身了 带着真正的幕后黑手汪富菊 从你跟前飘过 我们兄弟二人联手 也打不过那么多人 结果 我的结拜兄弟 皇子殿下 李正萌 和他的小兄弟山姬 却带着武林群侠赶到 执任了武校长的阴谋 武校长气急败坏 供出汪富菊 汪富菊狗急跳墙 要杀莫老爷 然后 你我联手干掉武林败类 下一集就是我和我老婆 洞房花竹叶 等一下 为什么 你是主角 老孔忽然反应过来 不是我写的小说吗 你可以换吗 江森大喊道 我不就是大致提供这么个思路 再说你不一定要按我这个血啊 对不对 你这辈子 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 每天电视里 报纸上 那么多的新闻 随便一条新闻拿出来 编一编 改一改 把过程改得想当然一点 把结局改得理想化一点 只要市场买单 你怎么写不行 我日 老孔惊道了 写小说这么容易吗 不然 你以为呢 江森摊手道 你以为这东西 能有什么门槛吗 向来是有手就能挖啊 碰 老孔当场就振作了 猛一拍桌 那我他妈今晚就能写 现在就能写 还不行 江森急忙打断 大道理 你是懂了 不过小道理 你还不明白 这么茫茫然写 我是不敢保证你出成果的 老孔不由急躁到 我肚子里 从开头到大结局都有了 还有什么不能写的 因为你还没搞清楚 现在的网文写法 江森道 考试也有答题格式呢 你说你就算考得全会 会得全懂 懂得都能做明白 但你不按人家的给分格式来 那分数能给你吗 就算能给你 原先能拿一百分的卷子 这么一弄 连五十分都不到 这力气不就白费了吗 老孔一听这话 觉得好像也有道理 总算不着急了 问道 那我现在怎么做 先看 江森道 你先把网站排行前几名的书 还有前两年的经典小说 全都从头到尾看一遍 这种小说读起来很快的 几百万字 三五天就看完了 你先看上一个月 看到什么时候 觉得他们写的东西 都是垃圾了 你就可以开始写了 老孔反问 那我要是现在 就觉得他们写的东西是垃圾呢 江森却没回答 而是笑了笑 反问道 网络小说 你以前都没看过吧 老孔摇了摇头 江森又问 那你年轻的时候 武侠小说没少看吧 老孔点点头 那就不怕了 江森道 只要你能心平气和地看 你就会发现 玄幻小说 不管怎么写 肯定都不会太难看 不过记住啊 不要带着偏见 一定要带着消遣和娱乐的心情 去看 不然 如果一开始就觉得 他们写的是垃圾 你就错过入门的机会了 以后再想入门 就很难了 这样啊 老孔不禁露出了认真的神色 走吧 我先带你去注册账号 江森站起来 掀开帘子 就几步走到了孔廷的房间前 国庆节放假 孔廷和孔军兄妹俩 显然不想给家里添麻烦 就全都很懂事地 直接留在县里了 家里唯一的一台电脑空出来 刚好可以给老孔练练手 江森推门而入 老孔和田老师一起从后面跟进来 然后 江森让老孔坐到电脑桌前 看着他开机 输入全家人都知道 但假装不知道的电脑密码 按照江森的提示 笨手笨脚地打开了网页 一通艰难的操作后 完成了作者的身份注册 江森又给他介绍了几本书 教会了老孔 怎么灵活使用百度 跳过充值的步骤 获得共享的资源 看得老孔不由笑道 你叫我看免费的 不是断自己财路吗 没办法呀 一本书几百块的 就你现在这个经济水平 我还能比你看正版 这种事 说到底 都试验打愿案 你来捧场 我谢谢你 你不想花钱 我也没办法 拿枪逼着你不是 江森倒是看得很开 指着屏幕上下载好的一堆 CHM格式的小说 你先看吧 看完后 给我打个电话 说一下 有什么心得体会 我才好指导你继续下一步 老孔问道 你就不怕教会徒弟 饿死师父 我怕个蛋 江森笑道 以后中国经济发展 越来越好 读者版权意识 越来越强 这个盘子 只会越做越大 将来 全国最起码几十 上百万人 在这里偷吃饭 我还怕多你一个 再说了 你真以为 这东西 就这么好挣钱呢 半年之内 你能挣到一万 算你有本事 半年才一万 老孔又毛了 那你一个半月 就 你不能跟我比啊 江森喊道 我是天赋一饼 你得先完成训练才行 你现在是菜鸡知道吧 古时代学徒 跟师父学手艺 入门半年就学一件事 听师父话 这套规矩 在什么行当都一样 除非你是旷式奇才 不然就好好练 你算运气不错了 虽然我也不知道 你是不是旷式奇才 但你起码 一开始 就有我这个旷式奇才的师父 说起这个 老孔 如果说 现在我是你师父 你算我干爹 那我们以后见面 是不是应该互相叫爸爸 滚滚滚 什么玩意儿 老孔愤怒挥手 驱赶已经失去 利用价值的江森 江森看看手表 见这会儿七点都还不到 一想 干脆还是回县里过夜 明天好早点回市里 又叮嘱了老孔几句 让他不要心急 就连宵夜都放弃了 拎着马瘸子给的那代药 匆匆离开了孔霜蛇家 等江森一走 田老师 看着心不在焉盯着屏幕的老孔 悠悠问道 老孔 能行吗 行不行 都是孩子一番心意 先试试吧 老孔沉声道 江森说得对 等靠药也不是个办法 反正现在病退在家 闲着也是闲着 就当搞点副业 每个月能多几千块钱 经济压力也能小一些 唉 田老师长长地叹了口气 四十万呢 都不知道该怎么还 老孔忽然道 你说这小子 有没有可能是在打婷婷的主意 婷婷 田老师忽然反应过来 哎 你还真别说 不过这个事 要是婷婷答应 我也不反对啊 江森这孩子 这不挺好的 老孔却忽然笑了 算了吧 你看看婷婷这房间里贴的小白脸 他现在才看不上江森呢 田老师环视四周 孔廷的房间墙上 贴满各种港台男明星的帅照 不由得无奈一笑 也是 第168章 采访 江森赶上晚上七点到县里的末班车 十点出头 车子到了县城 跟昨天一样 没有办法的 只能先去同一家旅馆过夜 拿出派出所 开的临时身份证开房时 那个服务员 还莫名其妙地 看了江森半天 很惊奇地问道 我草 你动得还真快 昨天刚说你长得不像 你今天就把身份证给换了 你不是在外地干了什么犯法的事了吧 滚 老子今年才上高二 都比脸还干净 我能干个球的违法够大 江森愤愤解释 那嘴欠的服务员 果然顿时就表示理解 直指江森的脸 确实不可能比多干净 跟这种交流沟通能力 相当不称职的服务员 江森就没有多余的话 好多说了 拖着忙碌了一天的疲惫身体 和一大袋子的药 江森进了房间 抓紧洗漱过后 直接倒头就睡 睡到第二天早上六点 赵丽被手表的闹铃吵醒 因为心里既挂着小兔子们 他又咬牙挣扎起来 刷牙洗脸 退了房间 出门吃饭 接着七点半 坐上从县里 开往市区的室内长途 心里不住地一直嘀咕 妈的市区到清明乡的路 到底哪年才可以修通 再这么下去 江森怀疑自己都要在市里买房了 当然前提是 如果老孔的病 能早点治好的话 骨髓配行这个事 也真是烦人 在车上醒醒 睡一睡一路 车里下去一堆人 又上来一堆人 哪怕是国庆节 也永远坐得满满当当 甚至就正是因为国庆节的缘故 路上还堵车了两回 等好不容易回到市区 时间已经是下午一点多 江森饿得肚子咕咕叫 到站后 直接去附近的店里 吃了两大碗面条 才总算活过来大半 这几天 也知道是训练消耗大 还是连续考试太刺激了 江森觉得自己的胃口 比前些日子又好了不少 吃过午饭 稍微坐在店里休息一阵 心里觉得 反正已经错过自己预设的时间了 就干脆省点钱 没再坐出租车 而是坐了公交 于是 等车加上一路上停停开开的时间 江森最终回到十八钟时 时间已然接近下午三点 国庆节的天气还是热 不过回到学校里的江森 哪怕顶着那大太阳 也是忍不住地常常舒了一口气 实话实说 这里的环境 比清明香让他觉得轻松多了 哪怕是在老孔家里 那也是带着任务去的 而学校就不一样 学校是纯粹为了自己的生活 就是自己过日子 就算考试的任务很繁重 但精神上却毫无压力 就跟马子一样 努力做 做到自己能做到的最好就好了 剩下的就交给老天 看起来锅甩得很猛的样子 可这就是事实 进人试 听天命 而青山香那边就不然 更多的感觉真的是 马拉个壁 真是天命难为 那种什么都掌控不了的无力感 才真的叫折磨人 明明 冰冰 空空 琪琪 滴滴回来了 走进宿舍校园 江森连手里的药都来不及放下 就先打开一楼的门 推门入 房门一开 屋里积累了 差不多快四十个钟头的屎尿臭味 刹那间扑面来 哦 江森一阵干呕 然后定睛一瞧 就发现 一只兔子已经扑在地上 动都不动了 屋子里 这又闷又热又臭的环境 别说是兔子 就是把人关在里头四十个钟头 人也顶不住啊 我操 江森一声悲呼 剑步走进去 低头看了眼 那只扑街的兔子顿时哀嚎起来 啊 明明 明明 明明你特么死得好惨啊 哦 半小时后 宿舍小院门外 多了个塑料袋 袋子里装着一只可怜的 应该是中暑 而亡的小兔兔 一楼的小房间 电风扇吹得呼呼响 江森亡羊补牢 急忙给剩下的三只小兔兔 清理了房间 换上干净的水和兔粮 还在四周围喷了点酒精消毒 一番折腾完毕 才拿着明明 走到小操场的深处 挖了个坑 扔进去 又搞点了树叉 野草填上 大热的天 江森在学校里放了一把火 火势控制得非常到位 不大不小 然后很快就引来了传达士老伯 你干嘛 老伯的声音非常惊惧 同时鱼带着点莫名其妙 烧兔子 江森很凄苦地回答道 中暑死掉了 不过也不排除是得了什么病 以防万一 烧一下 消毒 哦 老伯这下终于理解了 不由得点了点头 然后 可能也是国庆节日子太无聊 就站在江森边上 看着兔子被烧 没一会儿 明明身上 就散发出了诱人的香气 老伯问道 你这个兔子 养好久了吧 有一个多月了吧 江森点点头 嗯 老伯又问 有几斤重吗 江森不由警惕问道 你想干嘛 老伯便露出了憨厚的微笑 傍晚时分 一天的酷热退去时 宿舍一楼的房间里 也显得比平时安静了许多 三只兔子 安安静静趴着窝 江森终归没让老伯 把他们带走放显 包皮 剁碎 红烧 宠物就是宠物 一开始 也就不是打算拿来吃的 如果是为了这一口 还不如当初就不救他们 老伯当然很失望 觉得江森出而反而 不过现在学校的形势不一样了 森哥是全市三好学生 兼程斩棚的飞生里一一丝生子 有江森护着 老伯也动不了这些兔子半分 只是可怜了冥冥 还是走得早啊 唉 晚上坐在宿舍里仔细的时候 江森想起冥冥 都忍不住分神了两次 内心十分不舍 毕竟养了一个多月 又当爹又当妈的 跟这几只兔子 都楚楚感情来了 花了几天的时间 江森才从丧吐之痛的阴影中走出来 期间 老孔也没有主动打电话给他 江森怀疑他 应该是已经沉迷小说 不可自拔 而事实 也差不多就是这样 反倒是深城那边 风哥亲自打了个电话过来 问江森 什么时候开新书 得到最近两年不可能的答案后 风哥不禁有些黯然神伤 我的老婆是女神 完本后 湘江那边卖得火热 而且 后台订阅也持续不退 余热比想象中还足 估计十月份的月漂榜 至少还能拿个前十前五 就这样的热度 如果学学某网文借书马赫 直接无缝连接开新书 成绩绝对不会差的 只是江森这高中在校学生的现实情况 确实是可惜了 深城那边约稿未果 不过也不是完全没其他好消息 风哥告诉江森 大陆市场这边 简体版的出版事宜已经在接洽 有超过至少三家出版社 都有一项出版 我的老婆是女神 不过新行星中文网的条件是 江森要把经济工作交给他们 网站抽取十五的经济费用 江森一想也对 专业的人办 专业的事 就直接一口答应下来 风哥便在电话里跟江森约好 后天或者大后天 也就是10月6号或者7号过来东欧市 跟江森再签一份关于 《我的老婆是女神》的简体出版补充协议 又过了一天 到了5号 学校的宿舍楼里就开始热闹了 那些并没完够 但不得不回来写作业的渣渣们 陆陆续续 老老实实从家里回到学校 302寝室这边 邵敏 张荣生和文宣斌同天返校 邵敏一回学校 就满心想念地去完兔子 结果 被江森告知敏敏已死 立马就嗷嗷地痛不欲生大喊 哎呀 我的敏敏啊 哎 文宣冰探了口气 很有代入感的弱弱叹道 幸好死的不是我 邵敏就继续吼 哎呀 我的敏敏啊 张荣生终于忍不住翻白眼大吼 你们有病吧 死的兔子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邵敏的嗷嗷喊戛然而止 接着忽然反应过来 指着张荣生笑道 小荣荣 你死得最早 去死 竟敢诅咒我 张荣生张牙舞爪 和邵敏扭成一团 奈何战斗力实在不行 二十秒后 就被邵敏摁在床上 听邵敏吟笑道 发哀哀呀 小朋友 你这不是自己 送上门来找打吗 区区一米六 也敢跟我动手 这回 张荣生嗷嗷大叫 去死 我还没发育完 却不料 江森和邵敏一口同声 快了 张荣生先是一愣 随即立马越发 抓狂的怒吼 你们两个红眼病 你们极度我的潜力 江森不由摇了摇头 年轻人要学的第一课 是接受自己啊 张荣生依然不听不听 文宣斌却似乎很有感触 附和道 是啊 江森听小文同学 说得这么认真 不知怎么的 忽然就觉得 非常无言以对 感觉自己刚才说的那句话 好像是无一时间 就为小文同学 躺平认操的行为 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就在这时 已经放回抽屉里的手机 忽然又响了起来 屋里的声音一静 江森拿出电话 见识个陌生号码 犹豫了一下 才接通道 喂 你好 手机那头 传来一个听起来 很文雅的声音 喂 你好 是江森同学吗 嗯 是我 你好 我是东欧日报的记者 我叫宋佳佳 我们想提前一天 明天去学校采访你 请问你有时间吗 行 具体什么时间 早上九点半左右吧 好 那到了给我打电话 我就在学校宿舍 好的 那明天见 挂了电话 江森心想 这些记者 还真是神通广大 估计是从城展棚那边 弄来的他的手机号码 少敏则已经放开了小荣荣 好奇问道 谁啊 东欧日报的一个记者 江森早就见怪不惯 很淡定地说道 说明天来学校 给我做个采访 少敏和张荣生 顿时像是看怪物似的 看着江森 在他们有限的人生经验 和认知中 能被记者采访的人 那都是大人物了 安静半天 少敏忍不住吐出一句 牛逼 张荣生也满脸羡慕地看着江森 江森很淡薄虚名地点点头 嗯 我知道 第169章 差点破防的一天 江森他们国庆节前布置下的作业 又多又乱 九门功课 每门都有卷子 还有各种习题册 从清明乡回来后 江森每天赶着做 做到5号晚上 才终于把卷子全都写完 这提量实话实说 就根本不是为普通学渣安排的 主要还是 对着他和段里头 几个排名比较拔尖的学生来 18中的普通学生 根本写不完 晚上9点多 不想被宿舍楼上的鬼叫声打扰的江森 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学习 比平时提前了一个钟头返回寝室 洗澡睡觉 这几天不仅胃口变大 而且感觉还明显缺觉 实在是顶不住 躺下的时候他干脆关了手表的闹铃 第二天早上一觉醒来 已经是7点多钟 将近8点 一口气睡了十几个小时 实在难得 不过自然醒过来 确实还是很舒服的体验 片刻后洗漱完 江森浑身舒坦地出门 去菜市场的早餐店 老板娘那儿买了早饭 连续好几天光顾 老板娘的脸色 明显一天比一天好看 果然不论什么情绪 闹破天去都没有钱解决不了的 然后 拿着早饭回来 看看时间差不多 也就不回寝室了 静止去了自习教室 一边吃着早饭 一边翻着历史课本 过了一个多小时 江森看看时间九点半 宋佳佳依然没到 但也没在乎 继续淡定地 等到十点出头 手机终于响起 江森接起电话 就听宋佳佳 不住在电话里道歉 说自己路上堵车 各种假客气的对不起 江森一听 这道歉的熟练度 和完全没诚意的语气 就知道这位是老摸鱼怪了 也同样敷衍地 说了句没关系 就让他直接来教室 然后又过了足有三五分钟 一楼走廊远处 才传来了高跟鞋 踩着地面的堵堵堵的声音 一个女人很大声地抱怨 哎呦 门口这个老伯 沟通能力不太行啊 问了他半天 话都说不清 说话间 人已经走到教室门口 江森抬眼望去 只见一男一女两个人走进来 女的长得一般 装厚 姿色五分 也就是人肉背景版水准 卸妆了 估计还得稍微降个半分 一身夏季的OL职业装打扮 披肩发 穿了高跟鞋 也不怎么高 身材扁平 不过气质上倒是神采飞扬 很普通却充满自信 对着骨子劲 江森还是挺欣赏的 你是江森同学吧 他目光显得很明亮地走进来 然后走进后 一看到江森的面孔 瞬间又明显表情不自然了一下 笑道 很有青春气息啊 哈哈 逗逗是吧 江森很淡定道 正在发育 是有点多 抓紧去医院看看吧 看着有点吓人 宋佳佳 直接蹬鼻子上面 但说完后 又赶紧笑着道歉 哈哈 不好意思 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 好吧 说话比较直 一般初次见面这么介绍自己的 是傻逼的概率 超过五十 江森经验十足 而又不动声色 顺着这位记者的话道 没事 时间不早了 咱们开始吧 哦 对了 开始之前 能先把记者证给我看一下吗 啊 宋佳佳倒是微微一愣 仿佛有点意外 他身边那个很沉默的男人 忽然开口道 他还是实习生 还没有记者证 我得给你看一下吧 说着话 掏出证件 递给江森 江森其实不在乎 随手接过来看了眼 微笑着 还给那个明显靠谱的多的男记者 说道 谢谢 现在社会上坏人有点多 防人之心不可无 是该小心点 你做得很对 那个男记者收回证件 又催促姑娘道 小宋 开始吧 哦 宋佳佳 这才从刚刚一刹那的尴尬中反应过来 对江森道 同学你好 我是东欧日报的记者 实习记者宋佳佳 我们今天是 直接提问吧 一二三问完 咱们快问快打 江森再次打断了宋佳佳的废话 指了指满桌子的满客 微笑道 效率第一 大家都挺忙的 宋佳佳 被江森一句话 就搅了他 酝酿了半晚上的开场白 脸色微微有点沉下来 一边在心里告诉自己 不要跟高中生一般见识 微微吸了口气 又挤出一抹微笑 好吧 那咱们就开门见山 江森淡淡地点点头 宋佳佳 彻底被江森 这副无所谓的状态打败了 顿时间 心里头也不知发的哪门子火 感觉自己受到了轻视 直接笑也不笑了 拿出本子 就照本宣科问道 最近 我的老婆是女神 这本书在网络上很红 你觉得这本书 你写得怎么样 江森道 何哥 那你是怎么想到 要写这么一本书的 缺钱 那你赚到钱了吗 赚了多少 赚到了 具体数额 可以保密吗 大概的呢 超过五位数 五位数 宋佳佳 仿佛是没见过钱 转头对那男记者道 超过五位数 有几万 几十万了吧 男记者呵呵笑道 你问他呀 问我干嘛 真是的 一点都不配合我 宋佳佳埋怨着 接着就不看 事先准备的问题了 开始自由发挥起来 我看网上说 你家里头特别贫困 这笔钱对你们家来说 应该是非常大的一笔钱吧 赚了这笔钱后 你最想做的是什么 江森道 我把钱给一个家里人看病了 方便透露 是什么病吗 白血病 白血病 宋佳佳 一惊一炸 白血病 不是就等死了吗 这个病还能治 韩国都治不了吧 你说 蓝色生死链 是吧 江森无语道 棒子拍的爱情片 怎么能当真呢 这个病现在国内的治疗技术 已经非常成熟了 裴勇俊在电视里的那个 还有力气要死要活的状态 到了国内连住院都不够资格 只要钱带够 医院开点抗癌药 就打发走了 不是吧 我听说这个病 就是没办法治的呀 宋佳佳满脸不相信 韩国那么发达 他们都治不了 国内真的能治了吗 江森看着眼前这祸蠢到一出的模样 心里开始后悔了 就特么不该接这个傻逼采访 连采访费都没有 还浪费老子的宝贵时间 妈的到底吐什么啊 以后再也不敢乱装逼了 心里一边疯狂 忍不住道 这个问题 跟我的书没关系吧 哦 对对对 跑题了 哈哈 宋佳佳笑着 好像是思路断了 又重新翻开 他的本子看了看 终于找到方向 接着问道 你作为一个贫困生 是怎么做到能写出一本小说的呢 这特么什么破问题 江森前世 接受采访的次数 没有几百至少也有几十回了 这么猜的记者 哦 不对 是实习记者 真尼玛是头回碰上 他也忍不住地想深吸气 缓缓回答道 贫困生和写小说 这两个事情 不冲突吧 答案冲突啊 江森话没说完 宋佳佳就参与感很强地抢得到 你们的见识 眼界 还有各方面的综合素质 跟城市里的小孩 肯定是有差距的 所以我才好奇嘛 行吧 综合素质这种鬼话 当然是听傻逼的 你说了算 反正就是想到了 然后写了 江森敷衍的不能再敷衍 宋佳佳 却又非要追着问 可是你书里的那些内容 那些场景 都是你没经历过的吧 你是怎么写出来的呢 江森只好反问道 你看过我的书吧 当然看过呀 宋佳佳点点头 前天才看完 感觉 还行 哦 江森无所谓这个还行的评价 又问道 那我八月份的那个感言 你有看过吗 宋佳佳道 有 随便扫了眼 感觉没什么意思 就很快跳过去了 两人话说到这里 江森这时 已经没有生气的情绪了 只是淡淡地说 那挺可惜的 你要是稍微花时间看一下 今天这个问题就不用问了 我书里的那些内容 也是从别人的书里看来的 那不就是抄袭了吗 宋佳佳忽然一句顶上来 江森转头看看那个男记者 苦笑道 贵舍招人的标准 好像不是太高啊 那男记者做了个虚的手势 明显是变相同意了江森的话 却又很鸡贼的 不直接表态 而宋佳佳 居然没听懂 江森这话里嘲讽的意思 还疑惑道 什么标准高啊 没什么 江森挠挠头 常常吸了口气 说道 这位记者同志 你可能对抄袭这个概念 有误解 我这个不能叫抄袭 我只是学习了一些别人的创作经验后 把别人的东西 变成了我自己的东西 宋佳佳却笑道 那不还是抄袭啊 这天特末的根本没法聊了 江森再次转头看那个男记者 却发现 那个男记者特末的在笑 狗日的 你们报社 这是要干嘛 故意放个傻逼进学校 续谋毒害祖国的未来吗 行吧 你有你的理解 江森不想再在这个话题上继续 宋佳佳又恍然大悟失地点点头 自言自语道 怪不得你能写出一百多万字 现在 我是有点理解了 按你这种随随便便把别人的东西 拿过来用的写法 估计写一千万字都没问题吧 江森默然不语 宋佳佳接着问道 那好了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你说 你是四十几天的时间 写了一百多万字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是复制粘贴吗 复制粘贴 江森有点憋不住了 这位同志 你确实你 今天是来采访的吗 是啊 宋佳佳一脸坦然 怎么了 没什么 江森摇摇头 决定待会儿 就把这傻逼的手机号删了 这辈子都不想再跟他 有半个铜板的交集了 这尼玛都不是傻逼的问题 就是蠢智障 东欧日报 确然缺成这样了吗 敢不敢招个正常点的实习生 还是我的咖位不够大 好吧 就是我的咖位不够大 身处05年的江森 很无奈地向现实低下了头 这个44天 写一百多万字 当然是一个一个字敲出来的 我上哪儿去 复制粘贴去呢 宋佳佳质疑道 可你刚才不是还说 借鉴了别人的内容 为什么不能复制粘贴 江森有点被问蒙住了 他两辈子 遇过无数的人 跟高考几乎拿满分的怪物接触过 也跟最下里巴人的城市 无业混混接触过 但唯独没遇见过 像宋佳佳这种 揣着糊涂当明白 本身水平很低下 却又格外自信的人接触过 这一刻 江森感觉好像 自己的表达能力出现了问题 仿佛语言本身 已经传递不了信息 他看着宋佳佳 一连我问倒你了吧的得意笑容 脑子高速运转了好几秒 才缓缓地呼出一口气来 说道 复制粘贴 首先得有现成的内容 可以供我复制对不对 宋佳佳想了想 一点头 对 江森又一字一顿地道 那么在没有现成内容的情况下 我就只能根据我的理解 还有小说情节的进度 具体的内容 把我知道的 过去看过的 学过的东西 在那个 具体的小说语境和情景中 用合适的方式 用我自己的话表达出来 对不对 宋佳佳 好像没听懂这么长的句子 但又不肯承认 自己没听懂 微微一皱眉 咬牙点头 对 那这不就对了吗 江森感觉自己 总算从傻逼的天罗地网中 解放出来了 既然是我自己的表达 那又何来抄袭 何来复制粘贴呢 哦 宋佳佳 再次发出明雾的声音 你是说 隐用 对吧 就像 《红楼梦》里那么多诗词 就是一段段拿来用就好了 算是吧 江森都懒得跟这伙解释 人家 《红楼梦》里的段子 都是作者原创 一边抬手看待时间 示意宋佳佳 差不多就行了 宋佳佳 却浑然不觉 继续道 可是就算不是抄袭 你这个字数听起来 那也很不正常 一天得写多少字 两万多 还是三万 平均每天两万五 江森有点烦躁了 加快了一点语速 不过 不过也不是不能完成 所以 你的意思是 其实本来是不能完成的 宋佳佳又突然换了频道 摆出一种我很犀利的表情 眼睛直勾勾盯着江森 好像是要盯出什么真相来 江森只能说到 用手写的标准 我不知道 但是敲键盘的话 只能说很累 比方说 我写这本书的过程中 差不多是每天早上七点开始写 一直写到晚上将近九点钟 每天的工作时间是十四个小时 去掉中间吃饭 休息和上厕所的时间 至少也是十二个钟头 一天两万五 平均每小时是两千字左右 我的最高速度 差不多是 每小时写三千字 每小时三千 宋佳佳再次惊呼打断 是写啊 不是抄啊 是写 江森已经完全失去了 跟他过多解释的耐心 只管自己说道 所以 每天十二个小时 写两万五 只是个平均数 有的时候 我状态比较好 一个早上就能写一万四 一万六 就是从早上七点开始 中间完全不停 写到中午十二点半 或者一点钟 一口气写到没力气为止 可是 你每张明明都只有两千多字啊 拆开 写完后 拆开来七八张 那拆掉的话 看起来应该会很乱的吧 我感觉你这本书 读起来一点都不乱啊 你连在一起看 不就像读完整的一张一样 怎么可能会乱呢 我觉得就会乱 宋佳佳非要死扛 江森在心里吐了个槽 我觉得 你是个傻逼 教室里忽然安静了几秒 江森继续看表 都十一点多了 干脆站起来说道 今天就到这吧 我也该吃饭了 宋佳佳却突然大喊 等等 最后一个问题 你一个半月写一百多万字 我还是不信 你有什么证据 能证明一天能写这么多吗 我感觉正常人 抄都抄不了这么多吧 江森被问得没知觉了 抬头看看那个男记者 反问道 大哥 你们今天是来消遣我的 要不要再给你们切十斤 寸斤软骨回去当午饭 那男记者终于有反应了 笑着说道 同学 请你理解 江森正要说 这我特么怎么理解 老子就是因为完全理解不了 现在才这么抓狂啊 内心无比暴躁地喊着 就在这时 兜里的手机 呼得又响了起来 江森拿出手机 按下通话键 宋佳佳忽然又像是 发现了什么新大陆 激动大喊道 你不是特困生吗 怎么会有手机 江森用看猴子的眼神 看着他 一边听着手机那头的话 嗯嗯应了两声 说道 在高一五班的教室里 你们过来吧 说着把电话一挂 淡淡反问宋佳佳 这位记者同志 我要是没手机 你刚才怎么联系的我呢 不是 你这个逻辑有问题 宋佳佳 很缺悦道 我是问你手机哪里来的 你有手机在前 我联系你在后 因果关系你都不懂吗 说着 居然还朝那个男记者 甩了个很得意的眼神 仿佛把江森的话 堵死了似的 江森瞬间就猛逼了 这特么哪个学校 教出来的天才啊 心里正被这个女人 蠢得翻江倒海 走廊外面 忽然匆匆传来两个脚步声 罗总和风哥 匆匆跑来 两个人 一步迈进教室 罗总张口就喊 二 跟你签个合同 是真不容易啊 哎 还有别的客人 没事 已经聊完了 江森淡淡说着 扔下宋佳佳 和那个男记者 对形色匆匆的 罗总和风哥道 你们午饭吃了没 没吃我请客 吃顿好的 不用 不用 罗总连连摆手 我们下午 还有个重要的会 签完马上飞机回去 机票都买好了 这个合约 风哥忙拿起文件箱 打开来 递出两份文件 你抓紧看一眼吧 抓紧签了 我们马上走 什么合约 宋佳佳忽然从边上 探出头来 干嘛 罗总可不是善查 顿时大吼一声 懂不懂规矩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男记者急忙打圆场 把宋佳佳拉开 宋佳佳却不服道 干嘛呀 我们是记者 罗总和风哥 看看宋佳佳 问江森道 你们这边的记者 江森无奈道 实习生 来拿我练手呢 这种采访 就没必要接 你现在怎么也是 一年轻松 能挣百来万的人了 罗总用一种责怪 又漫不经心的口吻说着 宋佳佳和那个男记者 一下子全都惊住了 一年百来万 他 宋佳佳 看着江森满脸的痘痘 眼神却不那么敢直视了 然后愣了几秒 忽然又问罗总 对不起 我们是东欧日报的 请问江森他 真的是一个多月 写了一百多案子吗 你们知不知道 他有可能是抄袭的 草 罗总才不会给宋佳佳留面子 火气一下子就爆发出来 满面凶光的怒吼 你他妈傻逼吧 老子亲眼站在二二身后 看他敲了一整天 老子出钱请的他 真假 我自己还不知道 你他妈到底谁派来的 书萌吗 还是117 什么书萌 宋佳佳被罗总侯得连连后退 那男记者急忙阻拦 哎 别别 这位老板 小孩子不懂事 不是故意的 小孩子不懂事 你特么也不拦着 我们网站一年流水十几个亿 名誉受损你们负责吗 我警告你们啊 你们要敢乱写 老子告到天涯海角 也要找你算账 罗总指着那男记者的鼻子 凶得简直都像是要杀人了 江森这时 看完合约上的几个具体分成数额 也懒得跟星星星中文网扯皮了 人家创始人元老直接跑来签约 光这诚意就值这个价 果断拿出水笔 刷刷刷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说道 罗总 可以了 哦 签好了 罗总瞬间火气一收 转回头来 看了看两份文件上的字 然后自己也接过江森的笔 飞快签上 接着拿出公章盖好 递给江森一份 这份你自己收好 江森不作声地接过 又对两个记者说道 两位 我要关门了 男记者这时连忙握住江森的手 不住晃道 对不起 不对起 我们新来的工作人员 还没正经培训过 今天有哪里得罪的 江森同学 希望你能理解 嗯 江森淡淡硬了声 那男记者就拉着满脸不服气的宋佳佳 快步离开了教室 宋佳佳边走 还边用一种我很敬业和公事公办的口气 不甘愿地说道 绝对有问题啊 明明怎么看都不可能的是吗 看他们那么紧张 一定有猫腻 操 罗总听着那傻逼的话 狠狠握了下拳头 对江森道 老子都想扇他两巴掌了 不要这么冲动嘛 江森 像是完全忘了自己 刚才想拿刀捅傻逼的心理状态 此时情绪挑动 原意远离 立马心平气和 恢复理智 对付傻逼的最好办法 就是不要过分搭理他 反正傻逼的观点 只会吸引傻逼去相信 我们只管自己做事就好了 也不用过分担心 傻逼能对我们造成多大的影响 因为世界从来不是有傻逼创造的 所以我们的事业 也绝不会因为傻逼的存在而失败 我们要证实并接受世界上 永远存在傻逼的这个事实 这样我们才能每天都心平气和地面 对这个世界 阿里克县马克西莫维奇说得好 让傻逼的话来得更猛烈些吧 啪啪啪啪 风哥忍不住鼓掌 罗总来了句 刚才我们进门的时候 你们传达室老伯问我们 和那个傻子一样的女的 是不是一伙的 我还莫名其妙呢 二 罗总忍不住夸赞江森道 你太能忍了 牛逼 还好啦 江森叹道 今天对我来说 也是差点破防的一天 也算是接受了一次难得的训练 以后再碰上这样的人 就有经验了 直接终止对话 永远拉黑就好了 罗总不住点头 与此同时 宋佳佳被那个男记者拉出学校 传达室老伯看着他们走远的身影 想起宋佳佳进门时 又是问他认不认识 我的老婆是女神 作者 又是问这个学校里有没有作家 但就是半天问不到点子上 回过头 还埋怨他 话说不清的傻样 不由冷冷一笑 哼 憨逼 第170章 UC震惊题 江森被早上的采访恶心了得够呛 中午饭都吃不下 解决完一盒盒饭 就匆匆回了学校 等到下午三点多 江森正学得入神的时候 学校里突然一片嘈杂 老邱又拉了13中的人过来 召集了篮球队全员 硬是喊了江森 又去打了一场比赛 对江森的复习大业影响甚大 但是完全没有办法拒绝 等一场球打完 天色差不多就黑了 江森今天表现不佳 有点心不在焉 全场只拿了8分 还被全场狂砍42分的罗北空野鱼 说我们双剑合必拿了50分 江森简直就想窝草 但是 这种一上场就划水的作风 却又深得胡锡的赞同 本场比赛只踢不出场不到5分钟的胡锡 赛后搭着江森的肩膀 很是理解地说道 没意思 赢了也没钱 还影响我们学习 不禁向胡锡竖起一根大拇指 夸赞道 对 对个头啊 老邱一巴掌就从江森脑袋后面摁过去 很郁闷道 我好不容易才拉人过来 跟你们打比赛 人家也很忙的 打一场少一场 都能积累场上经验的难得机会 你就这么给我浪费了 真是气死我了 给我跑20圈去 且 江森一脸无所谓 区区20圈 20分钟后 跑完4000米的江森 累得跟死狗一样 站在操场上 缓了好半天 才有力气回去洗澡 洗完澡后 晚饭也懒得在下楼去吃了 管文宣兵买了两包泡面 匆匆吃完 就又拿上书包去了教室 顺便往书包里塞了包饼干 上自习上到半夜 11点多才回来 饼干自然也吃掉了 次日国庆节最后一天假期 江森又出门了一趟 去最近的新华书店 逛了一个早上 买了整整十几斤的卷子回来 过去他没条件刷题 但现在有钱了 所以他选择 做题做到死 我草 江森 你至于吗 江森拎着一大捆卷子回来时 少敏正蹲在墙角 翻着江森存放读者来信的箱子 里面主要是初中未成年女读者来信 然后逐风阅读 希望能从里面找出点 可供他幻想的字眼 然而可惜并没有 江森对这些来信 非常坦坦荡荡 只不过觉得 随手扔掉 有点糟蹋 人家小姑娘的一番苦心 就全都存了下来 他走到床边 直接把卷子全都放到床位 十几斤的重量 看得张荣生眼皮子都在挑 问道 麻子哥 你是打算做到下半辈子吗 今年写完 江森淡淡说着 一边就解开捆绑卷子的尼龙绳 然后挑出几份 先放进了书包里 其实 这些卷子看着重 但数量并不多 数学和英语共三套 全部加起来 也就九十张卷子 语文一套 四十张卷子 史蒂正各两套 一百八十张卷子 文科的 李化生也是各两套 一百八十张卷子 合计四百九十张卷子 算上今年已经过去的一个月 接下来十一个月 无非 最多 也就是每三天多做两套题 这点挑战 算个球啊 江森满脸的轻描淡写 中午恢复两碗盒饭的饭量 午饭吃完 马上就开工 逼着自己越早把卷子 做完越好 心里还一边想着 去年 他就是有这个心思 也买不起这么多卷子 这来之不易的生活 特么的 要珍惜啊 于是一这么珍惜 就从中午十二点多 一直珍惜到了晚上将近十一点 中间除了被老邱纳 打扰学生学习的 王八蛋硬喊起来 训练了一个多钟头 基本就没离开过教室 就连训练之后洗澡 也都已经是晚上回到寝室之后 洗的时候 自己都觉得 身上有骨汗搜尾了 国庆节就这么一眨眼过去 江森第二天早上 把闹钟调整到了六点半 跟全寝室同步 因为实在是觉得 身体疲惫的不行 要不是最近吃得好 估计八成都要累病了 清晨到了教室 第一节课物理 上个月的会考成绩就下来了 江森 全班第一 九十六分 哇 很熟悉的场面 江森向左右挥着手 大喊道 太客气 不用叫爸爸 叫老公就行 切 满屋子姑娘一片嘘声 对江森 这臭不要脸的劲 他们最近是越来越习惯 江森拿了卷子坐下来 内心很平静 高二的文科物理就是背 稍微带一点对概念的理解 题目就跟送分一样 保持状态就好 不过会考是高一和高二的内容一起考的 这特么就很让人抓头 说起来 他上学期的改错本上 还有好些个 题不会做 前世会考没拿 真心是心头的一根刺 不拔出来心里就难受 看样子还得抽时间 找豆豆老师咨询一下 豆豆老师 就是江森他们班的物理老师 外号是姑娘们给起的 论皮肤状况 也就只比江森好 那么一丢丢 季先锡 八十二分 掉到全班第八了 还是要再努力一下 江森愣神的功夫 豆豆老师的卷子 就已经分到了第八个 季先锡低着头走上去 吐了下舌头 接过卷子 然后回到位置等 坐下来 陈佩佩又在他身后鼓道 不行啊 才第八了 一门就被江老师拉开十几分了 唉 烦死 季先锡不高兴地 把陈佩佩的手打开 陈佩佩也觉得没意思了 嘟了嘟嘴 又伸出一根指头 身子往前探 冷不丁地轻轻戳了下江森耳朵 面对的一颗大红豆 江森被碰得一疼 转头看他一眼 陈佩佩居然冒出一句 哇 森哥 你眼睛好漂亮 班上一群姑娘文言 顿时纷纷全都看了过来 江森狠狠一句 废话 老子特么喊了一个学妻了 我就说我这么性感的眼神 江老师 你冷静 森哥 他啥你的 你是靠才华吃饭的呀 男人丑一点没关系的 江森逼没装完 就立马遭到 全班姑娘的万件穿心 搞得正一天 想附和陈佩佩 一下都没机会 只能低着头 小声跟同捉到 江森的眼睛是很好看的 你盯着看一会儿 就很有感觉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有天中午 坐在他旁边抄作业 后来抄走神了 就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原本只想数痘痘的 但是你知道吧 他那个专心写卷子的感觉 嗯 就是很有感觉 正一天在教室后排 巴拉巴拉 豆豆老师 拿起一颗粉笔头 就丢了过去 笑道 对着江森放花吃 你疯了吗 全班顿时一阵大笑 济鲜惜笑的格外卖力 江森只有无语望天 周一早上 四门课公布了四门答案 其中物理 化学和地理三门复科 江森全都以九五家的得分 轻松拿下断理第一 只有数学成绩依然有所波动 好像还是没有进入特别亢奋的状态 124分 全段第二 考第一的 居然是他们班上一个 异军突起的美术生小姑娘 叫周元双 126分 搞得江森 被张佳佳带着全班小姑娘 嘲笑了至少三分钟 不过 季仙熙这回没能笑出来 因为只考了108分 没资格笑 等到中午 江森又去体育馆训练的时候 高二七班的那些好奇 小姑娘终于没能挡住分数的诱惑 去把剩下几门课的分数问了个遍 最后 文科班搞了个非常无聊的排名 把理化生三门的总分也加进去 江森最后以923分的高分 领先第二名足足100多分夺冠 只有生物和宇文发挥 略微有点拖后腿 生物82分 不上不下 宇文又被夏晓琳故意压分 仅仅拿了108分 其他的倒还都行 尤其是英语拿了140加 要不是脸上实在痘痘太多 叶叶眉都恨不能捧住江森的脸颊亲一口 但现在可能不行 现在抱江森的脸 他脸上只会抱江 江森中午训练完回到教室 坐下就是满堂喜训 不过在分数之外 陈佩佩还有个更重大的发现 他兴冲冲地从办公室里拿来了一份 东欧日报 激动无比的大喊 江老师 你上报纸了 你看 你看 一大群女孩子文言 立马全都围了上来 江森拿过报纸 定睛一看 赫然见上面写着一个大大的标题 震惊 我是天才少年 近40天内写出108万字的作品 我日 这似曾相识的感觉 U.C.震惊体 这么早就有了吗 第171章 开新书吧 近日 本报编辑部注意到一部名为 《我的老婆是女神》的小说 在网络上引发较大轰动 据了解 该小说作者2022军 原名江森 正是我是第18中学 在校学生 《我的老婆是女神》 于今年7月6日起 在某知名中文小说网站上开始发表 并于今年9月30日结束连载 全书共计108万字 为此本报实习记者宋佳佳 于近日对江森同学 进行了更为细致的面对面采访 并在采访的进一步了解过程中 得知江森同学的真实完稿时间 是今年的8月21日 即意味着 该名同学是在短短46天的时间内 便完成了普通人穷尽一生 也难以完成的108万字长篇作品 相当于每日写作2.3万余字 令人在震惊之余 也不由感慨和赞叹 该名学生异乎寻常的强大写作能力 创作力和意志力乃至强健的体魄 在走访了解过该同学的情况后 本报记者又专门就此事 采访了东欧大学中文系 现代汉语研研究和应用专业 讲师戴小强 戴老师表示 每日写作2.3万余字 在正常情况下 或许有几个别人能做到 但连续46天以这种强度工作 对一个人的写作技巧 知识储备 人生阅历 社会经验乃至思想水平 都有着极高的要求 另外考虑到个人体能和精力的差距 通常情况下 应该只有行业最拔尖的职业作家 在40岁前后 这段最年富力强 且状态良好的情况下 才有较小的可能性完成 为此 戴老师认为 江森同学能在他的年纪 完成这样堪称壮举的工作 不可谓不是个奇迹 戴老师告诉记者 他将进一步认真研究 《我的老婆是女神》 这本小说的内容 如有必要 他说 我将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在东欧大学里 向更多的同学推荐这本 由我们当地年轻作家创作的网络小说 我认为网络文学 将赋予文学创作新的生命力 大有前途 江森拿着报纸 翻来覆去 把这篇文章看了两遍 文章上上下下 表面上看起来 通篇没有半个恶读的字眼 重规重矩 客观公正 尤其结尾还升华了一下 把话题引到了网络文学的未来发展上 但如果从有心人的角度看 这篇报道 简直就是指着江森的鼻子在骂了 尤其是单列出来的第四个自然段 什么叫只有行业最拔尖的职业作家 在四十岁前后 这段最粘膚力强 且状态良好的情况下 才有较小的可能性完成 只有 才 就差明白这大喊 江森不可能写出这本小说 分明就是抄的 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可能性 但问题是 文章中又完全找不出这样直接的结论来 江森又看了眼文章最末的两个署名 责任编辑潘达海 实习记者宋佳佳 然后 眉头微皱 真的感觉有点不对啊 这文章写得阴阳怪气的 要是没问题 又何必这么写呢 可是反过来想 东欧日报 搞他这么个特困生 到底又有什么好处 动机何在 目的何在 图什么 难道是这个潘达海 睡了宋佳佳 如果真是这样 那他妈他是不是瞎 那傻逼模样也不好看 还是个平板身材 有什么值得睡的 又或者是睡那个傻逼的妈的人 本身比较牛逼 江老师 你出名了啊 江老师 给我签个字吧 我以后好拿出去 跟人吹牛逼 江老师这下 真的是作家了吧 能静坐鞋吗 身边一群姑娘 还是在大呼小叫 完全看不出江森内心的困惑和不安 坐在江森身旁的季仙西 则是酸得胃都快化了 常言说得好 远了就是崇拜 近了就是嫉妒 但西西同学 此时对江森 何止是嫉妒 他骨子里这么爱装逼的一个人 屁事没有的时候 都想高江森一头 哪能让江森以这种强度 在他边上出风头 强忍了两分钟后 他呼得冷不丁一伸手 就把江森手里的报纸夺了过去 还装出一脸好奇和高兴的模样 大声道 我看看 报纸上是怎么夸我们大作家的 紧接着用多日考试训练出的 阅读速度飞快几行扫下来 立马就大声念道 戴老师认为 江森同学能在他的年纪 完成这样堪称壮举的工作 不可谓不是个奇迹 哈哈 奇迹啊 江森你创造奇迹了 纪仙希用力地拍着江森的肩膀 看着是在祝贺 但那力道 分明是在拍他 死开 江森当然不惯着他 直接挥开了纪仙希的手 同样微笑道 妈的拍这么重 想把我拍死你好 继承我的著作权啊 你以为叫我爸爸 我就会拿你当儿子吗 做梦 哈哈哈哈 边上的女孩子们 屁都不懂 就是被江森 这日常伦理梗痘的 哈哈大笑 纪仙希则被说得满脸难堪 善善地不知该怎么回答 心里对江森咬牙切齿 就起身尿顿去了 没一会儿 上课领响 夏小林和尿顿归来的 希希同学 前后搅进了教室 满屋子人 还没从江森的登报话题中 缓下来 教室里热闹得不行 夏小林见状 很难得也没大声镇压 而是跟着一起笑咪咪的 挺开心地说道 大家都知道了啊 咱们班这下出名人了 哈哈 就是可惜小说卖的火 考试作文就写得有点拖后腿 江森静静看着 故意又压了他十几分 作文分的夏小林 不想说话 夏老师青春年华 独爱静明那种45度 搅流眼泪的调调 江森那朴实无华 又很有力道的文章 在他眼里 就跟万吨铁锤打铁桩一样 何止是毫无美感 简直是与高雅两个字为敌 而近几年 曲江省高考语文作文乐卷 高分卷全都是奔着阳春白雪去的 所以作为江森的班主任 夏老师认为自己有必要 有也责任 一定要让江森改正这个动不动 就要跳起来和美帝国主义 战斗的坏毛病 这都什么年代了 中美夫妻论懂不懂 枉你江森政治考那么高分 现实操作起来 觉悟尽如此低 夏小林对江森的作文很不满 高分不可能高分的 给40分就算是给成校长面子了 反正到了高考的考场上 夏小林断定江森必然最多也就这点分 除非他改写50度角 含泪仰望星空 被广袤的世界感动得痛哭流涕 这样才能够得上50分的标准 50度角对50分 很公平的 下课开始上课后 班上的学渣们 从江森的话题中抽离出来 很快就又昏昏欲睡 江森听语文课 也就是维持思考状态 觉得无聊 但依然认真 一晃四节课过去 放学后 江森收拾了书包 出门的时候 教室外比平时多了不少小姑娘 差不多有十一二个 全都砍着他叽叽喳喳 指指点点 看得季先吸眼红的差点要原地裂开 抢在江森跟前 就快步跑远了 仿佛这事 跟他能有什么关系似的 我的老婆是女神 刚玩本部到一周 正是秦淮和市场双火热的最后一段作品 声明高峰期 也就是俗称的回光返照 按道理再这么过上几天 这本书连同江森本人的热度 就该逐渐消退下去了 但东欧日报这么一报道 顿时就跟给快挂掉的人 喝上百年独餐汤似的 这口气少说 又能续上好些日子 至少在十八中和青山村 他起码还能在多火上十天半个月 按着主场热度 搞不好 再拿一次月票冠军都不是没可能 不过这样一来 就很得罪同行了呀 江森 二哥 二 江森一出教室 走廊上就一阵鬼叫 二君 你好丑 但我喜欢你 一个初衷的小姑娘 不江湖险恶地乱喊 江森闻言 立马转过头来 大喊一声 刚才哪个说喜欢我的 来 放马过来 认真交往一下吧 啊 姑娘们顿时间叫着全都逃走 就当是个偶像 做了个小游戏 草 江森不禁摇摇头 世界偶像千千万 只有他特么是真的靠才华吃饭 这就和你妈郁闷 下了楼 准时去到操场报道 走进操场 往日里空荡荡地跑到四周 今天围满了人 运动会临近 除了他们这些校田进队的 其他班级的学生 也开始过来装模作样地练一练 为接下来马上要开始的运动会做准备 学校运动会的时间说远不远 也就一个半月了 然后在那之前 江森他们还得先去打全市高中生篮球赛 十六进八的比赛 等学校运动会开完 整个十一月下半月和十二月上半月 就是密集的全市篮球赛和市中学生田进运动会 江森想想都都觉得头疼 妈的考试压力明明已经这么大了 这些比赛还要花掉他大量的时间 好烦恼 队长 森哥 嗯 满场的人很客气地向江森打着招呼 以他今天在学校里的各种成绩 就算没有承展棚罩着 也绝对是学校里一等一的人物了 江森走到赛场的小高台旁 把书包往台上一放 老丘人不在 他就招呼起那四个 今年已经上初三的体育生 还有黄敏杰和向一挺 开始做训练前的热身运动 操场外面 那群刚才被江森吓走的小姑娘 这时又再次又怕又期待地跟了过来 隔着老远看江森 各种嘻嘻哈哈 觉得很有意思 接着没一会儿 江森他们开始热身跑 姑娘们就看江森 雄性牲口们就盯着黄敏杰 时不时随着黄敏杰的跑步速度加快 发出很下流的 哇的声音 江森听得毫无办法 骂人肯定是没用的 只会引发反弹 所以 森哥就想了个法子 去找那群初中小妹妹聊了聊 几分钟后 操场上就想了小妹妹们 对声口们重口一词的谴责 什么人啊 好像没看过一样 你妈没有啊 高中的男生 真是好下流啊 恶心死了 怎么有脸 当着别人的面 发出这种声音呢 小声口们 终归还是年纪小 脸皮不够厚 被初中小妹妹一批瓶 纷纷喊着没意思 就挨个散场了 江森见状 一边跑过小妹妹跟前时 朝姑娘们抱了一拳 初中部的姑娘们 全都笑着大喊 二 你虽然长得丑 但是 心灵美啊 不要自卑啊 将来一定会有女孩子 喜欢你的 二 要勇敢 坚强起来 握你马 江森忍不住怒吼 你们给我滚蛋 别影响校队训练 二二生气了 说到痛处了 可怜 我日 一群陷下黑粉 江森满心无奈 带着全队跑完了七圈半 停下来略做休息的空档 跑得满脸通红的黄敏杰 胸前一起一服地喘着气走过来 声音小得跟蚊子似的 对江森说了句 队长 谢谢啊 江森淡淡道 应该的 一旁的小巷同学 忽然自认为 讨好地抖了个小机灵鬼 语气和表情 都很猥琐地来了句 黄敏杰 只能怪你自己 太吸引别人的目光了呀 黄敏杰被说得满脸尴尬 四个初中生也都忍不住 望向黄敏杰的突出部位看 小黄同学一个没顶住 对江森说了句 队长 我请个假 说完扭头就跑 你们特么这群色情狂 江森指着小巷 和几个初中生摇摇头 也就什么都不说了 反正他也管不着 下午训练结束 六点出头去食堂吃了晚饭 江森回到寝室洗完澡 刚回到寝室 准备出去晚自习 少敏就告诉他 手机响了半天 是卫面打来的 卫面 江森从柜子里拿出手机看了眼 他洗澡这么会儿时间 深城那边 居然打了五通电话过来 心里嘀咕什么事情 这么十万火急的 江森略带迟疑的 还是回了一通 信号刚接通 那头才嘟了一声 卫面之子就立马接了起来 很紧张地大喊道 二哥 不好了呀 你被人黑成狗了 现在 全网都在骂你抄袭啊 妈的网文这种日更的玩意儿也能抄 那个供货的傻逼干嘛 不干脆自己写啊 是蠢还是贱啊 江森心里三连骂 但回话的语气 还是很镇定 直接反问道 那对我有什么影响 啊 什么什么影响 唯面子还有点猛逼 江森更具体地问道 影响我上传新书吗 唯面子顿时激动喊道 你要发新书了 不是 就是问问 江森道 不影响我发新书吧 嗯 那倒是不影响 不影响我的稿费吧 那 只要还有人订阅 肯定不会 也不影响我挣别的钱吧 不影响我高考 不影响我将来平直撑 考驾照 考别的什么东西 不影响我将来结婚生小孩上户口 不影响我买房开公司做生意吧 嗯 那当然 现实生活中肯定不可能 那还怕个几步啊 江森直接打断道 让他们骂嘛 我看他们能骂几年 一群傻逼一看 就是平均学历不到初中文化的 初中三年都熬不过 你能指望他们坚持骂人三年 顶多三个月 别理他们 他们自己就把这个事情给忘了 未面之子 啊 是 这样的吗 对 你相信我 这种事我有经验 我他妈前天才特训过呢 以后这种小事情 就不要给我打电话了 什么时候要发钱了 再跟我说 挂了呀 我忙死了 浪费我电话费 江森直接断掉通话 背起书包 就潇洒地下了楼 少敏和张荣生看得眼热 少敏叹道 妈的 江森现在 感觉不用读书都可以了呀 张荣生道 我觉得 他有可能真的是抄的 你他妈傻吧 少敏笑道 让他抄的人 干嘛不干脆自己写啊 脑子有病吗 给他一个贫困生做枪手 图什么 图他长相英俊 还是图他家徒四壁 张荣生无言以对 忽然跳下床来 原地蹦跋了好几下 少敏问道 你干嘛 张荣生为了最后的尊严 大喊道 我一定要长高 上课 训练 养兔子 平静的生活 过了好几天 下课后 跑来高二七班外面 看江森的小姑娘 数量也开始慢慢变少 唯一增加的 只有江森收到的来信 已经逐渐从外地寄过来 大多数都是求交往 少部分是唾骂他抄袭 江森对前者感激收下 对后者直接扔进垃圾桶 而相比线下的平静 网络上关于 我的老婆是女神 的讨论 则是愈演愈烈 江森每天看外面之子 给他发的短信 大抵知道了情况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应该就不是 后面有人在推波助澜了 而是网络上 自发地出现了一些人 对他发起攻击 其中 同行和自认为是同乡的人 应该占绝大多数 例如 那些连签约标准 都不过关的 作家 那些虽然签了约 但是长期成绩 扑得一塌糊涂 并始终抱怨 这些读者不信的行内 资深从业人员 以及那些从来没写过文章 但是自认为 自己的水平 已经处于世界之巅的 批评家 然后再加上数量不少的 眼红黑粉 别说出了 东欧日报 报道的这档子事 就算没出 这群人也必定是要 无风起浪的 黑别人两句的 我的老婆是女神 到底超莫超 对她们来说 根本不重要 她们主要就是 想看到这本书死掉 2022军的马甲臭掉 然后他们就可以 调转枪头 去黑下一本登顶的书 这个过程 可能要持续到 有朝一日 全往实名制 才能稍微被控制住 江森掐指一算 那至少应该是 50到100年后的事情了 很遗憾 他这代人 必须习惯和接受 这样的现实环境 然后坚强勇敢地 一路走下去 森哥按照自己的节奏 过着自己的日子 每天晚上做完作业后 坚持至少 做一到两张的诗卷 买来的卷子 很快就减少了七八张 只有老邱 偶尔会打乱一下 他的节奏 时不时加练半个小时 一直在试探江森的底线 直到某天江森 再练到晚上七点左右 直接罢工走人 老邱差不多就摸准 他的底线在哪里了 也是见得不行 又这么过了七八天 十月份中旬 江森的日常生活环境 已经几乎没了噪音 仿佛变回了那个 普普通通的贫困体育声 但网络上的骂战 却上升到了新的高度 李正萌跟人对喷了十几天后 直接以管理员的名义 在书评区里 向喷子们发出激情邀请 说是来回交通费和食宿 医疗费全包 求对方到青山村线下交流 打死无怨 然后英雄铁发出来不到十分钟 就被网站删了 并且连号都删了 气得李正萌 差点砸了网吧的电脑 但幸好理智尚存 觉得电脑还是挺贵的 没舍得下手 就砸了个玻璃杯替代 那枉死的玻璃杯 也特么是倒了八辈子没 二 这么下去 真的不行了 周五晚上 江森接到了罗总打来的电话 罗总在电话里苦口婆心 婉言劝导 谈好的那几家简体版的出版商 现在全都动摇了 你这个名声出了问题 人家版号都很难给你办下来啊 我给你算算 这是多少钱 你108万字 算12万字一本 至少出九册 每册平均单本 就算只卖20万本出去 这里也是180万本了 一本书市场定价20块 就是3600万 我们给你谈下来的作者抽成 出的最高的一家 出到10% 就是360万 我们这边拿15% 到你手里 就是税前306万 306万 306万 淡定了好多天的僧哥 这下当场就淡定不起来了 那你们说 怎么办 罗总像是酝酿了好久似的 飞快道 好吧 这有什么难办的 他们说 你抄 你就写给他们看嘛 我们给你包个房间 妈的24小时录像 每一张每个字 都打出来给他们看 江森不由怀疑道 有用 管他有用没用 罗总很激动道 只要你写 只要我们录了 那拿到法庭上 就是证据 谁在比比半个字 老子马上把他告的嫡库 都要卖掉 江森想了想 反问道 所以我 写就好了 嗯 罗总点点头 语气明显癫狂 对 写就好了 开心书吧 第172章 弘扬正能量 不对劲 很不对劲 江森结束了和 罗总的通话 越想越不对劲 刚才的那通电话 起手内容 是舆论口碑的恶化 重点是 简体出版的剧款 要打水漂 而最后的落脚点 却是让他开心书 然后 江森再深入仔细地想 把最近这十来天 所发生的一切 串起来从头想 事情最开始 应该就是那天 那个傻逼实习记者 过来找事 又刚好那么巧 他们把说好的时间 往前提了一天 然后又刚好那么巧 就前后脚遇上 罗总他们过来签合同 赶着 让他签了 简体版的合约 结果 合同刚签完没两天 东欧日报 就把那篇内行人看来 阴阳怪气的文章 登出来了 又没过几天 网上就开始 借着这篇报道口碑翻滚 网站那边 先是电话通知出事 又是这两天愈演愈烈 骆总亲自打电话 过来关心 还给他算了 那么大的一笔账 江森想到这里 陡然眼睛一亮 草 好导演 好演员 好编剧 好一出大戏 晚上六点多 教室里还空无一人 刚挂掉 骆总电话的江森 连灯忘了关 就立马走出教室 朝着空无一人的操场走去 一边走 一边直接拨通了网站 真正主化石人 辉哥的电话 那头的电话 响了许久 等江森 又已经从教学楼 走到食堂门口了 辉哥才显得 不那么情愿地 接起了电话 问道 二郡 怎么了 我想回顾一件 重要的事情 江森漫步在 无人的操场上 走进学校 铺满梅渣的大操场 脚下踩着梅渣 一步一步 发出 吱压吱压的声响 缓缓说道 国庆节的时候 骆总那么着急 特地赶来东欧市 跟我签了 老婆是女神的 简体出版补充协议 我心里头 说实话 是挺感激你们的 网站这么看得起我 实话实说 我很感动 辉哥很实声道 互相需要吗 江森却不停下 直播往下说 那天 骆总和风哥 来找我签约的时候 刚好遇上我们这边 当地有两个记者 来采访我 我虽然不是很清楚 骆总他们跟那两个记者 是不是约好的 不过很奇怪 我的简体 出版合约 刚签完没几天 我们这边的地方小报 就写文章表扬我了 说我创造了奇迹 就是可恨网上有些王八蛋 非要拿着这个事情做文章 说我是抄的 二 辉哥的语气 明显僵硬起来 我这边有点忙 你这个事情 我们也想办法处理了 你具体地跟骆总对接一下好吧 不用 我们刚刚对接完 江森微笑道 骆总让我开新书 自证清白呢 是吗 辉哥的语气又突然一写 那你什么时候开新书啊 我不开 江森一句话对回去 辉哥那头 明显像是呼吸都停顿了一下 不想 江森又缓缓跟出一句 除非我拿到更合适的价码 什么价格 你在说什么 辉哥的状态一下子焦躁起来 江森缓缓道 我一本书 简体都能卖出几百万 现在海外繁体市场 一定卖得更好 我猜香江那个出版社 一定向你们约稿了吧 是不是对我的第二本 很抱市场期待 不是 深城那边 辉哥在会议室里 拿着手机 开着免提 眼神很不对的 看着坐在房间里的骆总 辉哥 见总几个人 很想抱粗口 憋着道 你哪听来的消息 没有的事 不管有没有吧 没关系的 江森微笑道 大不了我二二军 这个马甲不要了 我换个地方写 我本人署名 也不要 我就负责线下供稿 跟你们签的那份卖身欠 那东西 束缚不住我 我顶多写个三五年 赚点小钱就走 帮输蒙啊 117啊 培养几个大神马甲出来 你们能闹我怎么样呢 二二军 辉哥原地爆炸了 怒吼一声 你腿磨的 我 我草泥马 骆总和风哥 几个人都惊了 差点惊叫出来 十八中的梅渣跑道上 江森却哈哈笑道 吴总 别生气嘛 生意都是可以谈的嘛 你们花这么大的力气 又给在我们当地最大的报纸上登报 线下给我压力 又是在网上自导自演 搞风搞雨 线上也给我压力 搞了半天 不就是想让我开新书吗 我猜猜 湘江那边的出版社 你们每本书的版权分成是多少 一本书 应该能拿到十来块钱的港元的吧 湘江 台海 东南亚 米国华人街 我这本书 应该挺受欢迎的吧 能卖出一千万册吗 没有一千万册 八百万 五百万册 总是有的吧 上本书大火 下本书的分润 肯定更多吧 我的繁体买段 总收入是十万八千块 你们呢 估计一百倍都不止八 是不是如果我不写 接下来另外一个一千万 就要泡汤了 那如果我就是不写呢 你们能拿我怎么样 我就宁可二零二二军 这个马甲掉粪坑了 老子不要了 你们能怎么样 找个跟我差不多的枪手代笔吗 我手里也有合同的 你们找枪手 我就告你们 非法使用我的马甲了 草 灰哥怒吼一声 又深深地狂吸了一口气 硬是把情绪按了下去 在说话的时候 简直连声音都在颤抖 你想怎么样 对吗 江森停在操场中央 看着夜空下 墙角杂草丛生的操场 和眼前那个孤零零的足球场球门 缓缓到 可以谈的 我的条件也很简单 钱 谁都想赚 对不对 灰哥眼神发狠 终于松了口 你报个价 江森道 一口价 一百万 马上 深城那边 灰哥明显松了口气 就一百万 我不贪心 再说大家将来还得继续合作的 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 我还分得清 江森像的老油子一样 给灰哥解释着 然后稍微一顿 诱导 不过 我还是要适当地提醒吴总 这是你们最后一次 用这样的方式 逼我了 不可能再有下次了 不管我下 本书成绩怎么样 你们都要跟出版社那边沟通好 我还在读书 而且 我这个人不喜欢钱 我对钱没有兴趣 我对我的高考成绩更感兴趣 钱对我来说 是早晚都能赚到的 我也不一定永远干这行 只是业余爱好 顺带利用业余爱好 改善和提高一下自己的生活质量 您能理解吗 灰哥沉默了几秒 点头道 嗯 我知道 还有 江森道 除了这一百万 这个月的月票冠军 你得给我 这怎么给 灰哥愤怒了 你输都完本了 人气都往下掉了 我怎么给你冠军 宣传一下嘛 这有什么难的 江森很淡定道 先放个风声 就说 我要开新书了 然后制造一点粉丝回来支持的假象 月票吗 数据吗 后台不能改吗 只要你们想 十万 百万都能给的吧 不要太夸张就行 搞点最后是个反超的气氛出来嘛 说不定 真有读者被你们带动起来 玩真的呢 骂的 灰哥只剩下骂了 江森把网站的运营规则 摸得实在太透 他简直都没法想象 这会是三个月前 刚入行的菜鸟携手 这段日子接触下来 简直比老油条还油条 也或许 这就是东欧市全市第九十九名的智力吧 聪明孩子玩起乍来 傻子就真的不够用了 好 灰哥像是下了很大决心似的 又问 那你什么时候开新书 明天 江森道 书稿 我直接发给我的责编未免 你们想什么时候发布 就什么时候发布 新书合约还需要我再记一下吗 灰哥道 我让小薇去东欧市 你们当面签 那正好 我的新身份证今天刚拿到手 江森微笑道 那么 打钱吗 灰哥一愣 现在 嗯 江森点点头 现在 说完 直接挂了电话 深城那边的大楼里 灰哥拿着手机 眼神中 忽然充满了惊喜 操 只花了一百万 牛逼 牛逼 灰哥厉害 剑总先站起来奉承道 风哥 洛总伸出手 和风哥重重地积了一掌 会议室里 充满快乐的气氛 江森说的所有话 几乎全都猜对了 我的老婆是女神 在海外热销 2022军 这个马甲 跟着墙里 开花墙外箱 最后一册印出来后 湘江那边的出版社 连夜就在 加印合级版的 和精装版的 并且对下本书 开出了更高的价格 让2022军 抓紧写一本 差不多风格的新书 一次性把钱赚个够 星星星中文 往这边估算了一下 他们最终分成利润 大概在能在税后 1500万左右 但是因为江森的不配合 湘江那边的出版社 都催得紧 他们就只好想出 舆论逼宫这样的歪招 当然 如果江森 真的就不搭理他们 他们也没辙 不过 幸好 二二军 还是讲道理的 看破了他们的 这点小把戏 居然还是同意了合作 而且 只要了100万的保护费 呗 是合作费 这100万 花的值 至于那个什么月票冠军 说真心话 对网站来说 谁拿冠军 有区别吗 都是自己锅里的肉 早晚都是落进自己的碗里 肉和肉之间 多摩擦两下 又不妨碍他们吃饭的 第173章 细看不算丑 呼 江森放下手机 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寂寞 这年头 果然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只要有玉石俱焚的决心 在面对妥协性和软弱性并存的资产阶级对手时 无产阶级的战斗力 果然战无不胜 曾经哪怕走红后 也觉得 挣得并不那么容易的100万 居然就这么轻轻松松到手了 有一说一 等我长大了 也去当个资本家 好不好 好像是挺不错的 江森忽然觉得 眼前的世界又开阔的许多 只要合法合理 干什么 不是为国家和人民做贡献呢 资本家 也有爱国的呀 呵呵 森哥忽然咧嘴笑了笑 把手机放回兜里 感觉内心平静了 就急忙转身往操场外走去 还有好多卷子没做 必须得抓紧写完才行 从明天开始 就真的分身乏术了 最重要的学习不能落下 训练也得继续 还要写特么的小说 下本书的篇幅 最起码还是得百万字起跳 按每天一万字的更新量来算 也得至少三个多月才能写完 刚好也就是这学期期末的时候 马拉个蛋的 感觉这个学期 成绩下降 是无法避免了呀 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复习 只能靠平时抽时间了 还有星星星 中文网 那群秀斗的 这种事 他们哪怕摆明了奖呢 虽然我对钱不感兴趣 但是 万一我将来三四弟的老婆感兴趣呢 万一我还在感兴趣呢 终归 还是要正的呀 要是国庆节的时候 就把这个事情敲定下来 还能多几天马字的时间 加上平时周末 这时间不就抠出来了 烦躁 为什么他们做人不能坦诚一点 我江森难道是那种不讲理的人 说起不讲理 上回那个记者 还有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人 深城那边 应该会接着处理吧 等第二本书写完 2022军这个马甲 差不多就真的应该在市场上站稳了 没入成本不小 真要舍弃掉 江森自己 都要感觉心疼和可惜 也算是 某种意义上的套牢了 所以这个口碑 现在是真的得维持了 不然口碑掉毛坑 他的收入也要跟着大缩水 这个世界的事 真是万事不由人 为什么一晚上 赚了一百万 还是不开心 我到底是怎么了 江森很自责地想着 不紧不慢回到自习教室 教室里头 已经坐了两个人 邵敏和林少旭 邵敏随口问道 森哥 你今天怎 我不开心 江森下意识就想回答 我没买到滑板鞋 话到嘴边 及时收主 叹道 没什么 只是又一次出卖了自由的灵魂 和骄傲的尊严 邵敏这两天 脑子格外清醒 居然又追问道 那你获得了什么呢 江森道 一百万人民币 教室里一阵安静 开玩笑的 江森摆摆手 怎么可能一晚上赚一百万吗 至少也得一年的对不对 教室里继续安静 江森道 我吹牛逼的 减个零 哦 邵敏和林少旭 终于接受了这个数字 林少旭心冲冲道 真的能一年挣十万啊 我也发书了 写了八千多字了 到底什么时候能挣到钱啊 你们到底是怎么挣钱的 嗯 江森微微一愣 问小林子道 你国庆节开了新书 嗯 林少旭显得挺兴奋的点点头 国庆节一口气 连着每天都写 四天写了八千多 我感觉打字还是有点慢 在我亲戚家里写的 我什么时候才能有稿费啊 啊 江森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用尽 可能准确又委婉的方式 教育这个菜鸡 见林少旭满脸期待的样子 便只好尽可能的不伤害到他那颗 对美好生活 充满向往的心灵 温柔道 不可能的 你这么写一分钱 都挣不到的 网络小说 主要就是靠更新稳定和字数赚钱 你四天才写八千字 只能算勉强过关 不过 你国庆节写了八千字到今天 差不多有十来天了 你一直都没有再更新对吧 你这么一段个 就算网站那边给你发签约短信了 你签约后 如果无法保证每天的更新 照样是死路一条 上架了 也不会有几个人看 要是只有十几个订阅 一个月还只更新那点字数 撑死了也就几块钱 你花掉的电费 都不止这个钱 连计合同的成本 都收不回来 我觉得 你还是先好好读书吧 学生写小说 死路一条 江森一口气说的有点多 信息量有点大 林少旭 听得茫然又幻灭 少敏还跟着补一刀道 就是 江森一天就写两万多字 一天顶你十来天啊 林少旭睁大了眼睛 刚刚眼里 那充满希望的光 一下子就暗了下去 那我国庆节那几天 不是都白写了 我每天从早写到晚呢 也不完全是 江森走到林少旭身边 拍了拍他的肩膀 不知不觉这些天 他好像长得比林少旭 还稍微高了点了 安慰道 至少你知道了赚钱的不容易 明白了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事情 就算你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也比不上别人业余时间 随便搞搞的道理 林少旭仰头看着江森 目光中带着运怒和 你滚两个字 江森当然看懂了 教育完这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菜机 就偏然返回自己的座位 埋头狂写自己的作业 林少旭转头看了江森片刻 想起江森 这回比文科班第二名 高一百多分的成绩 非常傲丧地在心里叹了口气 他升上高二后 好像状态就有点下滑了 七门课的总分 只比第二名胡尔逼高四十多分而已 胡尔逼的英语也比他好 好像从某种意义上 他已经被江森越拉越远 自习室里 再次安静下去 除了他们三个人 没有其他人再过来 少明做了两个多钟头的作业 写到九点半 就抓紧起身离开 江森则是早在八点半左右 就已经飞速写完了今天的日常功课 然后开始加餐 拿出卷子 再来一次 又过了一个多小时 十点半左右 江森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他拿出手机看了眼 是银行发来的短信 提示一百万转账已经到款 显示账户余额一百零三万出头 然后看完 就当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继续埋头干活 江森 我先走了呀 快到十一点的时候 林少旭有点熬不住了 起身对江森说了句 江森的注意力全在卷子上 完全没有听见 林少旭安静站着 用一种羡慕的眼神看着江森 沉默了几秒 才心中悠悠一叹 静静地走出了教室 江森却完全恍入味觉 我草 今天的题目好难 写到十一点四十多 江森终于放下笔来 手指的指节上 被笔杆摁出深深的印子 然后抬起头来 一脸满足地转了转手腕子 这时才恶然惊觉 人脸 说完转头一看教室后面的时钟 一瞧 居然都这个点了 当即又我靠了一声 赶紧匆匆关灯关窗关门 撒鸭子跑回了宿舍楼 风风火火冲回寝室 302寝室 早就关了灯 江森摸着黑 拿出脸盆 找出换洗的衣服 火速跑进水房 然后千赶万赶比平时 还敷衍地洗了全身 终于赶在老不过来拉电闸之前 从水房里跑了出来 11点58分 宿舍楼准时断电 夜里想去吁吁的 都只能自己打手电筒 至于拉锡的 小号手电筒 可以叼在嘴里 深夜时分 晚风吹过水房的万年 不关的窗户 吹起江森那条挂在绳子上 甚至都没来得及 明干的小内裤 一滴水珠 滴答落在地上 散落成一片水花 水花哗啦一响 简成一大段蚊子 任务完成 在全球商业写作 阅读行业竞赛中 拿到世界第一 皮肤状况 由微重度多发性 琢瘡综合症 半微重度油脂性毛囊炎 转为微重度多发性 琢瘡综合症 半中度油脂性毛囊炎 获得额外奖励 完美鼻形 身高持续增长 皮肤进一步改善条件 获得高中省级 三好学生称号 额外奖励任务 拿到一次全国第一 奖励完美下巴 全球商业写作阅读行业竞赛冠军 不再成为任务奖励参考 任务失败惩罚 系统消失 目前颜值等级评价 细看不算丑 第174章 我的老婆是女王 周六早上五点多钟 302寝室满屋子的人 全都睡得连楼榻了 都醒不过来 心里装着试的江森 却早早就起床出了门 六点出头 他拎着从早餐店老板那儿 买的肉包和牛奶 在微弱的晨光中 走进了菜市场隔壁小区的 一间居民楼 走到三楼 敲响一扇小门 门里头过了十几秒 才有人打开一道门缝 露出一张警惕的面孔 随即下一秒 当看清江森满脸的痘痘 黑网吧的老板 立马就认了出他 转换上一脸微笑 把江森放了进去 都是被郑海云抓过的孩子 自己人没错了 江森进屋掏钱 开门见山跟老板商量 25块钱包一天 外加一顿中午饭和晚饭 老板掐指一算 表示要再加5块 不过可以给江森多送两瓶水 江森没有二话 直接掏了钱 花了钱坐下来 江森打了个喝欠 打开机器 在主机开机的间隙 他随意地打量了一下四周 这会儿这间网吧里 坐的人还不少 除了他这个房间 还有两个空位 另外 一大一小两个房间里头 全满满满当当的 基本都是18钟 过来通宵的初中声 高中声也有 不过不多 屋子里二手烟气味浓重 熏的人感觉有点不适 江森把窗户又打开一道缝 让新鲜空气吹进来些许 然后抓紧几口吃完早饭 慢慢吞吞的机器 也就发出了启动完毕的背景音乐 那个老土的Win98的界面 再次出现在江森面前 呼 江森微微吐出一口气 这里的环境 可比萌萌那边差远了 而且 相比起暑假 那会儿 可以一心一意地干活 接下来这几个月 他的压力简直不要太大 每天的上课和训练都不能停 只有周末有一点点的休息时间 还要提防老邱找过来 不过周六这天 校队普遍都是不训练的 今天倒可以放心干活 但明天就不好说了 鬼知道 老邱会不会又把哪个学校 拉过来打练习赛 我堂堂某周爱福森 居然会有厌恶打篮球的一天 真是风水轮流转 一天一个样 江森心里很无力地吐着槽 脑子里也空空荡荡 这会儿根本不知道该写什么 随手就先打开了QQ QQ上的好友就两个 一个是卫面之子 一个是上回回青山村 加上的老孔 此时 两个人的头像都是黑的 不过倒是都有留言信息 卫面之子的留言忙忙多 每天都给江森发 我的老婆是女神 的数据截图 还有之前各种恐吓 吓唬 威胁2022军被喷成狗的话 全部拉下来 至少两三百条 江森看都懒得细看 随手点插 又看了下老孔的 老孔就发了两条 一条是国庆节时发的 在不在 第二天 是大前天发的 江森 我感觉我 看得差不多了 刚开始 还挺好看的 看到第三本 就觉得没意思了 现在看什么 都觉得是垃圾 我要再多看几天吗 嗯 进步这么神速吗 江森有点怀疑 回想 自己前世那会儿 可是看了至少 二三十本 各式各样的小说后 才觉得你们都是渣渣的 老孔的成长速度 竟是我的十几倍 不过转念一想 一个四十多岁 保金风霜的中年老男人 和当年才刚上 大衣满脸 猛逼不安事事的他 一笔 确实不是一个概念 再者江森怀疑 老孔很可能看的 全都是某某委员的作品 那特么 看到第三本 就觉得无聊 当然是很正常的 开始吧 江森回了三个字 就关掉了QQ 倒不是怕分散 自己的注意力 而是这波电脑运行速度 如此缓慢 江森是真的担心 多开个QQ 都会占用 CPU内存 看完 看完QQ 留言 灵感 依然没有 江森又干脆 打开新型中文网 瞄了眼数据 而这一看 还真心吓了一跳 我的老婆是女神的军定 居然已经破了七千 最高订阅 更是突破了一万五千 这才零五年 算是超级牛逼的数据了吧 毕竟这本书 七月六日才上传 八月十号才上架 到今天也才十月十八号而已 满打满算百来天 对一本网文来说 相当于刚起步而已 但数据 却已然飙到了巅峰 好吧 看来我果然是个天才 嗯 那么新书就写个天才少年好了 脑子里忽然像是 抓住了点什么东西 江森果断关了网页 然后新建了一个word 谢天谢地 这破机器里 还有自带的微软办公软件 盯着空荡荡的文档 江森开始进入 放空发呆状态 新书按照市场需求 必然得适合 我的老婆是女神 差不多的东西 不然风格转变太快 容易招致受众抵触 会流失掉不少上本书积累的读者 那么这样一来 这本新书的主角 虽然是个天才少年 不过故事线路 还是必须得奔着情情爱爱去 这么一想 书名就得尽可能地 网上一本书去靠 那么新书叫什么好呢 我的老婆是女鬼 不行不行 妈的这东西 肯定活不长 而且 简体绝逼出不了 她老婆是女警 嗯 容易让人想起 港片里好多不太好的东西 而且也同样容易被和谐 那么 我的老婆是女王 嗯 这个好像不错 书名一确定 江森脑子里的那点思路 就慢慢活跃起来了 大环境 类似于欧洲中世纪魔法背景 主角本是某牛逼大人物的后代 还在老妈肚子里的时候 就跟宫廷里的小公主 指父为婚 奈何大人物过分牛逼的背后 却暗藏杀鸡 最终 全家满门在大王子的血色婚礼中被灭 只有墙堡中的主角 在婚礼前一天 被人贩子拐走 迈进深山 躲过一劫 大王子婚后登基 将只有不到一岁的小公主 改为许配给帮他杀主角一家的帮凶的儿子 而主角被迈进深山后 却被一个好心铁匠救下 从小修炼火系法术 因为天资过人 所以 进步神速 别家小孩都才升到一级二级 主角就已经十八级 自己还不知道 每天的爱好就是进山抓捕神兽考了家餐 终于到了十三岁那年 一只雇佣兵小队奉主角仇人之命 进入森林寻找某种魔兽 要取魔兽金河给小公主制作生日礼用 需要当地向导 于是命运的齿轮缓缓转动 行了 森哥想到这里 差不多就知道这本书后面的走向 必然是主角拿着金河返回王城 然后机缘巧合留下 又和小公主发生虐恋 然后一通 后先被拆散 主角死里逃生离开王城 发誓要夺回自己的女人 然后转头就开始修炼 修炼的过程中 又各种珠强服弱 并建立起自己的势力 这个时候又听闻 十几年前大佬被灭全家的事情 转头又发现 原来自己就是大佬的孩子 自己深爱的女人 居然是仇人的孩子 但问题 两个人又是只赴为婚 真心相爱 偏偏这时 王朝统治失序 杀主角全家的大王子被杀 小公主被推上王位成了女王 主角则在人群的拥戴下 被迫扛起了造反的大旗 相爱的两个人 因为各自立场 走到了刀兵相间的两面上 与此同时 还有各种其他姑娘明里暗里地 要对主角以身相许 搞得女王大人就非常火大 最终大结局 只要主角打败双方共同的敌人 亡灵也好 什么第三方怪物也好 拯救世界 然后挟此威势 顺势推翻了王朝 改变历史轮回 从此人民当家做主 最后一集就是主角去解决 顽抗的女王大人 解决方式就是 嗯嗯啊 一次不够两次 终于将女王说服 从此过上日也啪 夜也啪的色情生活 没过多久 就三年五载 至于其他那些要倒贴主角的姑娘 只要不理送出手 最后留个开放式结局 想来年轻幼稚的男性读者 也不会有什么意见 江森越想越对劲 很好 就是这个调的 故事本身非常完整 只要描写上不是那么露骨 想来应该简体出版能过审 也能给海外市场的读者们 留下充分的想象空间 花了将近半个多小时 江森终于把新书的故事编缘 至于设定什么的 就跟着剧情走背 剧情不能被设定困死 也不能被大纲困死 大概脑子里有条线就好了 这就是江森一贯以来的写法 正经作家 谁特么会写大纲呢 word上一个字都没有 江森稍微整理了一下思路 开篇马上就从主角和小公主 指付为婚写起 飞快地霹里啪啦敲起了键盘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缺叫的缘故 又或者是开篇背景 需要交代的东西有点多 但又不能显得太过繁杂 很考验叙事技巧 江森不知不觉放慢了速度 第一章就写得略微有点卡 等写完第一章四千来字 时间已经是早上九点半出头 跟之前在网吧的效率 不能同日而语 写完后 检查了一下错别字 又花了点时间 写了篇新书感言 大意就是老子本来是不想开新书的 但是有合约在身 不得不写 高二关键时刻 本该好好读书 奈何成了金钱的奴隶 大家不要学我 这本书写完 下本书就是高考过后 希望还在上学的同学 不要看小说 另外 如果可以的话 请把月票全都投给 我的老婆是女神 我打算冲个2005年年度冠军 两篇敲完 直接发给了卫冕之子 周末无休的卫冕之子 这会儿刚在电脑前坐下来 坐着冰咖啡 拿着三明志 听到QQ滴滴滴作响 还以为是哪个扑街大清 早球他要推荐了 然后低头邪灭一眼 顿时激动的差点 把满嘴的咖啡都喷出来 连忙扔下手里的早饭 飞快点开回复一句 二哥 江森不紧不慢 敲了两个字 新书 卫面之子一瞧 有文件传输过来 急急忙忙收下 江森又敲了几个字 今天写到晚上七点左右 能写多少算多少 周末多写 正常工作日 每天晚上尽可能多发 章节数会减少一些 每章字数增加 写够一百万字就完本 具体每天发多少 你们自己看着办 敲完后 头像就暗掉了 二哥 二哥 维棉子大喊两声 然而 公司大佬 昨晚上全都去了南直立潇洒 公司里只有 寥寥几只加班狗 抬头看了看他 无人分享他的喜悦之情 维棉子却按捺不住 先给辉哥和罗总他们发了短信 然后二话不说 就跳到 我的老婆是女神的书评区 大吼三声 二二军新书 我的老婆是女王 即将发布 敬请期待 几小时候 整个网文圈子 一片窝草 这狗东西明明说好了要封闭的 出尔反尔 无耻小人 第175章 穿梭在两个世界 故事刚一开篇 江森就写得半卡不卡 但即便艰难 也还是咬牙坚持 马自这件事 就是这样的 不可能时时刻刻 都保证状态优良 然而 行业本身的规矩又注定了 不管作者状态好坏 他都必须得按时交货 否则 对绝大多数正常写手来说 不更新失去的东西 肯定要远比某一张发挥布加来得多得多 并且从客观规律来讲 写作状态这件事 本身也就是个伪命题 因为状态这个东西 本身就需要通过不断的自我锤炼 才能被激发出来 而以江森的经验 写烂或激发状态的效果 其实 要比通过等状态 这种自以为很像作家的方法 效率高得多得多 并且就网文而言 也是对等更读者的一种尊重 哪怕写杂了 被骂两句 也比本月不更 求月票要好得多 毕竟写文和卖艺 本就是一码子式 花钱看书 然后骂人 是每个读者天然享有的权利 当然反过来讲 删帖禁言 也同样是网站赋予写手的权利 无非就是 双方互相这么操作之后 彻底解除供求关系而已 做生意 买卖自由 愿打愿挨 天底下古往今来 任何行业都是如此 只不过互联网文学 将这种现象放大并公开了而已 江森哼哧哼哧地写 写得痛苦又艰难 但还是在12点左右 给为棉子发了新书的第二章 同样是4000字 一整个早上5个小时 只写了8000字 比他之前慢了不是一点半点 但这个速度 在江森看来 其实才是常态 他上辈子 差不多就是这个水平 现在只是回归正常了而已 干完活 江森喊了老板一声 没一会儿 午饭就上来了 两包泡面泡成一碗 还加了蛋和火腿肠 成本大概5块钱 老板说 外面要卖10块 江森笑笑不说话 两三下就把这顿饭 连汤都不剩 全都倒进了肚子 吃完后 去网吧脏兮兮的卫生间里 洗了八脸 在坐回位置上 刚闭上眼线了没几分钟 手机忽然震动了一下 江森拿出来一看 是老孔打来的电话 有点疲惫的一接通 立马就听到质问洞 你怎么发信书了 不是说不写了吗 哎 江森只用一句话 就解释清了所有问题 他们给了我100万 已经到账了 老孔听完 半天没有吭声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问道 你不打算考大学了吗 不至于 江森道 我们说好了 这是高中期间 最后一本 这本写完 真的就不写了 你放心吧 这个学期就能搞定的 下学期就认真读书的 哦 那就好 老孔微微点头 又有点不放心的 沉声叮嘱道 你从山里头出来 不容易啊 花了那么多年才熬出来 现在临门一脚 我就怕你想法太多 等考上大学 你有的是时间赚这个钱 这100万现在看起来多 可我现在觉得 你将来 肯定不止赚这么多的 但是读大学的机会 错过了就很难回头了 就算你今后出名了 能买个文凭 那跟现在这么 堂堂正正考上去 也是两码子事 我知道 我知道的 江森道 你放心吧 我又不是自甘堕落了 我现在至少 比全中国九成的学生 要努力好吧 别说我了 你自己呢 最近身体怎么样 老孔被江森 带偏了话题 随口回答 身体倒是没问题 按时吃药 每天该吃吃 该睡睡 江森问道 那小说呢 开始写了吗 老孔道 还在构思呢 现在只想到个开头 那就写吧 江森笑道 构思是构思不出来的 先写再说 构思100年写2万字 还不如构思2个小时 先写1万字出来看看 你第一本书 做好无法签约的 最坏心理准备 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 把书写完 不要半途而废 而且就算成绩再差 也要认认真真的写 能写100万字 就写100万字 能写200万字 就写200万字 等你写完后 下本书再差 也不可能差到哪里去 200万字 老孔有点被吓到了 喊道 我20万字 都不见得 能不能编出来 先练吗 量力而为 江森道 不过我话要先说明白 写完200万字 学到的东西 可不是100万字 能体验到的 同样你要是写20万字 下本书 依然还是要朝着 200万字的目标去努力 想挣钱 这一步早都要迈过去 所以 到底是一步到位 还是分开来好几步 花上好多年时间慢慢来 这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 你今年48岁 孔双哲同志 留给生存的时间 我确信还有很多 但留给你成长的时间 那真是没多少了 你的精力 还能维持多久 现在你说了不算 是你身体条件的客观状况 说了算了 那 按你的意思 就瞎写了 嗯 瞎写 江森不紧不慢地道 就两个半要求 第一 快点写 第二 一定要写完 然后在这两点的基础上 写得越长越好 一边写一边构思 一边构思一边写 出现问题 解决问题 解决中发展 发展中解决 争取一次性 把自己的缺点全都暴露出来 有问题 就慢慢改 下本书改两个 就能读几个读者 下下本再改几个 又能再多几个读者 等你把所有毛病都改完 你就无敌了 至少来说 你已经把自己的潜力 全都挖了出来 就算大钱挣不着 每年几十万 百来万的小钱 你还怕挣不到 老孔听完江森一番指导 话是没听进去多少 可对最后一句话 倒是非常敏感 骂道 我日你大爷的 你管几十万 百来万叫小钱 这个 相比较更大的钱而言 小伙子 你不要飘啊 是是是 江森感觉老孔的关注点 已经模糊了 连忙扯回来道 反正你先写吧 有什么问题 随时交流 我现在除了洗澡 手机一天24小时 都待在身边 行 你自己学习也别落下了 老孔又提了一句 就挂了电话 这么几分钟的电话打完 刚吃过午饭 有点困意的江森 也感觉有点清醒了 干脆 原本决定的十分钟 午觉也不睡了 立马又振作精神 开始噼里啪啦敲键盘 写到两点出头 又给维冕子 发去了一张四千字 只是这下写完后 身体就真的明显 觉得有点疲惫 他闭上眼睛 仰头靠在椅子上 想让身体舒缓一下 不过没躺两分钟 一只手就搭在了 他的肩膀上 耳边响起 罗北空埋怨的声音 麻子 你怎么不叫我一起来呢 江森睁开眼一看 罗北空已经嘴里叼着烟 坐下来 笑眯眯地打开了主机 我操 还是星期六 最特么逼得舒服 课也不用上 球也不用打 这话说的 好像他平时 就真的需要上课室的 江森淡淡笑了笑 忽然觉得自己 现在跟罗北空还挺像 他是每天读书 训练 抽空抠时间码字 罗北空室 每天训练 上网 抽空抠时间写点作业 都是日日发愤 夜夜图强的动良之才啊 吃了吗 罗北空随口问了句 你几点来的 早上七点左右吧 江森语气懒洋洋的 罗北空不由笑道 操 什么游戏引头这么大 老板 给我弄碗泡面 不要拉的就行 好 柜台那边大声回答 罗北空又转过头问江森 还是写小说 写小说 江森道 刚签了新合同 又要写一百万字 我操 老子看都下不下来 罗北空很实在道 马子 我现在是真服你 我他妈觉得 你除了打比赛 跟胡琴那狗东西一样会摸鱼 别的真的都挺好 我要有个女儿 就嫁给你当老婆 真的 你他妈太能担大事了 嗯 江森一听这话 顿时就来的兴趣 真的吗 罗北空笑道 操 当然 开玩笑啊 就算我有女儿 你能等得起吗 那也不一定 两师大龄未婚处男冷笑道 我要是四十多岁结婚 兴许真能赶上 罗北空道 去的你吧 四十岁还结个求的婚 你特么还能硬 江森感觉已经接近被侮辱到 果断打住了话题 闭眼道 我先密会儿 一会儿接着写 嗯 罗北空点点头 戴上耳机 嘿嘿笑道 我先爽一把 说话间 就点开了桌面上的魔兽争霸图标 传奇的时代过去了 一个崭新的时代 已经到来 江森确实累得够呛 这一咪 就是将近四十分钟 醒来时 罗北空的泡面早就吃完 还剩半碗烫的空纸碗 就放在一旁 散发出微弱的泡面调味料的气味 罗北空则专注地盯着屏幕 左右手很娴熟地 在操控着屏幕上的纸片人 江森感觉不对 急忙动了动鼠标 自动平保的桌面 重新跳出来 一看右下角的时间 三点零八分 顿时狠狠下了一个机灵 操 这就差点过去一整个下午了 他急忙跑去卫生间 再次洗了洗脸 让自己清醒过来 然后回到电脑桌前 再次新建一个文档 稍微回忆了七八秒 就想起上一张断在哪了 抓紧又急忙敲打起键盘来 这一次 倒是感觉状态有点回来了 当然也有情节慢慢展开 前期铺垫结束 叙事视角开始稳定的原因 总而言之 明显比早上写得快了不少 罗北空一把打完 转头看着江森 那职业选手的敲字速度 微微震惊 已是尊敬了一下 马上就又把注意力 转移回自己的电脑上 开启了下一把 五点左右 江森检查完第四章 给维棉子发了过去 维棉子那狗日的 居然说了句 二哥 今天才一万六 退步了呀 江森懒得跟他废话 连话都没回 就由马不停蹄 新建了另一个文档 一口气 第五章接完 江森一看时间 晚上六点四十分 屋外的天色 已经彻底暗下来了 老板 吃饭 江森嗓音沙哑 地朝柜台方向喊了声 这回柜台那边 传来的却是老板娘的声音 哦 是早上已经付了钱的 那个是吧 他走进来 特地问江森道 江森点点头 老板娘马上道 晚上这顿不放鸡蛋啊 我不太会接 我老公回家了 嗯 没关系 江森很干脆 罗北空摘下耳机 转头问道 麻子 晚上通宵吗 不了 江森道 妈的体力吃不消 一边说着 脑子里已经昏涨账的 然后强迫着自己 检查完稿子 发给为名字 底稿上传QQ邮箱 接着直接就关了电脑 连眼睛都一下子 觉得舒服了不少 话说 好像应该去买瓶眼药水了 前世戴了那么久的眼睛 这辈子难得 这两只眼珠子 视力绝佳 可不能自己再玩坏了 心里念叨着 晚餐的泡面 很快就端了上来 江森几口吃完饭 跟罗北空打了声招呼 就晃悠悠地 离开了这个黑网吧 从居民区 安静的小楼里出来 隔壁的菜市场里 此时正是灯火通明 晚高峰正热闹 江森走进那片灯火 阑珊的烟火之地 闻着那烂菜叶腐熟的气味 恍惚间 就像回到了前世的童年 每个人看似活得挺高兴 其实 家家户户都不容易 掰着指头算算 可能每天干活的时间 也不比他今天少吧 早上五点不到起床卖菜 下午两点多去进货 回到家里 就是晚饭时间了 还得再把明天要卖的东西 稍微预处理一下 不然还卖不出去 那会儿他就想着 今后一定要学门 能安身立命的手艺 至少不能再那么辛苦 又飘摇地活着 所以大学就学了医 结果谁能想到 狗日的学医更苦 毕业了当的小医生 也没几个钱 再后来找到 马自这条片门的路 还天真的以为 能把医院的工作 当条退路 将来写不出东西 还能回去上班 可是这个想法 显然是幼稚了 其实 马自这份活 才是退路 医院的那份工作 累归累 可那才是 安身立命的本钱啊 人都离开了 怎么可能再回得去呢 幸好老天爷对他还行 终归还是运气好 选对了路 马自也出了点小成绩 只是与此同时 也就再没有任何退路了 任何一个 拿写小说当职业的人 事实上 都已经退无可退 除了拼命 再没有别的办法 江森暗暗嘀咕着 不知不觉间 走出了喧闹了菜市场 走回了学校 十分钟后 七点出头 他再次出现在自习教室里 拿出一份数学试卷 看着上面那仿佛穿越了轮回的题目 江森微微喘了口气 提笔开动 那略微不真切的感觉 就像一天之间 穿梭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第176章 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我日 什么情况 江森睁开眼 发现四周一片黑洞洞的 夜风吹在身上有点凉 教室的吊扇也还开着 只是灯河门都关了 他茫然了好一会儿 才想起自己刚才 好像是做了套数学试卷 做完后 教队答案的时候 发现自己 怎么也看不清最后一题 是怎么意思 就想趴下来 休息一会儿 看样子 应该是直接睡过去了 教室的灯河门 估计是 林少旭走的时候关掉的 不过这个傻逼 怎么就不把 电风扇一起关了呢 江森微微哆嗦了一下 百明应该是感冒了 要是林少旭走的时候 不关灯 兴许被寻夜的老伯 叫醒还好一些 还能起来回寝室里 睡个整觉 或者干脆直接叫醒他也好啊 小林子这个货 办事能力真是令人无语 罢了罢了 说到底还是自己睡着了 早知道应该给手表 再射个闹钟 以防万一 心里这么念着 摸着黑气伸开了灯 关掉电风扇 江森看看时间 凌晨三点半 这不死不活 不上不下的时间 他满心无语地重新坐回去 脑子里有点猛 这个点到底是该继续睡 还是干脆去网吧干活 又或者再做套卷子 思来想去 回想起小林子上去学 差点病死的后果 终于还是做了最正确的决定 收拾了一下桌上的东西 关门窗户 离开教室 大半夜的 才锁了门 片刻后 黑灯瞎火回到宿舍 江森躺回床上 很快又一觉睡了过去 接着短短两个多小时后 就被手表的闹铃吵醒 五点多钟 拖着极其疲惫的身体 先去水房洗了个热水澡 然后再次出了门 六点不到 就拎着早饭到了黑网吧 我操 这么早 彻夜未归的罗北空 这会儿精神还亢奋得不得了 江森感觉已经没什么力气说话 只是N了一声 就抓紧吃了早饭 又打开了文档 这一回 脑子里就像塞了棉花 干巴巴的 就是应急 勉强挤出两千字 本想直接发给为棉字 但仔细在一读 觉得好像毫无信息量 根本对不起他 2022军的马甲知名度 于是又收回这个念头 又硬是加了段大戏进去 写完后 再满心说不出的 烦躁地耐着性子 狠狠改了一通 改完后 一看字数 愣住了 居然凑出 足有六千多来 这才觉得过了心理之关 发送了出去 这时再抬手一看时间 居然已经早上八点半了 就像昨日重演 窗外的时间 已经一片明亮 罗北空 常常放下耳机 常常地伸了个懒腰 问江森道 写完了 写完今天任务的四分之一 江森说着 起身活动了一下四肢 又去柜台买了瓶红牛 咕噜咕噜 灌下去 不管有用没用 好歹寻求一点心理安慰 喝完后 为了对得起这八块钱 立马又再次打开word 半颗不停地敲打起来 太有才华了 罗北空 看得很是钦佩 嘴里又嘀嘀咕咕 念着最后一把 也打开了游戏 两小时后 江森把今天的第二张 给为棉子传了过去 深成那头 今天在家里加班的小微同志 这会儿才刚刚睡醒 打开电脑 眼睛都还有点睁不开 就发现 江森已经传了一万字多来 不由瞬间惊喜起来 二哥 今天要挑战三万字吗 做梦 江森回了两个字 在他身旁的罗北空 这时终于挺不住了 站起来拍拍江森的肩膀 张着嘴嗷嗷打喝浅 说道 麻子你牛逼 我先回去了 你特么也太能熬了 还行吧 江森略带一点鼻音地说着 突然这才想起来 自己好像是带病之躯 而且刚刚从学校过来的时候 也完全忘了 要去药店买感冒药 正好 这会儿一张刚写完 看今天的时间还算早 晚上天黑之前 再写一万字 貌似也还来得及 江森陡然间觉得 压力小了很多 就干脆跟着罗北空 一起下了楼 随后两人在小区出口分开 直奔菜市场里的药店 买了和他前世常用的感冒冲剂 带回了黑网吧 片刻后 再次回到黑网吧里 江森没忙着喝药 他打算午饭后再喝 另外 楼上楼下这么一走 精神也好了不少 于是 就又打开了World 趁着自己规定的 十二点吃饭时间之前 江森顺着刚才那张的思路 又赶攻了两千字的 一个小章节出来 等到十二点 他一边喊老板做饭 一边抓紧检查了稿子 等到老板 把热气腾腾的泡面端上桌 他刚好把文档 传给了未面之子 又趁面太烫 需要稍微放凉 一两分钟的时间 随手打开了 新兴兴中文网的网站 网站的首页上 赫然已经打出了 我的老婆是女王 明日上线的广告 这就是一年 能给网站 挣几千万的待遇啊 操 资本家 来钱真快 江森的信念 忽然就动摇了一下 一边动摇 一边赶紧呼吃呼吃吃泡面 滚烫的面条 五分钟就解决战斗 吃完后面汤 都还烫得下不了嘴 但森哥现在富有了 也不在乎这点面汤了 很麻利地喊来老板 把碗拿走 又管他要了个 一次性的杯子 冲上感冒冲剂 看着 我的老婆是女神的 后台数据 等到感冒要稍微放凉 他端起来一口喝完 然后缓缓呼出一口气来 黑网吧里没有空调 刚才也一直都没开电风扇 早上温度上来后 其实 他已经感觉不到 有什么明显的难受了 刚才那点鼻音 似乎也只是个误会 喝点感冒冲剂 只当是以防万一 话说 这个身体的强悍耐操能力 绝对不是普通级别 他闭上眼睛 算着下午 还有八千字要写 这个数字说 多不多 说少也不熟 而且 这么一松垮下来 身体上的疲惫 加上精神上的压力 还真就让他有点不想动了 肚子的午饭 还在跟感冒冲剂化学反应着 身体里的血功 开始往胃里集中 大脑的供养略微不足 加上感冒药中 某些抑制腹胶感神经 活跃的成分 那强烈的困倦感 一下子就笼罩住了 江森的全身 就像几一只羊咩咩咩的叫着 像海啸那样 朝着他正面拍下来 鼠不死你 也压死你 让你瞬间开启长眠墨水 不睡 江森忽然睁开眼 硬顶着坐起来 强行跟身体 本能斗争着 今天第四次打开了文档 下午一点不到 江森咬着牙继续编故事 感觉脑子迟钝了 就另外开一个文档 敲下几个接下来 剧情的节点关键词 然后就这么一个节点 挨着一个节点 十分艰难地硬写 写到三点半 终于又熬出四千字来 接着再努力修改一番 改到四点出头 第四章就给维棉子发了过去 顺便略感不安地问道 帮我看一下 质量还行吗 那边立马回了个OK的手势表情 紧接着 大概只够了两分钟 卫面之子 就火速回到 牛逼 请继续 看到这个评价 不管真假 江森是真的长输了一口气 在牛逼的携手 都是需要正面反馈的 尤其当身处这种身体 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之下 旁人短短的两个字 可能就会决定一本书的走向 换作菜鸟来 甚至就是一本书 太监与否的转折点 只不过江森这种生物呢 抗压能力就稍微好点 如果刚才 维棉子发来的是 写的什么玩意儿这种评价 他就会再重新修改一次 如果还不行 那就整张重写 如果依然不行 那江森就会把维棉子拉黑 并且给他留言 臭傻逼 你懂个吉博 最后很坚定地 把最开始的原稿发上去 这就是江森的做人方式 写完第四章 只剩最后区区四千字 江森心里面的压力 终于完全卸下 看看时间 距离晚上七点 差多还有三个小时 可江森依然不敢大意 只是稍微放松 休息了不到十分钟 就又一次投入了战斗 晚上六点 天色刚暗下来 在黑网吧里 吃过晚饭的江森 手里拿着一盒 喝了两包的感冒药 从菜市场里走了出来 时间比昨天早了一个小时 但身体的疲劳程度 已经积累到某种临界点 所以今天晚上 江森打算 不做数学题 进了学校 他直接进了自习教室 教室的门须掩着 看样子 林少旭或者其他人 应该是刚出去吃晚饭了 还没回来 江森进屋开灯 走到自己的专座 拿出了一套历史试卷 和一套英语试卷 不是森哥看不起他们 但确实是在森哥眼里 这两份卷子 只配在他状态最不好的时候 出来当松弛精神的玩物 森哥 你这两天去哪儿玩了呀 七点多钟 江森刚解决完历史试卷 正在校对答案 足足三十六小时 没见到江森的少敏 就探头探脑地走进来 很是好奇到问道 江森也很坦白地回答 去了非法娱乐场所 哦 少敏顿时眼睛发亮 有多非法 江森道 就像白区里的红区 那样非法 普遍抓到就要原地就义 少敏黑黑笑道 那你什么时候带我一起去啊 没问题 一天三十块 江森对完答案 给自己批了八十八分 很吉利的一个数字 然后把历史试卷收好 又摊开背单那么长的英语试卷 少敏就当场不说话了 又过了没一会儿 张荣生 胡琪 林少旭 还有几个女生 也陆陆续续进了教室 嘻嘻哈哈了一阵 八点多快九点的时候 又开始陆续离场 江森状态 确实不太好的 做了将近快两个小时 才把卷子写完 连英语作文都没放过 写到九点出头 自己把分数批出来 一看只有一百三十四分 就知道 今天的智力 已经降到谷底了 撤了 他站起来 很无力地说了句 林少旭听到 顿时无比惊喜 今天走这么早 熬不住了 江森实话实说 张荣生不禁来了精神 马子哥 你居然也有熬不住的一天 少敏见笑道 在非法娱乐场所 待了两天才回来 哪个顶得住啊 林少旭也是被带坏了 脸上进露出了 某种向往的表情 什么非法场所 张荣生和少敏一口同声 网吧 林少旭脸上他兴奋的光 瞬间消退 这个小伙子 不知道暑假和国庆节期间 到底都在他亲戚家 经历了什么 状态挺不对的 江森收拾了卷子 马上就回了寝室 周末时分 宿舍楼上和对面 301都还一片喧闹 罗北空早上回寝室睡醒了 就一直打排到现在 还有一大群楼上的人跑下来 搞得三楼就跟非法娱乐场所似的 江森洗漱完回到302 直接把门一关 但也挡不住从对门传来的噪音 他无奈地叹着气 拿出马瘸子治疗痘痘的药 内服外服 这两天熬得有点狠 鼻子上和嘴边一圈 又冒出来几颗摸着很痛的痘痘 某些一忙死不承认的上火症状 在江森脸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抹完药 闭上眼睛躺下来 江森又直拍脑袋的响 早上买感冒药的时候 忘了满眼药水 听着屋外 那至少要持续到11点左右的响声 他又后悔没多熬一会儿 不然 说不定 还能多做一张历史试卷 一边心里又琢磨 要不干脆就搬出去住好了 顺便买台电脑 但是话说回来 租房也有租房的烦恼 怕被小偷光顾 担心邻居傻逼 哪怕治安和周围环境一切都好 时不时有个马桶堵塞 水管漏水 电气失灵 都是挺麻烦的事情 可是话再再再说回来 老子手里 可是有一百万 江森忽然又心头一跳 却没有睁开眼睛 只是刚刚放松下去的精神 又略微亢奋起来 一百万 干嘛不直接买房 也不对 房子当然是要买的 可是这也不是当务之急 如果真要买的话 他当然选择一步到位 买好一些的 而且买完还得装修 根本没这个时间 买来如果长期空着 有些倒霉无业 也指不定对房子打什么主意 他现在还在读书 真心没多余的精力 去考虑那些了 至于房价涨跌 反倒是其次 反正是买来住的 也从来没想过 靠倒腾房子赚钱 那么 干脆就住酒店吗 但是要怎么跟学校解释呢 我去住几百块一晚上的酒店 就是为了在酒店里 享受马子的快乐 承展棚 估计能直接一巴掌 呼死他吧 还有现在的网络舆论 如果被人爆出来这件事 他的贫困生人 舍不就崩了 别管什么 自己花自己的钱 对不对这种蠢问题 关键是市场的情绪 也是个人能操控的 市场甩了你 那根本不需要通知你 就像市场忽然间拥抱你 被拥抱的人 估计有时候 自己也是莫名其妙 知道超越小妹妹 凭什么一年能挣几千万 个把亿吗 因为市场说了算啊 市场是不跟你讲理智的 市场只有情绪 爱你就是爱你 不爱你就是不爱你 黑白分明道 比包青天都要包青天 爱曾分明道 让全世界最牛逼的经济学家 都会感觉自己是个傻逼 那这么一想 好像最好的方案 也只能是像现在这样维持了吧 江森迷迷糊糊 就在屋外的狂欢声中睡下 这一觉 他睡得急死急沉 次日早上 是被胡起千辛万苦 才从床上咬醒 醒来的时候 301和302的闹钟 已经想过半个小时 江森迷迷蹬蹬坐起来 看看时间已然七点出头 江森 你抓紧啊 我们先下去 吃饭了 胡起说了 就忙走出了寝室 江森左右看了一圈 寝室里的人都走完了 就连文宣兵都没了踪影 而屋外头 楼上的人也正闹腾腾地下来 这一刻 江森忽然觉得 承展棚真是会做人 把他们高二格 在高三和高一 以及初三之间 二楼尽可能地少人 看样子 主要还是照顾高三学生的休息 轻重缓急 分得很清楚啊 呼 略感疲惫地叹口气 江森弯腰从床底下拿起脸盆 脚步微微发飘地走了出去 新的一周 转眼就奔着十月份的月底去 江森每天依然像平时那样过日子 只是晚上稍微忙活点 饭后训练一结束 七点一过 立刻就要去黑网吧上工 每晚三个小时左右 咬牙坚持一口气 写一个万字大张 交给维棉子 维棉子那边则拆成三张 甚至四张 慢慢发布 而且 随着新书的正式发布 网络上之前 关于2022军抄袭的那些留言 很快就被打压下去 这年头的初代职业水军们 纷纷调转方向 之前 骂2022军 有多狠 现在前到账后 就道歉得有多诚恳 搞得那些主动参与进来的同行们 一时间 全都不知所措 脸肿的跟球一样 甚至更让江森吃惊的是 东欧日报的某个小版面上 居然刊登了一则致歉声明 说是由于近日本报发布的某篇报道 在采访和稿件编写的过程中 存在某种倾向性 意外对我是某少年作家 在网络上的形象造成了损害 本报某某板块编辑室和相关责任人 在此惩治向新星星中文网作家 2022军致歉 并对为2022军和新星星中文网 造成的负面影响 深感自责 根据本报进一步走访青山村 当地了解情况后 2022军确实是在46天内 完成了108万字 目睹该情况者 人数超过三位数 且在采访各家网络文学网站责任人后确认 每日更新2万余字 确实并非2022军独有 网文圈曾有过类似先例 目前 报社以责任相关实习记者主动办理离职手续 并对责编潘达海处以取消平优资格半年 并处罚款500元 周五晚上 看到维棉子给自己发来的这张报纸内容的照片截图 江森忍不住问道 面面 你们特么到底给了他们多少钱 至于献计一个实习生来帮忙炒作吗 不知道 不过 效果真的很好啊 卫面之子笑道 这个东西发到博客上后 我的老婆是女神的点击量和订阅 又上去好多 感觉越炒越顺了 主要还是看实力说话 江森回道 咱们不要学那些偶像 炒作只是旁门左道 偶尔用一下还行 变成常规武器就变位了 对了 我明天就不发了 学校要打比赛 早上集合 下午休息 晚上比赛 一整天都在外面 明天周六啊 卫面之子激动起来 那明天 你不是要少写两万字 不然 你想我怎么样呢 江森无比疲惫地叹了口气 回道 反正不会 让你们面临断更就是了 你们也帮我盯好月票 好处到位 什么都好说 说完直接关机起身 十点多钟 摇摇晃晃出了网吧 体育节要 持续到十二月月底底 如果要打到决赛 就是四场篮球赛 还有一千五百米的 一场全市中学生比赛的 选拔赛和正赛 学校里 还有一场郭佳佳的运动会 训练时间 只会越来越密集 再加上期末考试临近 十一月底 还有垃圾三校的 七中考联考 真正的考验 今天才开始呢 话说有没有必要 先给自己准备一点 速效救星完什么的 第177章 球队出征 江森晚上十一点不到睡下 第二天早上七点半 被罗北空和胡奇 两个人摇醒 自打高二开始以来 原本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就比以往缺叫了很多 可偏偏为了马字 反倒比去年睡得更少 两相作用之下 江森现在 几乎是逮住空闲 就能睡上半天 只可惜这样的空闲 几乎是不存在的 网站 老球还有考试 统统都不放过他 连他自己都不放过自己 不过今天总算比平时好一些 睡了八个多小时 身体勉强算是 恢复到了八九成状态 只是罗北空看着江森 这半醒不醒的样子 很是着急上火 直跳脚道 麻子 我特么喊你哥行不行 今晚打比赛了 我特么求求 你别再摸鱼来啊 嗯 江森点着头 迷迷瞪瞪 弯腰去拿脸盆 依然跟梦游式地飘出去 胡企看着江森的背影 有点担忧地说 他行不行吗 他不行的急搏 罗北空愤愤道 每天尼玛去网吧的时间比我都多 一天写几万字 我日特奶奶的 他就是拿一半上网吧的力气出来 老子今年都能打进四强 四强 胡企惊到了 我们不是今天打完 就能好好学习了吗 罗北空怒视胡企 胡企微微挺直腰杆 他暑假过后 长到一百八十九了 体重一百七十斤 罗北空根本打不过 在外面横行霸道的罗爷爷 于是又把视线转移到了别处 只能说 总务处安排这个寝室里 同时存在罗北空和胡企 绝对是用心良苦了 不然要是只有罗北空一个人 他能把其他所有室友 全都捏在手里当球玩 五六分钟后 江森稍微清醒地回到寝室 然后 三个人各自背上行李 一起出了门 这场全是十六进八的比赛 是由十八中对阵欧弯二中 地方不远 但也不近 虽然同为市区范围内 但十八中是在市中心的环线边缘 而欧弯二中则是在市区边缘 开车过去 路上不堵的话 大概一个半小时 但堵车就起码得两个钟头往上 所以晚上打完球 是必须在旅馆住一夜的 十八中由于多年来 鸡贫鸡弱 穷得一比 根本没这个经济条件搞接待 因而市里头 看在穷逼没钱的份上 就让欧弯二中这个土豪 拿下了主场优势 说起来很凄惨 然而广大十八中师生 却都对此深感愉快 论实力 十八中有罗北空在 跟欧弯二中那种 哼吃哼吃靠运气 才能进十六强 喳喳对打 一个人打他们三个都有赋予 所以只要剩下的其他人不要拉胯 尤其是江森这个队内二号得分手 能稍微正常发挥 这场比赛十八中就铁定要晋级 所以这一趟 基本就是吃欧弯二中的 睡欧弯二中的 玩欧弯二中的 玩完后不但不用给钱 还有奖金可以拿 所以有这样的好事 十八中上上下下 早就对这场比赛 期待的望眼欲穿 抓紧啊 抓紧啊 早点到早点吃午饭 中午酒店里吃饭呢 不要迟到了 江森 罗北空和胡启 从学校里走出来时 学校租的大巴车已经到了 老邱站在车门口 戴着顶红帽子 手里还拿着十八中的小旗子 跟个导游似的 满脸黑黑黑之乐呵 江森三个人上车后 车里已经坐了不少人 全队十五名成员 只差两个人还没到 除此之外 居然还坐着 曾有才和小王两个人 江森 微微一愣 但是立马就反应过来 郑教处已经包揽了 学校的所有脏活累活 凡是需要带队外出的事情 郑教处都需要掺和 不仅是体育比赛 连文艺会演 他们都要插手 校团委和其他部门的老师 简直高兴地 优惑惑惑惑惑 感谢亲人 郑教处 不知道替他们白加了多少班 还是没加班工资的那种 江森 不错嘛 江森从两个人身边经过时 小王很是热情地招呼了一声 江森对这个确实没什么能耐 也没什么存在感 然而 做人还是很懂规矩的老师 印象还行 微笑着点头道 王老师好 吃早饭了吗 啊 吃了吃了 你呢 我没吃 江森道 想吃饭团 我去买 小王二话不说 立马用跳车的气势下了车 这时正赶上最后两个学生 从路对面跑过来 老邱 看得直大喊道 王老师 你干嘛 要走了呀 等一下 马上回来 小王一头扎进了菜市场 五分钟后 等他哼吃哼吃 满头大汗跑回来 手里已经多了一个饭团 和一瓶牛奶 车子缓缓发动 江森从小王手里接过饭团 很是动情道 王老师 我觉得 你将来一定能当个好领导 曾有才立马听得眉毛一跳 小王则羞涩地直挠头道 这个 领导不领导的 听组织安排吗 主要你们这群运动员 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 吃不饱可不行啊 王老师 车上有饼干面包的 都带了 老邱无语地从自己的座位上 拿起一个袋子 开始挨个分 一边笑话小王道 你拍校长的马屁 这个汪拐的也太大了 得校长知道才行啊 不可能不知道 江森掏出手机 晚上打完比赛 我给校长发条短信 第一个就感谢王老师 请我吃早饭 你他妈还有脸说 老邱把脸一拉 天天比赛不出力 今晚要是在浑水摸鱼 我把你头拧下来 曾有才这时 镜片反光一闪 音测测来了句 不会是水平问题吧 邱老师 你这个排兵不振 还是要以学校的成绩为优先 不要掺杂个人因素 在里面啊 话音落下 全车人全都用一种 看傻逼的目光 望向曾有才 老邱咧嘴笑了笑 曾老师 我要是把江森 换给欧王二中 今天能不能打赢 还不好说的 你是领队 坐着看比赛就好了 比赛的事情 我们天天比 就不麻烦 你操心了 曾有才又自讨没趣 江森熬了一声 打了个喝歉 罗北空跟着伸了懒腰 很自然道 在我们学校比就好了 不用起这么早 学校还有拉拉队 那些女的 裙子穿到这里 跳起来 裤头都能看见 曾有才的眉毛 狠狠跳了两下 敢在政教处 副主任面前说这种话 简直是打脸及侮辱 但不想 老邱竟还跟着 一起绣扬说了句 今年打进决赛 我让女同学穿裤头 给你们跳 车上顿时一阵 嗷嗷鬼叫 江森无语地摇摇头 心想 这群傻逼 这话要让女同学们听见 你们还想看 能活着就不错了 幸好郑海云 今天不在车上 不然老邱的脑袋 还得像那天晚上一样 再破一次 第178章 满血复活 大巴车一路开开停停 开出市中心 经过一片成交结合部 又从一个工业区穿过 等一个多小时后 正式进入欧安区 主要街道境内 眼前的场景陡然一变 经过旧城改造翻新的欧安区 主干道两侧 密集的新式住宅大楼和写字楼 俨然已经有江森回来前 那个年代的味道 或者说 根本就是一模一样 路上除了行人和车辆偏少 基础设施方面 丝毫不比市中心逊色 而主干道附近不到两公里外 就是东欧市唯一的国际机场 哇哦 不错嘛 乡下什么时候搞得这么好了 妈的欧安也是市区好吧 你个乡下人屁都不懂 妈逼的 你猜乡下人 大巴车里一群读书和沟通能力 都不行的渣渣们 很快因为欧安区的大跨步发展 发生了莫名其妙的争执 在一片吵闹声中过了 大概十分钟 车子就在一家酒店前停了下来 曾有才意气风发 带头下了车 睡了半路的江森 也被老邱叫醒过来 睡不够地跟着满车的人 从车上慢悠悠走了下去 老邱看得很是奇怪 问道 江森 你昨晚上干嘛呢 罗北空大声道 非法娱乐场所地干活 嗯 什么非法娱乐场所 车下的曾有才听到 看着老邱 江森和罗北空 从高高的大巴前门车梯上下来 目光突然又犀利起来 罗北空眼见 差点要和江森同归于尽 急忙改口 没有 没有 乱说的 哼 乱说 曾有才抬了下眼镜 东西可以乱说 话可不能乱说 你小心点 罗北空见有才又装逼 那点尊重老师的心情 瞬间就没了 切 罗爷爷很是大不敬地 朝曾有才甩了个白眼 全市篮球赛就在眼前 除了校长之外 篮球队队长想怎么转 就怎么转 曾有才果然也为了大局 着想 硬是忍了下来 而他对罗北空没办法 拿江森就更没辙 只能眼看着江森和老邱 直接无视了他 朝着酒店正门走了过去 什么非法不非法的娱乐场所 统统原地成为过眼烟云 进了酒店 老邱熟门熟路 给队员们拿了房卡 两个人一间 江森和老邱住一屋 一群人轰轰闹闹 坐着电梯上了楼 各自散开后 江森走进房间 把手里当作行李箱 用的书包随手一扔 鞋子也不脱 直接倒头就往床上扑 老邱越看越疑惑 忍不住又再次问道 江森 你最近都干嘛了呀 累成这样 我干嘛了 你不知道吗 江森把脸蒙在枕头里 开始吸收老邱的罪恶 我他妈一天到晚要读书 现在中午也没得睡 吃完午饭 就要跟你去楼上练头篮 晚上放学了饭都不给吃一口 一练就练到六点多 食堂大妈天天被我拖到七点来钟 才下班 一天两天也就算了 我他妈是从这个学期 开始到现在 天天都这样 老邱一下子就喊冤起来 那国庆不是让你休息了吗 星期六不是没练吗 我都给你们算好休息和恢复的时间了 肯定是你自己又在哪里胡搞瞎搞 放屁 江森大喊一声 很理直气壮地 看老邱一眼 随即又立马扑回床上 继续把脸蒙在被子上说道 你懂个屁 像我这么学习优秀的学生 你以为保持全校第一很简单吗 妈的每天练完球还要跑步 我特么这个星期还跑了三次三千米 和至少六次一千五 妈的早上体育课跑完下午 放学了 还要跑 中午吃饭前 还特么让我顶着大太阳跑 我特么都不想说啊 老邱这么一听 感觉好像确实是有点过分了 不由哈哈笑道 那下星期稍微减一点量好了 我这么搞 也是为你好吗 你看你最近这几天 一千五都能跑进四分钟了吧 等过几天 市里运动会 把一级运动员资格评下来 那不就解放了呀 市里运动会 江森脑子里有点嗡嗡的 什么时候啊 十一月底 老邱到 差不多就一个月后吧 一个月后 江森想了想 感觉自己的身体 再撑一个月 应该勉强还行 到时候 少了长跑训练 稍微就应该能缓上 一口气了 淡淡嗡了一声 然后默默趴着 渐渐就没了声音 江森 江森 我草 真能睡 被子都让你的脸弄脏了 老邱嘀嘀咕咕 也坐到了沙发上 然后摸了下口袋 掏出一包烟 再转头看江森一眼 又起身走出房间 带上房门 才在房间外 把烟给点了起来 江森睡了一个多小时后 才被老邱叫醒 到楼上的自住餐厅里 吃了午饭 午饭也吃得 没什么太好的胃口 吃了四十多分钟 感觉也就吃了九分饱 就被老邱喊停 大家伙上楼午休 下午四点钟 集合去体育馆热身训练 大家下午好好休息 在房间里 就不要打牌了 也不要跑出去乱玩 罗北空 说你呢 知道了没 知道 知道 烦死 我特么比你们还紧张呢 罗北空很烦躁到 一群垃圾 每年都靠我一个人 我特么要是受点伤 你们就是一轮油 还有脸提醒我 罗北空骂骂咧咧 老邱和其他人都没办法 江森叹口气 抓起一块鱼排 赶紧再往嘴里塞一口 中午回到房间 休息到将近一点来中 感觉胃里的东西 应该都朝着场子去了 江森困得不行 赶紧又躺回到床上 一觉就睡到了三点半 这一回 再次被老邱叫醒 他就觉得 整个人的精神头好多了 江森 行不行啊 一群人上了大巴车 往欧安中学的比赛场地去 罗北空看江森 一副刚睡醒的样子 很是怀疑他的状态 江森伸了个懒腰 呼出一口满血满状态复活的气 淡淡说道 今晚我包二十分 剩下的你们随意 我操 罗北空眼睛一亮 拿不到二十分 老子弄死你啊 嗯 尽管用各种姿势用 我绝不反抗 江森很平静地坐下来 坐在车前排的曾友才 则露出呵呵一抹冷笑 嘴唇轻轻动了两下 但却没有发出声音 吹牛逼 第179章 保送名额 欧湾二中离江森他们落脚的酒店很近 全队人直接在房间里换好参赛服走路过去 十几分钟后就到了欧湾二中的比赛体育馆 主场作战的对手还没来 老邱带着江森他们绕场跑了两圈 再做一套热身动作 熟悉了一下两个半场的场地 练了一轮投篮 时间就过五点了 队员们坐下来 就着矿泉水吃点面包 就算是应付过了晚饭 吃完后没一会儿 场馆的工作人员也陆续到位 马上招呼着江森他们 让18中全队用篮球场里的量高气体重计 重新给所有人重新量了体重身高 其实没什么实际意义 就是市里为了显得正规 就让比赛前统一再报一次 江森凉完后倒是挺惊喜 这两个月这么折腾 居然还能多涨了一公分 164了 老邱飞快地给每个人记下来 填了张表格给工作台那边送了过去 工作台的工作人员也装模作样 搬了台笔记本电脑 要学着专业比赛那样 这场比赛要把每个人的各项数据 全都记录下来 那就不光是得分了 篮板 助攻 买只失误次数 登场时间 这些有的没的 在赛后全都打印出来 发到市教育局和市体育局的有关科室里去 当然 这么一套做下来 同样也没什么卵用 可能也就是个局里的科室 到年底拿来做个台账 又或者稍微有点实际意义的 就是选拔人才 看什么孩子不错的 可以向省里的专业队推荐一下 不过通过的可能性 通常也基本为零 毕竟 罗北空去年哪怕一打五 省队的人都懒得瞄一下 市里的高中生比赛 说到底 再怎么牛逼 还也是业余 跟靠这玩意儿吃饭的专业人士比 根本是两个概念 江森他们递交完材料 确认了 今晚要上场的十名队员 也就是五个主力 加五个替补 以及另外五个 也换上了队服 可只能当啦啦队的小孩的名单后 没过一会儿 伴随着一阵掌声 今晚到现场来观赛的是 教育局和是体育局的两个领导 就出现了 两个市局下面的科室处长 妥妥的两个正科级 这种小场面能同时来俩 也算是相当相当给足面子 两个市里领导 加上欧安二中的校长 三个人就跟三聚投尸的入场 身后跟着一大群学校的中层 体育老师 穿着校队对付的欧安二中队员 还有十几个穿着居然挺清凉的 手捧塑料花球的啦啦队姑娘 以及 曾有才 有才真是人才 江森看着上 赶着去跟市局小领导握手的曾有才 忍不住吐了个槽 边上罗北空 他们一群人 顿时发出一阵狂笑 入场的领导们听到声音 望向江森他们 是教育局来的那个处长 就是江森上回见过的那个赵主任 赵主任看样子 跟城展鹏 是同个市里小山头的 朝十八中的人大喊了一声 晚上好好打 种子对客场作战 更要好好发挥 尊重对手 打出水平 这话说的就很有水平 罗北空回得更有水平 大喊道 放心 打得他们连妈都认不出来 老邱夏得赶紧捂住这狗东西嘴 好在领导们也不介意 而且这场面 想介意也没办法明着介意 都哈哈笑了笑 就过去了 六点半过后 场馆里的人越来越多 领导们的主席台 很快在场边铺设完毕 跟技术台隔着赛场相对 换上裁判服的三个 不知道东欧市哪所学校派来的大学生裁判 紧接着也到了 分别再次装模作样地 确认了两队的首发上场队员 距离比赛开始就只剩二十来分钟 场地开始清场 运动员们做最后的热身准备 江森他们挤在篮下 瞎吉博扔地投了投篮 然后甩手甩胳膊 蹦蹦跳跳乱搞一通 距离比赛只剩两分钟左右 替补们就下场了 全场的目光 全部聚焦到赛场上 头回打这么正规的比赛 江森多少有点小紧张 蹲下来系紧新篮球鞋的鞋带 然后环顾了一下四周 有一说一 这破比赛是真的没人看 场馆里的路人观众 一共加起来也不到十个 场面上看 纯粹就是内部职工自娱自乐 马子 别紧张啊 罗北空走到赛场中圈 很嚣张转头对江森道 稍微正常点发挥 随便打 两三下把他们屎都打出来 逼 不知道哪个学校出的傻逼裁判 还没开打 就先吹了罗北空一声 罗北空就不吭声了 然后裁判看着时间 站到两个跳球的选手之间 等了几秒 轻轻把球往上一抛 技术台那边急忙按下计时器 比赛正式开始 罗北空高高跃起 把球拨回自己这边 一个篮球飞出 两边十只菜鸡 全特么手忙脚乱 紧接着胡起这个万年替补 今天难得首发登场 仗着人高马大街道球 随手就扔给了 十八中的控球后卫 不是江森 江森已经被老邱判定场上无脑 当不了指挥官 所以控球的是队里的 另外一个矮个子 不过人家矮归矮 但还是比江森高出了 足足两公分 嗯 就是两公分 这就是正常的是高中篮球赛的正常水平 每个学校 总是都会有那么一两个 身残之间 控球风骚的矮个街球小王子 十八中的街球小王子拿到球 立马飞奔过了中线 才到对方半场三分线 球都还没运过瘾 老邱就生怕江森拿不到球似的 在场边大喊大叫 把球给江森 拉开来打 十八中的街球小王子 这些天早就麻木了 知道自己反正就是个工具人 老老实实把球交到了江森手里 江森接到球的瞬间 眼睛里就特么没有队友两个字了 站着愣了两秒 然后轻轻一拍 突然间一个左手胯下运球 右手接着 左脚为轴 陀罗市的一个流畅转身 就把防守他的人甩到身后 前方瞬间一片空空荡荡 紧接着一步向前 高高跃起 很娴熟地把球投了出去 篮球擦板 刷的一声轻描淡写 稳稳命中 卧槽 这过人 场下一阵轻呼 技术台赶紧开工 对面的几个领导 同样是满脸笑容 不住地点头 不错呀 这个孩子 是体育局的高处长 不令夸奖地对赵主任道 赵主任又来了句 去年全市高一同考 全市第九十九名 哟 高处长眼神一亮 不想 O12中的校长 立马也跟着来了句 那还真是个人才 我们全校最高的 也就考了全市第九十二呢 诺 也在场上 那个孩子 张超华 妈的这都要比一下 虽然是实话 但格局上就显得很low逼 而老邱就不一样 老邱就什么话都不用说 他就是笑 笑得无比淫荡 舌头不住地舔着嘴唇 江森的球感极好 控球水平堪称人球合一 加上他远强于 同体型选手的运动能力 就算不带脑子打球 也绝不是欧安二中 这种对手能防住的 今年有了江森 和罗北空内外双合 那就不是八强 四强那么简单的目标了 就算东欧中学有特招生 可是高中生篮球打的是什么 打的就是个人能力啊 特招生又怎么样 罗北空和江森 不也是十八中特招的 罗北空是家里 花了钱进来的 江森是学校倒贴进来的 一个分数根本不挨边 纯靠万能的人民币打通关 一个连饭都吃不饱 纯靠强大的生命力瞎折腾 这难道还不够特招吗 还哎呀 老邱隐约间 好像已经看到了 今年的冠军奖杯在招手 拿到这个奖杯 就算明年江森和罗北空都退队了 他也无所谓啊 众所周知 一个全市冠军的奖杯 吹牛逼周期 起码在五年以上 同学们 去年我们是全市冠军啊 同学们 前年 我们是全市冠军啊 同学们 你能刚刚毕业的学长 可是拿过全市冠军啊 同学们 我们学校 前些年可拿过全市冠军啊 同学们 我们曾经可是全市冠军球队 在这样的宣传加持下 早晚一定还是能招到好苗子的 说不定十八中一跃转型 变成以体育特招为特色的学校了呢 那到时候 他这个体育教研室主任 岂不是甚至有望混个 专门负责这块业务的副校长干干 老邱越想越美好 而场上的形势 也完全不辜负他的期盼 罗北空 就特么使劲地往内线凿 凿就进去就把球扔回给江森 让江森无脑单干 随便靠抱发力 弹跳力和核心力量 硬吃对方那个个头 也不怎么高的后卫 而江森在短暂地适应过 这种低劣度的比赛环境后 身子打热了 也就彻底放开了 越打越顺手 对方的防守强度 根本碾不上他 篮筐就像大海那么大 怎么扔怎么有 半场球20分钟打完 就在江森和罗北空的轮番乱稿下 比赛彻底打花 十八中以52比32的比分 带着巨大的领先优势 进入下半场 而高中比赛打到这份上 欧安二中这边 也就可以提前准备哭了 中场休息 一群被江森和罗北空 打猛逼的小屁孩 连拉拉队的甩屁股 都没心情看 江森半场拿下20分 拿着矿泉水 坐在场边蹲蹲蹲 正转身 结果毛巾擦汗 刚刚还坐在对面的 那个高处长 忽然就走了过来 对老邱道 这位同志 你们等一下打完 先和这个孩子留一下 我有个事情 想跟你们商量一下 嗯 江森奇怪地看看 高处长 一直坐在休息区后 较高位置观众席上的 曾有才文言 急急忙忙就好下来 点头哈腰问道 高处长 有什么事情 没什么 孩子的事情 高处长无视了曾有才 回头的时候 又对江森大喊了一句 孩子 等一下说啊 不要跑了 听得边上的人 纷纷都朝江森看去 可惜也不敢盯着看 就把视线转移开了 江森和老邱对视一眼 但不等两个人 搞清楚 这个高处长是几个意思 下半场的哨声 就先吹响了 江森和罗北空 继续上场 胡起和另外两个 替补被换下 曾有才满脸 深度思考的样子 又做了回去 老邱又继续露出了 他黑黑黑的荡笑 江森和罗北空 体能全都是天生的好 这种高中生 强度的比赛 别说打40分钟 就是打满一个小时 都轻松自如 防不住 熬不死 试问除了裁判 还有谁能阻挡 18中今年夺冠 学校历史上的 第一个拳是 篮球比赛冠军啊 老邱越笑越嗨森 看着江森和罗北空 继续摩擦对手 下半场的短短这点时间 眨眼就在 18中的强势中 被撵过去 中间几乎 没什么犯规暂停 打到最后几分钟 O1-2中 连防守都已经放弃了 就眼睁睁看着 罗北空和江森 在他们的姑娘面前 反复装逼 那些年纪轻轻的 一看就知道 这辈子根本没打过 这种超级逆风局的孩子们 各个眼里 都已经含住了热泪 终于 当裁判最终吹响哨声 18中疑 94比58 狂胜晋级 年轻人 不要以为 人生到这里就是结局了 青春就是拿来失败的 今后你将失去的梦想 还会越来越多 江森友善地安慰着 被他摩擦了一晚上 名叫张超华的小朋友 然后 张超华同学 同样有好的回答 死你麻辣隔壁的 哎 别闹 老邱急急忙忙 把江森拉回来 罗北空兴奋地 拍拍江森的肩膀 哈哈大笑 不错呀 30分 你这么打下去 下下个月 我们可以把东欧中学的史 都打出来 老邱也笑盈盈道 麻子不摸鱼 十八中天下无敌 别掉以轻心了 真正的对手 还在后面呢 曾有才用一种 我很冷静的口吻说着 开始全场找人握手 握领导 握对面校长 握对面领队和教练 握大学生裁判 甚至想握欧弯二中的拉拉队 然而姑娘们不干 姑娘们只想跟自己人说话 十八中真厉害 那个小个子厉害 大个子也厉害 以内以外 那个矮的长得好吓人 你看他额头 鼻子 嘴巴 下巴上 全都是痘痘 我怀疑张超华 今天可能是被他吓死的 张超华 平时明明打得很好 你喜欢张超华吧 屁哦 比赛打完散场 双方教练和领队 在对最终比赛结果 认可的表格上签字后 欧弯二中因为输了比赛 很小气的连照片都没拍 就黯然离场 有几个孩子还憋不住地哭了 听得江森就很心疼他们 对老邱道 眼泪解决不了问题 但可以疏解情绪 他们有过今天的经验 以后 就不会那么容易被我们打哭了 十八中休息区里 顿时响起一片蜗草 同时纷纷都称赞江森毫无人性 将来一定能做大事 场馆里的工作人员 开始收拾体育馆 该搬东西的搬东西 该使唤别人搬东西的 就使唤别人搬东西 江森他们对面 刚才那个高处长 这事也快步走过来 很说到做到地 喊住了江森和老邱 曾有猜不放过任何 在领导面前晃悠的机会 立马也凑上钱 高处长却根本不鸟他 直接拉着江森 朝着没人的角落走去 同学 有这么个事情 老邱也意不意去跟上 听高处长边走边说 咱们市里 今年还有一支队伍 是专业体校代表市里 去参加省力比赛的 我看你这个身体素质 不拟他们差 技术上还比他们稍微好一点 比赛是明年六月份才打 你看你能不能 每天再抽点时间 过去冰葫芦那边 再训练一下 要是能拿到好名次 别的地方不说 东欧大学本科专业 到时候随便你选 哎 老邱听得不对劲了 领导 这位领导 我们江森同学 上学期 全是同考第99名啊 你还让他去练那个 我知道 高处长不耐烦道 高一成绩 又不是一模的成绩 就算是一模成绩 就算拿全市前一百名的 高考考砸了的那还少吗 我是在给孩子一个兜底的机会 你懂不懂啊 也有道理的 曾有才硬插上来道 能先保证 有个东欧大学的二本 我觉得 可以试一下 反正我看他现在 练体育的时间 也不比专业对手 江森听着高处长 和曾有才轮流不说人话 立马呵呵一笑 问我们校长吗 校长让我去 那我肯定去 我就听我们程校长的 哦 高处长眼睛亮了 孩子 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 说什么呢 赵主任这时 从边上走了过来 一边跟O1R中的校长 挥了挥手 就当道别了 曾有才马上指着江森道 高处长说 想让孩子 去跟专业队练一年 跟专业队练 赵主任露出一脸疑惑 高处长忙道 也不算专业对 半专业吧 就是咱们是体校的那群孩子 锻炼锻炼身体 那不是挺好啊 每天也耽误不了几个钟头 读书嘛 也讲得劳逸结合 小同学 你说对吧 高处长把问题抛回给江森 江森当然很聪明的 反正瞎嗶嗶又不花钱 直接道 对 领导说的有道理 诶 这个孩子 一看就聪明啊 高处长指着江森满脸斗 睁眼特默地说瞎话 同时 直接顺着杆子就往上爬 大声道 那我回去后 马上跟是体校那边联系 下星期一放学 你跟我过去一趟 先认个路 认个人 行不行 江森微笑道 当然行 我们校长 说行我就行 那就说定了 高处长终归是体育系统的人 根本不知道 东欧式教育系统内部 最近流传的 关于欧顺县中和十八中 抢人大战的消息 兴高采烈 跟赵主任和曾有才握手离开 把曾有才高兴得恨不能 今晚就用这只手做点什么 看着高处长走远 赵主任淡淡一笑 什么都没说 也跟着离开了 老邱等这些领导都走远了 这才问江森道 江森 你真想去体育训练 江森笑道 训他妈妈呀 我又不是傻逼 曾有才一听这话 顿时脸色一变 那你刚才乱说话 不是骗人吗 我骗他什么了 江森好笑道 我说校长同意我就去 你觉得校长会同意吗 我觉得 曾有才忽然又露出了他 我很聪明的笑容 换上深沉的口吻道 怎么说也是个二本保送名额 我觉得 当然不是没有可能 江森咧嘴笑了笑 心里暗暗道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你估计 只能当一辈子的 正教处副主任的原因了 二本保送名额 现在二本在承展旁眼里 那就是个屁 第180章 为什么不懂欣赏我的美 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我说只要你同意 我就没问题 对了 正教处的小王老师 早上请我吃早饭了 小王老师对学生真好 点赞 好 你这个反应很对 以后碰上类似的事情 你就全推给我就对了 晚上八点出头回到酒店 全队加餐 继续上楼吃自助 江森抽空给程展鹏发了短信 程展鹏对比赛结果 和小王的工作态度都不在乎 重点很清楚地直奔江森 发完短信 江森继续大口吃饭 这一场打下来 要说消耗很大 其实也就那样 跟平时训练 好像也差不多 不过 晚饭毕竟几乎相当于没吃 所以肚子还是饿 不仅是他这个打满全场的 那几个连地板都没摸到的拉拉队员 也全都吃得狼吞虎咽 当真是半大小子吃穷老子 都是长着头的年纪 江森感觉自己真是运气好 死活混进了十八钟 不然当初要是真的任命留在乡里 旧乡里那学校 还能提供什么好伙食 估计平时有口饭就不错了 还能指望像十八钟这样 天天有鱼有肉 城市跟农村的资源倾斜差距有多大 也就只有像江森这样深入体验过 才会明白 为什么人一定要努力向上爬 小孩子不努力读书 真的会断送人生啊 而且这话说回来 今天高处长的这个建议 实实在在的 也是一种命运的考验 只是考验的方式和力度 跟让江森在十八钟和乡中之间 取舍那次相比 难度截然不同 若击很多而已 江森中考结束后的那次 是在反抗命运 这一回 仅仅是一次微不足道的 命运的诱惑罢了 就像前世某些时候 他也曾经干过 为了眼前些许小利益 而放弃自己长远利益的蠢事 当初做选择的时候 也未必不是 不知道那是不对的 可就是鬼使神差的 把路给走歪了 所幸 后来总算醒悟地走 及时抽身回头 损失也就谈不上有多大 只当是花了些许时间 就当给自己又长了一回记性 不过这个世界上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他一样幸运 某些时候 可能就是一些 像高处长这样的人 莫名其妙 出现在你面前 靠着几句莫名其妙的话 就改变了你的人生 原本好端端按自己的路走 早晚可以 每年挣到几百上千万的人 搞到最后 就成了个给人打工的打工仔 所谓人生的悲剧 大抵就是这么一回事 那些承诺给你好处的人 不见得是要帮你 而只不过是利用你 完成他自己的那点事情 甚至并不见得非你不可 但每个人做出选择之后 却最终都只能由自己来承担后果 一而类似的蠢事 江森这辈子 是绝对不会再做了 除非是遇上特别高明的骗局 但那只是 不是主观上自己犯唇 而今后等走出校园 江森发誓 自己绝逼不管看谁 都先预设对方是个混蛋 只有这样 才能在这个世道保全自己 自助餐吃到将近九点半 江森他们一大群人 就扶着墙离开了 反正明天是星期天 今晚比赛打完 完全可以晚点睡觉 晚上就算吃太多 也一点都不妨碍休息 江森跟老邱回到楼上 见时间还早 饭后又不宜马上洗澡 就拿出卷子 先刷个数学题爽爽 老邱刚才喝得有点多 醉熏熏的 就见嗖嗖草草到江森身边 黑黑笑道 还给我装 你这个成绩 后年考个一本的体育大学 那还不轻轻松松啊 这么用功干嘛 死开 你这个文盲懂个极薄 江森这个时候 就半点不拿老邱当人 妨碍老子 做踢折死的气势道 题目一天不做 状态下降至少五个点 一个星期不做至少掉二十个点 高考是长跑 不是特么的冲刺跑 总分一共也才七百五 你一松气 就比别人少考七八十分 到时候 人家阿亲阿北 你特么去大都进不去 混个欧一 毕业出来 你有脸跟人说你读过书啊 老邱听这些学校的名字 从江森嘴里冒出来 不禁感觉有点飘渺 十八中的孩子 居然看不起欧一 而且隐隐约约的 好像还瞧不上曲大 我疯了 还是你疯了 老邱打了个酒阁 看江森已经在草稿纸上 开始各种鬼话服 不由摇了摇头 先洗澡去了 江森听着淋浴间里传来的声音 也微微叹了口气 今晚上他本该抓紧马字的 但是 老邱和曾有才看得紧 网吧肯定是别想去了 所以这个瞬间 他突然就无比怀念自己的笔记本 但笔记本这东西 如果放在学校里用 程展鹏肯定分分钟就要知道 而如果被他知道了 那就真的别想马字了 虽然 程展鹏现在也已经失去了 拿捏他的筹码 但江森这个人 做人也是讲规矩的 你敬我一尺 我敬你一丈 他现在就乐意让程展鹏管着 这就是江森做人的方式 做人 当然要以利益为第一优先 但又不能完全只讲利益 只讲利益和趋利避害的 那是动物 是禽兽 是畜生 而人之所以为人 是因为 人这个东西 他讲人意 程展鹏对他足够人 他江森就不能不易 如此而已 所以现在 江森觉得最好的办法 就是背着程展鹏 先把事情办了 就像上学期暑假那样 事情办完了 程展鹏也就无话可说了 而且 目前看来挺幸运的是 程展鹏也没有沉迷网络的倾向 不然 如果被他发现 我的老婆是女王 已经开始连载 江森就只能骗他 嗯 我把马甲卖给网站了 写书的人不是我 只能这样 晚上两个小时 江森写完卷子 老邱还在隔壁房间 跟罗北空他们打拍 江森拿出换洗的内裤 居浴室好好洗了个澡 放松了一下全身 洗完澡 继续去洗脸盆里洗内裤 一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总感觉好像模样 跟前些天重拍 证件照的时候 又有了些变化 脸好像稍微小了点 也不知道是不是累瘦的 长满痘痘 无人敢看的鼻梁 也仿佛是因为 脸瘦下来的缘故 变得比前些天 更挺拔了一些 最关键的是 他的鼻子上 虽然痘痘很多 但鼻头的形状 并没有久糟化 形状还是很正常 江森两三下洗干净内裤 放在排风口下吹 一边捂住自己的嘴巴 看着镜子里 那张充满痘痘的脸 忽然就跟自信道 嘴部以上 明明帅得一笔 话音刚落 老邱突然推门进来 很奇怪地看了眼 穿条内裤 站在卫生间 镜子前的江森 问道 你干嘛 江森转过头来 一本正经道反问 邱老师 我有个疑惑 什么 为什么 你们就是不懂 欣赏我的美 我 我日 你这个问题 恶心到我了 老邱匆匆忙忙 拿了自己的包 就跑了出去 大喊道 今晚你自己睡 我去隔壁看鬼片了 顺手关上了房门 秀逗 江森摇摇头 走出了卫生间 习惯性地 在睡觉之前 内服外敷了师傅给的药 江森一头倒下 第二天早上再醒来 屋外已经艳阳高照 抬手看了眼手表 早上八点四十分出头 距离楼上自助餐 停止接待 只剩二十分钟 他状态不错地 一跃而起 赶紧刷牙洗脸 顺带把吹了一晚上 已经吹干的裤头收好 就独自一人 匆匆上了楼 走进餐厅 里头正有几个人往外走 曾有才看到江森 马上催促道 快点吃 九点十分车就开了 草 那还吃个毛啊 江森心里骂了句 匆匆忙忙跑进去 拿了几个肉包子 端到服务员面前就喊 打包 先生 我们是自助餐 不能 打包 听不懂吗 听不懂 把你们总经理和董事长叫来 老子花钱吃两个包子 还不行了 江森瞪着眼珠子 满脸凶向地 把盘子往桌上一颗 当指领班见状 急急忙忙就走上来 给江森拿出了 打包用的塑料袋 江森夺过塑料袋 一口气打包了几十个肉包子 装了三个袋子 偏然下了楼 有些分不清打包和占便宜的傻逼 就是不能惯 十分钟后 江森上了车 老邱和罗北空 他们果然都没时间吃早饭 一个个熬夜后一阵表现明显 江森把包子分了分 自己又习惯性做到最后一排 三两口把自己那几个包子吃完 就跟着一起闭上眼 闭目养神 大约两个小时后 车子开到十八中校门口 所有人就地解散 江森却一直站在校门口没走 好像目送所有人似的 一直看着他们走远 罗北空才突然很奇怪地问道 马子 你到底想想干嘛 不回寝室吗 你自己回吧 江森喘了口气 我去网吧 说着 直接扔下罗北空糊起 背着书包 静止就朝马路对面的菜市场走去 罗北空看得一愣一愣 对这个世界一下子就不能理解了 我认你大爷 到底我是岔生 还是你是岔生啊 我特么 我也去 只留下胡起一个人傻站在原地 满心凌乱 第181章 不会死吧 周日一整天 江森从早上马自到天黑 晚上八点多才从网吧里出来 勉强凑了一万五 算是挽救回来一些损失 不过 罗北空就不一样 那货在网吧里睡了一个早上 憨声震天 下午三点多醒来后 整个人就跟打了鸡血似的兴奋 晚上 江森离开的时候 那货还在某对战平台上 是要和挑衅他的傻逼 大战到天亮 江森看他那副已经不想读书的气势 就懒得劝他了 自己背上书包 回到教室 又做了张卷子 11点出头 就准时睡着 到了第二天星期一 江森因为周末调整了一下 惊奇神比平时好了不少 同时正好赶上10月份的月考第一门 于是 江森神清气爽地考完数学后 感觉就相当不错 最后一道大题 居然把第二步都给解出来了 第三步 也竭尽所能的虾吉伯乱写了一通 看样子 差不多已经摸到他前世最佳状态的那条线 但这次 他摸到这条线的时间 比前世 可是提前了足足一年半还多 往后的日子 可想而知 数学高考的最低线 必然要奔着140分去 而且野心再更大一些 满分难道就不能想一下 江森觉得 是没有问题的 早上一会儿过 上体育课的时候 老邱果然也没再逼他 跑1500米 中午的烈日特训也取消了 最后一直到了晚上放学 高处长也没有按约定找过来 但其实并不是高处长没找过来 而是程展鹏提前一天 就已经解决掉了麻烦 在收到江森的短信后 程展鹏立马就动用了所有的人脉关系 打听清楚了那位高处长的底细 原来高处长眼下负责的 正是东欧市介于专业队和非专业队之间的各项比赛 也就是类似于QBi这种级别和强度的赛事 而其中篮球这块 东欧市体育局这边 为了全国中学生运动员能拿个好名次 向来都是直接从体校挑人 然后再招收个别年龄刚好的退役运动员 组成牛逼哄哄的队伍出门搞事情 现在这件事 便正好落在高处长的手里 程展鹏打听到 今年这个比赛 好像是稍微出了点状况 往常好些年 这种半体校半退役运动员的队伍搭配 其实都是全国各地都默认的 不过 今年上头下了文件 说是不能再这么侮辱中学生运动会这个称呼了 每个城市的代表队里 上场球员中 好歹中好的有一两个 能把圆锥曲线做明白的学生 不能真的连椭圆焦点 是啥都不明白 于是这么一来 不但是东欧市 曲江省全省可以说除了省城之外 别的地方全他们一下子就都很挠头 我就问你 那种又要身体素质 好到可以跟办专业队伍抗一下 又能搞明白双曲线方程的人 你让我们上哪找去 然后搞清楚这个情况后 城展鹏就完全弄明白高处长的意图了 无非就是要拉江森队当个外援吗 而且这个外援 还当的完全没有好处 出成绩了 那是是体育局的成绩 十八中也不会因为贡献了一个学生 得到任何物质和精神上的奖励 最多学生分到个奖牌或者证书 但学生本人拿到一朵美丽的小红花 和学校又有什么关系 又不是学校拿到小红花 而且更惨的是 如果没出成绩呢 耽误了学生本人的成绩 那岂不就是学校的直接损失 要是普通成绩的孩子 成展鹏或许也就顺水推舟做个人情 这回就把江森送出去了 每天放学后训练三五个小时 练到明年八月份比赛结束 然后回归校园 高三再继续好好努力 可问题江森不是普通学生啊 这么练上好几个月练到明年八月份 纳特马还得了 成展鹏无论如何不可能让这件事发生 于是直接要了高处长的电话 也不管对方比自己还高半级 直接开门见山 这件事没门就是没门 拒绝得异常干脆 这么一来 周一说好要去十八中接人的高处长 也就没有出现了 而且幸好成展鹏这通电话 打得又早又快 他都还没来得及和是体效的人通气 也算省去了解释的力气 只不过周一没现身归没现身 但高处长心里头 是不是真的放弃了 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以上这些暗中的事情 江森全都不知道 但也乐得不知道 十月份最后几天 他就每天安安心心考试 做题 马自抽空照顾一次兔子 时间一天天地过着 疲劳虽然与日俱增地重新积累 但总归对考试本身影响还不算很大 全都努力熬了下来 晚上马自也很卖力 天天训练完毕 赶死赶活吃完饭 就马上连早都不喜就去黑网吧 而罗北空也有样学样 两个人每天带着一身的汗臭味 把店里的老板和老板娘 都感动得不要不要 渐天地围着他俩的位置 洒夏天用剩下的花露水 但更觉得还是 江森为了节省时间 每天晚上马完一万字后 就会原地拿出一张化学 或者物理试卷开工 搞得黑网吧里的小孩子们 差点集体从凉 但幸好人性总是足够脆弱 往往那些小孩在感动了一两天后 便很快对江森的行为感到麻木 甚至暗地里认为 江森其实是在装逼 江森当然也无所谓 别人是怎么看他的 一直就这么 我行我素 很励志也很自虐 十月底考到最后一门的时候 他白天训练过后 已经吃上了西洋生寒片 不求强身健体 只求不死 这么虚吗 这天早上考完最后一门 原本该排在第一门考的语文 江森中午训练完 照例拿出西洋 参寒片往嘴里塞 那寒片不便宜 所以药味闻着极其浓郁 老邱闻到气味 就忍不住问道 这位大哥 老师最近没让你 加练什么乱七八糟的项目吧 没有 谢谢 江森很是感激地点了下头 老邱抬手看看时间 下午一点整 原本还打算在加练最后一组的 见江森 这么可怜兮兮的 便挥挥手道 算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嗯 这么好 江森跳起来 身体很轻盈 看不出随时会死的样子 不过 为了防止老邱反悔 江森还是一溜烟地就下了楼 片刻后 回到自己的寝室 好久中午都没洗过脸的他 抓紧时间洗了个澡 又换了条杆的内裤 没一会儿 匆匆下了楼 先打开兔子窝的门 给这三只生命力同样顽强的小兔兔 换了水和兔粮 又扫了扫满地的兔巴巴 只通风了短短十来分钟 就又马上关上了房门 跟着江森混 这几只兔子 也算是没少吃苦 根本不像宠物 反倒更像是在坐牢 江森收拾完宠物小舍 马上又不停歇地赶回教室 风风火火一屁股 坐到季先锡身旁 这个伟村草下意识 眉头一皱 没闻到 平时里几乎快习以为常的汗味 又微微舒展开了眉头 奇怪道 诶 今天中午没去训练啊 练了 回去洗了得早 那你平时怎么不写 天天身上这么臭 我都快被你恶心死了 季先锡满心不快地抱怨着 他身后的陈佩佩 却来了剧 不会啊 我觉得 江老师的那个汗味 闻起来很舒服 很有男人味 而黄敏捷 其实心里也这么想 但就是不好意思说出来 有病吧 他这个还好闻 季先锡抬手 在鼻子前挥了挥 江森来了剧 总比想装娘娘枪 又装不起来好 季先锡顿时脸色一垮 不吭声了 他这个长相 确实跟时下开始流行的 花美男 还是有所差距 想娘不可得 又不肯承认自己不够帅 内心就很煎熬 然后没纠结太久 下午的课就开始了 月考结束 下午四节课 自然又是放榜讲题 江森的数学 果然考得不错 拿到了入学以来的最高分 138分 跟他前世的高考成绩一样 不过 这回前面的题 居然做错了一刀 显然还是受到了体能的影响 不然以他的专注力 根本不该出这种 粗心的错误 说到底 就是大脑的反应 还是迟钝了 下午的课上完 星期五就结束了 月考的成绩 虽然还没全部出来 不过剩下没公布的 都是英语 政治 化学这些 江森压根都不带怕的 周末两天 森哥继续拿命换钱 两天写了五万字 累得哼哧哼哧 还坚持做完了两套题 等到周一起床 整个人明显有种 已经被掏空的感觉 十月份最后一天 江森早上上完体育课后 中午再继续训练 明显就开始中期不足了 老邱却以为 江森是在摸鱼 反倒更加快马加鞭 又逼着 他练了几组高难度的动作 这样下午回到教室 江森几乎累得连坐 都快坐不住 艰难地熬完最后一节课 叶叶梅还在表扬他英语 拿了146分 再次以总分 超过第二名100分的成绩 勇夺全校第一 江森却都连嘴角都懒得动一下 下了课 直接背起书包就走 看得老叶老师满是震惊 怎么了 考得这么好 还不高兴 天才就是不一样啊 也可能是痘痘越来越多了 季先锡已经开始 走上了张荣生的道路 现在除了拿江森的痘痘 来自我魏姐 已然找不出奇话来 而叶叶梅居然也没反对 执咒梅道 上火太厉害了 嘴边一圈都是泡 我现在别的不怕 就怕他吃饭的时候 吃到自己嘴上的脓 咦 老师 别说了呀 我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 已经被公认为班花的 陈超尹同学 满脸受不了的直跳脚道 你这么一说 我晚上回去怎么吃饭吗 我脑子里都有画面了 行了 江老师自己都郁闷死了 你看他那个要死的样子 江老师今天值日啊 他忘了吗 算了 算了 给江老师一个面子 好吧 我自己多辛苦一下好了 满屋子人 嘀嘀咕咕着江森的脸 季先锡 终于在这种廉价的安慰中 微笑下了楼 另一边 江森浑身没力气地 背着书包 走上综合体育馆的三楼 三楼的门已经开了 老邱见江森过来 二话不说 就特么开练 江森强忍着浑身的不适 跟着热身玩 又继续练投篮 练跑位 一直从五点出头 练到六点半 终于亮亮呛呛着被放了声 下了楼 他没有直接去食堂 而是先回到寝室 花十分钟洗了个澡 不先这么放松一下 他实在是担心自己要死 然后等他用比平时慢很多的速度 洗完澡 十几分钟后 等到了食堂 几个大妈早就不耐烦了 不住地催道 快快快 每天就等你一个 不好意思 训练完了 江森没什么力气地说着 那阿姨 尽量不看他的嘴巴和鼻子 抓紧给江森 打了满满的菜 江森端着那一大盘菜 平日里不管怎么累 胃口其实都还挺好 但是今天不知怎么的 看到这么多东西 居然就不想吃了 极限了 绝对极限到透支了 江森看出自己的状况 心里却只是暗暗想 今天就不写那么多了 五千字 写五千字就好 卷子也先不做了 早点写完 抓紧回来睡觉 然后一边想着 硬是强迫自己吃下一碗饭 并且把所有的菜都吃光 才擦擦嘴出了门 过了一会儿 到了网吧 罗北空还没到 江森坐下来 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实在太累了 他打开电脑 闭着眼睛 慢慢等到开机音乐响起 纵然只是这两三分钟的时间 也让他感觉格外的宝贵 然后等音乐一响 他立刻又跟听到号声一样 整个人瞬间紧绷 他抓紧打开word 稍微思考了片刻 双手就在键盘上 快速地敲打起来 从七点出头 一口气敲到九点半 写出比喻期中更多的八千字 江森咧嘴笑了笑 然后粗略地看了一下 已经没多余力气 去注意过多行文上的措辞如何 直接就发给了未免之子 接着就在他打算 关掉QQ的瞬间 另外一个头像 就在右下角跳动了起来 老孔发来的 江森点开来 就见老孔说道 我签约了 哦 江森眼睛一亮 连精神都好了起来 连忙回了两个字 牛逼 老孔又问道 你好像最近每天都有登录啊 新书 每天都在写吗 对 早点写完 早点收工学习 可我每天都看你晚上十点多上来 十点多下去 作业呢 怎么办 课间时间抓紧坐 江森回了一句 然后想了想 又慢慢地 给老孔打了一份他的作息时间表 早上五点半起床 补作业 洗漱 收拾兔子窝 七点出头吃完饭 一早上上课 课间写作业 当然写不完 中午饭后训练 下午继续上课 课间继续赶作业 能把作业比较少的理化生都写完 偶尔还能写完一门政治或者地理 放学后 训练到六点半 吃过晚饭 七点出头开始码字 三个小时写一万字 晚上做一张简单的卷子 十一点出头洗漱睡觉 第二天早上起来继续补作业 好消息是 英语作业老师允许不用做 语文基本没作业 就算有 上课也能一边听一边写完 还有就是背课文 一般课上完 课文也就基本背个大概了 吃饭和拉屎的时候 还能再抽空背一下 历史作业不多 老师也不检查 就随便写了 对了 我月考又是全年极端第一 比第二名高一百多分 是不是忽然很崇拜我 老孔那边安静了好一会儿 打了几行字 我本来想跟你抱怨几句的 写小说真不是人干的 但是看到你这个样子 老子这辈子 第一次对自己的能力和意志力 产生了怀疑 孩子 别死了呀 你要是出点事 我可就真觉得要天塌了 不会的 我今天早点睡 下了呀 写东西 心里有疙瘩 一定要找我 不用了 老子看看你 我那点困难 算个屁 赶紧去睡吧 我也下了 老孔的QQ头像 直接按掉 江森笑了笑 关掉电脑 站起身来 起身的一瞬间 身体居然微微晃动了一下 眼前黑了半秒 急忙又一步站住 那一步动作有点大 搞得满屋子人全都看了过来 江森安静几秒 淡淡到 天残角 果然打不过如来神掌 切 已经跟江森很熟的学渣们 发出了虚声 江森背起书包 急忙下楼 走在楼道里的时候 就赶紧拿出两片夕阳深寒片塞进嘴里 那为甘微苦的药味入喉 整个人顿时舒服了不少 只是心里又少不得嘀咕 不会死吧 应该 不至于吧 第182章 双标 二二今天偷懒了呀 嗯 只有8000字 江森终于熬不动回去睡觉的时候 深层的高科科技园区某大楼里 卫面之子和风哥两个夜猫子 倒是都还精神头不错 10月份最后一天 大晚上的 又到了月票处冠军的时候 这个月在新星星中文网后台技术工作人员的努力下 我的老婆是女神 跟某委员的大作来回绞杀 目前正杀到火热处 票数始终相差在100票之内 显得比8月份那次还要胶着 网站这边 其实心里也很矛盾 一边是他们新挖来的台柱子大神 另一边则是想着力培养 而且刚出道 就能为网站贡献大量毛大爷的超级星星 无论让哪一个当老二 他们都觉得不行 尤其是江森 那可是提前预约好的 那么狠的一个小孩 要是放他鸽子 大概帅 我的老婆是女王 分分钟要断更 那样的话 他们跟湘江那边谈妥 甚至都拿了定金的生意 可就特么的泡汤了 到时候 违约金还是小事 怕就怕这条路子一断 他们恐怕就将失去湘江市场 毕竟那家出版社 在湘江出版行业中名头很大 什么射鸟英雄传 神鸟侠侣 都是他们前老板写的 这玩意儿 谁敢惹他们不高兴 星星星中文网 这种刚刚萌芽 连崛起都还称不上的小机构 在人家眼里 那就是小点心而已 如果违约 必然死路一条 还是要牺牲三三了 风哥轻叹了一声 算是提前给这场战斗 安排好了最终的结果 卫面之子也跟着轻叹 哎 二曲代三三 是历史潮流 一代更比一代强 挡不住啊 那我们的一一 到底在哪里 估计还在读小学吧 零零可能现在在幼儿园 风哥 一一和零零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乖乖的 嗯 好像是有点 两小时后 晚上十二点整 在某委员众多粉丝 整个月的努力下 他们最终 仅以十三票的极微弱劣势 勇夺十月份 星星中文网月票榜第二名 我的老婆是女神 则貌似 是在我的老婆是女王 和网络话题的帮助下 实现了惊人的三连贯 而且第三次夺贯 还是在完本之后 简直不可思议 结束了 十二点一过 风哥拿起包就要走人 随口又问了句 上个月 二二的稿费 还有六万多 嗯 算上月票奖金 六万八 维冕子道 这个月看订阅的新增量 应该也差不多 那好像也不是很多吗 风哥嘀咕了一句 维冕子道 字数少啊 上架字数只有六十万 哦 对 风哥一拍脑袋 叮嘱为面子道 新书早点上架吧 我看二十万字 差不多就行了 我让技术部这几天抓紧 让读者自动收藏一波 蚊子再小也都是肉 对了 二二写多少字了 二十几万字 哎呀 太慢了 湘江那边催得急 你跟他再说说 风哥 他白天还上课的呀 还上个鸡毛的课 让他逃课好了 这么有钱了 不知道珍惜赚钱的时间 风哥嘀嘀咕咕 就出了门 卫面之子 想了想 心里有点犹豫 但最终还是掏出手机 弱弱地给江森发了条短信 二哥 出版社那边催得比较急 你能不能再加快一点 发完后 等了三分钟没动静 卫面之子 就知道 江森应该是睡着了 江森一夜无梦 昨晚上提前十点出头睡下 早上五点半 再醒过来 虽然明显 还是感觉身体要垮 却已经不是 当场就垮的节奏 他还是尽可能地 先把数学作业写完 然后其他的 能写就写一点 弄完后下楼 伺候小兔子 再回来洗漱 跟少敏 张荣生 他们几个一起出门 少敏看着江森 走路都晃得样子 很淫荡地笑道 森哥 这几天晚上很操劳吗 年轻人 还是要爱惜身体啊 这么摧残自己 将来结婚了可怎么办 他结不了婚的 张荣生道 他再继续这样下去 马上就会养尾 然后抵抗力过低 斗毒入体 五脏六腑暴裂而亡 这小伙子 最近对江森的嫉妒心 已经彻底放在了脸上 跟季先锡 那种半遮半眼的方式不同 心态失衡的小荣荣 已然只搞直接的人身攻击了 某些人 成绩优秀也就算了 狗日的 居然还长得比他快 光这一点 小荣荣就万分不能忍 下了楼 吃过饭 江森无精打采地回到教室 早上的课 居然听得有点走神 做题的反应 也明显跟不上了 意识到情况 已经很危急的江森 等中午吃过饭 当即就跟老邱摊了牌 我特么中午 不能再训练了 为什么 因为我在发育 我不信 爱信不信 反正 老子中午不练了 简单直白 且纯爷们的交流完毕 老邱毫无办法 只能任由江森离开 但他心里所认为的 跟事实却是截然相反 妈的 摸鱼 整天就知道摸鱼 老邱很愤怒 觉得江森是故意在消极代工 不过 江森已经无所谓 老邱到底是怎么想的 回到寝室 立马脱了衣服 盖上被子 倒头就睡 十月底的气温 已经微微下来 正是秋高气爽 好眠时 严重缺觉的江森 一觉睡到一点半 被闹钟吵醒后 急急忙忙爬起来 飞奔向教室 上学以来 头一回迟到 而跟他一起迟到的 居然还有文宣斌同学 你们两个 处什么事了吗 下午第一节英语课 夜夜没见江森和文宣斌 同时赶到 本能的就觉得 江森不像是这么不靠谱的人 但江森却没急着回答 而是把解释的机会 先交给了小文同学 小文果然不辜负他 支支吾吾回答 我洗衣服 洗衣服 夜夜没一下就惊叫起来 同学洗衣服重要 还是上课重要 文宣斌惭愧地低下了头 老夜女士又问江森 那你呢 我在催他 江森立马回答 我让他别写 让他别写 他费写 他费写 妈的气死我了 一边说着 静止朝教室内走去 文宣炎看着江森 夜夜没跟着烦恼道 你别管他 你管他干嘛 文宣斌很茫然地 看着江森的背影 也跟着慢吞吞的一步 踏进教室的门 夜夜没却突然喝止 你站住 谁让你进来的 这杰克 你站着听 自己浪费时间 还浪费同学的时间 真是气死我了 文宣斌满脸的不知身在何方 又看着江森从容坐下 只能任命地轻轻一探 唉 第183章 还能再马一万字 进入11月 18中本学期的节奏 才像是完全起来 七中考和运动会 全都不期而至 运动会在月中 七中考在月底 而且是三校联考 也就是11中 13中和18中学 扎三兄弟会师 当然成展鹏本人 还是很倾向于 能再跟东欧中学一起玩的 只是遗憾的是 low car就是low car 不管你的上升势头 看着有多像模像样 但只要在还没拿出 真正硬的发烫的成绩之前 体系之内的规则力量 就不会给你任何优待 甚至时不时 还要反过来踩你几脚 好让你摆正自己的位置 这种感觉 不单只作用于 眼下的承斩棚和18中 江森自己前世往上爬那会儿 体验的也非常细致到位 每月写60万字 就必然会被删掉3万字 不管什么阿猫阿狗 都能拿着根本不存在的上头文件 对他做各种自由标准材料 让他愈先愈死 就好像你好不容易 挣扎着往上跑几步 上面就会飞下来 一脚把你蹬回去 论及这种行为 对江森的心灵伤害程度 和意志锤炼系数 外界评论 那点伤害 简直就是毛毛雨 内因决定事物发展 真正能搞死一个人 和一股力量的因素 永远来自内部 有时候是自己 有时候 则是伪装成自己人的敌人 江森偶尔回忆那段 真正翻红前的岁月 感觉最大的难点 既不是收入和数据上 直接损失 也不是平白被浪费掉的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甚至都不是由此带来的 巨大情绪压力 但是这些 他能自我消化的负面影响 其实都还算不上什么 真正曾经令他窥见绝望的 是江森发现 这个问题 是几乎无法解决的 仅有的一条出路 就是真正意义上的 爬到金字塔的顶尖 让自己成为全球 最牛逼的几个从业者之一 这也就意味着 他必须从全行业 数百万人之中脱颖而出 否则不到这一步 就必然还是免不了 要被人压在手心下玩弄 但想走到这一步 那又谈何容易 时事 机遇 运气 乃至贵人相助 缺一不可 相比之下 个人努力和个人天赋 反倒只是最最基础的要素 说简单点 就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天才 付出百分之一百的努力 然后才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性 能摆脱这种束缚 而那些阿猫阿狗们 却只需要轻轻手指一点 就能让随便一个天才 分分钟爽到升天 这就是真实的社会 每个人的一生 往上爬的每一步 面临的都是成体系 成规模 成建制的困难 就像江森前世 听过一位长辈很朴素的一句话 什么叫社会 社会就是一级一级 一层一层 就这么简单 想爬过一级 至少得脱几层皮 而且就算上去了 还不见得就能一直站稳 所以做人 怎么能不努力 不努力会死啊 江森中午一点钟睡醒 立马就趁着这点时间 飞奔去了老师办公室 赶在上课之间 找豆豆老师 请教了一道高一的物理题 强迫症这个东西 越来越严重了 会考拿不到十个A 江森感觉也跟死了差不多难受 最近中午时间 有了个把小时的午睡 他的身体状态 算是略微恢复了一丢丢 总归说到底 关键问题就是缺教 前一天 身体还没恢复好 紧接着第二天 立马又加棒再加棒 长此以往 鬼都受不了 而自打跟老邱摊牌之后 江森对在校时间的安排 也灵活了许多 为了狗命 他先后以训练和比赛很忙为理由 跟每一个认课老师 都讨价还价了一番 而最终除了英语老师 叶燕梅之外 政治老师张雪芬 和历史老师史莉莉 也都同意了 他自己做卷子 代替作业的要求 不过这三位 还是有所区别的 老叶老师和张雪芬 是绝对相信 江森的水平和自律 史莉莉这个老油条 那纯粹就是很有混江湖的经验 这点屁事 答应了又能怎么样 反正成绩好坏 都是学生自己的事情 江森要是历史成绩下去了 跟他有屁的关系 他只是个拿工资的 所以这么一比较 夏小林这群年轻老师 那就真的是负责到底 其他六门功课 连同郑荣荣的化学课在内 谁都不答应江森不写作业 而且态度十分坚决 郑荣荣某天还抽空连教育带 警告了江森半天 说是他的一举一动 校长每天都盯着 就是不说 让他老实点 不要胡搞瞎狗 江森听了就呵呵 老子第二本小说 都写到二十多万字了 你也好意思说 你知道 虚张声势 也不是这么个玩法 但是 面对荣荣小仙女 那严肃起来 也很漂亮的脸 江森 当然是舍不得跟他顶嘴的 嗯嗯 点头应付了几句 然后转头就去了黑网吧 那天晚上 状态还格外好 一口气 就写了一万三千多字 时间也没比平时多花 只是写完后 感觉稍微有点累 就这么连肖带打 寒热并进补肩蟹 艰难的 又过了一个星期 到了11月的首个周末 江森再度坐上学校的大巴 开启了他的全市篮球赛之旅 八进四的比赛 对手是东欧式传统强队 乐成中学 去年就是四强的队伍 可以说 相当强 乐成中学离市区更远 开车过去正好两个小时 江森睡了一路 到地方后 对方提供的午饭 就是食堂工作餐 不过菜品比平时稍多一些 给的量足一些 也就是江森自己 在十八中食堂 正常吃饭的样子 午饭随便这么一吃 中午休息了两个小时 下午三点 感觉还是身体 有点疲软的江森 就被老邱喊醒了 今天不准摸鱼了呀 这场比赛的 稍微用点力气 江森起床洗脸的时候 老邱不住在边上催 房间的门大开着 换好比赛服的 罗北空一群人 就站在房间外面 全都明显有些紧张 比赛时间是下午四点半 打完就回家 如果赢下比赛 明天还有一场 背靠背的半决赛 对手不知道是哪个 也有可能就是在 十八中的综合体育楼开稿 市里这么安排 主要就是为了 避开全市各中学 接下来此起彼伏的 校内运动会 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 早比早结束 早死早超生 至于决赛时间 则又被放到了 十二月中旬 作为本学年 体育节的收官之战 半决赛和决赛之间 相隔足足五个星期 只是对江森来说 这也并不意味着 他就能放松了 因为接下来的下周 也就是十一月中旬 他还要参加学校的运动会 一共是跑四枪 十一月下旬 又是市里的运动会 两天时间跑二枪 总而言之 对江森来说就是 体育节结束之前 他都基本上不存在 休息和放松这个说话 而且单说眼前 他这周 不仅要连续损失两天的时间 而且 疲惫度 还势必因为连续的 周车劳顿和比赛 会持续加倍积蓄 身体负荷 将会高到一个可怕的程度 可是没得办法 都是去年 就跟学校谈号要做的事情 就算死在场上 江森也得把事情办完 走了 走了 抓紧了 江森洗完脸 换上队伍 很快就被老邱 从招待所里带了出来 带队的曾友才 早已经在楼外等候 一行人 神情凝重上了大巴 又坐车二十来分钟 终于抵达赛场 江森路上 又迷了一会儿 下车后 一路很沉默地 跟着人群 走进场馆 越发提不起精神 从吃饭到休息 财大气粗的乐城中学 各种简陋的安排 显然是故意的 就是要尽可能地 让十八钟感觉不舒服 这就是主场优势 四点差十来分 场馆里已经坐无虚席 观众席上满是主场观众 大部分是穿着校服的 乐城中学小朋友 技术台边坐的几个人 也比上回看起来 明显老练了许多 裁判不再是大学生裁判 而是换了东欧式蓝帘的人过来 不过领导 居然还是同样的领导 江森一眼就看到了 高处长和赵主任 并且 两个人中间还坐了一位 身前的牌子上 写着孟庆雕三个字 曾友才见到 急忙飞奔上去 露出满脸 爸爸你好 我是你儿子的诚挚笑容 跟三个人逐一握手 中间那个是谁啊 江森忍不住问老邱 老邱摇摇头 可小王居然认得 满脸淒淒的回答 是体育局的副局长 哇 江森不由惊讶了一下 这破比赛 居然能来个 副县官那么大的大佬过来 不愧是年年都能出 清北的乐城中学 省重点中学的校长 面子就是大 没一会儿 曾友才和领导们握完手回来 就拉着老邱和罗北空去技术台签了字 签完字后 江森他们按惯力量身高称体重 老邱很是在意江森的情况 特地跑来看了一下 身高倒是微微涨了半公分 可体重居然掉了四斤 不禁很是惊讶到 江森 你他妈什么情况啊 我看你每天明明吃的比我还多 我要是每天吃的比你少 早就挂了 江森心里吐着曹 跟罗北空对视一眼 罗北空既不想出卖江森 也不想跟江森说话 这场比赛要是打得不行 他只想拧掉江森的头 赛前流程走完 场地很快清场 比赛前不到半个小时 江森他们大致习惯了一下两边的赛场 又做了个套热身 连投篮都没怎么投 比赛就匆匆忙忙开始 江森走到场上 微微喘了口气 心里忽然很阴暗地想 要不这场直接输掉 就不用打剩下来的比赛了 脑子里刚闪过这个念头 前方却忽然就有人喊了一声 丑逼 江森抬眼望去 见到对面的一位小朋友 居然特么地在挑衅他 满脸都是震惊 小逼崽子 你疯了吗 老子这场比赛 都不打算继续过日子了 你他妈挑衅我有个鸡毛一眼 心里念头刚起 裁判忽然就把球往半空中一抛 今天被换上来跳球的胡起 随手一拨 刚好就把球拨到了江森手里 老罗 江森接到球 二话不说大喊一声 直接把球往前敞一扔 罗北空在听到江森声音的刹那 瞬间就蛮牛式地启动加速 一步甩开身边人的放手 飞奔过去 抢到那球 轻轻松松上篮得分 比赛刚开场 十八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拿下两分 站在场边的老邱健壮 顿时就惊呆了 操 什么情况 江森他今天 居然带脑子上场了 但令他更加惊讶的事情 还远在后面 老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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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的十几分钟 江森闲听信步走在场上 来回从中线两边折返跑 甚至连三分线都没进去 从三分线外接到空位的传球 下一秒立马就找罗北空 罗北空整个半场 被江森当牲口一样使唤 不是在往内线死凿 就是在死凿的路上 半场打完 靠着罗北空天神下凡的表现 十八中以 三十六比三十二分 勉强领先四分 江森同学投篮零投零重 拿下零分零个篮球 外加三次助攻零抢断 零盖茂 零失误零犯规的娇人成绩 老邱特么看了都想杀人 中场休息时 不住抓狂咆哮 江森 我认你大呀 你特么跑 都不跑一下 信不信我换你下场 真的吗 江森突然就很惊喜 老邱差点要骂出来 过你马 江森 你不打 就不要浪费这么好的机会了 邱老师 换人吧 态度不行 还打什么比赛 曾有才又开始指手画脚 但这下老邱也有点犹豫 烦躁地问江森道 江森 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 没怎么回事 只内情的罗北空 忽然揽住了江森的肩膀 麻子 下半场好好打 你自己选的路 我很佩服 但你不能拖累我们 你不想赢 我还想赢的 江森沉默了一下 轻轻一点头 嗯 十分钟后 扭得很青春洋溢的 啦啦队下场 比赛继续 乐城中学开局 先抢回两分 片刻后 江森拿到了球 看着手里的篮球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 老罗 握你马 怎么回事啊 坐在场边 被高处长 特意叫来的孟清彪 很不高兴地质问道 不是说 身体素质很好 能跑能跳还能飞的吗 都特么散步一整场了 他 他故意的 高处长满脸委屈 这个小子 滑头得很 一看我过来 就出功不出力 他这是在演戏给我们看的 演戏 那比赛输赢都不管了 这什么学生 毫无体育精神 孟清彪满脸愤怒 赵主任却悠悠来了句 孟局长 十八中出个读书的苗子 也不容易啊 学校让他打球 就是抱着锻炼身体的目的 过来打比赛 也就是让孩子有点参与感 高兴高兴 好学生嘛 都要得志体美劳全面发展 来读个经 年底评的三好学生 也多点一句啊 这孩子啊 压根就没打算练体育 没那个劲 你们今天 算是白跑一趟了 高处长见赵主任说的阴阳怪气 忍不住道 这叫什么话 家乡有需要 让他帮个忙 怎么还难为他了 现在还在读书 就这么自私自利的 将来考上好大学 走入社会 那还得了 高处长 你这就道德绑架了吧 我道德绑架 是你们教育系统 德育工作有问题 两边一言不合 居然就在现场吵闹起来 孟清彪连忙劝阻道 别吵别吵 大庭广众 像什么话 一会儿跟乐成中学的同学合个影 也不算白来 他看了眼比分牌 乐成中学已经反超比分 领先了十八中四分 赛场对面的十八中替不息前 老邱抱着双臂 看着还在场上闲逛的江森 已然咬牙切齿 他不住地看着表 只剩不到十分钟了 然后就在这时 场上呼得又响起今晚的不知道第几声 老罗 伴随着全场一片哄笑 罗北空接到球 立马被对面三个人包住 但打了几乎一整场的他 此时已然没力气 再突出重围 然后一个分神 就被人断掉了手里的球 抢到球的那位 立马将球往前敞一扔 开场时 嘲讽江森的那个小朋友 转身拔腿就跑 冲过中线 捡起篮球 踉呛着 飞快往前跑出两步 全场四周 同时响起一片惊叫 小朋友还当是自己风骚的控球水平 把全场都给摔到了 正高高跃起 将球抛向篮板 在他身后 却突然飞出一个瘦小身影 身体不断升空 一巴掌将球拍在了板上 砰的一声 皮球回弹落地 江森窜上去 捡起球 就随手扔给了自家空位 我操 好能跳 看台上顿时一片惊呼 领导席上 孟庆标眼睛微微一亮 高处长盲道 孟菊 你看 可造之才吧 再看看 孟庆标点着头 就冲江森 刚刚那一瞬间的表现 这一趟 就不算白来了 不过如果江森真的行的话 该怎么说服十八钟 又是个问题 难道要请更大的大佬出来 直接发个话 而且这个小伙子 如果自己不愿意 他又怎么办 孟庆标默默地开始 盘三起下一步 与此同时 场上的形势 也开始逆转 逆转的方式 是这样的 胡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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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森我特吗 老邱抓狂道连续爆粗 江森却依旧不急不躁 双方比赛交替上升 打到最后不到两分钟 两边六十八比六十八站平 胡琪 再一次在三分线外接到球 江森嘴里喊着 同时轻轻一抬手 被他追身盖帽的那位 还当江森是要投篮 一下就被江森点飞起来 简简单单一个假动作 骗开对手 江森往前一步 前方一马平穿 所有其他人的注意力 全在罗北空和胡琪身上 江森无人防守 骑马射箭 轻松打板近框 然后不等所有人反应过来 江森就已经转身往 自己那边跑去 原本场面很胶着的比赛 硬生生被江森 这轻描淡写的散步态度 搞崩了气氛 老邱一看这场面 忽然就不叫唤了 他好像 看懂了江森的意思 下一个回合 十八中虽然有两个防守漏洞 但急于扳回笔分的乐成中学 却忙中出错 把球传出了界外 几秒钟后江森再次拿到球 老罗 乐成中学被江森喊了一晚上 到了这种关键时刻 已然被喊得风声鹤唳 内外线所有人 瞬间全都下意识朝里面挤去 江森这时又再度淡淡然运球 向前一步 依然没人防守 直接投篮 球进 逼 逼 逼 半分钟后 因为时间不够 最终没能完成反超的乐成中学 以两分的微弱优势 败在十八中手下 十八中钢铁小霸王罗北空同学 全场砍下四十八分的超级高分 差点破了赛会记录 对那二号得分手江森同学 拿下光荣的四分 哎呦我草 累死我了 江森下了场 满头大汉坐下来 就跟老邱进一步讨价还价 教练 我下场比赛 下半场打地补吧 体力真不行了 曾有才此时 正为自己当领队 进入全市四强得意忘形 立马接道 篮球队是你家开的吗 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才拿了四分 还好意思说 这个话却被老邱直接无视 虽然很奇怪 江森为什么提出 这么看似不合理的要求 可是感觉已经逼迫不了 江森出力的老邱 这时也只能稍微妥协 问道 那打替补 你就好好打 尽力打吧 江森拿着矿泉水 蹲蹲蹲几口 又问道 明天要是打赢了 能不能减一下训练量 最近很累吗 嗯 你自己也看到了 掉了四斤肉 对抗性都不行了 老邱一听这话就很忧愁 有心想让江森去医院检查一下 又怕江森 真查出什么问题来 接下来的比赛 直接理直气壮地报销 这么一想 只好一咬牙 说道 等明天打完 先稍微休息一个星期 隔天一练 保持状态好了 江森一听这话 就总算松口气 隔天一练 好歹能让身体稍微缓一缓 不然 真的感觉 整个人都要被掏空了 岑老师 邱老师 今天发挥不错 打出水平了 两个人正说话间 高处长又走了过来 向十八中代表队 表示了一下感谢 尤其右点名指了 只永夺四分的江森 很高兴到 这个同学 打得很聪明 有勇有谋 你回去告诉城校长 市队的大门 会一直为十八中的同学敞开 这个同学也不错 学习成绩怎么样 高处长微笑拍着 罗北空的肩膀 罗北空为人坦荡道 逼个学习成绩啊 能毕业就不错了 领导 我能不能也保送啊 高处长瞬间笑脸一僵 曾有才联盲握住 高处长的手 满脸奴向的点头 哈腰插嘴 都是多亏领导支持 各位领导放心 我一定把话带到 江森看着有才兄 这副不容易的样子 忽然也有点同情 和理解他了 成年人的世界 谁这么容易啊 如果大家都能 挺直腰杆地做人 谁又愿意这样 第三下四的 当然 不能否认 有才兄本人 确实在平性上 也是有点问题 孟清彪做人很沉默 不喜欢说话 跟大家伙握了手 就先一步 和输了比赛的 乐成中学的校长离开了 这会儿比赛打完 傍晚时分 正是晚饭时间 学校这边 必然得接待 不过十八中 就没这个待遇 打完比赛 老邱和罗北空 去签了字 大家收拾收拾 就坐上大巴车离场 一路上 全队人的情绪 倒还可以 虽然赢得惊险 但总归是赢了球 回到招待所 洗了个澡 曹操了时的 吃点面包牛奶 当晚饭 坐着干等到 晚上九点左右 江森一张卷子 都写完了 老邱终于等来 另外一场比赛的结果 不算太意外 招了一堆特招生的 东欧二高 轻松击败欧北阵中 晋级四强 江森他们连夜 坐车返回 回到市区 已然是夜里十一点 根本没有任何 在玩一下的时间 比赛时间 是明天早上十点 次日清晨八点钟 江森 罗北空和胡琪感觉 都才睡下没一会儿 就又跟牲口似的 被拉到车上 前往四十分钟 车程外的 东欧二高比赛 全队人都是在车上 匆匆吃了早饭 下了车就忙着热身 相比之下 二高的学生 虽然昨晚上比赛都晚 可人家一直都是 主场作战 自己学校的篮球馆 就能容纳上千名观众 所以不用坐车来回 体能上 根本不用担心 罗北空骂骂咧咧 但还是强打精神上去比赛 很快上半场打完 十八中 被打得满地爪牙 落后足足十六分 等到下半场 老邱无比纠结地 看着半睡半醒的 江森上场 心里抱怨 如果江森能打满全场 现在根本不可能是这个局面 最起码 比赛也应该能紧紧咬住 不错了 四强也可以了 曾有才倒是看得开 而且也认了命 对这个成绩已经心满意足 这场输了 还能打一场抢第三名的 要什么第三名 江森转过头来 对老邱一笑 今天日子不过了 说完 微微一喘 摸了下胸口 走了上去 这一天 十八中和东欧二高的下半场比赛 风云突变 江森说到做到 上场后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放开了就干 强行保留到这最后 二十分钟的体力 就跟那天 被将阿豹在山里追杀的时候一样 彻底地释放出来 前十分钟 江森里突外头 把对方的防线撕得粉碎 那些号称的所谓特招生 其实无非也就那样 又不是职业运动员 只要过了心里这关 打起来跟野球场也没什么区别 两队比分分分钟拉回十分之内 罗北空和胡奇几个人 也都拼了命地防守 帮江森挡拆 盯人 给江森拉出一对一单挑的空间 激烈的场面 令现场数百名东欧二高的主场观众 全都跟看国际比赛似的 连拳头都狠狠攥起 没人知道江森这个家伙 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东欧二高那群长期在市里打比赛的选手 全都被江森打了个措手不及 秘密武器啊 十八中把比分追尽到只剩四分 时间仅剩不到三分钟 东欧二高的教练 故作镇定地叫了暂停 布置战术 江森回到场面 俨然打得指尖都发麻 缺氧了 操 有没有灌篮高手的感觉 江森笑着问罗北空 罗北空反问道 你他妈还行吧 男人有说不行的吗 江森直起腰来 拿起矿泉水瓶 喝了一小口水 嘀咕道 老罗 我这辈子只打这一回比赛 这个冠军 我说是我的 那就是我的 昨天我没力气 那是我没得选 不过今天 输赢就由不得那群小朋友了 江森目光明亮地看着对面 罗北空几个人 精神头一下子 就被江森这冲天逼气提振起来 几秒后 暂停结束 双方队员重新回到场上 十八中全员已然小宇宙 熊熊燃烧 反观打惯了顺风局的东欧二高 虽说是刚刚布置完战术 但心底里却完全是乱的 刚一开球 江森立马就是一个抢断 独自一人眼里只有篮筐的飞杯上 一个变相过掉前方的防守队员 脚下一蹬的瞬间 自己都感觉身体像是飘了起来 几近乎扣篮的高度 指尖擦着篮筐 稳稳将球搁进了筐里 孟菊 孟菊你看 坐在场边的高处长 激动得歇斯底里 两分钟后 裁判吹响哨声 在比赛的最后时刻 江森神挡杀神 一个人独得六分 下半场替补上场贡献24分 十八中再次以二分的微弱优势 显显胜出 曾有才坐在台下 看得目瞪口呆 江森一下场 立马就躺倒在场边的长椅上 喘得跟要死了一样 手脚冰凉 浑身发麻 指尖发紫 嘴唇发干 听着耳边罗北空他们的欢呼声 他仿佛觉得 魂灵和身体已经分离 知觉也正在T外游移 可哪怕这样 他脑子里想到的 依然却是 下午回去睡一觉 晚上还能再马一万子 第184章 逆事上 江森博命再马一万子的想法 最终没能实现 因为十八中打进全市决赛的消息过于劲爆 上个月开始就坐等学校书球的程展鹏 在得知消息后 立马就宣布 晚上自掏腰包请大家去学校附近的酒店吃饭 所有人 包括教练和踢补队员们在内 统统一个都不能少 但唯独媒体领队 也不知道曾有才有没有脸去蹭一顿 但反正不论如何 江森的计划 是在回学校的路上就被打乱了 中学十二点出头 大家在学校门口下车后 由于晚上还有一顿好的 这顿原本该由学校负责的午饭 曾有才也就不管了 叮嘱了大家 晚上五点半 按时来学校门口集合 所有人便原地解散 江森 罗北空 和胡起三个住校的 转身就进了校门 睡了一路的江森 这会儿总算觉得身体舒服了不少 回到宿舍 三个汗津津的人 立马拿了衣服 一句话都没有 就先跑去水房洗了个澡 江森第一个洗完出来 走回寝室 饿得鸡肠碌碌的急急忙忙 就开始做顶级料理 拿出了两包泡面 往他的特大号糖瓷杯里堆 张荣生看着江森那着急的样子 将近二十四小时 没见到江森的他 此时不禁对比赛结果格外有期待 趁罗北空和胡起不在 赶紧张嘴就问 喂 马子哥 你们输了吗 江森没什么力气地转头看他一眼 面无表情 张荣生健壮 顿时产生误会 露出愉快的笑容 并学起江森平时的欠抽得性 反向安慰起来 森哥 我早就说过了 你不适合打篮球的 常跑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运动 才符合你的个人能力啊 你看看 不听我的吧 心灵遭受创伤了吧 是不是因为你是你们全队最矮 所以拖后腿了 输了多少分啊 难过的事情 说出来让大家高兴高兴吗 江森对张荣生的过躁左耳进右耳出 内心很平静 但就是不想说话 一边的拿着筷子 不断地搅动着糖瓷缸里的面条 眼里只有这顿午饭 江森 真的输了 一旁的少敏 则比张荣生稍微好些 语气中略带几分虚伪的惋惜 没输 赢了 江森淡淡回答 拿筷子撩起面条 吹着热气 就赶紧往嘴里 送 张荣生和少敏 眼中瞬间就闪过失落 文宣斌也把已经到嘴边的那句失败 是成功之母给咽了回去 302寝室忽然安静下来 只剩下江森 稀溜稀溜吃面条的声音 没一会儿 等到罗北空和胡奇回来 稀溜稀溜的声音 就乘以了三 那打完比赛后回来吃饭 狼吞虎咽的样子 看得少敏和张荣生 都打心底里头有点羡慕 体育节这段时间 就是罗北空和胡奇这种学习成绩不太出众的大块头 在学生生涯中 仅有了高光时刻了 可是 这个仅有 却总比没有来得要好 像少敏和张荣生这种 成绩中等靠上 但又不是完全在学校的最巅峰 同时没有体育和其他方面的特长 长相也就路人 读书很多年 也谈不上什么收获的学生 其实才是最空虚的 毕业后 没有什么拿得出手值得说的事情 只谈成绩 也只是我差点就如何如何的水准 想来 今后夜深人竟在回忆青春岁月 估计记忆中 也就只剩下跟同学们的友情了 而不甘心于此的人 比方说季先锡 就会无时无刻不找些东西来证明自己 比方说 他最近已经较少提及 但还是会时不时蹦出一句的我长得这么帅 因为野心和能力不成正比 这就成了自我激励的无奈之举 可是 显然这些家伙都没搞明白 学校生活最大的意义 特么的还是考试分数啊 学校运动会的成绩 过去也就过去了 别说等到毕业 就是等到学期末 大家脑子里 就都只剩考试了 谁特么 还会在乎 谁拿个什么冠军 这种事情 全校真正在乎的 只有老邱 便是成展棚 他顶多也就在乎上一年半载而已 别说江森他们现在还没拿冠军 就是拿了 无非也是为他的晋升 增加一枚不轻不重 不咸不淡的筹码而已 而这枚筹码 还不如学校里 有个学生 能考上一本来的重 吃完午饭 江森摸了摸肚子 休息片刻后 大脑终于开始恢复能量 容生啊 你死得好惨啊 大中午的 江森忽然大喊一声 然后在张荣升 满脸我草的表情中 飞快跑下了楼 又是一天多时间 没照顾兔子 他急匆匆下了楼 推开房门 屋子里的屎尿味 果然滚滚来 三只兔子 两只见到江森 立马很雀跃地蹦了过来 这些天 这些兔子也是变聪明了 知道江森一进门 就会打扫屎尿 很是激动 而剩下一只 则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江森走过去 轻轻地踢了一脚 喊道 奇奇 奇奇 小兔子奇奇毫无反应 江森蹲下来捏了捏他 身体已经软了 眼珠子翻白 浑身散发着屎尿味 显然已经死了好一会儿 不由谈了句 我草 怎么死的 打架 肯定是打架打死的 半个小时候 江森又在学校的小操场上 挖了个坑 把奇奇埋进去 然后收拾了点附近 已经不多的杂草和干柴 填进去开始烧 胡奇对这件事很重视 亲自过来 看自己的本命图挂掉 并很认真地分析 房间太小 屎尿太多 空气又不流通 别说兔子 就是把人关在里面 你想象一下 没有冲水马桶 让你随地大小便 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 三十多个小时 连光都见不到 换了你 你疯不疯 稍微有点刺激 就会打起来 兔子的腿劲又大 踢死一个非常正常 江森 你这是造孽啊 养了他们又不好好养 就是 少敏听胡奇如此愤愤 也不由地悲伤起来 我的冥冥 要是没死 现在也该三个月大了 江森 你这是要把我们全寝室 都赶尽杀绝吗 江森默默看着 坑里的小兔子 把他翻了个面 继续往里面添柴 火势越来越大 文轩冰探道 哎 幸好我还没死 罗北空道 闻起来 好像有点香 啊 江森他们在烤兔子吃 没任性 住校的姑娘们 隔着老远 好像发现了什么 不寻常的时间 大下午的 寝室里 一下子就热闹起来 小兔子那么可爱 江森不是人 江森你会遭报应的 你的痘痘 这辈子都削不掉 蹲在猛火前的江森 满脸猛逼 现在的人 全都已经只剩用这个 才能诅咒到我了吗 半小时候 难得有休息时间的江森 填埋掉七起的尸体 随即也是一阵长叹 奶奶的太难了 养什么死什么 小时候养小鸡小鸭 也是养多少死多少 幸好当年没当医生 早早离开医院啊 不然 主任每次下去做门诊 每次一收病人 就是半个病区 想想 真是太可怕了 哎 也不知道等 我们毕业的时候 冰冰和空空 还活不活着 江森回到寝室 有些惆怅的自语道 302所有人的脸色 忽然都变得非常精彩 有种被诅咒到的感觉 罗北空闲晦气 在兔子烧完后 就直接去了网吧 江森打扫完兔子窝 回到寝室后 寝室里头利益相关的 就只剩下文宣斌一个 小文同学对这件事情 同样非常重视 他很认真地想了想 建议道 我觉得 要不 你给兔子改个名字吧 江森问道 改什么 少敏道 叫声声好了 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 张荣生顿时怒道 声你个鬼 不如叫声天啊 少敏立马同意 声天不错 张荣生就跟少敏打开了 然后20秒后 又被少敏摁在了床上 江森看不得这种画面 下午闲来没事 想想 晚上还没时间干活 就也追随罗北空的脚步 小跑出了学校 十几分钟后 就在网吧坐了下来 罗北空嘴里叼根烟 就像往常那样 坐在江森身旁 很担忧地骂道 骂的 老子早上还以为输定了 你到底还行不行啊 我看你打完比赛 跟要死了一样 熬过去就好了 江森道 主要是营养问题 老板 煎两个蛋 四个 我也要 罗北空跟着喊了句 又问江森道 吃不吃鸡排 江森反问道 有鸡排吗 罗北空道 附近有个闸串的摊子 让老板去买一下 江森很利落一点头 行 然后 罗北空拿了张毛大爷 递给老板 半小时后 老板就带回来整整一锅 自己只收区区 二十块跑腿费 非常讲究 江森跟罗北空 又补了点肉 别管质量怎么样 总归是从油锅里 捞出来的 顶饿式 肯定没问题 肚子里有了油水 江森终于能专心干活 下午两点出头 江森再次打开了word 但这回花了差不多十来分钟 才慢慢整理出思路 敲字的速度 也明显慢下来 时不时地停下来 组织一下语言 回头看一下 前后逻辑 到底对不对 硬是这么 删删写写 反反复复地 熬了三个多小时 到了五点十几分钟 在罗北空的催促下 江森才终于勉强 算是把张杰 断在了一个合适的地方 连错别字都来不及修改 就急忙发给了卫面之子 匆忙下了楼 几分钟后 两个人从菜市场里出来 曾有才已经提前到了 而且只有他一个人 见到江森和罗北空的行动路径 曾有才立马猜出 这俩货 刚才去了什么地方 作为十八中 最有前途最年轻的复古级干部 有才当然不能坐视不管 等江森和罗北空 穿过马路走到他跟前 立马就眯起眼 阴侧侧地装模作样打击风道 你们两个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去了哪里 我不说不代表我纵容 但你们自己心里头得有数 我什么地方都没去 我就是去菜市场逛了一圈 不行吗 罗北空哪怕浑身烟味 就算得了重度鼻炎的人都能闻到 但依然强行嘴硬 曾有才不有冷笑 去菜市场逛 买什么 买明天做饭的菜吗 你们两个别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 没有学校 你们现在什么都不是 现在出了这道门 你们也就是两个打工仔 我操 家里有两间工厂的罗爷爷 立马就不服了 江森却立马打住了他 老罗 不要嘴硬了 做人要诚实 一边妄想曾有才 很严肃地回答道 老师 你也是的 思路完全可以放开阔一点 菜市场难道只有明天的菜吗 万一今天有大象卖呢 你怎么不说恐龙 恐龙已经灭绝了呀 曾有才又冷笑 自己都还要学校来养 你还想养大象 江森脱口出 我上个月搞费税前六万八 缴税缴了七千块 两个人扯淡没超过两个回合 曾有才当场陷入沉默 有才老师忽然间发现 好像有点控制不住 自己的面不为表情 所有一切我很有才华 我是只潜力骨 我只是怀才不遇的骄傲和优越 全都瞬间在江森的一句 我很有钱面前垮塌下去 他惊愕地看着江森 仿佛看到祖国未来的花朵 已经开着时代的战车 操控着历史的车轮 毫不留情地从他身后 狠狠地碾压了过去 把他碾的粘贴在地上 接都接不起来 眼中的光芒 迅速消退下去 江森见状 顿时感觉自己好像过分了 急忙道 老师 你不要自杀 这里是校门口 对学校生育不好 其实 我是吹牛逼的 不是六万八 曾有才瞬间回光返照 那是多少 江森道 目前到手一百多万 没细算过 曾有才 罗北空 几分钟后 曾有才独自一人 站在学校门口抽起了闷烟 江森和罗北空 被告知了晚饭的地点后 则直接朝几百米开外的酒店去 罗北空在路上谴责江森道 你今天有点狂啊 我感觉 今天情绪有点不受控制 江森指了指大脑道 当才写东西反应也很慢 罗北空不又问道 那你晚上还写吗 写 牛逼 你现在每天写多少啊 尽可能写够一万字吧 敢在期末考试前写完 留点复习时间 牛逼 两个人一路先聊着 片刻就走到镇欧路尽头 和过境公路交汇路口 拐角处的酒店前 找到包间时 屋里头已经坐满了人 老邱和几乎所有的队员都到了 就剩胡启和曾有才还没来 承展鹏不避讳地带了 荣荣小仙女一起赴宴 对里头有几个高义新生 和一个高三学生 一开始不认识郑荣 不过不要紧 现在知道了 也还来得及起哄一下 江森 还有罗北空 没叫错吧 承展鹏满脸红光地站起来 中气十足地道 来来 两个大功臣赶紧坐 还有你们那个大哥子室友呢 来了 来了 胡启气喘吁吁从外面跑进来 江森回过头看了眼走廊镜头 却没发现曾有才的身影 不由问道 有才呢 曾老师 胡启奇怪道 他说他不来啊 怎么了 不来还在学校门口等那么久 江森心里暗暗一探 看样子 今天是真的把曾有才的心给伤到了 有才这种大龄文艺青年 果然都是经不起社会的毒打的弱鸡 像江森这种酒精毒打的 遇上这种情况 肯定就会先冷笑质疑对方这句话的真实性 然后缠着对方不得不给出证据 如果是真的 那就逼问他的钱是怎么来了 最后一步一步套出他们的来钱过程 如果非法 那就相当于捏住了对方的短脚 还能站在道德高度上去比试 表示 这种钱自己也能赚 不赚 只是因为遵纪守法 如果合法 那也相当于学了个套路 早晚自己有机会 也可以尝试着用用 总而言之 绝不能让对方 把装逼的主动权掌握住 做人 固然难免有走下坡的时候 但不论何时 都绝不能让别人 利用你的穷来装他的逼 不管处境有多糟糕 但气势上 绝不能输 绝不可已 怎么 曾老师不来了 程展鹏奇怪问道 嗯 胡奇老实弟点点头 程展鹏立马掏出电话 给曾有才打了过去 那头却异性阑珊 说自己想一个人静静 程大人当然也不是墨迹的人 说了句那好吧 就扔下了有才 连特么劝一句都欠缝 便挂了电话 很直白 很残忍 服务员 可以上菜了 程展鹏心情很是愉快地喊了声 说起来 其实他对体育节没什么兴趣 不仅是因为体育这块在每年全市各学校考核中的占比不大 也因为十八中本身却缺乏搞体育的先天资源 不像东欧中学 东欧二高和乐成中学这种财政状况好到飞升的学校 不仅拥有自己的大型体育师资力量 每年还能直接云出几个学籍 直接招揽省队退役的年轻运动员直接入学 让专业队的选手直接代表学校参赛 每年体育节比下来 大头的分数几乎全都要被这些资源强效拿光 十八中这种学校 别说吃肉 根本是连汤都喝不上 就好比今年 全市体育节一共九个大项 十八中甚至都凑不出九支队伍来 最终只报名了高中男子篮球 高中男子排球 乒乓球和田径四个项目 就连特么的羽毛球都打不起 因为学校没有专门的场地和专攻羽毛球的体育老师 连基础训练都无法开展 而且篮球和排球 还是轮流使用综合体育馆三楼的篮球场来用的 平时往往都是江森在大操场做完体能和力量训练 在上楼的时候 等到排球队训练结束 然后他们才能开始全场的篮球训练 于是在如此艰苦的训练环境下 十八中今年的体育代表团成果可谓相当丰硕 上上的星期 苦练了一整年的十八中男排 洗踢拳式比赛一轮游 上个星期 同样是苦练了一整年的兵胖队 连高中部带出中部 男拼 女拼 彤彤彤在同一天时间里 小组赛全军覆没 创造了连续十二年小组不出现的辉煌记录 也就是说 自打有全市中学运动会 这回是开始算 十八中就特么的没赢过 所以 如此牛逼的传统之下 成展鹏对今年的全市运动会 压根就没抱什么指望 唯一打进八强的篮球队 他原本以为周末肯定要打完收工 老邱也可以死了这条心 让江森好好安心学习去 另外 就算加上田径运动会有戏 就算江森真的拿个全市第一 那又能怎么样 这特么总共就报名四个大项 其中两项还尼玛没成绩 就算江森真能拿个一千五百米冠军 那又跟学校有什么关系 区区一个小项的积分 最多压十一中和十三中一头 等到颁奖里的时候 十八中还不是照样准时跪好 一年一度公营东欧中学登基 没意思 一点意思都没有 成校长对学校的体育事业 是如此的灰心丧气 外加求你们早点搞完 不要耽误学习 因此可想而知的 当今天早上 他得知十八中居然特么地拿下了东欧二高 那种惊讶 那种不敢相信 那种总觉得 自己可能还没睡醒 还抱着小荣荣在做梦的心情 是有多么的难以言表 篮球赛 那可是大象啊 这分数要是拿到手 那岂不是又有理由 找市里要钱 那市里要不要给 当然要啊 要是培养出冠军球队都不给拨款 那特么还要冠军有鸟毛的用 他甚至都想好了 如果拿到钱的够多 就直接把宿舍楼 或者实验楼翻修一遍 十八中的这些破楼 真的都特么地太破了 威防算不上 可是实验楼 真的已经几乎没法正常使用 又或者买几台高级点的投影仪 说起来 现在整座高中部教学楼里 还没有一间教室 安装上了多媒体教具 但是自硬件上 十八中 就已经落后东欧式的中流学校 整整一个时代 今年已经是学校半高中的第三年 十八中到目前 毫无半点成果 但如果这个时候 篮球队能拿下一个冠军 不管是对成展鹏个人 还是对十八中而言 那都必将实际意义重大 这一顿饭 成展鹏吃得很开心 全程各种夸老邱 把老邱灌得鸣鼎大醉 江森他们倒是没敢喝酒 不过吃得也撑 从六点不到 吃到八点来中 散场的时候 成展鹏还拉着江森 不住地叮嘱 等十二月决赛打完 就要专心学习了 从下个学期开始 你就暂停所有的活动 学校对你 就一个要求 好好读书 今年这个冠军 尽最大努力 一鼓作气 给他拿下来 不然到了高三 你想打 我也不让你打了 明白吗 嗯嗯 咦 熔熔吐了 怀孕了吗 去去去 成展鹏笑着把江森轰走 一大群人下了楼 胡起快头大 陪着老邱上了出租车 先送他回家 江森和其他人原地解散 零零散散的一群人 走到学校门口 互相挥手道别 等人群走远了 江森正要过马路去菜市场 罗北空却忽然拉住他 说道 麻子 今天还是先休息一下吧 江森问道 喂毛 我特么怕你再写下去 要死人了 罗北空表情严肃道 你今天早上称重 比昨天又掉了一斤多 这么掉弱不正常 你看看你这个胳膊 罗北空一伸手 居然只用两根指头 就几乎圈住了江森的上臂 江森不由奇怪道 妈的 为什么我的腿那么粗 手却这么斜 掉肌肉了 罗北空道 先休息一两天吧 就当给我个面子 江森想了想 却轻轻一叹 摇了摇头 不是不给你面子 是实在没办法 休息一天 状态就全没了 顶多今晚早点睡好了 写两千字 也总比一个字都不写得强 再熬一个来月 就熬过去了 没事的 明天早上睡醒 又是一条好汉 江森拍拍罗北空的胳膊 毅然走过了马路对面 罗北空看得无语 忽然觉得自己 在江森面前 就是个垃圾 然后 冷不丁蹦出一句 我要好好读书 说完这话 顿时又觉得有点心虚 左右看了看 见没人发现 又忙追着江森跑了上去 随后的一周 东欧市的高中篮球小圈子里 忽然流传起了一个麻子的故事 十八中这边 小姑娘们得知 江森随队 打进全市中学运动员的高中南篮决赛 也都叽叽喳喳喳 赶紧在贴吧上嚷嚷起来 搞得网文小圈子里的人都颇为不幸 一个一书成名的特困生 学习成绩好到全市级别 现在又以主力身份 打进全市中学 篮球赛的决赛 怎么听都好像本身就是小说的一部分 同时 随着 《我的老婆是女王》的连载剧情深入 原本案里 该逐渐冷却的人气 这些天 又开始在这些场外事件的 推波助澜和网站的 友谊炒作下 开始逐步复苏 辉哥 二二军这个比赛 去拍个录像回来 各位女神们 十二月要打决赛了 有欧城区本地的 去看二二吗 不是说好了 谁去看二二 谁是狗吗 哇 我操 我的老婆是女神 没完没了了 军定破八千了 我日 这个月月票 又要拿第一了吧 这点字数 完本两个月 还能拿第一 疯了 完全是人比书红了 二二很帅啊 丑得一比 操 老子长这么帅 书都没人看 江森线上和线下的 两个小圈子 就这么说造不造地 躁动着 仿佛是在酝酿着 某种即将到来的力量 而身处漩涡中的江森 却像是丝毫没有 察觉到这些事情 只是按照自己的节奏 艰难却坚决地 重新调整着自己的节奏 每天开始早半个小时睡觉 晚半个小时起床 午睡一定要补够一个钟头 吃饭一定要吃到撑 但同时 该做的作业绝不拖延 上课也依然认认真真 每天的更新字数 从要求必须一万字 降低到了 尽可能写够一万字 晚上的卷子 从每天必须一张 降低到每两天一张 而且只做英语 政治和历史 1500米的田径训练 每天都没停下 练得强度不大 可也在慢慢恢复之中 中午如果有空 还是会去找痘痘老师 学上一道题 晚上十点左右 不管外面有多吵 他都照睡不误 马瘸子给的治疗痘痘的药 很快也用光了 他又重新开始 涂抹夏小林给的药膏 似乎效果来得 比马瘸子给的中药 更加立竿见影 鼻子上的痘痘 消下去了很多 不再那么疙瘩堆疙瘩的 鼻子的形状 看起来也仿佛都立体了许多 正一天 甚至直言他 如果没了痘痘 应该会是个挺好看的帅哥 当然招致全般耻笑 也是不可避免的 江森甚至百忙之中 还带两只兔子 去菜市场里 新开的宠物诊所 打了疫苗 洗了个澡 时间挤一挤 居然还真的能挤出来 也是神奇 还有保命用的西洋参寒片 也直接吃空了两大盒 有种靠着天然兴奋剂 活着的感觉 但不管怎么样 他终于还是敢在 11月中旬结束之前 找回了自己 大概八九成的体力 而且 所有一切任务 一样都没落下 11月18日 东欧市艳阳高照 十八中全校停课 学校租下湖滨路的是 体育运动中心 开启了今年体育节 所有项目中 对十八中而言 意义最重大的地某某届 东欧市十八中运动会 江森作为高二期班代表 举着旗帜入场 又作为全校运动员代表 在红旗下宣示 保证公平公正公开 巴拉巴拉 这样那样 台底下一群初衷的小迷妹 全都直呼二个 这个痘痘 好像又养出新高度 夏小林则微微歪着头使劲看 眼看着 就这么几个月的功夫 江森那个头 居然就比曾有才都高了 第185章 我还以为 你要怎么踏呢 请参加高二年极端 男子八百米跑 玉决赛的同学 抓紧到简路处来简路 请参加高二年极端 男子八百米跑的同学 抓紧到简路处来简路 早上十点刚过 老旧破体育馆里的 老旧破广播中 想起校广播站 不知哪位同学的名字 作为学校里 不多的几个文艺小团体之一 广播站的人 是真心甘于奉献 干了足足三年活 全校都愣是没几个人认识 乃至知道他们 全程隐身 不求回报 很是令人感动 江森拧开矿泉水口 河口水润润喉 从体育馆看台走出来 朝着选手通道的方向走去 体育馆外的小路上 摆满自行车小摊 卖不知道是什么肉 做成的烤羊肉串的 卖棉花糖的 卖冰糖葫芦的 卖洞橄榄的 搞得体育馆出入口外的空气 都闻着又香又甜 孜然和胡椒面 混合的调料气味 更是窜的半条巷子都是 江森一路往外走 在狭窄的巷子里 遇上大量他 根本不认识的人 全都显得很熟悉的样子 笑盈盈地跟他打着招呼 队长 队长今天要拿几个金牌啊 队长 我看到你开新书了 嗯 江森看了那小子一眼 假装自然地咧嘴笑了笑 欢迎捧场 那小子见江森答话 顿时觉得 受到了高级礼遇 不由更加亢奋的大喊 那要不要帮你宣传一下 我宣传你妹夫啊 不用 不用 江森连忙逃走 这种事可千万不能传到 成展棚耳朵里 他这本书估计最快 也是要写到一月份的 现在连十一月都还没过完 如果中途被迫断更的话 读者 网站 出版社和他本人 全都要一起蛋疼 江森小跑着走出体育馆 看台入口后面的小巷子 往边上拐个弯 走进一道小门 便进了体育馆的比赛场地 简路处就在进门后的入口边上 江森晃悠过去 报了名字 就拿到了自己的比赛 号码不合两枚别针 他拿着号码不合别针 走到简路处的长椅坐下 随手放下手里的矿泉水平 正低头别号码不的时候 罗北空就一屁股在他边上坐了下来 长长地打了个喝歉 这货最近跟江森一样操劳 江森夜夜马自 不敢怠慢 老罗选手也坚持不卸恋他的吹风流 生怕手艺落下 坚决不愿意输给对战平台上的沙雕 两个熬夜小伙伴就这么互相扶持 一路走来 每天晚上必吃一碗泡面 最近已经吃到有点恶心反胃 啊 我日 困死老子了 罗北空说着话 嘴里都是泡面的味道 手里也同样拿着个快号码布 江森看他一眼 不由问道 你也抱了八百米 我让他们随便给我抱一个 妈的一群傻逼 给我抱了八百米 也就算了 还特么抱了五千米 操 脑子有问题 罗北空愤愤不已 江森哈哈一笑 正经高中生 谁会抱五千米这种项目 十八中今年的运动会 这个项目 差点连报名的人都凑不满 高二七班 原本是打算直接弃权的 但是学校不同意 并解释说 走路也可以 江森他们班上的雄波 这才挺身而出 揽下了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时 老邱又走过来 拍拍江森的肩膀 笑嘻嘻道 就跑一枪啊 争取破个学校记录 嗯 江森很敷衍地硬了声 今天的身体 和明显还没到最佳状态 最多只能是正常发挥 能不能破学校记录 那就主要看前辈们的发挥了 话说 十八中的高中八百米记录 是多少来的 哎 不对 十八中的高中部 不是才成立第三年吗 江森好像听明白了 抬头看他老邱 老邱却已经转过头 朝着另外一个老师那边走去 显然在老邱看来 学校的比赛 无非就是场热身 没什么值得关注的 内部实战训练而已 心态很轻松 江森和罗北空 在简陆处闲聊片刻 前一轮的比赛就结束了 女子一百米欲赛 场面分外热烈 看台边缘 挤满出高中的大小色皮们 黄敏捷刚一冲出来 全校就沸腾的呼天枪地 但也不能怪这群没见过世面的 别说他们 如果不是因为要下来捡路 其实江森也很想看看 那波涛汹涌的画面 可惜这一阵激动 最终也只持续了十几秒 看台上在一阵激情过后 人群便纷纷散开 对下面其他比赛的期待 变得索然无味 江森看着黄敏捷脸 淡红扑扑 从赛场上走下来 同时起身往里头 路过的时候 随口问了句 跑得还行吧 嗯 黄敏捷低着头 害羞地快步离开 刚才满世界老色批的欢呼声 实在是有点吓到他了 虽说上学期就被吓过一次 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但今天仍然还是觉得 有点承受不住 黄敏捷胸真大 罗北空跟着江森走到场上 等着比赛开始 一边装作无所谓的感慨一句 江森笑道 大不是最关键的 关键是够真 嗯 我也觉得 少敏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 嘿嘿嘿见笑 好想知道触感是什么样的 话音刚落 就被罗北空直接一巴掌 呼在他的后脑勺上 罗北空眼神很吓人地瞪了他一眼 少敏瞬间就发誓 永远都不敢在罗北空面前 这么快乐了 江森也只是笑了笑 什么都不说 罗北空喜欢黄敏捷 全世界都知道 连黄敏捷都知道 可怜小黄同学 现在半个字都不敢哼 生怕罗北空对他乱来 啊 江森又长长地打了个呵欠 心里头感觉这些孩子 其实还是挺懂事的 至少目前为止 都还算挺自我克制 尤其是黄敏捷 正正津津成交边缘出来的小姑娘 基础也不太好 现在能在十八中 考到比较靠前的名次 而且训练也没落下 说明是真的下了苦功夫 再加上长相 身材这些原因 时时刻刻都要受到异性的诱惑 没有脑子发热找男朋友 就算很不容易了 这半学期下来 朱杰伦和郑小斌 轮番去勾搭了几次都没成 现在 朱杰伦已经跟坐在他前排的大奶奶 矮个小美女 打得火热 郑小斌也把目标转向了陈佩佩 黄敏捷总算能稍微松口气 只有罗北空 是真的不好办 罗北空不单是家里有钱 而且 足够人高马大 黄敏捷 那168的身高 在姑娘里头 算是鹤立鸡群 但在罗北空面前 就直接小鸟依人了 这是朱杰伦和郑小斌 所不具备的先天优势 所以 黄敏捷在罗北空面前 天生的抵抗力不高 而罗同学 为了不让黄敏捷为难 现在故意连田径训练都不去参加 免得他觉得尴尬 不过好在老邱也无所谓 因为罗北空的田径水平 也就一般 就算去市里比赛 勉强也就进个复赛 有他没他意义不大 现在就将分就够了 所以 老邱目前只拿这个事情 当狗血去看 时不时看着罗北空和黄敏捷 互相躲着对方 就会发出黑黑黑的音效 看小朋友们处理感情问题 这么纠结 他就觉得乐趣满满 准备了 准备了 起跑线前 运动会的工作人员磨蹭半天 终于把赛道全部清空 七个班级的总共14名选手 挤到起跑线前 其中半数是陪跑 剩下来几个 看到江森和罗北空 光听笑对两个字 就已经腿软 森哥还没跑 就已经赢了一半 更别提就在这个时候 江森还从脚踝上 解下来两个总重10斤的纱带 没错 一直带着呢 我草 跑道前的选手们 当场全都倒吸一口冷气 就连罗北空也忍不住骂了句 麻子 你真特么畜生 江森咧嘴笑笑 解开这东西之后 整个身体就轻得 好像是要飘起来 站到赛道前 闻着塑胶跑道上 被早上的太阳 晒出的塑料位 江森深深吸一口气 心里嘀咕着 这一段 总算是要过去了 走神的当口 忽然听到 耳边响起一声 各救各位 跑 令枪声响 江森本能地猛一启动 瞬间冲了出去 三秒钟内 直接从外道切进那道 抢在罗北空面前 牢牢卡住了领头的位置 训练了这么久的他 跟普通菜机早就不一样了 对现在的江森而言 上了赛场 体能就不再是主要问题 配速 节奏 位置乃至最后的冲刺速度 才是他现在训练的重中之重 江森 江森 看台上 刚刚才因为 黄敏捷的离去 而索然无味的观众们 忽然又集体激动起来 江森的八百米 跑得实在太禽兽 前两百米 就跟后面的人 拉开了至少四五十米的距离 跑在第二的罗北空景 赶慢赶 还是逐渐被拉开了距离 江森却不平始终不变 眨眼间的功夫 身后的大集团 离第一圈的终点线 还差百来米 前面的倒数 灵响就已经 叮叮叮地响了起来 我草 掐着苗表的老邱 在终点线前 看着那数字 惊得当即尖叫起来 可惜 转头看着江森跑过弯道后 速度又渐渐慢了下去 跑过五百米 江森自己也清楚意识到 身体的状态还远没到位 不过这个不到位 也只是跟他自己的 最好水平相比 在现场看台上的 观众们的眼里 他跟身后集团的距离 还在持续拉开 只有罗北空勉强跟上 而另外那些从一开始 就被江森代费节奏的家伙们 这会儿才刚跑过第一圈 就已经有人觉得不行了 普通高中生 用近乎百米跑的冲刺四百米 然后还要再接着多跑 另外一个四百米 谁顶得住 也就只有江森这种天赋异禀的 能纯靠意志力 完全克服身体上的困难 继继续咬牙保持着节奏 很快的 当跑过大半圈 跑进最后的直道 江森明显感觉手臂已经麻烦 但就是离他最近的罗北空 也已经在七十米开外 其他的 甚至已经拉开了足足半圈 我日啊 不是人 不是人 在看台上的一片尖叫中 江森一路提速再提速 一头冲过了终点线 老邱一按表 露出一个满意 又不是完全满意的笑容 哼 两分零二秒五六 差点意思啊 江森站在原地 使劲地喘了好一会儿 等到罗北空跑过终点线 才缓过气来 对老邱说道 做人要摸着良心说话 我副相都跑进二级标准了 老邱却探口气道 早知道多让你练一项 你的八百米 明明也能跑进 一级运动员的水平的 要不你看下个星期 我们突击练一下 刚好下星期六 全是比赛 滚 江森老邱跟前 已然彻底没大没小 转身就走 不多时 等江森交了号码布 离开赛场 体育场的广播里 也开始播报 刚才比赛的结果 江森已领先第二名 罗北空足足十二秒 领先第三名张宇博 将近二十秒的成绩 毫无悬念拿下第一 而就在夏小林他们 到处寻找江森的身影 想要说两句恭喜的话时 江森则已经一头 扎进了体育场附近的网吧 这么难得的空闲时间 不拿来马字 难道还要在看台上吹牛 扯淡 接受全校少女的崇拜 白白浪费时间吗 当然不 这种早晚的事情 急什么 一整个中午 江森都没在 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 中午直接在网吧里 吃了泡面当午饭 从早上十点多一口气 写到两点出头 敲完七千字的大张 才终于舍得离开网吧 然后走回体育场 没休息超过二十分钟 立马又连轴转地 站上了四百米的赛道 找了江森一中午的夏小林他们 见到江森准时出现 总算是松了口气 然而 仅仅过了五十八秒后 随着状态极其不好的森哥 再次第一个咬牙 重过终点线 眨眼的功夫 他就又一次仿佛人间蒸发 彻底没了踪影 夏小林特么都疯了 就算一天 连拿两个第一都不想放过他 怒吼道 江森呢 江森人去哪了 老师 他好像回学校了 我刚才看到 他往公交站台那边走去了 刚刚跟江森一起跑完 四百米回来的雄波 当场出卖了森哥 夏小林不禁牙痒痒 江森道 这个家伙 不知道运动员代表 不能早退的吗 一点纪律都不讲 明天我骂死他 啊 就这 熊波顿时一脸失望 心说我还以为 你要怎么踏呢 第186章 没劝成功 江森下午三点 不到回到镇欧路 没回学校 直接去了菜市场 隔壁小区的黑网吧 小网吧的老板 见到江森 还当森哥是周五下午 就迫不及待逃课 过来干活了 当即感动得一塌糊涂 收了江森20块钱后 赶紧给江森炒碗素面 还是加个蛋的那种 江森坐下来打开电脑 稍微闭目养神片刻 面条就端了上来 他抓紧时间吃完 又买了瓶红牛灌下去 嘴里再塞一片夕阳深 二话不说 打开word就是干 从三点一口气写到四点多 罗北空也比完赛后 第一时间跑了过来 一看到江森就喊 麻子 体育局的人来找你了 校长也在找你 郑海云也在找你 你们班主任也在找你 哦 让他们找 江森这话说得很冷血 听起来就跟哦 让他们死差不多 不过也不能完全怪他 主要是小说 这会儿也写到三十多万字 快四十万字了 情节正处在主角打怪升级 被人暗害的关键点上 江森人见合一 正跟小说里的人物 高度情绪共享 罗北空探头 看了眼江森屏幕上 哗啦啦倾泻出来的文字 心里很想拆开江森的脑子 看看里面的构造 是不是跟正常人不太一样 一边又转头朝老板吼了声 老板 炒面加蛋加肠 来包力群 拿瓶绿茶 康师傅那个冰绿茶 钱等下一起算 好脸 老板答应一声 笑得简直乐开花 心说 这要是每天来的 都是江森和罗北空 这种豪客该有多好 江森每天过来价都不问 直接就是掏十块二十块 周末更是能掏到三十块 罗北空花钱更厉害 有免费的水都不喝 就喜欢喝各种乱七八糟的饮料 加上买点烟 可都是利润啊 不像那些偶尔放学后 才敢跑来 爽个把小时 就跑得小兔崽子 每星期就贡献五六块钱 喝水都要自己带 一看就知道没前途 家里穷还出来玩个吉博 回家好好读书啊 你把高中部八百米 和四百米的记录都破了呀 罗北空喊完 又缠着江森继续说 江森没心思搭理 淡淡一声 嗯 罗北空就没辙了 自己自觉地闭上了嘴 江森噼里啪啦 望我的敲着键盘 许是今天运动会 脑子已经清醒过来 但脑力又没过度消耗的关系 中午赶时间写完七千字后 下午这会儿 居然依然状态火热 从三点钟 一口气写到六点多 天都黑了 肚子也饿得咕咕叫 但情节 不知道该断在哪里 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干 一直写到七点出头 终于感觉头昏眼花 于是逐渐堕落的 连错别字也不改 就把那八千九百多字 直接传给了未面之子 然后也懒得听他拍马屁奉承 上传完后 直接关机 一边闭着眼睛大喊 老板 帮我下楼买两个盒饭 派出所隔壁那家 好 好 马上去 柜台那边 传来的已经是老板娘的声音 两口子 又换班了 麻子 你他妈真的牛逼 老子听你敲键盘的声音 都听吐了 你还能一口气血那么多 罗北空嘴里叼着烟 但也不吸 因为下午吸多了 现在 不仅听江森敲键盘的声音想吐 吸烟也有点想吐 只是嘴里不叼点东西 总觉得空荡荡的 随口问道 我突然好想吃润喉糖 你想吃吗 我想吃饭 江森虚弱地说着 然后把手伸进怀里 掏了掏 居然从校服的那兜里 掏出了一张 折得四四方方的卷子 以及一支水笔 罗北空顿时眼神都变了 嘴巴一张 嘴里的烟掉在了地上 麻子你特吗 赶时间 我赶时间 江森把这张提亮 不算大的正值试卷 在电脑桌前摊开来 然后微微喘口气 看了眼第一道选择题 条件反射一样 就选出了答案 罗北空也猛逼了 坐在一边指指点点 这题选A啊 我怎么感觉应该选C啊 没事 回去对答案 不用 不用 肯定你对的 嗯 那当然 过了一会儿 江森的十五道选择题 都做完了 都翻过面 开始写简答题 和材料分析题了 肚子越来越饿 脑子越来越模糊 外出采购的老板娘 却磨磨蹭蹭地 始终都没有回来 江森写作一道简答题 实在是饿得感觉手 都快提不起来 终于站起身来 去搞了点 不知道是矿泉水 还是自来水的水 先蹲蹲蹲喝几口 落个水宝 然后等身体舒服了些许 正要重新坐回去 继续开工 才没写几个字 黑网吧的大门 突然就被推了开来 外面乌泱泱跑进来 一大群人 压着老板娘 气势汹汹 是这里吗 你们这个黑网吧 我早晚疯了你们 小孩子全都让你们害死了 哎呦哎 孩子 我这回被你害死了呀 江森 江森你干嘛呢 给我出来 承展鹏带队跑进来 身边居然还跟着 令人简直无法理解 到底是怎么出现在 这个地方的 无尘 不仅他俩 后面还有正教处 三杰的郑海云 曾有才和小王 最后面还 跟着眉头紧皱 却若及时的夏小林 以及脸上装作很关切 但内心压根 无所谓的老邱 屁大点事 玩游戏都玩游戏吗 学习成绩特么的这么好 运动会还破纪录 别说玩游戏 玩别的老子也赞成啊 老邱心里这么念叨着 但黑网吧里的其他小朋友 却是被这阵仗 实在吓得够呛 满屋子 原本性冲冲过来爽的 十八中的初中生们 当场就被吓得 集体挺湿了 个个连鼠标都不敢再按一下 被吴晨拎在手里的老板娘 手里抓着两盒盒饭 更是不住地哭喊 哎呀 黄天啊 都是他们自己要来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领导啊 我们也是小的买卖撞口饭吃啊 妈的 吴晨听得烦躁 把老板娘松开 冲着屋里就大喊一声 江森 嗯 听到外面闹闹哄哄 但脑子已经有点迟钝的森哥 慢慢抬头看了外面一眼 而与此同时 承展棚就不管那么多 直接气冲冲跑进里面 左右看着几个房间里的人 几步走进江森和罗北空所在的房间 紧接着正眼一瞧 看到江森居然在写卷子 还以为是 自己看花眼了 脑子里先是嗡了一声 再仔细看 发现江森居然真特默地在写卷子 又觉得他可能是在耍诈 飞快跑到江森身边 摸了摸他那台电脑的显示器 显示器的背部 冰冰凉凉 狗日的 什么情况 你在这里做什么 承展棚难以理解地看着江森 江森很淡定地看着承展棚 摊手道 学习啊 你在这里学习 承展棚感觉 智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侮辱 这时候 吴晨 老邱和夏小林 也全都跟了进来 所有见到这个场面 全都跟承展棚一样 根本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这几个屋子的 全都别跑 现在就叫家长 全都要处犯 屋外间 郑海云的咆哮声震穿整个楼层 曾有才这时也慢慢走了进来 但上个星期受到的伤害 仍然还在心里隐隐作痛 也不就不敢多逼逼 只是内心复杂地 看了江森一眼 就听成展棚问道 你干嘛跑这里来学习 江森虽然饿得头昏眼花 但思维能力还是在的 想了想 随手一指身边的罗北空 很淡定道 为了劝他不要玩游戏 回去好好学习 承展棚又望向罗北空 罗北空马上道 是真的 是我带他来的 为了让他 劝我不要玩游戏 要好好读书 那你现在呢 站在后排的夏小林 忍不住问道 很明显啊 罗北空顿时满脸无辜 双手一摊 他没劝成功啊 第187章 自由之身 按手艺 哭什么哭 刚才看你还不笑得很高兴 银银银 大晚上的 十八钟的正教处 再次灯火通明 一大群二十来个初中生 先是像被抓赌抓嫖式的 被从小区里成队牵出来 在菜市场中招摇过市 把脸丢光 然后进学校后 又被堵在正教处里 轮番接受郑海云 和曾有才的校规校计再教育 同时挨个给家里打电话 让家长过来领走 由于郑老师在处理的手法上 和曾老师在语言的运用上 略微有些过激 于是 个别孩子的内心稍微脆弱了点 情绪一时间没能调整过来 办公室的礼教育场面 一下子就崩溃了 一娃哭 娃娃哭 哭得正教处 那叫像的灵堂似的 而就在这群小朋友 被正教处三节包围之时 江森和罗北空的待遇 却截然不同 罗北空作为老油条 滚蛋时间最早 熟门熟路进正教处 按了手指印 就被老邱带走 带罪立功训练加餐去了 江森则是被承展鹏气愤地 直接带回校长室 一边吃盒饭 一边跟吴臣聊起了天 吴臣说 你怎么上这里来了 事理表扬我救灾工作干得不错 让我先把村里和扶贫办的事情放放 过来是党校培训 搞个文凭 顺道在这里挂职 一两年接到副主任 镇欧接到啊 嗯 哎哟 那可巧 分管什么啊 文体未生 这下副科级就明确了脸 是啊 哈哈哈哈 吴臣开怀大笑 江森就飞快地哼吃哼吃八饭 那浑然不把校规和校长 放在眼里的德性 看得承展鹏 眼皮子都在挑 麻辣个尖的 要不是看在这狗东西成绩的份上 老子能这么一忍再忍 承展鹏心里暴躁地想着 手里 拿着江森那张没做完的政治试卷 来回翻动 有一说一 去网吧还能想着学习 但这一点 就已经让他很不下心 再去处理江森了 今天也是巧了 我头天过来报道完 晚上想过来找你 一出门 就遇上你们校长一群人 嘀嘀咕咕说江森 我还纳闷的 那么巧 就随口问了句 嘿 还真就这么巧 就是来找你 老子还以为你自甘堕落了 本来都给你带了礼物了 刚才去抓你的时候 都不想给你了 江森飞快地吃着饭 抽空问道 什么礼物 你师父 让我给你烧的药 无尘掏出一根烟点起来 翘着二郎腿 抖抖抖抖抖 老孔跟你师父聊了聊 说你在城里头快活生生累死了 你师父怕你 真的挂了 就让我带了点补药来 都是压箱底的好东西啊 你小子以后发达了 可别忘恩负义 这话刚落下 不等江森回答 城展鹏就抢着说话 语气很是疑惑 怎么就活生生累死了 江森 你平时训练有那么辛苦吗 不光是训练 无尘笑咪咪指着江森 当着江森的面 一五一十地说给城展鹏听 这个小子又跟网站签了个新合同 现在每天都在写小说 一天也一万多字 白天还要训练 还要上课写作业 上个月连着二十来天 每天就睡五六个钟头 好像说连拉屎都要挤时间 简直特么地要钱不要命 不想活了 我日 我特么在吃饭啊 江森怒吼起来 但城展鹏才不会给他转移话题的机会 立马火冒三丈 砰的一下就拍了桌 吼道 江森 你开学之前 怎么跟我保证的 高中的时间本来就紧张 你还有心思搞这些 我也有苦衷啊 江森三两口 把一盒盒饭吃完 鸡骨头 虾壳 吐得满桌都是 又马上揭开了另一个盒饭的盖子 速度丝毫不减地继续扒拉起来 城展鹏脸色发黑 想起前几天才刚刚表扬了江森 今天 市里的陈局长 突然也过问起江森的成绩 明摆着 是想 借是再拉他一把 这下要是江森 为了写书 就把学习成绩给写废了 那他的前途 岂不是也跟着泡汤了 一想到这里 城展鹏有不由急火攻心 怒道 什么苦衷 你还能有什么苦衷 什么苦衷那么厉害 而吴臣这狗日的 居然还在一旁帮枪 对 今天必须给城校长一个交代 到了这份上 江森终于感觉 不装逼是过不去了 是你们比我说实话的呀 江森端着盒饭 低着头 看着盒饭上的 炸带鱼的眼珠子 开始酝酿气氛 然而 吴臣并不给他机会 立马催问道 你他妈说啊 他们给了我一百万 江森头也不抬 直接冒出一句 一百万 一百万怎么了 啊 城展鹏咆哮着 愤怒的声音戛然而止 转瞬间变成震惊 你说多少 一百万 吴臣的腿也不抖了 不自觉地 也把二郎腿放了下来 校长办公室里 煞时间一片安静 只剩下江森呼呼呼吃饭的声音 城展鹏看着江森埋头吃饭 有恃无恐的样子 大概率断定 这件事应该不假 脑子里一时间不由的 各种念头飞转 甚至有那么几秒 还体验到了曾有才上的星期 才体验过的某些感觉 不平衡了啊 这个小孩 居然就这么挣了一百万 一百万 真的一百万 城展鹏的表情 从刚刚被吓到后的不知所措 瞬间麻木 茫然不定 逐渐转变为金仪交加 和莫名的锦小慎微 脑子里关于升官的事情 忽然就被金钱的力量 所淡化掉 在这一刻 他忽然变得 只关心这件事的真假 而不是江森学习成绩的好坏 能分分钟赚到百来万的作家 在地方上 算什么档次呢 最低级的县级政协委员 应该是能混到的吧 就算混不到县级的政协委员 可村民代表 或者社区人大代表候选人 起码也该有他一份吧 放在国外 那就是基层民意代表 稍微往上 就是地方议员了 当然了 这只是一个类比 只是说明 从实力的角度出发 江森现在的社会地位 已经客观上 不能和之前同日而语了 他是真真切切的 已经比绝大多数人 拥有了更多的社会资源 嗯 一百万 签字费 不给钱不写 给了钱才写 江森确认了一句 继续吃饭 程展鹏 吴晨和夏晓琳这个菜鸡 全都说不出话来 签字费 他们当然是知道的 但知道是一回事 真正这么接触到 又是另外一回事 身价原本看似很模糊的词 此时在他们眼前 就在这个学生身上 竟变得格外地清晰起来 他们忽然间很默契地 全都不再催促江森 只是安安静静地看着江森 又花了七八分钟 把第二个盒饭也送进了肚子 呼 吃饱饭的江森 终于感觉整个人 完全活了过来 他常常吐出一口气 往沙发上依靠 舒服地摸了摸肚子 而程展鹏居然站了起来 主动给他倒了杯茶 房间里的气氛 相当相当地诡异 尤其是从头到尾 没说过半个字的夏晓琳 此时简直不知道 自己还该不该坐在这里 他只觉得 这个世界变化的速度太快 快到让他甚至开始怀疑 这个世界的真实性 然后 他就这么直愣愣地看着江森 非常从容地端起那杯茶 吹了吹热气 小撮一口后 悠悠然来了句 更加听着不够真实的话 他说 校长 我想给学校捐笔钱 程展鹏明显神色一变 却硬是憋着没开口 任由江森 悠然自语着往下说 没有你们收留我 我估计现在应该还在哪个工地里 打工攒钱 换一个环境 我写出来的东西 也未必能一泡红 说不定还要挣扎很久 才能从你脑里挣扎出来 运气不好 搞不好 就是五六年 七八年 十八中对我有恩 这笔钱 算是答谢 钱呢 我以个人名义捐赠 学校就安静收下 也不需要做什么宣传 学校想怎么花 就怎么花 想花在什么地方 就花在什么地方 我反正没有任何要求 说到这里 江森微微一顿 朝城展鹏 比划出一个巴掌 五十万 城展鹏听到这个数字 明显忍不住握了下拳头 这笔钱说大不大 但说小 却绝对不小 十八中 每年从市里拿到的财政有限 老师们的工资 都是是财政直接拨发的 顶多个别人 游市教育局核发 学校一年到头 真正经自己手的经费 最多也不会超过二百万 而这笔钱最主要用途 就是各种行政办公和教学成本 学校活动成本以及其他方面的物品购置预算 在如此捉襟见肘的资金预算下 十八中的教学楼 各活动室 还有教具 到现在也全都是只能勉强凑合着用 每年只能从牙缝里抠出钱来搞硬件升级 今年重新装修某状楼的某一层 明年给学校换批新桌椅 后年再给哪个年纪段添置点新东西 而如果想聘请牛逼的老师 从别的地方挖人过来 财政那边肯定不可能马上同意 所以在老师的编制转正之前 工资就必然要从学校财政里出 按牛逼老师每月六千块薪水计算 一年下来 再算上年中奖金 逢年过节的补贴 直接十来万就出去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程展鹏根本不敢单独为某个学生招收牛逼老师 因为只要稍微多来几个这样的老师 如果学生最终没出好成绩的话 学校脆弱的财政状况 直接就会被脱崩掉 财政崩溃 十八中就破产了 而破产的结局自然就是被兼并 他这个副科级校长 如果到时候没地方去 搞不好就会变成是教育局 甚至区教育局某个小科室的副主任科员 这个赌局他显然赌不起 往年里 他去市里要钱 通常每年能搞个七八十万 就算超级大丰收 多数时候 一年能搞来三四十万 也非常心满意足 而且这还是以前学校 只有初中部的时候 现在多了个高中部 一年光是水电费支出 都要多出七八万块 可想而知 在这种条件下 五十万现金对十八中来说 到底意味着什么 承展鹏沉默了片刻 一下子就没了刚才教训学生的气势 他迅速地摆正了自己的位置 转而用一种很平和且平等的语气 半点不矫情地对江森说了句 我代表学校感谢你 但是学校给我的特困生待遇 不能停 江森马上又补充道 我现在还是没有正式收入的 写作只是副业 对外的话 我们平时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学校该怎么管我 还怎么管我 承展鹏考虑一下 点头道 好 一切照叫 江森总算露出笑脸 又转过头 对吴臣道 吴知书 我也要麻烦你一件事 吴臣这小机灵鬼 立马坐直了身子 郑瑟道 你说 江森果然说道 我还有剩下五十万 全都交给你 其中五万块 麻烦你帮我捐给乡中学 台风刚刚过去 学校里缺了什么 正好补上 要是什么都不缺 反正钱也不多 就当是点心意 我爸在校长办公室里 颇分那么多回 当时打扫办公室的费用 也好 往校长办公室里颇分 承展鹏的眼皮子 不由微微跳了一下 吴臣却满脸认真的回答 好 我一定帮你把话带到 嗯 江森点点头 稍微停顿片刻 又换上一种 更加的认真表情 继续道 剩下的四十五万 请务必交给村里 今年台风 把村小学刮没了 现在重建 也不知道钱够不够 这四十五万 算我略近一点 绵薄之力 但我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这所村小学 一定要取名叫 二零二希望小学 捐献人 一定要写星星星 中文网超白金作家 二零二郡 还要麻烦你 招告青山村 要让所有 十八岁以下的小姑娘 和萌萌他们都知道 大家的月票没有白头 二郡报恩来了 这话说完 屋里其他三个人 看江森的眼神 忽然就变得很不对劲 江森却一脸正气 窥然不动 双方就到底 谁更不要脸这个问题 用气势对峙许久 最终 吴主任另辟蹊径 便向不要脸的 明着表示要捡便宜 打破了沉默 那你抓紧 把钱打给我吧 我明天就去办 就当是镇欧街道 对口之园清明香了 江森凛然回答 随便 我只要村小学的名字 以及全村少女的心 夏小林简直被江森 这位面子 回家疏难的精神 给惊呆了 终于忍不住问道 那你把钱都花完了 自己怎么办 你这一百万 挣得也不容易吧 都是过眼云烟 我这个人不爱钱 主要还是想为家乡点贡献 钱的问题 现在你们不用再担心了 我每个月还有点 零敲碎打的稿费 攒个几个 凑个老婆本 还是有富裕的 江森轻松写意地说着 开始收拾满茶几的骨头 和虾壳 承展棚赶紧装作要帮忙 我来 我来 但嘴上这么说着 动作却明显慢了 不止一拍两拍 所以 结果还是 江森自己 把垃圾打包好 出门扔进了垃圾桶 一边静置就往楼下走 随口对承展棚道 新书很快就能写完了 大概十二月底 这次真的是最后一次 嗯 能不影响成绩 那肯定是最好的 学校其实还是希望 你能考出好成绩 钱不钱的 倒还是其次 你捐不捐这笔钱 在我们学校和老师的眼里 你都首先是个学生 然后才是作家 承展棚紧跟在江森身旁 一本正经地说着 江森也很配合 很认真到点头道 嗯 我知道 我也是这么想的 夏小林 你每天来回来这么跑 我看也挺费时间的 要不把机房给你开了吧 也行 中午的时间 要是能利用起来 晚上也能早点休息 学习工作两不误 夏小林 夏老师 你下星期直接去找机房的 聂老师说一下 就是我说的 多配一副钥匙 程校长转头吩咐已经跟在边上 被刷新了好几次人生观 夏小林道 夏小林回过神 连忙答应 好 好 哎 卷子 这时 吴晨从后面追上来 拿着江森的那没做完的卷子 塞进他手里 搞了半天 居然还是这货最惦记着江森的学习 江森到了生县 把卷子折好放回兜里 四个人快步走出行政楼 正教处办公室里 依然灯火通明 但他们 看都没朝里面看一眼 静止就走出了学校 夏小林一脸猛 不知道 到底这三位 是要往哪去 好在刚出校门 没走几步 程展鹏就跟他说 这里没他的事情了 让他先下班 夏小林 这才茫然的原地站住 然后看着江森 他们的背影走远 愣了半天 才终于想起 自己到底要往哪去 不住地摇着头 叹口气 穿过了马路 远处 江森忽然又想起体育局找他的事 随口问道 校长 今天体育局的人 找我干什么 哦 那不是又想找你 去训练吗 程展鹏微笑道 特地跑过来跟我说 训练费很高 奖金也很高 拿了全国第一 你能分到八千块呢 哦 八千块啊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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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森他们撒阴阳怪气地笑着 没一会儿 走到一台邮政储蓄银行的ATM机前 江森掏出卡来 一通熟练地操作 各给承展鹏和无尘卡里 转进了50万 转账完毕走出来 微微一呼吸 空气里头 满是自由的味道